苦瓜们走回去的路上会经过人济堂,两人也不知道要不要进去跟张氏打个招呼,缩头缩脑地在医馆门口为所探查,却被今日在医馆执勤的大金发现了,热情地向他们扑来,对着春鸭,就是汪汪汪。 如今这大金也是忙得不得了,每日送好铁头和张家旺去私塾,便来张氏这里值班,晚上吃好晚饭,还要出门跟小母狗约会,经常是神狗,见首不见尾,春鸭很担心这县城之后出生的小狗子都是黄色的。 被大金这么一叫,张氏朝门外望去,就见妇女俩在门口扭捏又谄媚地朝他笑,这会儿见到自己相公和女儿凑在一块儿,又是这般模样,他就知道这俩货肯定又干什么好事了。 不过现在手里的事情很多,他现在虽诊脉还不太在想,他把的脉都需要金大夫再确诊一遍,然后再把道理跟他细细讲一下。 但是对于外伤或者妇产科和儿科,张氏自有自己的独特诊断标准,令金大夫也赞叹不已,与其说张氏在这儿是学习,不如说是跟金大夫互相交流, 更为恰当些。所以即便他如今卖血的少,但是一旦有女患者或者小儿,都是要他先看了,拿捏不准地再去请金大夫把脉,两人再论出个治疗方法来。 这些日子,来人气堂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听闻人气堂可以奢药,那些实在是没钱,抱着小孩来起药的也不少,所以张氏手头如今事情真是很多,此时根本没经历跟家里这俩饱和志气。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这会儿不得空,有啥想说的,一会儿回家说。 张氏眼封扫了一下门口妇女俩,春鸭头颈一缩,往徐达身后躲了躲。 两人也不走,春鸭悄悄对徐达说,爹,你说咱们这会儿要是悄悄跟我娘交代了,当着那么多外人的面,娘会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 嗯,好像有点道理,要不,试试。 反正横也一刀,竖也一刀,不如马上来个痛快的。 两人一合计,看着这会儿铺子里人实在多,乱哄哄的都凑在金大夫张氏和另一位林大夫身边,徐达便和吴掌柜打了招呼,说来帮忙维持下秩序,来来来,女人小孩往这儿排,男病人往那儿排,别凑一块,来来来,排队排队。 春鸭则找小二要了笔墨,拿了张纸,把排队的人一个个都登记上,登记好了,便让他们各自找地方坐,别都堆在大夫面前,一会儿叫到名字,再上来看诊。 两人不消片刻,便把原本拥挤喧闹的大厅给清理了干净,再有新病患进来,便到春鸭这儿先来登记,吴掌柜直说这个办法还挺好,以前人也没那么多,病患进来直接就能看,如今人多了,没个规矩真是乱得很,他每日被吵得脑子嗡嗡响。 其实分枕的事张氏早就对吴掌柜提议过,但是因为人手有限,张氏来的又比其他两位大夫完,所以每天早上来,整个大堂都已经宣闹杂乱了,他只能先急着把手头的病患先处理了,但是往往一处理就是一整天,连水都不敢喝,就怕去上厕所,根本没控管这些。 吴掌柜,你每日开门前,先把等在门口的病患给排好队,登记好,然后再开门,开门就喊明,没喊到的,给准备几把长凳,坐着等就是了。 这样就避免开门,就是乱糟糟的拥作一团了。 徐达觉得这源头得先理顺,理顺了后头,才能建立秩序。 这个办法好,当归。 听到没,明日就按徐老板的讲的办。 哈哈,张大夫家的相公,果然也是脑瓜子好啊。 吴掌柜说完,便跟徐达打个招呼,去忙了。 之前金大夫老叫张氏许夫人,她听得别扭不已,便主动要求大家喊她张氏也行,张岚也行,出于尊重。 如今仁济堂众人都喊她一声张大夫。 春鸭在一边暗笑不已,我天,我爹喊脑瓜子好,那你怕是没见识过我的智慧。 张氏朝妇女俩撇了一眼,跟后头的病患说了句,稍等,我去拿点药粉,一会儿要用的。 朝妇女俩抬了抬下巴,妇女俩赶紧跟上张氏往后院去了。 说吧,你们俩又闯什么祸了? 张氏选了个角落说话,就怕一会儿这两人说出来的话太刺激,他控制不住自己,让人见笑。 春鸭先发制人,我爹逃学。 不对,他压根没去找先生。 我擦。 春鸭上月花了七百两,徐达也不甘示弱。 爹,你怎么得骂人? 娘,爹骂人。 春鸭企图用闲话刷屏掉七百两的事。 徐达咬碎后槽牙,我哪儿骂人了? 你这孩子,怎么能那么不仗义呢? 可春鸭话风突变,说道,对不起爹,我错了,我下次改。 好好好,没事没事,以后可千万不能再这样知道吗? 那啥? 媳妇,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徐达马上会议,拉着春鸭就要走。 张氏深吸两口气,劝自己冷静,不要气,不要气,心耿了没法救。 他鼓起了掌,你们两个双簧唱得不错呀,要不要赏银啊? 嘿嘿,那什么,媳妇,你听我说,我是真的读不进去书,我不比你呀,人美心善脑子好,要不然这样你看行不行? 咱们家石头,你别看这个孩子脑子好像一般,但是他老实啊,老实孩子不会逃课。 对了,还有铁头,这孩子看着比咱们大儿子聪明些,他比较有希望。 徐达心想,对不起了儿子,爹此时只能先自保了,活着才能再赚钱养你们啊。 张氏看了看徐达,转头对春鸭抬了抬下巴,轮到你了,你说说清楚七百两的事情,不说清楚我这会儿就把你腿打断,正好金大夫擅长正骨,能给你马上结好。 娘,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 春鸭此时觉得自己弱小又无助,娘是女魔头,爹根本靠不住。 哈,莫不是我听错了吧? 你,徐春晓,也有害怕的时候?你害怕,你把家里铜钱花得底掉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怕? 张氏忍不住拔高了嗓音,惹得进进出出的当归皇旗,朝这里看得不停。 他们原就觉得张大夫有些冷面,如今看他相公跟女儿的可怜样,我天,一定不能得罪张大夫。 我冤枉啊,主要是裴姐姐她太有钱了,预算抄得有点多,不过娘。 咱家底没掉,我爹上月赚了一百五十两,底薄是薄了一些,可还在,春鸭诡辩。 对对对,你看啊,媳妇,我虽然没好好读书,但是赚钱了,对不对? 功过向底,那什么?钱都病人多,你先去忙,一会儿回家,我下厨给你做饭吃,可好。 妇女俩眼巴巴地看着张氏,张氏心中一叹,哎,这团队太过自由散漫,根本带不动。 走吧,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滚滚滚。张氏碍于连吴掌柜都探头探脑地往他们这儿看,只能低声骂两句放人,一切等回家再说。 妇女俩如蒙大赦,赶紧从人际堂里出来,一路觉得轻松不已,虽然回家肯定逃不掉张氏的一顿骂,可这会儿张氏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春鸭的腿肯定是保住了。 心情大好的两人一路逛吃逛吃,到了家门口,就见大金已经接了铁头和张家旺回家了,怪不得刚刚从医馆出来看不到狗子,原来是去接娃了,春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家大金每天的行动都是有规划的。 连狗都有狗生规划,他怎么能活得那么没规划呢?春鸭痛下决心,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向大金学习,做个有计划的人。 徐达今日为了好好表现,买了不少菜,拎着菜进厨房,就想生火开炒,把文氏吓了一大跳,大喝一声,你想干啥? 嗯,做,做饭啊,徐达也被文氏突然的呵斥声给吓了一跳。 正在跟大金玩耍的张家旺和铁头文生赶忙凑过来看,文氏抢了徐达手里的打火石,男人怎么能下厨? 嗯,我天天在铺子里下厨啊。 徐达觉得这古代丈母娘真是莫名其妙。 文氏显然不认同徐达的理由,说道,那不一样,那是赚钱,在家里头,哪有男人做饭的道理? 咋不一样?做饭吗?哪儿做不一样? 娘,你快出去歇着吧,来来来,家旺,今天姑父给你们炸桂花肉吃,赶紧的,带你奶出去歇着。 徐达不予与文氏这位古代老太太讨论男女平等之事,还是让张家旺来发挥她的特长吧。 其实张家旺本来不予掺和文氏和徐达的事,他急着出去玩呢? 铁头说,巷子口的香樟树上有个大鸟窝哦。 可一听桂花肉三个字,他就忍不住觉得应该很好吃,掏鸟窝和桂花肉,他选桂花肉。 于是他挨到文氏身边,说道,奶,赶紧出来吧,咱们得客随主便啊。 文氏一听孙子来劝他,顿时就算了真气,又想着自己的确是客,看了徐达好几眼,徐达坦然地随便他看,最后只能叹口气出来了。 自家女儿这家风,着实跟别家,不太一样,算了算了,他也不能管那么多,谁叫这家姓徐呢? 徐达顺势还表扬了张家旺,不错呀,客随主便都知道了。 看,还是得读书不是? 文氏文此言,紧皱的眉头,松了松。 的确哦,家旺来这儿一个多月时间,收敛了性子,也不撒谱打滚了,说话做事可比以前妥当多了。 想着这些,又觉得这女儿家的家风虽然与众不同,但是还是挺好的,起码孩子们都教育得很不错。 带张氏回家,徐达已经烧了满满一大桌菜了,也不知道今日为啥要大吃一顿的张家旺和铁头大金蹲在门口等着张氏。 一见他回来,便欢呼着往院子里冲,边跑边喊,我娘妥姑回来了。 开饭开饭,开饭啦。 因为今天做了满满一桌菜,徐达便让铺子里早些关门,让石头和盖头也赶紧一起来吃饭,此时圆桌上已经团团围了一圈,等张氏入席坐定,徐达拿起筷子给张氏加了一块白切鸡,喊一声吃饭。 一桌人来不及说话,低头就是一顿猛吃。 张氏的脾气,在回家之前早就散了一半。 徐达本就是个学渣,这句肉身,读了两年书,肯定也是啥都考不出,所以徐家才不再继续供他的,如今能认字,把没有标点的文章读通顺漏,大概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他再抢求,也抢求不来什么了。 女儿倒是很会硬试,可没用啊,他也不能参加考试啊,关键是,这孩子花起钱来,简直要命。 本想着手里捏着七八百两银子他觉得生活应该挺稳妥了,虽说大眼妆的确要投资进去,但是说了是投资三百两的,如今却说花了七百两,简直一夜回到几方前。 可问题是,花都花了,难道还跟裴婷耍赖说没钱出不了吗? 他可做不来这种事。 唉,都是木已成舟的事情,唯有吃饭解鸭了。 在张氏狂吃了半只白斩鸡,外加三碗饭之后,春鸭弱弱地说了声, 娘,您别气了,您这么吃法,我倒不是舍不得这鸡呀,就是怕您吃坏。 张氏吃完最后一口饭,示意春鸭给他倒杯水,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道,这鸡不行,没咱自己家的好吃。 春鸭,你养不养鸡?我想吃三黄鸡了。 养,马上养。 娘的需求,就是我前进的目标。 春鸭立刻表决心,张氏终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又叹了口气, 哎,赚多少钱,都不够舔你的漏的,你个大漏勺。 那啥,媳妇,我会努力的。 徐达想,表决心这种事情,怎么能落下它呢? 张氏微微一笑,嗯,我晓得。 不知道为什么,徐达突然觉得脊背发凉。 文氏却觉得,嗯,不错,女儿家就应该温柔些,不能老是指着丈夫鼻子骂。 然而,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徐达终于为自己说的,我会努力的,付出了代价。 第二日一早,张氏推开房门,只觉神清气爽,徐达却扶着腰抖着腿走出了房门。 石头见他爹如此,便问,爹,您腰咋了? 徐达老脸一红,呛了口口水,嗨嗨咳嗨嗨,起一夜闪了腰。 那什么,去,找你妹要点芝麻糖来,今日我,那什么,口蛋。 你平日那什么,也多吃点芝麻糖啥的,老了就知道好处了,赶紧去。 张氏微微一笑对徐达说,今天也要努力哦。 徐达又是一阵猛咳,嗨嗨嗨嗨咳嗨嗨,那什么,我先去吃早食了。 扶着老腰,甩着小短腿,一溜烟走了。 而今天,是春鸭的大日子,能不能翻身,就看今天的了。 今日他特地起了个大早,破天荒的梳洗精心打扮一番,翻箱倒柜,给自己配出了一套衣服。 张氏来的时候,他正在纠结到底是穿一身粉色的,还是一身青色的。 春鸭,娘有一个疑惑,你为啥上头下头非要穿的一样色? 今日,张氏也被邀请去参加摘星格的开业典礼。 所以,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水绿色绣蓝色牡丹纹带牙色香边的夹面被子,下头是一条带枝黄色的白褶裙,输了个简单的坠马迹,插了根不算太润的翠鱼珠簪。 耳朵上戴的也是一对珍珠耳饰。 这一套还是刚租下这房子的时候,徐达拉着他去买的,花了几两银子,也是他为数不多的首饰里最上档次的了。 脸色拍了薄薄的蜜粉,打了一点点腮红,眉毛也修整描画了一下。 春鸭抬头一看张氏,便哇哇哇地叫了起来,娘,你以后一定要多打扮,这样穿也太好看了吧。 张氏被女儿喊得老脸一红,说道,嚷什么呀,你不能这么配衣服啊,同色系穿搭,不是说让你上上下下穿一样的颜色呀。 来来来,赶紧的,把衣服都拿出来,咱们一起挑一挑。 母女俩终于在等着送她们的徐达喊了第八百次走不走之后,打扮一新,出了房门。 在张氏的强烈建议下,春鸭最终放弃了穿衣身粉的欲望,穿了件藕色祥云纹娇绫短博袄,配一条红色吉祥纹的马面裙,头发梳了简单的双压剂,戴上两朵小猪花,额尖染上梅花花垫。 娘俩手玩手往门口一站,徐达只喊,这衣服还得多买些,以后可得多多打扮,母女俩站一起,好看呢。 春鸭和张氏作为大股东,肯定是提前到摘星格的。 今日摘星格门前摆满了花篮,春鸭原先以为还要他出手画个篮本,结果还没等他抹好墨,人家佛宝佑已经带着花篮店老板,而老板带着画工精美的图册来了。 春鸭为此松了口气,她也很怕自己画得太抽象,画画十分钟,解释俩小时。 因为摘星格目前只对女性开放,所以徐达把母女俩送到门口后便赶着她的骡子走了。 母女俩下了骡车,一看正门口,顾妈妈已经等着了。 张大夫,春鸭小姐,我家夫人恭候多时,请跟我来。 顾妈妈微微弯腰,伸手请人,把张氏和春鸭往里带。 春鸭一笑,顾妈妈您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这日来的,婷姐姐是在主楼吗? 我们自己去就行,您忙去吧。 我家夫人在湖畔连郎,那春鸭小姐您带张大夫过去吧, 我回趟主楼拿东西。 顾妈妈如今跟春鸭也熟悉得很,便也不跟她再客气。 春鸭清脆地硬了生蚝,便带着张氏一路走走停停,介绍起了这摘星格的景致。 如今因为裴婷的身体状态很稳定,所以张氏来得少了, 虽说前些日子她也来过,可因为这里头还在最后冲刺施工, 所以她直接去的大眼妆没有到这里来。 今日四下这么一转,的确景致宜人,细节和规划都做得很好, 说是花了1400两做出来的,连张氏都觉得, 这钱花的倒是值得,如果赚不回本的话, 她不介意天天来喝壶花茶,扬扬眼睛。 母女俩归宿前进,直到佛宝佑找出来, 一看见春鸭便喊了起来,春鸭小姐,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夫人到处找你呢? 哎,来了。 春鸭闻声赶紧拉了张氏,迈不向前。 今日的开业宴,因为人数众多,便安排在了湖畔连郎。 座位不似普通的宴席那般,几人围坐, 而是一排定制的长桌,依照连郎的弧度铺开, 长桌中间是放置的各种花卉摆设, 为了突出今日的主题,桌子中间每隔一段距离, 都放了一幅小插屏。 众人的位置被安排在长桌左右两边, 一人一套餐具,到时上菜也是暗位上, 春鸭当初设想的时候,完全是参照的西式宴席, 现在一看,果然花团紧簇, 人还没入座,就已经显出了几分热闹了。 裴婷见春鸭挽着张氏来了, 便向张氏微微汗手,张大夫。 张氏行义礼,夸赞道, 卢夫人今日真是仙姿欲貌,明艳动人。 这花厅布置得也好看, 我就预祝卢夫人开业大吉,财员滚滚了。 因为今天是冬假, 所以裴婷今日穿了一件红色云锦金宝地装花的宽袖长衫, 梳了个牡丹头, 戴的是成套的金芡红宝石的首饰, 一眼望去富贵逼人。 前些日子称重, 因为一直忙于摘星格的事, 又特别注意吃的和运动, 所以裴婷如今的体重已经到了140斤, 他人又长得高挑白皙, 如今最多能算得上风鱼, 胖是已经看不大出了。 确实如张氏所说, 裴婷今日看起来的确是明艳得很。 同喜同喜, 我还要多谢张大夫呢, 如果没有你们母女, 我如今恐怕还像个傻子一般困顿在县衙后头呢, 如今虽然忙得很, 却觉得日子也是极好打发的。 哦,对了, 给您介绍下, 这位是我的刺绣师傅, 为姑娘, 裴婷看向一旁40岁左右, 穿着素雅的女子, 继续介绍道, 为师傅, 这两位就是我先前跟您提到的张大夫, 和她的女儿, 徐春晓。 因今日试绣的主题, 春鸭前几日提到, 其实可以让苏州的绣娘来这现场教学, 裴婷立刻想到了她师傅, 连忙喊人去接了来, 紧赶慢赶, 终于昨日晚间赶到了大眼妆, 时间刚刚好。 为姑娘和张氏一番见礼, 裴婷喊来一个小丫头, 让张氏和为姑娘自辩, 有什么吩咐跟小丫头说就行了, 拉了春鸭说事去商议事情, 张氏自然点头说好。 春鸭, 你赶紧去看看, 厨房准备的对不对, 我这也是第一次办这种开业典礼, 心里着实不踏实, 你也不知道早点来, 真是吓死我了。 因为有了一起创业的革命友谊, 裴婷如今跟春鸭说话也是随便的狠, 溢出了张氏他们的视线, 裴婷便挽着春鸭一路往前挤走, 她现在在没外人的情况下, 走起路来, 那叫一个快, 佛保佑和冠音奴常常会在后头喊, 夫人等等我们, 而姑妈妈早就放弃了, 知道夫人要去哪, 一会儿去找她救世, 她这把老骨头实在是走不了那么快, 春鸭被裴婷拽得直亮强, 谁叫她现在腿那么短呢? 苦逼苦逼, 等开业的事办好了, 她打算问裴婷每天要点新鲜的牛奶, 她得喝奶, 嘿,跟你说, 你那蛋挞赶紧去尝尝火候对不对, 你想什么呢? 裴婷拍了下春鸭的胳膊, 这孩子怎么老爱走神呢? 哦, 晓得了, 我马上去, 姐, 你可别奔了, 你这发型可别整乱了, 对了, 三山书院那边, 可说好了, 春鸭突然想起她窥探小书生的大忌, 裴婷点点头, 放低了音量, 放心吧, 说好了, 都蠢蠢欲动得很, 春鸭的大忌是这样的, 他们让人找了三山书院的几个学子, 说是这摘心阁可以看到书院里的某个院子, 仔细看, 甚至连书生们认真读书的儒雅身影都隐约可见, 这三山书院读书的学子里, 有好几家都收到了裴婷的帖子, 很多人都知道这摘心阁是专门开了给小姐夫人游玩的, 自有书生觉得他们看来看去不庄重, 但更多的小年轻需要让年轻姑娘看到自己风姿绰约的文人之气, 展现了这文人之气, 他们还想去促剧场一展自己的脚尖身姿, 所以不管是主动的, 还是被声拉硬拽的, 反正今日在三山书院某个院子里读书的书生肯定不会少, 虽说这事有偷窥之嫌, 可看的知道自己在看, 被看的也知道自己在背看, 你请我院之下, 春鸭觉得这事就全当是远距离相亲了, 还挺好玩, 既然这事也安排好了, 春鸭觉得好像也没啥特别需要紧张的地方了, 人员是提前都准备好了, 庄子里10岁以上的女孩他们筛选出了15个, 最后还从顾妈妈熟识的人牙子那里买了10个, 一共25个, 集中培训了做事的要领, 今日人多, 但是能收到帖子的人家, 肯定都是带了丫头出来的, 所以他们庄子里的小姑娘只要一人领三组人家介绍游玩, 就充当了导游的角色, 谁带哪几家都已经安排好了, 介绍的套路, 如何插播广告, 也是提前都培训过了, 包括入席端菜的规矩要领, 顾妈妈都已经训练了粤鱼, 确保不会出问题, 带春鸭从厨房看完菜品出来, 就隐约听到了门外鞭炮齐鸣, 哎呀, 及时已到, 开业大吉, 裴婷又叮嘱了一遍厨房, 拉着春鸭赶回了湖畔连郎, 春鸭站到了张氏旁边, 除了顾妈妈几人, 连摘星阁里都没多少人知道春鸭他们是另一个东家, 春鸭和裴婷都没公开说过此事, 他们是觉得春鸭家如今只是一届庶民, 太高调不好, 容易招惹是非, 春鸭每日在这进进出出, 庄子里的人只当是裴婷一人在此寂寞, 喜欢跟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一起玩笑几句, 解闷而已, 只有顾妈妈佛保佑和冠英努几人知道, 春鸭是裴婷的幕后军师, 鞭炮响了没多久, 三三两两的客人便被带了进来, 今日天气非常好, 春风拂面, 阳光正好, 夫人小姐们诸位脆绕, 笑语艳艳, 裴婷站在连篮口迎接众人, 一一微笑招呼, 请众位各自按照桌子上的名牌入座, 这位子都是提前排好的, 按照各自家族的实力, 依次从主座延伸出去, 坐得最远的是春鸭和张氏, 这事是春鸭主动提起的, 因为谁排在最远都不开心, 得罪谁都不能得罪金主爸爸, 哪怕有人坐在倒数第二个, 一看, 嘿, 还有个最末, 倒数第二心里就舒爽了, 好歹自己不是垫底, 所以这位子坐在最边上的四家, 分别是春鸭张氏, 还有为姑娘, 并有裴婷关系比较亲近的两家, 这两家这都是提前打好招呼的, 今日来的夫人小姐, 大多见过裴婷, 但是因为过年之后, 裴婷一直忙着摘星格的事, 所以过年之后, 几乎就没在这些夫人小姐的聚会上露过面, 众人一看裴婷今天的状态, 几乎个个都惊呼, 简直要认不出来了, 带眉心眸, 芙如宁芝, 微微一笑, 还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 虽说算不上苗条鲜兽, 但比起之前那可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小姐夫人们虽然明里不敢太过议论, 可落座之后, 锦铃的座位之间悄悄议论的都是卢夫人的改变, 裴婷自然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但她也不在意这些, 要从她们身上包层皮下来, 被议论两句, 有什么要紧, 等人全部落座, 裴婷便清了清嗓子, 站起来说道, 感谢各位夫人小姐, 今日波容前来, 我开这个摘星格呢, 其实也是想着以后各位能有个悠闲的去处, 咱们也不说像家里老爷少爷那般比什么狮子歌赋, 咱们就是凑在一起, 赏赏花, 看看景, 吃吃点心, 有兴致呢交流下琴记, 秀逸, 那也是很有雅趣的, 各位夫人大多是当家主母, 平日里人情往来也繁累得很, 传个局说来简单, 可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 也繁杂得很, 如今我开这个摘星格, 各位主母凡是邀请小姐夫人们的局, 都可以来我这玩玩, 说不上咱们这摘星格能有多好吧, 但是吃的喝的玩的, 说的一样, 就组一个刺绣的局, 前两日各位小姐夫人送来的绣品, 我们都已经让人表好了, 基本每家都出了一副, 咱们今日就品品品品, 佛宝佑, 喊人上来吧, 裴婷简单地说完, 便坐下了, 佛宝佑喊了后头准备好的二十多个丫头, 拿着表装好的绣品拿到众人中间, 一一展示, 每个矿上暗绣的图案都贴了简单的名称, 各位看好的小姐夫人, 就按自己心中的觉得最好的三幅绣品, 告诉负责统计的春鸭,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拉票, 虽然不能说绣品是哪家的, 但是各家都是各种名试暗示, 一家三票告诉春鸭, 最后统计下来, 得票最高的是董家选送的迭, 陈家选送的蓝, 和裴婷的双鱼, 在座地位最高的三家, 得了三家, 皆大欢喜, 之后, 裴婷邀请她的师傅, 苏秀大师为姑娘, 为大家大致讲了下三幅绣品的独到之处, 又随机选了几幅她觉得有优点, 但也可以有进步空间地点评了一下, 顺便把苏秀真法的一些独特技艺说了下, 最后, 三幅最佳的作品, 就放在这湖畔连郎的博古架上, 展示一月, 这品件会一直进行了一个多时辰才算完, 春鸭心想, 这些夫人小姐果然对秀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 以后每月办一次秀品鉴赏会, 倒是挺好, 因为之前耽误了太长时间, 开席的时候, 各位平日小鸡尾的夫人小姐都吃得很香, 基本上菜就光盘, 不过不光盘也不行, 这每人一份, 一份都是两口的量, 小鸡吃估计也能吃完, 冷菜拿上来是一个食盒, 里头分六格, 放了羊肉, 花雕鸡圈, 蒜泥白肉配辣酱, 糟虾, 心太软, 和芝麻拌波菜, 想到这下, 春鸭就糟心, 本来说好正月十五吃的, 但是爷爷却没带来, 后来又问了几次徐发, 徐发也说徐老汉不让补, 春鸭想着, 肯定他二叔也想着赚钱, 根本就没想着吃呢, 徐智倒是想补了, 给春鸭送来, 但是碍于徐老汉的烟杆子, 只能叫春鸭再忍耐几日, 这虾还太小, 直到春鸭说, 摘星格要虾, 家里头的虾糖突然就有大虾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春鸭狠狠地咬了一口包好的糟虾, 嗯, 很不错嘛, 有酒糟的香气, 微咸的调味, 带上虾肉本身的甜味, 好吃, 所有糟货都好吃, 热菜上了红嫩牛腱, 小小的两块, 搭配酱汁和鲜花, 摆在乳窑盘里, 配一杯加了桂花温热的花雕, 好看好吃, 这牛肉虽然在后世来说是比较普通的食材, 但是放在这会儿却是难得, 摆盘好看, 器皿更好看, 各位夫人小姐都点头称赞, 在上一道奶香虾球, 虾肉里包的是加了水牛乳的山药泥, 外头裹的一层是用馒头烘干捣碎做成的类似面包糠的馒头糠, 所以这下球, 外头是金黄酥脆, 里头是软糯香滑, 吃的董夫人直问裴婷怎么做的, 裴婷只说请了个淮阳菜的厨子, 具体怎么做的她也不清楚, 以后想吃, 董夫人尽管来, 这道菜, 裴婷命人搬出了看家的琉璃杯, 每人一小杯葡萄酿, 两杯下肚, 酒量差的小姐, 脸色都通红了, 最后一道热菜, 是春鸭看家的炸鸡, 直取了鸡腿部分, 上了薄芡, 刚炸完就端上来, 每人两三块, 汁水丰满, 外脆里嫩, 这道菜, 换了小盏, 每人上一小壶米酒酿, 裴婷就要让他们喝到似醉非醉, 之后是三格的饭后甜点, 一口一个的燕窝榻和蛋榻, 半个巴掌大小的一份姜状奶, 外加两块蝴蝶酥, 配一杯热热的花茶, 宴席的菜品变上齐了, 吃一顿饭, 换了八九十次碗碟, 哪怕这些都是配风钱里头数得上名号的有钱人, 也从来没有吃过这般的宴席, 虽说菜品不算贵重, 可味道却分外独到, 众夫人心中想着, 以前听说卢夫人只是个没什么底蕴的商户女, 如今看来, 以前好似小看她了, 待宴席散了, 裴婷便说让人带着各位夫人小姐好好逛一逛, 散散酒气再走, 夫人小姐们便三家一组, 有已经培训好的销售小分队带领着, 把园子逛了遍, 逛完园子, 销售小分队又带着夫人小姐上了主楼的二楼, 拿出那望远镜, 假模假样地说让小姐夫人看她风景, 哎呀, 三山书院的才子们好似下课了, 这里看得很清楚, 谁家少爷在那里念书啊, 可以试试看不看得到啊, 人太多, 小姐们怕休, 夫人们却说, 来来来, 我看看能不能看到我家逆子, 此时, 学子们正趁着课间歇息, 拿着本书, 处在书院平日很辽络的一个小院里, 先前这个院子的三间屋子, 是用来堆放一些桌椅板凳, 扫把奖桌的, 院子也没门, 平日只有一个老杂工看守, 今日这一群群进来的人, 把他给吓了一跳, 这位学子, 你要来借桌椅吗? 看守此处的吴伯问, 其中一个造型拗得特别认真的学子, 那学子摇头说道, 不是, 我就看会儿书, 一会儿就走, 那这位学子, 你要来借板凳吗? 吴伯不死心, 又问另一个, 他就不信这些学生难道都是来看书的, 这书哪儿不好看, 就非得在这儿看, 第二位学生显然更腼腆些, 红了红脸, 也摇头说只是来看书, 吴伯觉得莫名其妙, 他就问要不要板凳, 他脸红了什么劲儿, 既然如此, 吴伯也不再问了, 一会儿等这些孩子走了, 他得好好找找, 这院子里到底有什么奥秘, 而深知其中奥秘的这些学子, 此时虽说都背着一只手, 挺着胸, 另一手拿住书, 吹着拂面而来的春风, 眼睛却不停地往远处的二层小楼上描, 嘿, 那位小姐, 穿着华丽, 红色的衣衫, 远远反着我很贵的光, 远远看来, 身材倒是有些风雨, 嗯, 那位小姐的发饰头戴, 怎么得有些眼熟, 爱麻, 好像是我娘, 换一个看看, 哦, 果然旁边还有衣着俊雅的, 哦, 那定是位小姐, 远远看着发饰头戴, 定是书香门第没错了, 真是远远看一眼, 隐隐绰绰, 很是让人充满想象, 一会儿回去定要问问娘亲, 那位是哪家的小姐, 不过一刻的放风时间, 学子们卯足了劲, 拗足了造型, 歪头斜眼, 只为多看两眼那楼中飘飘欲仙, 若隐若现的人间仙子, 楼中的小姐虽不好意思用望远镜, 但也站在窗口嬉笑徘徊, 看是只能远远看到人影, 可想象, 一会儿无论如何, 都要让娘买下这二楼的入场券, 他们才好私下用上那扶朗寄人的望远镜, 在三山书院那头想上课终生, 小姐们才勾着看够了自家傻小子摆样子的娘亲们下了主楼, 跟着销售小分队去当秋千秋千玩, 此刻的摘心格, 各个精致的小角落里都布满了小姐夫人, 湖畔连郎里, 韦姑娘也正手把手地教着小姐们苏绣的技巧, 虽说今日来的小姐夫人有的是冲着主楼二楼来的, 但也的确有冲着这苏州师傅来的, 毕竟秀品拿得出手, 也是以后小姐们加入高门大户的加分项, 春鸭和张氏因为不想太过出风头, 而相看书生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也还早, 而且哪怕相看, 按照春鸭的风格, 肯定是直接脸对脸的对上去看, 所以对于主楼的事情, 他们是没啥兴趣的, 张氏因为如今忙于看诊, 所以原本就生疏的女工如今是书上加书, 而春鸭根本是书无可书, 所以张氏决定, 反正今日为姑娘开课, 那她们就闲着也是闲着, 学一学总是可以的, 只见小姐们拿着小袖绷, 按照为姑娘说的针法, 快而稳地下着针, 张氏虽然不太懂, 但勉强还算有些记忆, 装模作样的也在那里下针, 甭管下的针对不对吧, 好歹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可惜春鸭根本不会这些, 一针下去, 扎了手了, 再一针下去, 扎另一个手指头了, 不行不行, 换个手, 再来一针, 换一个手你马也扎呀, 看着旁边的小姐们偷笑不已, 拥戴好事的夫人便问张氏, 也不知这位夫人是哪个府上的, 怎的以前从未见过你呢, 您家小姐这女工, 可真不怎么样啊, 看年纪也不小了, 怎的还未开始学吗, 可不能太宠啊, 女孩子一点不会刺绣女工, 以后可逃不了婆婆欢喜, 张氏刚想回嘴, 心想说, 你个婆娘那么喜欢绣, 下辈子投胎做根针啊, 我家女儿, 我可以打断她狗腿, 但你敢说她不好, 那绝不能够, 要说只有我才能说, 不过还未等张氏喷袋夫人, 刚走到连郎门口的裴婷, 便充电替她解了围, 这位是我今日特地请来的徐夫人, 如今她在人际堂坐枕, 专看副磕壳壳, 宁可别看徐夫人家虽刺绣功夫一般, 但是人家是地地道道的祖传医术, 这秀, 说到底, 谁不会啊, 只分好坏而已, 可这女大夫, 别说咱们配封线了, 就算是放到周府, 那也是少有的, 裴婷说完, 朝张氏笑了笑, 张氏也回了她一个真诚的笑脸, 虽然她是现代人思维, 根本无所谓别人的碎嘴子, 按照她的战斗力, 分分钟也能四八百个来回, 可问题裴婷带给她的好意, 她是能够感受到的, 还是婷姐姐说得好, 不愧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哎呀, 婷姐姐, 你这个院子也办得好, 咱们那么熟了, 能不能给打个折扣呀, 吹捧这种事情, 春鸭觉得向来都是互相的, 顺势再切入一下主题, 完美, 夫人虽然不知道春鸭她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但是看着母女俩的打扮, 家里大钱没有, 小钱估计还是有的, 这里的年卡应该是买得起的, 便也为起什么疑心, 裴婷顺势回答, 你个小鬼头, 还真能开口, 我这儿统共就准备开放一百席入会的, 人多了, 我也怕吵, 你还跟我讲价, 最多我多送你点东西, 也算是我感谢你娘, 替我看病了, 行啊行啊, 娘, 咱们就办个一百两的年卡好不好, 婷姐姐说多送了东西呢, 春鸭故作小儿之态, 扯着张氏的袖子, 张氏心中白眼翻上了天, 脸上却顶着商业性微笑, 说道, 好了好了, 知道了, 那你回家可得多多练习女工哦, 说完, 还一副母慈子孝的样子, 摸了摸春鸭的脑袋, 两人跟着裴婷去了一旁的暗戟子边, 登记造册拿定制的对牌, 在座的夫人小姐们, 一时忘了这会儿正在刺绣, 不知该先讨论这入会的事情, 还是先讨论张氏是个女大夫的事情, 也有夫人觉得这是不是什么局, 刚刚明明看到是这小女孩帮忙统计投票的, 这会儿怎么又变客人了, 可还没等她想完, 就见张氏给了裴婷身边的贴身鸭换一张银票, 拉着春鸭正要走, 而裴婷却喊住了春鸭, 说道, 妹妹稍等, 你字写的好看, 还是你来帮我写名册吧, 一会儿老爷说要来, 我也拿给她看看, 老说你字写的好, 她还不信呢, 嗡嗡嗡嗡嗡嗡, 讨论声炸起, 之前犹疑不定的夫人, 瞬间觉得这肯定不是骗局, 赶紧的吧, 才一百席, 金丝楠木的桌案, 费了六个壮劳力才抬过来的, 被这群蜂拥而至的夫人小姐, 差点给挤翻了, 春鸭一边登记着名册, 一边在心中狂喊, 吻了, 而张氏则让在了一边, 给正在旁边一起看热闹的围姑娘 倒了杯花茶, 看着窗外的美景, 想着, 算了, 喝茶哪儿不能喝, 以后还是把这喝茶的机会, 让给这些热情的小姐夫人吧, 正在外头游玩的那一群小姐夫人, 远远看到这连郎里头突然躁动了起来,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赶紧说去看看, 也有里头的夫人跟外头的夫人家交好的, 喊了丫头出来说, 让正在外头闲逛的人赶紧回去抢名额, 虽说来的才五十来户人家, 可这名单没听到嘛, 是会在县太爷那里露脸的, 自家亲戚朋友没来的, 可不得帮他们也抢上一个, 平日那些乡绅土豪也找不到那么多理由, 给人县太爷送礼, 这会儿可以变相地给县太爷送银子的机会, 岂能错过, 且这摘心格的确是很不错, 吃喝玩乐都有, 关键是, 家里头有适龄的小姐, 让人跟人家学子约好时间, 带好记号, 远远看上两眼, 小姐们也能看个满意不是? 现如今虽然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但哪家母亲不希望女儿嫁个自己也欢喜的? 这三山书院念书的学子, 且别说家境大部分都不错, 而且还有前途保障, 若家中姑娘能嫁一个称心如意的读书人, 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说起来, 办一张年卡要一百两, 算来算去, 夫人们还觉得自己赚了呢? 湖畔连郎一时间喧闹不已, 有妈你都抢了三个名额了, 你够了呀, 有说你凭什么管我, 我有钱不可以吗? 买三个? 我还买少了, 那个叫神妖春的小姑娘, 你给我登记, 我要十个一百两的。 最后还是裴婷出面主持大局, 她高声说道, 各位夫人, 克制些, 虽然我的确怕人多太过吵闹, 但保证每家都能办三张卡, 行不行? 多办也不要办了, 人多了, 杂乱得很。 来来, 佛保佑, 请夫人们坐下吧, 一个个来, 来人, 上茶。 最后这群中午喝得迷迷邓邓, 又被裴婷他们忽悠的不亲的夫人小姐, 龙共办了132张年卡, 本来办卡的, 就五十两的少, 一百两的反而多些, 带送走最后一波, 看人家学子促居的夫人小姐后, 又有人反手从五十两咬牙换到了一百两。 带人全部走完, 累瘫了的裴婷和春鸭也顾不上喝茶, 让佛保佑打开紧紧抱在怀里的匣子, 散乱的银票摆满了匣子, 春鸭轻点了一遍, 总计收了一万零七百两。 张氏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问一遍, 多少? 一万零七百两。 春鸭又说了一遍, 裴婷这才端起茶杯, 缓缓喝了一口茶, 说道, 倒还不错, 也不枉费我累个半死。 咱们把这钱分了吧。 春鸭一口茶差点喷出来, 她是心急, 没想却还有比她更心急的, 姐姐, 咱们这是预售款, 这一年内的支出也得从这里头出, 都分了, 拿什么营业啊? 不全分, 分一半吧。 你不是说可能今年有大汉吗? 你先拿了钱, 把用得上的物资, 该做的准备, 先准备起来。 如果今年没有什么灾情, 这留着的一半银钱, 足够这摘星格的成本开支了。 裴婷其实也不算是心急, 她只是想着春鸭家里穷得很, 她不希望这个小妹妹家因为灾害而过得太过困顿。 春鸭算下来, 其实这运营成本, 先前投入的1400两不算, 成本不过只是些吃喝和人工成本, 但是现如今的人工成本极低, 所以100两的年卡, 成本不过只要2, 30两而已。 闲吧, 我就不跟姐姐客气了, 咱们家的确是需要置办不少东西。 春鸭也是个爽快人, 于是10700两银票, 去掉先前的1400两装修钱, 再除以四, 春鸭一共可得2325两, 还为等官一奴拿出算筹, 春鸭就心算完了, 惊得裴婷直喊, 这娃就是做生意的料, 以后她就盯着春鸭了, 春鸭出点子, 裴婷出钱, 商业组合锁定。 春鸭把得来的2300两银票给了张氏, 张氏还在10700两银子的数额里苦苦徘徊, 一看女儿塞来的银票, 又胡疑地问了句, 你一个月赚了2300两? 是的, 张大夫, 哈哈, 春鸭的确能干呢。 裴婷看到难得失态的张氏, 笑出了声。 对了, 另外还有25两, 佛保佑, 去娶了给春鸭妹妹。 因为来的夫人给的都是大额的银票, 另有25两, 裴婷准备就直接给春鸭散碎银子。 不用了, 亭姐姐, 那25两就当是我问你买销石的钱, 对了, 那销石到了吗? 春鸭突然想起他爷爷挖的坑, 要是这销石弄不到, 那坑也白挖了, 不知道爷爷爷会不会捶他。 裴婷微笑道, 哪个还要你那个钱? 东西已经在大眼妆了, 明日你回乡的时候来一趟, 我让人给你送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取就行, 那亭姐姐, 我们先走了, 今天你也忙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春鸭说完, 也不等佛保佑去取了银钱来, 领着迷迷邓邓的张氏, 跟裴婷告别回家了, 裴婷也不会把二三十辆泰国放在心上, 不过心中也觉得春鸭也算大气, 心中更是对这个小妹妹赞赏不已。 出了摘星格, 自然有顾妈妈安排好的马车等着他们, 而张氏却说自己想要走回去, 散散酒气。 顾妈妈想着, 刚才宴席里张氏确实喝了几杯, 怕这会儿马车一坐就得吐, 我们俩离开了。 还带着一丝罪意的张氏, 反手又是一问, 春鸭,你告诉我呀, 这两千三百两真的是我们家的。 是的,娘, 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给我一百两, 我花给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春鸭边说边挠头, 今日因为要显得端庄, 所以张氏给她发际绑得紧了, 这会儿她觉得头皮痒得要命, 直挠个不停。 张氏二话不说, 真甩出了一百两银票给她拿去。 刚想着, 怎么从她娘手里骗钱的春鸭, 反而猛X了。 难道有什么阴谋, 还是她娘真的醉得厉害? 她怂了, 不敢接。 快拿着呀, 一会儿被人看到了, 别怕, 我没醉, 我就觉得吧, 你如今也不容易, 这赚了钱, 好歹也得买点自己喜欢的, 拿去吧, 我真心的。 张氏觉得, 女儿在没穿来之前, 都是自己赚了自己花的, 想买什么买什么, 如今小小的身体, 却老是要担负起家族的重任, 也是怪不容易的, 想想自己都觉得鼻酸了起来。 张氏把银票塞进春鸭腰间的荷包里, 拉着她就走。 春鸭还在后头嘀咕, 这么重要的东西, 咋能塞荷包里呢? 她想往衣服里塞, 可穿了个肚兜还会露, 只能捏着荷包, 不时警惕张氏周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 一路围围索索地回了家。 娘俩到家, 张家旺和铁头都已经放学回家了, 此时两人正在铁头屋子里做功课, 虽然如今, 他们还没开始讲经意, 但每天先生布置下来写字的任务还是不少的。 张家旺底子差, 每每大团大团的墨汁润染在纸上, 都会被为先生吃板子, 所以不得不每日回家老老实实写上几张, 只求不要把墨汁给染开来, 不过好在只差最后两个字了, 这张总算要写完了。 张氏说她喝了酒, 晕得厉害, 先休息休息。 春鸭便去后头卧房里藏她的私房前, 路过铁头的书房, 推门进去看了一眼, 铁头大喊一声, 姐, 你今天怎么穿这样? 张家旺一时好奇, 转头看了一眼, 诶, 有什么不对吗? 哦, 今天穿的不是上下一色了, 这么穿看着还顺眼些。 看完春鸭, 张家旺转头一看自己淋的帖子, 笔尖上的一滴墨, 正好滴在了最后一个字上。 可怜的人, 顿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一张, 她淋了整整半个多时辰, 眼看就完成了。 天哪, 这母老虎就是来客她的吧? 春鸭简直凑过去一看, 又喝, 写的什么狗耙字, 当即拿了一张纸说道, 哭啥哭啥, 男子汉大丈夫, 纸流血, 不流泪, 我写一张赔给你就是, 你明交给你先生就行了。 说完, 提笔就写, 不消一刻便写好了。 把写完的纸, 拍在张家旺面前, 春鸭微微一笑, 不就写张帖子吗? 多大点事, 拿去吧。 说完抬不走了, 张家旺一看, 又挖了一声哭了出来, 天哪, 这字写得也太好了, 一看就不是他写的, 这么交上去, 还不得被为先生打死。 此时已经完事的铁头问他, 家旺, 我跟大金打鸟去, 你去不去呀? 哇哇哇, 你们欺负人啊。 张家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地崩溃, 铁头耸耸肩, 心想, 这娃是不是有病, 不去就不去, 写个字而已, 哭屁, 自己带着大金娃儿去了。 空流张家旺一人在书房里, 一边写一边捶泪, 又不敢让眼泪滴下来, 只能不停地擦着鼻涕眼泪, 怎是一个苦子了得。 回到自己房里的春鸭, 自然听到了张家旺唯唯唯唯唯唯唯的哭声, 可他觉得, 何该让他多写写, 收收心, 瞧那首狗耙字, 比他爹写得还不如。 不过, 他回房也不是为了捣乱, 捣乱的是捎带手, 主要还是得把这一百两银票给放放好。 一下子拥有如此巨资的贫穷女孩, 竟然不知道该拿这些钱如何是好了。 怎么办呢? 春鸭很伤脑筋, 现在自己居然连钱都不知道怎么放的了吗? 想想前世是怎么办的呢? 哦, 花了, 前世是都花掉的呀。 既然如此, 那便去花了吧。 于是刚进家门没多久的春鸭又跑了出去, 跟文士说了一声, 外婆, 我有事儿去去就来。 然后一溜烟便跑到了巷子口, 看到跟一群小孩一起打鸟的铁头, 喊了声, 铁, 买糖去呀。 铁头自然也就跟上了。 可姐弟俩走上了街, 春鸭却迷茫了, 人生第一次不知道自己该买点啥。 这买衣服首饰, 她好像也没啥兴趣, 关键是这自己都放话说了要闹灾的, 钱得用在刀刃上不是。 姐, 咱们去哪儿买糖? 我不想吃芝麻糖, 我想吃松子糖啊。 铁头每天被春鸭投喂芝麻糖, 都快吃吐了, 她也想换换口味。 糖, 对了, 咱们去买盐。 春鸭拉起铁头就往横发声跑。 铁头已经习惯了春鸭牛头不对马嘴的形式风格, 说去横发声, 那里头好吃的也多, 去就去呗。 两人到的横发声门口, 店铺小二已经认识了这个来买过几次太油的小姑娘, 便上前招呼道, 春鸭姑娘, 今日来买点啥呀? 有盐吗? 春鸭边问边四处打量。 小二虽然心中略有失望, 原来不是来买太油的呀, 不过职业性的礼貌还是有的, 便回, 有的, 这儿有包好的, 您跟我来。 这大的一包是一斤, 二十文, 小的一包是八两, 十二文, 你要哪种? 我要全部。 春鸭语出惊人。 站在一旁的铁头都不可置信地看着春鸭, 姐姐默默是今日去宴席, 喝醉酒了, 提醒道, 姐。 醒醒。 小二听闻这小姑娘说的, 差点一个亮强, 跟春鸭再次确认道, 姑娘, 你是说全部。 这两箩筐, 我可跟您说一句呀, 这里头能有百来金, 要。 再给我白糖五十斤, 一糖十斤, 这核桃人要十斤, 芝麻花生, 松仁红枣个五斤, 还有这个, 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春鸭指着个框问。 小二一脸喜色地回道, 哦, 这个呀, 这个可是远来货。 八蛋, 据说从很远很远很远的, 比西域还要远的地方来的, 好让姑娘晓得, 这个得一百文一斤。 实在是, 行, 要五斤, 大款点头。 铁头想问, 又不敢问, 可是还是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 姐, 你是不是喝醉了? 你哪来那么多钱? 一会儿娘醒了, 该揍你了。 春鸭对铁头一笑, 放心吧, 娘让我来采买的。 铁头和伙计心头一松, 铁头是想着, 姐姐不用被揍了, 伙计是想着, 这姑娘果真不是在开玩笑。 最后, 春鸭又点了一堆油盐酱醋 加干货作为收尾, 临走的时候, 突然想起徐老汉挖坑不易, 此刻应该正在老宅 磨刀祸祸地等着她, 又问人家有没有烟叶, 上好的烟叶, 来上三大带, 这才结束了她南北货铺的采买之旅。 那么多东西, 姐弟俩自然没法拿, 让小二给送去文苑街, 小二自然一口答应, 虽说讨价还价抹了点零头, 可这一单, 哪怕抹了零头, 结账也要四十五两, 也不知道是哪家富户, 孩子出门居然敢给那么多银子。 不管小二如何猜想, 春鸭拉着铁头不再闲晃, 毕竟刚刚一下子没控制住, 买得太过扎眼, 这会儿城里人口杂乱, 跟着横发生的马车一起回去, 还是最稳妥协。 不过铁头直嘀咕, 松人糖还没买呢。 春鸭一笑, 对铁头说, 一会儿姐给你做个你从来没吃过的糖。 好吃吗? 铁头只关心这个。 吃了你就知道了。 春鸭心想, 你懂啥, 姐做的可是土豪糖。 回到家中, 张氏还未起, 徐达还未回, 张家旺还在写字, 依旧只有文氏艺人在院中摘菜, 他有些捉摸不透, 说吃得好吧。 大部分时候是一锅饭, 说吃得不好吧。 可这饭里肉比菜多, 他就怕自己一会儿拿捏不准他们要命的肉量, 惹孩子们不喜。 心想着, 先把素菜摘了吧, 反正每回做饭, 总得放菜的。 至于饭, 就等女儿或者外孙女来定夺吧, 他个老婆子, 就别做他们的主了。 春鸭和铁头人还没到门口, 大金就已经到了, 出了门口汪汪了两声, 文氏便来开门了, 一看这俩孩子走着出去的, 怎么坐着马车回来的呀。 徐家在这县城, 难道还有什么富贵亲戚吗? 还没等他想明白, 就见伙计把马车上的东西一框框往里抬, 春鸭领着人到了课堂间, 让人把东西放里头就行, 两个伙计, 抬了满满五框东西进了院子, 伙计心想, 原来的确是家父户, 怪不得小姑娘出手如此阔绰, 不过怎么没有吓人? 哎, 管他呢? 反正能花钱买东西就行, 搬完东西, 便道了一声, 小姐, 东西给您都搬下来了, 以后有什么吩咐, 你让人来横发声来说一声就行, 我给您送来。 春鸭道了声客气, 便让铁头送客, 自己转身, 开始盘起东西来。 只有文士立在课堂间门口, 弱弱地问一句, 春鸭, 这些都是你买的。 春鸭这才发现文士正站门口呢, 马上招呼道, 是啊, 外婆, 你来看, 我买了一百金盐, 五十斤糖, 还有, 哎, 外婆你怎么了? 怎么了? 老身站不住了, 文士第一次听说, 盐, 是论百金买的, 糖居然有五十斤, 天爷啊, 这, 难怪人家小二如此客气, 原来, 原来。 还未等文士开口说出心中那句为什么, 张氏却撸着散落下来的碎发走了过来, 进了客堂间, 就见堆了好几个箩筐, 知道这娃肯定放不住钱, 出门瞎买了, 但是既然钱已经给春鸭了, 那张氏就全当这钱是随风而去了, 只要不是不良恶习, 就不用纠结孩子怎么画, 不过既然看到了那么多箩筐, 问还是得问问的, 于是张氏用刚醒了酒的烟酒嗓问道, 你都买了什么呀? 盐, 糖, 还有抗灾储备, 春鸭抬头, 笑嘻嘻地看着张氏, 嗯, 挺好, 这灾不灾的, 也不知道准不准, 反正这些也不会坏, 反正他们也有十四, 以后也派得上用场, 张氏觉得买这些, 倒也没什么, 便不准备在这事上多纠结, 于是他转头又问文氏, 娘, 您摘了姜豆吗? 那咱们晚上吃姜豆五花肉, 嫩饭好不好? 咱们少做点, 我跟春鸭中午吃的都还没消化, 说着便要走出客堂间, 阿兰, 春鸭买了一百金盐五十斤糖啊, 文氏不敢相信, 女儿居然就这么放任外孙女, 哦, 好像是多了, 不过他爷家人多, 这东西也不会坏, 没事没事, 不行腌咸肉也用得上, 娘, 您要吗? 明日家旺放假, 你们回去也带点吧, 春鸭, 给你奶包些糖和盐, 娘, 我跟您说, 张氏拉着一脸不可置信的文氏出了糖屋, 春鸭拿了几包包好的盐和糖, 放了开来, 一会儿可得跟文氏说说, 这些东西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放好, 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然后, 春鸭便拿出买来的红枣, 一颗颗的去盒, 一会儿得用呢, 带徐达他们回来, 一家人吃完晚饭, 春鸭说现在轮到他表演了, 他让石头和盖头拼着一个箩筐随他进厨房, 铁头和张家旺好奇地往里头挤, 只见春鸭把所有干果都拿了出来, 拿出前几日新买的几个大铜盆, 让盖头给烧个火, 锅里放上水和白糖, 带白糖融化, 再倒入糖膝, 熬到冒小泡泡, 喊一声撤火, 盖头赶紧把灶堂里的柴都给撤了, 所有的干果都被春鸭倒进了锅里, 整整满满一大锅, 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搅不动, 石头虽然不知道春鸭要干嘛, 不过搅和这件事他还是可以帮忙的, 便接过春鸭手中的铲子, 开始搅, 直搅到每颗果仁都沾满了糖膝, 春鸭喊一声, 盛起来吧, 石头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心想, 再多搅一下, 我也不行了, 一锅干果, 正好装满新买来的五个大铜盆, 这铜盆是想要带回乡下去的, 没想到这会儿倒是正好用, 做完这一切, 一直好奇不已的铁头才问, 你做的这个是啥, 切膏, 春鸭说完, 使劲用铲子压了压铜盆里头的热热的切膏, 好香好香好香, 石头又擦一把汗, 一边帮春鸭按, 一边问, 我咋从来没听说过, 有钱人家才吃嘛, 我们以前那么穷, 肯定没听过呀, 春鸭想着, 到了后世, 不是调侃的说, 切膏卖的也很贵呀, 谁叫人家里头东西多呢, 想想还是有点合理性的石头点了点头, 不过架不住铁头还要问, 那咱家为啥要做, 咱家有钱了吗, 是啊是啊, 发财了, 春鸭很想大喊一声, 姐, 发财了, 不过为人还是要低调, 便道, 也不是啊, 就是这个东西带放, 顶饿, 明天带回老宅去, 万一有什么事, 这五块能顶上十天半个月的呢, 文此言, 几个头自是高兴, 这东西看着就好吃, 又能放, 还是妹子, 姐姐办法多, 特别是铁头, 叫她连吃十天, 她都不会吃你的, 而站在一边的张家旺一言不发, 他们徐家的东西, 反正也轮不上他, 虽然羡慕是羡慕, 但是也架不住女魔头的搓磨, 算了算了, 眼不见为尽, 自己还是走吧, 家旺, 一会儿放凉了就能吃了, 我切好了喊你, 明天回家, 也带一点回去, 但是不能现在就吃了, 得挑个阴冷干燥的地方, 等到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吃, 你也不能吃毒食, 得跟你姐他们分着吃, 知道了吗, 春鸭喊了一句, 几个头都看着张家旺, 被看得心里很紧张的张家旺, 脑袋空空, 只是条件反射的, 擦了下今天流不完的鼻涕, 点了点头, 说, 哦, 知道了, 当厨房里几个小的正忙着捣弄切膏之时, 张氏已经拉着徐大回房了, 惊得徐大直说, 媳妇, 虽说我只三十多, 但是也不年轻了, 咱们缓缓吧, 再说孩子们都还没睡呢, 耍什么臭流氓啊你, 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都是不正经的, 张氏白了徐大一眼, 继续说, 你看, 你闺女今天一天正的, 他把银票都放在了他们房间里的小员桌上, 徐大拿起银票, 确认再三, 柔眼柔的原本清晰的视线都有叠影了, 这才缓缓问道, 这是春鸭一天赚的, 加起来得有两千多两, 两千三百两, 张氏道, 哦, 给了他一百两, 不过这会儿估计也花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里还有两千二百两, 那徐大拔高了嗓门, 张氏立马阻止, 你轻点, 这钱多了, 也不要太招摇, 哦, 徐大压低嗓音, 那我还干个屁呀, 在家天天买带烧, 伺候好你闺女得了, 他这捞钱的速度, 谁跟得上他呀, 出息, 你看啊, 你俩儿子一个管店, 一个读书, 春鸭赚钱, 我学医, 就你, 原地踏步, 你这生活作风有问题呀, 张氏突然找到了前世做护士长时, 给小护士做思想工作的感觉, 徐大不干了, 我也赚钱啊, 你别看我赚的美女闺女多, 我曾经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是是是, 这些日子来, 你也辛苦了, 张氏话锋一转, 不过话虽如此, 人总得进步嘛, 你看啊, 咱们现在处在这个环境里, 没点官府背景真的过得太艰难, 从咱们开始四开始, 是不是一旦遇到大点的事, 总要上头有人才能解决, 这会儿不像我们以前, 有什么事你卯着劲地投诉, 不行还能诉诸媒体, 解决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可现在, 你没点社会资源, 保住自己手里的财富, 那概率太低了呀, 徐达听张氏说半天, 隐约觉得, 张氏是不是又想让他考学, 警惕了起来, 我跟你说啊, 我考不出来是啊, 什么让我考学的事, 你们还是别想了, 张氏微微一笑, 徐达心里一慌, 抱紧了自己, 问道, 你想干嘛, 没让你考学, 放心, 张氏走上前, 拉过徐达的手, 继续说, 我今日在卢夫人的宴席上, 听到了个消息, 说是衙门最近要招人做捕快, 说是这捕快, 认字看得懂公文就行, 而且说是做得好, 以后做捕头, 也不是不能够, 就是没品级, 用咱们以前的话说, 就不是公务员, 算临时工, 那, 那个什么捕快不用回功夫吗, 这招禄不得什么比比武艺什么的, 徐达有点慌, 唉, 你当现在随便是个人都会功夫啊, 我都打听好了, 就一般的四肢健全, 体格强健, 三代内没有什么黑历史, 能十几个字的就行, 招禄进去了才找武士训练呢,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了些, 不过这不要紧, 到时候咱们那什么, 对不对, 咱们配封县向来富饶, 卢夫人说去年最大的事, 就是安远寺踩踏死了几个人, 平日向来太平得很, 最多打架多, 县城里呢, 大部分都是打完了不快再去的, 各乡各镇呢, 一般没打死人, 都是乡身里长直接处置了, 不快平日就街上寻个街啥的, 我觉得挺好, 你觉得呢, 张氏说完, 歪头看向徐达, 徐达寻思着, 这到底是个坑呢, 还是个好事呢, 他问张氏, 你为啥那么执着于让我进衙门, 原因我前面说过了, 还有一点, 就是你女儿不是号称今年会有灾吗, 咱们也不能两眼一抹黑, 全等着街面上的消息啊, 虽说卢夫人那头消息灵通, 但是卢夫人跟卢县令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一言难尽, 两位万一崩了呢, 我也总不能因为想要自己便利, 去劝卢夫人别崩吧, 而且咱们也不能大事小情都靠人家, 都说自有自便当, 你天天往衙门里一除, 这小道消息大道消息不就多了吗, 张氏其实一直是体制内工作的人, 他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就两个字, 稳定, 徐达如果能进衙门, 哪怕是边外人员吧, 各种风向也能早些知道, 不然自己家家上老宅一大家子人, 他总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徐达听了张氏一番话, 沉默良久, 虽说如今只让石头一个人做掌柜, 他不太放心, 但是想着, 要是自己做了不快, 这跑进跑出的, 不也方便吗, 厨上到时候再请个人也行, 人吗, 总要向前看, 再说春鸭心心念念想去福建, 自己如果进了衙门,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机会往南方跑, 虽说这事也得等个巧合, 但是好歹只有进去了才有机会不是, 于是他任命地点了点头, 说道, 那行, 那我明日去报名, 不用, 你同意了, 就行了, 后头的事我会安排的, 张氏拍了拍徐达的肩膀说, 只是, 以后你就要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为人民服务嘛, 我就是快砖, 哪里需要哪里办, 比起事业, 其实徐达更在意家庭, 既然家庭需要他奋斗事业, 那这事他也无可推脱, 除了读书他都可以, 两人商议半天, 这事就算定了, 带到春鸭切了刚晾凉的切膏来他们房间, 就得知了这消息, 当然, 跟在春鸭后头的石头也知道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娘, 捕快不得剿匪, 万一有匪乱啥的, 岂不是危险的很, 董夫人, 就是铁头那私塾的东家的夫人, 他们有马队, 他说咱们这儿从来没啥土匪山匪, 要是有什么民匪什么的, 扬州府那头有驻军, 快马不消一日便赶到了, 再说也从来没有过, 我敲摸站在他们边上听了几句, 董夫人好像要让娘家的谁也报个名, 在卢夫人那头说了半日呢, 张氏觉得, 以后这夫人的聚会, 她倒是可以多去去, 各种小道消息, 倒也不少, 春鸭不知可否的在一旁不说话, 她其实内心来说, 觉得还是考学更稳妥, 可是看着她爹那读书就像要她命那样, 算了算了, 爹大不由, 他们夫妻俩的事, 他们自己商量呗, 反正也不是啥公职, 实在干得觉得不合适了, 大不了不干不就行了, 于是, 徐达就这么非常突然的, 从个饭店掌勺炒菜的, 开始准备其补快的招路了, 第二日, 正逢铁头和张家旺他们学堂的月驾, 能休息两日, 文氏一大早便带着张家旺走了, 张氏特地给他们叫了个罗车, 虽说马车更快, 但是考虑文氏年纪大, 恐怕受不了马车的颠簸, 便喊了个罗车, 给了车钱, 让那罗车过两日, 再去把文氏他们接回来, 文氏自视一番推辞, 张氏却说如今乡野道路上, 一老一少实在不安全, 文氏推辞不过, 便只能硬了, 妾女儿家的已经那么多了, 哎, 债多了不愁, 只能这么想了, 一老一少坐上罗车, 罗车晃晃悠悠跑了起来, 文氏跟张氏挥手道别, 回过头, 他问张家旺, 家旺啊, 在你姑家住了这些日子, 你觉得你姑和姑父怎么样啊? 我姑父, 还行, 我姑有点凶, 铁头石头挺好, 徐春晓是只母老虎, 张家旺的发言很有总结性, 你这孩子, 可不能这么说春鸭, 你能吃这么好, 住那么好, 还不都是你姑, 你姑父和你石头哥春鸭姐, 在外头辛苦做工, 你看春鸭是不是还给你, 带了那么多吃得用的, 你别看你姑和春鸭嘴巴厉害, 对你可一点不差, 你生出来到现在, 可过过这么好的日子, 张家旺沉默不语, 说徐春晓是只母老虎, 那是肯定的, 但是母老虎偶尔也还成罢, 她姑虽然从没揍过她, 不过不知道为啥, 她就有点怕她姑, 还是姑父和铁头石头好, 笑眯眯的, 也对她挺好, 不用愁吃喝用堵, 不用听妈妈吵闹, 这样的日子, 好似她的确没有过过, 来, 咱家以后也过好日子吧, 沉默良久的张家旺突然说道, 文氏心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了下, 翁声道, 那你可得好好念书, 隔了一会儿, 张家旺才毁了一声, 嗯, 那头送别了张家旺和文氏, 徐达驾着自家的骡子和老婆孩子, 还有大半车砸七砸八的东西, 也踏上回乡的路, 难得孩子们都有空, 春节到现在也没休息过, 徐达便大手一挥, 放假两日, 一家人先去了趟大眼妆, 说是装销石, 因为只裴婷一人住在大眼妆, 所以徐达和石头铁头也不方便进去, 就春鸭和张氏两人进去了趟, 招补快的事, 裴婷因为觉得张氏不会让徐达去, 毕竟不是公职, 又要寻接职守的未免辛苦, 所以没有特地跟张氏说起, 只是昨日有人问的时候, 顺嘴提了提, 没想到张氏今日一来, 便说了这事, 裴婷倒是有些惊讶, 不过人家家里的决定, 他也不好多过问, 便应下了这事, 说今日便去衙门帮他们办了, 张氏自是一番感激, 裴婷却说, 张大夫, 算了, 您长我些岁数, 我还是叫您生姐姐吧, 张氏笑道, 我归名张兰, 你要不嫌弃, 叫我生兰姐也行, 好, 兰姐, 你千万别谢我, 我还要谢你呢, 昨日咱们开业办得顺利无比, 都亏了你, 是你和春鸭拉我出了你找, 才让我找到了除了男人, 婆媳之外的安心之处, 以后这些小事,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昨天张氏他们走后, 卢县令其实来了一趟, 裴婷说摘星阁里还有女客, 便不招待卢县令进去了, 卢县令也拿捏, 不出什么错来, 夫妻两人便在大眼妆吃了顿饭, 裴婷便把今日来的这些夫人都说了下, 什么名册之类, 根本不可能给卢县令看的, 因此, 卢县令根本不知道, 裴婷他们是怎么收钱的, 临到卢县令要走, 却吞吞吐吐的, 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 裴婷这才拿出了三百两银子, 假意苦笑一声, 老爷来的也是时候, 这钱, 我正要说让佛保佑给您拿来呢, 您就来了, 这里是三百两, 还有七百两, 且等几个月可好, 卢县令这才客气道, 夫妻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我知道了, 改日再来看你, 你好好养病, 裴婷送卢县令到门口, 说了一句, 老爷您路上小心, 便转头回去了, 卢县令看着裴婷的背影, 心中暗叹, 当年, 自己还是喜欢过裴婷的容颜的吧, 这些日子不见, 她倒的确是在养病啊, 这条养的, 倒是有几分当年的风姿了, 婷姐姐, 春鸭发现裴婷走神了, 便又喊了一声裴婷, 裴婷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地说道, 突然想到别的事去了, 定了今日要来的夫人也有几个, 我光想着这个了, 春鸭你从老家回来, 可得来帮忙啊, 那肯定的呀, 我还要给婷姐姐做军师呢, 时间不早了, 我们要走了, 那个萧石, 春鸭今日来的最大目标就是萧石, 要是今日, 这东西不带回去, 她怕她狗腿难保, 哦, 都准备好了, 就是拿是恐怕拿不了的, 你们去你们的车那头等着, 一会儿我让大眼妆的马车跟着你们就行了, 这个方子你拿好, 这个是萧石治兵的方子, 你们路上小心啊, 咱们后日见, 裴婷想着他们回乡也要断路, 便也不多留他们了, 张氏和春鸭母女两人与裴婷告别, 走出门的时候还嘀咕, 不就点萧石吗, 还得要个马车送, 这亭姐姐妹妹还真是客气, 但是当他们跨出门的时候, 看到满满一车鼓鼓囊囊的东西, 两人都傻眼了, 等了鸟俩半天, 跟石头吐槽这女人就是事多的徐达问春鸭, 这车夫说跟着我们, 这车上都是啥呀, 你们还问卢夫人要了啥, 春鸭也不理她, 跑到车边问那车夫, 大哥, 你不要告诉我这一车都是萧石啊, 车夫点头道, 是啊, 都是啊, 前几日才从州府运来的, 咱们是现在走吗, 大喜过望的春鸭点头说是, 赶紧的, 给她也好好看看, 那坑妥妥的不能白挖, 一车人又再次晃晃悠悠的上了路, 带到的老宅门口, 老宅门还是敞开着, 蔡氏依旧在院子里盘着鸡蛋鸭蛋, 春鸭率先冲进院子, 大喊一声, 爷, 奶, 我回来了, 我呼喊三回来了, 蔡氏抬头看到春鸭, 想笑, 又想不能笑, 给她脸了团, 结果露出了个似笑非笑的大便脸, 说道, 喊啥喊, 我又没聋, 回来就回来, 那么大动静还未等蔡氏说完, 春鸭就拉了蔡氏, 把随身带着的小包裹打开, 往她怀里塞了各色花头巾, 嘴上还不停地说, 奶, 你看, 我给你戴的头巾, 可好看了, 我给你戴上啊, 我还给你缝了个花袋, 那可是苏州来的苏秀大师傅教的, 那可不得了, 来来来, 赶紧背上试试, 徐老汉急急走出房门, 看到孙女正在往老婆子头上身上挂不条, 咳了两声, 春鸭才抬头一叠声地喊, 爷爷爷爷爷跟我来, 拉着徐老汉往外头走, 徐老汉被拉得差点亮呛, 嘴上骂骂咧咧, 带走到门口, 看到外头老大家几人正在卸车, 而后头还跟着亮装的满满当当的马车, 他也不骂了, 只说了句, 乖乖龙地动, 你们这是把家搬回来了, 春鸭拉过徐老汉, 神秘兮兮地说道, 爷, 后头马车上的可是好东西, 咱们去立山, 你们那地窖挖好了吗, 说到那地窖, 徐老汉老腰一酸, 下意识地扶了把腰, 想怒道, 你就张张嘴, 你二叔三叔和我整整干了个把月, 这腰都快废了, 我可告诉你, 为等徐老汉话说话, 春鸭从放菜式头巾的小包裹里, 又拿出包上好的烟叶, 往徐老汉怀里一塞, 徐老汉赶紧往一斤里一藏, 低声问, 这玩意儿得花不少钱吧, 春鸭也压低嗓音说, 给您花多少都值, 徐老汉立马笑得一脸褶子, 能夹死苍蝇, 完全忘了之前放出的, 见了春鸭先让他刨三天地的狠话, 春鸭这才凑到徐老汉耳朵前, 说, 那一车都是消食, 一会儿咱们直接拉去立山, 趁着天气还冷, 咱们正好治冰, 春鸭虽然这辈子, 加上辈子, 都没用消食治过冰, 但是刚刚在车里 粗粗看了两眼陪停给的方子, 总结下来, 这天冷治冰, 肯定比天热治冰速度要快, 需要的能耗肯定也要少很多, 这会儿治冰, 时节刚刚好, 徐老汉本来还怕春鸭弄不来这消食, 毕竟说到底, 春鸭还是个孩子, 这虽然办成的事不少, 可这娃大大咧咧, 跳脱得吓人, 每次跟在他屁股后头, 总觉得是钢丝上走路, 不妥得很, 也不知道这孙女儿前世 是不是卖迷魂汤的, 脑子里想着不要听他的, 不要听他的, 可往往被他三句两句就给拐跑了, 还好, 这消食算是弄来了, 也不枉费他这老妖的磨损, 可这弄得未免也太多了些吧, 这么多, 直接拉去立山吧, 你二叔三叔正在那儿铺砖呢, 徐老汉也不等徐达他们, 说让徐达一会儿跟石头盖头 卸好了车也去立山, 背着手, 喊上春鸭便走了, 春鸭立马跟上, 屁颠屁颠地跟爷爷一起走了, 如今徐达徐志这两对夫妇, 就像是长在这立山一般, 兄弟俩就天天往坑里钻, 因为地下二层是装冰块的, 所以春鸭非得让铺上一层砖, 说为了干净, 然后又为了放置的食物, 不被蛇虫熟一给啃了, 还得在地下一层放上大大小小各种钢, 而周氏和李氏则忙着月月安的生产, 因为春鸭他们的需求, 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在六千片左右, 所以李氏和周氏每日带着新买来的女工, 一天得生产二百片左右, 钱到一张纸, 差不多能做个七八片, 三个大娘一天造个三十来张纸, 还是可以的, 虽说后到工序有些繁琐, 品质要求比较高, 但是周氏跟李氏都是针线熟手, 再带上两个姑娘, 人手倒也够了, 徐老汉还让人用包了皮, 没什么用的构树杆给做了大门, 如今看机的人也不需要了, 那买来的五人就安排在原本看机的人住的地方临时住着, 那房子虽说小了些, 但也是新盖的, 不透风不漏雨, 也算过得去, 春鸭一进这大门, 各种爷爷干得好, 爷爷干得棒, 爷爷干得呱呱叫的彩虹屁就没停过, 路过新造好的造纸房, 春鸭便说让马车跟着徐老汉先去卸车, 他跟两个婶子打个招呼再去, 徐老汉一听, 自是点头答应, 爱马, 耳根终于可以清净片刻, 挥手让他赶紧去, 新的造纸房, 方方正正盖了两间, 外间是头道, 没有门, 里头砌了大的浸泡池, 弄了三个用脚踩踏的倒就, 另外做纸的筛子, 烘干用的架子, 煮树皮的锅灶, 一音俱全, 三位大娘正在外头倒纸浆, 见春鸭来了, 自是认的, 忙喊一声, 哎呀, 春鸭小姐来了, 可好久没见, 春鸭立马笑脸相对, 说一句辛苦了, 周氏李氏闻声出来, 忙把春鸭带进里间, 那是缝制月月安的后道房间, 整理得非常整洁干净, 李氏拉着春鸭聊起家常, 春鸭, 你娘回来没, 李氏最关心的就是这事, 春鸭点头回答, 回来了, 在奶奶里呢, 两位婶子每天干这么些活, 辛苦了, 这哪里算啥辛苦, 我们这四个人, 一个人一天才做个五六十个, 算啥辛苦啊, 这个方便得很, 倒是你跟你娘, 在外头找赚钱的门路, 可不容易, 李氏说的可是真心话, 在她做惯农活的人眼里, 这么做着闲聊两句, 缝缝补补每月还能赚个几十两, 真是再轻松没有了, 周氏立马点头, 二嫂说的是, 还是大嫂跟春鸭更辛苦些, 哪里哪里, 还是两位婶子辛苦, 那什么, 我就不妨碍婶子了, 你们今日早点收工啊, 一会儿我娘说她要下厨犒劳劳劳大火, 我先去爷那儿了, 春鸭也不想多说辛苦不辛苦的车咕噜话, 还是先去把治兵的事给落实了, 才是正经, 哎哎, 先别忙着走, 婶子问你啊, 李氏拉住了春鸭, 压低声音, 问道, 你说, 闹旱灾的事, 是真是假, 我也不瞒你说啊, 要是这事确切, 我也得让我娘家早做打算, 是啊, 春鸭, 你也知道你三婶娘家底子薄, 你有什么消息, 可得告诉我们, 周氏也很担心, 要是真有什么事, 自己娘家恐怕难熬, 春鸭想了下, 才说道, 不瞒两位婶子, 这事我的的确确是不确定的, 如今只是县城里头, 旗子比之前要多不少, 都说是北边来的, 我们如今主要是手头还算宽裕, 先做些准备, 哪怕没闹灾, 准备的这些东西用不上, 也伤不了我们家里的根基, 如果说, 像三婶说的, 娘家底子薄得很, 那也得量力而行, 但起码今年粮食不要卖, 该囤的还是得囤点, 对了, 春鸭把两个婶子往旁边拉了一下, 低声说道, 今日我还带着卖月圆的钱回来, 一会儿给了两位婶子, 你们跟我二叔三叔商量, 是不是要给娘家买点米面备着, 这事儿你们量力而行, 一定要跟我两位叔商量好, 我娘说, 夫妻之间做事儿不商量, 容易伤了夫妻和气, 春鸭说完, 与周氏李氏对视了下, 两人各自点头, 还是嫂子说的对, 到底该怎么办, 春鸭说的这些, 又到底应该跟娘家说几分, 一会儿得跟当家的商量商量, 告别两个婶子, 春鸭才往徐老汉挖的地窖那头走, 因为怕挖着挖着沁水, 徐老汉请来的工匠, 便把地窖的位置选在了远离鱼塘的另一头, 等春鸭走到那边的时候, 马车上的销石都卸了大半了, 春鸭惊讶地发现, 这地窖外头他爷爷还给盖了个小房子, 看着就是个储物用的杂物房, 其实里头就是个地窖, 真是, 角兔三窟, 这山脚下, 东一间, 西一间的屋子, 也是他们老徐家聪明才智的体现啊, 干嘛呢, 咋这么慢啊, 赶紧过来, 徐老头冲走走看看的春鸭招手喊道, 哎, 来了, 春鸭音声跑了过去, 却不小心绊到跟竹编, 把徐老汉给扑倒在了地上, 惹得徐老汉直骂, 你这双眼睛是哑动吗, 看都不看就往前跑, 想摔死我呀, 哎呦呦呦呦, 我的尾巴装都要断了, 春鸭自己也吓一跳, 老人家摔跤可不是好玩的, 徐志和徐发赶紧把徐老汉扶了起来, 春鸭非得让徐老汉走两步看看, 有没有摔伤, 还好, 万幸, 徐老汉还是个蒸蒸铁男子, 没事, 徐老汉嘀咕个不停, 春鸭也要回嘴, 非说爷爷干嘛催我, 不催我就妈事没有, 一老一小吵个不停, 还是徐发忍无可忍, 大声问春鸭, 好了好了, 你那消失, 什么打算啊, 他本来见到春鸭, 也觉得腰疼得很, 根本不想再给自己找活干, 可问题他爹跟春鸭吵吵个不停, 惹得旁边马车车夫偷笑不止, 不阻止这俩人, 两人能吵到后半夜去, 春鸭这才想起萧石的正经事, 带马车夫走后, 便把那方子给了徐发, 说是照这方子治兵就成, 话音刚落, 徐达便带着石头盖头, 顶着铜盆来了, 你们, 这又是要干嘛, 徐老汉现在就看不得这些稀奇古怪的举动, 一旦老大家有奇怪的举动了, 说明他们老宅几个又得受累, 治兵啊, 春鸭说道, 咱们得把萧石投到缸里, 然后缸里再放个铜盆, 盆里再放水, 然后盆里头结冰的水, 咱们才能留着以后用, 其实萧石制冰, 直接用也行, 但是想着, 总归是化学物质直接使用, 春鸭怕到时候来个集体中毒什么的, 还是宁愿麻烦些, 他这俄罗斯套盆把徐老汉听得一头雾水, 只喊说慢点, 有鬼在后头赶你吗? 春鸭这才放慢语速, 说道, 这具体的什么季节, 什么气候, 多少水用多少消食, 这方子里都有的, 咱们按照这里头的家就行了, 如今天气冷, 坐起来也快, 要不, 咱们现在就试试, 爹, 你带秤了吗? 那哪能不带? 徐达从背着的包袱里拿出一杆小秤递给春鸭, 春鸭看向徐老汉和呆立的徐发徐志, 问道, 叔, 怎么了? 咱们现在治兵吗? 志吗? 徐发看向徐志, 徐志心想, 我哪知道啊, 我只是个干活的, 于是问徐老汉, 爹, 志吗? 虽说, 这地窖挖的时候就说了, 是屯冰屯食物的, 但是这春寒料鸭来治兵, 徐老汉生来也是第一次, 他这会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 寄希望不要有旱灾, 天灾难测, 受苦的都是老百姓, 可问题, 如果没有旱灾, 那他们现在折腾的这些, 是为了肾啊。 见他良久没有说话, 徐达又问一句, 爹, 咱们治兵部, 催催催, 催个屁, 我说不治了吗? 徐老汉把自己天人交战的困扰, 发泄到了徐达头上, 悲催的徐达摸了摸鼻子, 心想, 老头子也更年期了, 得买些尽心轻火的东西, 给他吃吃。 于是, 在春鸭照本宣科的一阵指挥之下, 徐家几个男丁忙的团团转, 终于准备好了所有要用的东西, 治兵大业, 便在徐老汉让人搭建的杂物房里开始了。 水缸是春鸭之前就让徐发他们准备好的, 大大小小买了不下石口, 到时候粮食缸货放在地窖里, 难免有鼠蚁, 买缸就是为了放食物。 在正式制冰之前, 得先把地下二层的温度给降下来, 这个简单, 如今气温本就不高, 体感也不过在七八度上下, 这会儿只要把消食直接投入水里, 那水不消片刻便结冰了。 把这冰块扔进地下二层, 只要二十来盆冰, 这下头的体感就低于零度了。 之后造能用的冰, 便是把消食投入大缸的水中, 把装了水的铜盆放在缸里, 这盆里的水便也能慢慢结成冰块。 虽说这么做结冰的速度会慢很多, 可是如今初春, 天气还冷, 五个钢制五盆冰倒也用不了一刻。 一直忙到外头天色擦黑, 连面对面站着都快看不出人脸了, 几人才搓着手往家赶。 春鸭小声嘀咕, 大冷天完冰, 实在太刺激了, 明天可得穿三层棉袄来。 走半道上, 远远就听到菜市的怒吼, 你们是地主老爷吗? 吃晚饭都要我来请, 这天都看不见路了, 还带山上? 怎么不搬上山柱去? 还回来坐肾? 来我来啦, 春鸭对菜市的怒吼充耳不闻, 热情地向菜市扑去。 徐老汉赶忙喊, 老婆子, 快让开。 一会儿再给老婆子扑个好歹, 这孙女真是一点消停的时候都没有, 怎么那么讨厌呢? 菜市顾不上再骂两句, 转头就跑。 等春鸭几个回到老宅, 堂屋里两桌饭菜已经摆放好了, 屋里的火炉也点了起来, 因为里外温差大, 春鸭忍不住打个颤, 一边的铁头一脸嫌弃地问道, 你尿裤子了吗? 春鸭莫名其妙, 什么尿裤子? 你打颤了, 就是尿了。 铁头一本正经地回答, 吐, 一旁的徐英忍不住笑了出来, 好啊, 笑我, 春鸭将冰冰冷的魔掌伸向徐英, 多日不见, 硬, 来, 让我好好摸摸你的脸。 说吧, 吐了过去, 徐英赶紧大叫着逃开, 几个小的见状都跟在春鸭后头瞎起哄, 顿时, 老宅客堂间里热闹的房顶都恨不得掀了, 菜市忍无可忍, 大喊一声, 吃饭了, 都给我消停点, 几个小的才揉着肚子回到各自位置上, 因为春鸭一家这些日子都很忙, 全家过年之后就没回来过, 轴里兄弟很是热情, 各种询问闲聊, 一顿饭直吃到四头五头都睡昏过去了, 众人才散了席, 回房歇息, 不过张氏却还有话跟两个轴里讲, 拉了两人进屋说话, 把徐达赶去了他爹娘的房间, 说是好些日子未见, 让他好好陪爹娘去聊聊天, 两位弟妹, 我有个事要跟你们说, 张氏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荷包放在床上, 看着李氏和周氏, 李氏一紧张, 心想, 莫不是那造纸方要黄, 脱口便问, 嫂子, 那造纸方出问题了, 要是有啥做得不好的, 您说, 我们改, 周氏在一旁拼命点头, 不是, 不是东西的问题, 张氏见李氏误会了, 赶紧解释道, 这个月月安, 现如今卢夫人那里, 他不是算单片的卖了, 而是先收了一年完乐的钱, 然后把这月月安也打统账算进去了, 咱们按照原先的分账方式, 这个账是分不出来了, 所以, 咱们现在商量下来是这样的, 这月月安的生意, 就算是给你们做了, 我们跟卢夫人呢, 就算是问你们买, 一片, 就算你们十文钱可好, 不然这个算不出来账, 李氏眨巴眨巴眼睛, 想了半天, 问张氏, 嫂子, 那咱们一月能赚多少啊, 六千片一个月的话, 一月能赚六十两, 不过这工人的开销什么的, 可得你们自己来了, 这样行吗, 张氏算了算, 跟之前比, 这样他们还能多赚个三四两一月, 吃亏是不吃亏的, 周氏立马点头道, 嗯, 行的大嫂, 只是让你吃亏了, 就是啊, 说好了赚的钱咱们分的, 那大嫂, 咱们那个也分你们点, 李氏咬咬牙, 决定还是得割肉, 这说好的要分账的, 多少也得分大嫂一点, 张氏摇头道, 咱们现在就算问你们买货了, 就不说这分不分账的话了, 就指一点, 你们这东西, 外头千万不能卖, 但是家里头女孩子需要, 就得用, 咱们自己用的, 可以简单点, 你们也知道怎么做, 就直接给小姑娘做就行了, 你们自己的朋友亲戚, 暂时先不说, 因为这钱咱们还没怎么赚, 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告诉他们也不迟, 春鸭说, 时间长了, 估计做的人也就多了, 等外头也有了, 咱们再拿出来卖, 不然树大招风, 容易惹祸, 周氏听完, 才说, 嫂子放心, 咱们绝不往外说的, 对, 嫂子放心, 我的嘴言得很, 再说, 以前没这个, 咱们不也过吗, 晚个一年两年的算啥, 等咱们钱赚够了再说, 我这人嘴巴坏, 没什么朋友, 倒是周氏, 你那娘家嫂子外甥女的, 不是亲近得很吗, 你可别嘴快, 李氏终于抓到机会, 黑周氏一把, 周氏立马摇头道, 嫂嫂们放心, 我定不会乱说的, 以后上娘家, 我, 我, 我就说我喉咙哑了, 不好说话, 不至于不至于, 反正你们心里有数就行了, 这于安的方子, 我们不过是抢了先机, 这东西说起来也不算难, 人家造出来是时间问题, 等以后人家都开始卖了, 咱们这个, 也难赚钱了, 所以想要赚钱, 就得抓好时机, 张氏复述的, 都是春鸭交代她的, 她这会儿自己细想想, 倒是觉得女儿能赚钱, 有些道理讲的也挺像那么回事, 李氏周氏自是点头称好, 张氏拿出六十两银子, 说是这次要带走六千片玉玉安, 这个就是货款, 之前因为摘辛格一直在筹备阶段, 所以周氏李氏只管生产, 这生产的东西, 就全堆在两人卧房里, 放造纸方里, 他们怕有老鼠也不放心, 所以这些日子, 徐发徐志两位大佬爷们, 都是睡在堆满玉玉安的房间里的, 当然, 他们只知道是擦屁股纸, 根本不知道是妇女用品, 李氏还常常自己暗地里好笑, 这个徐达, 嘴上嗲嗲有个屁用, 还不是得跟他一起睡堆满了玉玉安的屋子, 周李三人聊得起劲, 而徐达面对老夫老母却相对无言, 只能聊不出硬聊, 嗨嗨, 那什么, 爹, 您最近身子骨可好, 好个屁, 谢谢你闺女啊, 我这腰差点没舍她手里, 刚刚还扑了我一跤, 摔得我尾巴骨到现在还疼, 我说你这爹, 到底怎么管的孩子啊, 徐老汉眉毛扭打在了一起, 看着徐达, 我爹不管我们, 我娘和我姐管我们, 爹, 你咋还不回去睡觉, 是不是被我娘赶出来了, 铁头想睡觉, 无奈怎么爹不走, 还在聊啥呀, 菜市听铁头这么说, 便道, 你爹自己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谁还指望他呀, 正低头洗脚的徐老头,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徐达不干了, 爹, 不是, 你刚不是还喊我管春鸭的吗, 你哪个耳朵听说到的, 聋了吧你, 去, 把洗脚水给我倒了, 然后不用再进来了, 铁头, 睡吧, 老太婆, 吸灯, 说完, 自己擦了擦脚, 往被子里一钻, 菜市唯了一声, 灭了油灯, 说一句, 走的时候把门关紧, 自己也钻被窝里去了, 徐达只能摸黑端的洗脚水, 默默地退出来, 走到门边还踢到了脸盆架, 引来菜市和徐老汉的一阵嘖嘖嘖, 哎哎, 待徐达出了门, 听得走远了, 徐老汉才问铁头, 铁呀, 你爹, 平日里对你们好不, 正要入睡的铁头迷迷糊糊地回答, 嗯, 好啊, 娘给爹的钱, 都被我姐骗来给我们买好吃的好玩的了, 我爹就是不爱读书, 被娘跟姐骂了, 我大哥也不爱读书, 师父布置的功课一点没做, 不知道会不会被呼噜, 呼噜, 好啦, 睡吧, 娃都睡了, 一天天的, 瞎操了什么心, 菜市说完, 卷了下被子, 转过身去, 徐老汉这才在漆黑的屋子里, 咧了咧嘴, 心想, 春鸭这娃真是, 是个人都要坑一把, 在堂屋里等得直打瞌睡的徐达, 听周是李氏走后, 便摸进了夫妻俩的房间, 他终于想起给老宅造屋的事, 老宅虽然他们现在来的不算多, 可老住柴房也不设事啊, 要不咱们再起个房子算了, 张氏提议, 徐达想了想, 道, 你说, 咱们干脆把房子造立山上吧, 到时候万一有什么天灾, 咱们往山上一躲, 山门一关, 妥了, 再说这里头还有咱们的地角, 还有山泉, 我觉得真要有啥事, 那里倒是更安全些, 这事, 我同意没用啊, 爹会不会骂你啊, 张氏真是替徐达捏把汗, 没事, 我有办法, 徐达说完, 歪嘴一笑, 我才不, 要说你去说, 第二日一早, 春鸭就接到了他爹, 让他去跟爷爷说造房子的事的任务, 那他肯定不答应啊, 因为他还有别的事要拜托爷爷, 他这会儿马上得找到爷爷, 先把自己的事说了, 抢得先机, 张氏等了一晚, 原来徐达的办法就是这个, 能成才有鬼了, 他真是没眼看, 便端着个洗脸盆就走了, 而此时正在糖污吃早食的徐老汉, 连打了两个喷嚏之后, 就听到春鸭边喊边往里头走, 爷爷, 您吃好了吗, 我跟您说个事, 徐老汉端着碗就想走, 被春鸭一把拉住, 爷爷, 别走, 咱们家能不能发财, 全看这一步了, 不用了, 现在就挺好, 发不发财的不指望, 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再多活两年, 徐老汉的拒绝, 出于本能, 咱们种了摇钱树, 日进斗金, 您没兴趣, 春鸭问道, 一旁的徐发知道自己不该问, 但是却还是忍不住想知道, 傻, 傻树, 你们听我说, 咱们山上种的这些桃树, 如今正是嫁接的好时候, 再晚恐怕气候不好, 接了也难活, 春鸭压低声音说道, 徐老汉一听那半山腰的破树, 也停下了脚步, 他正愁这些树, 到底是要怎么整呢, 先前林安来的树种, 种下之后, 春鸭又嚷着, 去找了三四十棵的山桃树, 胸脯拍得胖胖响, 说是定能种出好果子, 眼看着天马上要转暖, 去年一直来的树种都发了心芽了, 这娃还在那头挖地角, 他寻思呢, 这些树, 种了到底是要干嘛, 如今一听, 要什么接, 那是得问问清楚, 不然费了那么大劲, 总不至于手上几框又酸又色又小的茅桃吧, 那不得让人笑死, 要知道, 他以十文前一棵问人家买一两年的山桃树的时候, 人家那想笑不能笑的眼神哦, 不提也罢, 你说说清楚, 啥接, 接了能干吗? 徐老汉放下饭碗, 回转了身子, 问春鸭, 春鸭见状, 咧嘴一笑, 回答道, 爷爷, 我说的是嫁接, 这山桃树用来做真木, 把黄桃和盘桃粗壮的枝条给嫁接上去, 你看哦, 咱们现在的黄桃容易裂, 盘桃果量少, 山桃虽说味道不好果子小, 但是结果多, 数量稳定, 所以咱们把这些特点结合在一棵树上, 也许产量和桃子的卖相会好上很多, 春鸭如是说, 其实他最想种的还是蜜鹿桃, 可这树种北方的那位大哥一直没给送来, 怕是北边目前北边情况的确不太好, 不要紧, 先用盘桃黄桃练练手也好, 黎树他也想好了, 用质量更稳定的沙梨做真木, 选口感好的白梨枝条来嫁接上去, 希望能有个好结果, 嫁接, 是啥意思? 徐老汉想自己种地几十年, 从未听说过这个词, 也许是因为自己从未种过果树的原因, 春鸭耐心解释道, 意思就是把粗壮的枝条接到别的苗木上去, 然后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取两者的优点, 这能行吗? 在一旁听了半日的徐发问道, 这我哪知道, 行不行的试试呗, 反正那么多树都种了, 总得想想办法吧, 不然接出来一堆吃不了的果子, 那不瞎忙活吗? 春鸭拢了龙小碎发, 继续说道, 我去准备东西, 咱们一家今日都得上山, 治兵的治兵, 嫁接的嫁接, 活多着呢? 爷爷, 走吧。 徐老汉看着眼前小小的孙女, 她觉得自己被春鸭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给绕晕了, 这嫁接, 是为了不浪费一栽来的苗木, 那既然, 不嫁接就是白浪费力气, 那当初, 是为了什么要种这些树?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理清了思路的徐老汉正要骂上春鸭两句, 却看他转了个身, 说道, 爷爷, 我爹找你有事儿, 正路过堂屋门口的徐达瞪眼看着春鸭, 好啊好啊, 出卖队友可真有你的, 你有什么事儿? 徐老汉不耐烦地看着自家大儿子, 徐达想着, 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既然如此, 那便说吧, 于是开口道, 爹, 我在想啊, 要不然咱们在丽山那头起个宅子吧, 也不用很大, 有个七八间, 围个院子就行, 徐老汉一个老布鞋飞出去, 练我玩啊, 滚蛋, 春鸭缩着肩, 先溜了出去, 接着堂屋里的徐发徐志都跟着溜了, 徐达溜之前, 还不忘把徐老汉的写给他扔回去, 还说了一声, 爹, 我们在丽山等您哈, 拿上工具, 便跑了, 老宅今日不留人, 徐家上上下下, 除了徐英徐敏和四头要去学堂, 余下的众人都去了丽山, 把山门一关, 骂骂咧咧的徐老汉, 好歹分了分工, 造纸方的五人, 今日继续关门造纸, 别的不用他们管, 石头盖头, 徐志徐达至兵, 菜市带娃监工, 别的几个全部上半山去嫁接苗木, 徐老汉监工, 徐老汉再三强调, 他觉得他被春鸭坑了, 他们最好身上的皮都给他紧着点, 上山的路上, 徐志忍不住问春鸭, 春鸭, 你告诉三叔, 你这什么嫁接之类的办法, 是哪看来的? 难不成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那肯定不是啊, 我告诉你啊, 您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春鸭低声说道, 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他说, 人家富贵人家, 家里就有这么重桃的, 他去给人家奖金看到过, 张氏白眼翻上天, 讲得像真的一样, 徐志本就是很朴实的一个汉子, 听春鸭这么讲, 觉得似乎有几分合理, 便点头道, 那咱们要是做成了, 可得好好谢谢你师父, 那是, 到时候我做黄桃罐头给你们吃啊, 可好吃了, 春鸭想想, 就自己都要流口水, 一行人说说走走, 没一会儿就到了半山腰, 如今正是初春, 虽说还未到万物复苏的时候, 但是去年栽下的苗木都活了, 枝条上也肉眼可见的, 长出了很多的小牙, 虽说未到三月嫁接总觉得有些早, 可如今这个形式, 还是以早不以晚, 春鸭定定心, 想了想步骤, 便拿出小背楼里音音工具开始干活, 选出健康粗壮的枝条, 嫁接入一两年树林的山桃树, 用带来的细绳固定, 在绑上不条, 看似简单, 但是如何切口如何扦插, 都有一定的讲究, 要不是当初他外婆家就是僵市本地人, 每到六七月他都会去乡下摘桃子, 看人家桃农打理桃树, 这些至关重要的细节, 肯定是无从得知的, 可惜如今没有西瓜种, 不然他还可以是市种西瓜, 他们将是本地的西瓜, 那也是美得很, 徐老汉虽说对于春鸭挖的坑视, 爬起来一个, 掉进去一个, 此起彼伏, 源源不断, 可看着春鸭认真讲解的样子, 和看似瞎说, 但作为一个老农民听来, 其实暗含种地真理的话语, 心中暗叹, 哎,算了算了, 坑就坑吧, 全当锻炼身体了, 蔡氏和徐老汉今日是卯了劲的, 要抓家中子孙做壮丁, 五间不过分了几个鸡蛋面饼, 煮了一壶开水给众人冲鸡, 别人也不嘀咕, 只春鸭, 叽叽歪歪说, 徐老汉简直是地主老财, 徐八皮, 徐老汉上来给他一个毛利子, 就你话多, 还不都是因为你, 想那么多花样, 和该在家多干几日活再走, 要不是你娘给你求情, 你就给我干到春耕结束再走吧你, 说起春耕, 徐达问起徐发徐志, 今年准备怎么个章法, 种地这事儿, 徐志比徐发要拿手些, 便答, 今年原本说种到和卖五五开, 可是春雨也下不来, 后头这盛事真的要旱, 实在拿捏不准, 咱们就按照春鸭说的, 反正准备先准备着, 春耕便都种麦算了, 这也是他们一三个商量的结果, 麦子耐旱, 今年春耕还是都种麦子吧, 如果过了秋天没旱灾, 再种一波稻子也不迟, 反正总要先保证粮食的收成, 品种是啥倒没什么关系, 徐达点点头, 道, 是这个道理, 反正先保证能种活, 是麦事倒无所谓, 等那地窖里头冰都堆满了, 趁着如今粮价还未涨得太高, 咱们还得多囤点粮, 这放地窖里头, 温度低, 到时候咱们再买些生石灰和铁粉, 这粮食晒干了放进去, 存个一两年也没问题, 这生石灰和铁粉还能保鲜不成, 徐发觉得大哥难得科普一回, 可要给点面子, 提问提问, 让他多少有点成就感, 徐达得意一笑, 道, 这你就不知道吧, 这生石灰和铁粉都能吸潮气, 多放点, 到时候也不怕粮食反潮发霉, 哦, 徐发和徐志一口同声地回答, 捧足了徐达的场, 春鸭乘着午休, 跑去看了眼他的三七田, 这看着, 好像高了些, 可细看又好像没高, 这没有对赵祖, 很难判断啊, 一会儿回去还得跟徐英说说, 留上三四颗, 不要浇山泉, 他想看看, 这山泉到底是不是比一般的水更富含养分, 看完三七, 春鸭一口气, 脸不红气不喘地跑到了山顶, 如今他每日入睡前, 都会按照师傅教的心法练练气, 无视也会练上一两套拳法, 虽说进步归宿, 但是体力的确比以前好多了, 他站在山顶, 看着郁郁聪聪的后山, 和远处在农田里厨地准备春种的人们, 自己突然也有些质疑自己的判断, 这明明是一副春耕忙碌的景象, 怎么看都不像是要大汉的样子啊, 到时候如果没有旱灾, 不知道爷爷会不会打死自己啊, 其实春鸭的疑惑, 也是全部徐家人的疑惑, 如今拼命地挖地窖, 置冰, 屯粮, 到时候会不会是一场乌龙, 谁都吃不准, 可问题是, 如果不准备, 又实在心中不安, 一家人都沉浸在, 既希望自己的准备没白费, 又希望不要有天灾的微妙情绪中, 这头春鸭刚思考好自己会不会揍的命运, 那头就听徐老汉的吼叫声, 春鸭给我滚下来干活, 爱马老当一撞老当一撞, 春鸭连滚带爬地下了山, 拿上自己的小砍刀, 背上小被篓, 继续她的嫁接大业, 带到徐英他们放学回家, 见家中居然没人, 找上山来, 徐老汉才挥了挥手, 这干的也差不多了, 走吧, 家去, 明明东龙地滚回了家, 张氏心中暗叹, 真是尼玛累死老娘了, 铁头跟大金一整天跑上跑下, 挖坑完水也不觉得累, 自从挖出那块琥珀之后, 张氏便让他凡是挖到啥, 都拿给他看一眼, 今天铁头的收成不错, 挖到了十好几块石头, 张氏粗粗看了一眼, 还好, 没有琥珀, 便让铁头自己拿去玩, 可转念一想, 刚刚那堆石头里, 好像还有别的啥, 便让铁头回来, 把那块看着不像石头的石头, 给收了起来, 张氏问铁头, 铁呀, 你跟娘说说, 这块东西, 你哪儿挖来的? 后山啊, 铁头理所当然地回答, 你啥时候去的后山?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个小孩子可不能乱跑啊, 张氏听铁头这么一说, 紧张了起来, 铁头歪头道, 哪让我自己玩去啊, 娘放心吧, 我在这儿闭着眼都能找回家, 再说我也没一个人去啊, 我跟大金一起去的, 大金在一边摇头晃围, 行了, 知道了, 你且收收心, 明日一早还要上课去, 前几日魏先生布置的功课可做完了, 我看你回来疯到现在, 明日不要交不出功课, 被魏先生打手板啊, 张氏收了那石头不像石头, 木头不像木头的玩意儿, 赶了铁头去做功课, 铁头一想到自己还有很多书没抄, 便粘头大脑地回房了, 可得赶紧抄, 抄不完明日得被魏先生打呢, 也不知道张家旺做了功课没有, 而此时已经回到县城的张家旺, 也的确在赶功课, 因为他们住的村子离县城太远, 所以张氏便让罗车今日中午, 就去接了张家旺和文氏, 比起前一次离家, 这次张家旺倒是习惯很多, 回家一日多, 张家旺倒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倒也不是吃得喝的问题, 反正他这个人也不算挑食, 里面吃的, 窝头也吃的, 肉蛋吃的, 菜书也吃的, 只是娘好似对姐姐们的确凶了些, 以前他不觉得, 如今住在小姑家, 见小姑和母老虎拼天手勾手地进进出出, 自家娘亲却每日对姐姐们大骂不止, 他就觉得娘有些不妥, 虽说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可总觉得自家的吵闹, 和小姑家的吵闹是不一样的, 于是, 在他娘打姐姐的时候, 他还开口阻止了两回, 倒是惹得爷爷和爹都说他不要插手女人的事, 可问题是, 小姑家也不分这些啊, 爹娘还问他, 小姑和姑父每日干啥, 他也老是回答了, 姑父是长勺的, 偶尔也会在家做饭给他们吃, 小姑在药铺帮忙, 春鸭在农庄干活, 石头做跑堂的, 他爹还说, 怎的男人家还做饭, 奇奇怪怪的, 张家旺也不知道, 奇怪的是他家还是小姑家, 晚间, 众人吃完晚饭, 就在客堂间里闲聊片刻, 说起备用的冰块, 石头说今天一天大概造了200块左右, 不过噩耗是, 这仅仅只占了冰窖的一小个角落, 如果想要把冰窖填满, 这种铜盆大小的冰块, 速度差不多得一个半月, 徐发和徐志听了差点没跪倒在地, 三月就要春耕, 这肯定是边春耕边制冰的节奏了, 春鸭摸出两包芝麻糖, 塞给徐发徐志, 说道, 书, 补补, 明日我再去买些铜盆, 反正地窖里钢多的是, 几个钢全部拿上来制冰, 速度应该会快上一些, 徐打想着, 他们人不在三元村, 不出力好歹钱得出, 张氏点头, 对徐老汉说道, 爹, 如果种地实在顾不上, 咱们请几天人, 身体第一位, 熬不住不要硬熬, 那哪成, 谁家种地不是自家来的, 不行, 你们回来帮忙, 菜是不干了, 放在家里头那么多人不用, 还要跑去外头请人, 之前砍树披山还说说, 这会自家地都不种了, 村里人的闲话能把他们活活淹死, 徐老汉这次显然是赞成菜市的, 清了清喉咙, 说道, 行了, 这事你们大房不用管了, 我自有主意, 你们还是给我好好赚钱, 少出点幺蛾子就行, 闻此言, 张氏也不便再多劝说, 到时候反倒被公爹婆婆说自己拿大, 便点头说好, 待过两天熬点十拳大补膏, 给他们补补, 爹, 那房子徐达勇气可嘉, 众人都敬仰地看着他, 催个屁呀催, 你也不看看时候, 这防不防的, 带春更好了, 人家有空了再说, 徐老汉背着手走了, 边走还边大声嘀咕, 没点眼力价, 春压上前拍拍徐达的肩膀, 给他比了个大拇指, 便拉着徐英走了, 因为白天徐英和春压各自都挺忙, 刚刚吃完饭的时候便说好了, 一会儿去看看村淑, 大惊开路, 春压带队, 一群孩子吵吵嚷嚷到了村淑门口, 看里头还亮着灯, 立马安静了下来, 这会儿教室里怎么还亮着, 春压转头问徐英, 徐英答, 先生说, 有几个学子进度太慢, 额外给他们加课呢, 哦, 那咱们轻点, 说完, 春压带头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格局还是之前来看过的格局, 不过多了很多生活气息, 后头的迷你教场上还立了标靶, 先生卧房的后墙墙脚, 还堆了几个藤球和箭子, 徐明小声说道, 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做的, 课间先生赶我们出来玩, 咱们还练射箭, 也是先生教, 那工收在先生的房间里, 等上课射箭课的时候才能玩, 春压惊讶不已, 没想到这个先生如此开明, 转头问徐英, 先生学问好吗? 好的, 虽然我只听过你的课, 现在程度也浅, 但是先生讲得惊异, 好听易懂, 连敏都做得助听吗? 徐英答道, 正当徐敏要说事的时候, 就见一位白发老者走了出来, 问道, 谁在那儿啊? 徐英带着徐敏四头立刻上前行李, 喊先生, 春压也跟在后头喊了生先生, 这个小姑娘倒是未曾见过, 怎的没来咱们这儿念书啊?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你回去跟你爹娘讲啊, 女孩子十字也是要紧的, 俗话说, 春压觉得这先生说话, 怎么有些开工没有回头见的意思, 也不等他说完, 解释道, 先生, 我日常住这儿的少, 也认了师父的, 以前这儿是我的家呢, 我是徐家的二孙女, 教书先生姓于, 于先生闻言道, 哦, 原来如此, 哎呀, 你们这个屋子, 我很是喜欢, 来来来, 你看看, 这茅厕和浴室, 我第一次来, 就甚是喜欢, 你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想的呀? 还有啊, 你看看, 你们家如今后院, 我都改成了教场, 来, 我带你看看, 于先生说话, 毫无缝隙, 连春压都插不进去画, 带到于先生重新带春压参观了一遍教场, 厨房, 教室, 书房, 之后, 春压几个才在于先生的热情欢送下, 落荒而逃, 咦咦, 你怎么没告诉我于先生设画了, 春压懊悔不已, 自己觉得自己已经画很多了, 没想到于先生居然画更多, 徐英才笑道, 没来得及说, 就被于先生逮住了, 我们还算好的呢, 我爹和三叔上次来拜访于先生, 三叔回家整整三天没说话,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好笑, 那你爹多久没说话, 春压一边抱笑一边问, 我爹好些, 两天没怎么说话吧, 之后就再没敢去村熟见先生呢, 哈哈, 一帮孩子笑作一团, 你推我嚷的回到了家中, 夜间, 回到临时房间的张氏, 扣扣索索索摸出, 今日铁头和大金的斩获, 拿给徐达看, 徐达摸摸闻闻,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便道, 你这不废话吗, 我知道还用问你, 张氏边泡脚边吐槽, 你闺女真的, 你改天, 把他送到什么亲戚家去住几天吧, 老这么折腾人, 真是折杀我也, 折杀我也还能这么用, 他还能听我的,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这东西你要不然问问五掌柜, 不过, 看着像啥木头的标本, 徐达又闻了闻, 好像还有点什么怪味道, 张氏一听怪味道, 便闻了闻自己的手, 说怪吗, 我怎么觉得挺好闻的, 行了, 这东西也不知道干嘛的, 我先收了, 以后有机会问问人家卖木头的吧, 感觉是块啥木头化石之类的, 说吧, 张氏把这块奇怪的东西放进了荷包里, 自从铁头挖到琥珀之后, 张氏便很留心这娃挖回来的每一样东西, 他突然想到, 以后让这孩子去干看看倒很不错, 想完自己还觉得自己想得挺美, 笑了, 媳妇, 想啥呢, 咱们要不要好一好, 徐达一脸不可描述的笑容, 张氏擦好脚, 往被子里一钻, 不要, 谢谢, 你不累我可累了, 说完, 灭了油灯, 徐达也往被子里一钻, 嘀嘀咕咕说, 来来来, 微服帮你按摩按摩, 春天的脚步, 提前来到了徐家老宅, 四日一早, 春鸭一家吃完早食不要走, 张氏昨晚干着生娃的事, 突然想到, 这会儿生娃正好遇到灾年的话, 风险未免太大, 于是吃完早食, 找了周氏, 李氏他们交代了一些计算排卵的方法, 两人被大嫂的直言不惠, 闹了个大红脸, 张氏却愤外认真地说道, 你们以后行房定要算清楚, 生理表现我也跟你们说了, 你们自己算好时间, 注意好自己的生理情况, 虽说不可能百分百避孕, 但是起码比一点不算药, 效果好上不少, 你们都还算年轻, 想要孩子过个一两年也没问题, 但是生孩子毕竟危险, 要生也得等好年景再生, 知道不? 周里两人自是点头称好, 其实李氏已经有了三个娃, 盖头虚岁都15了, 她是没想着再要的, 但是既然嫂子提了, 那她也会注意的, 毕竟村里40岁环上, 跟儿媳妇一起坐月子的婆婆, 也不是没有, 周氏倒是还想生两个, 毕竟她现在才20多, 也就生了两个, 但是既然嫂子都这么说了, 她也觉得荒年生娃, 总是娃吃苦, 晚两年就晚两年, 到时候五头也能去学堂了, 她正好能腾出手来带小的, 趁着三轴里讲话, 春鸭拉了徐英也说着事, 倒也不是啥大事, 春鸭的时候无非就是赚钱攒吃食, 一件呢就是三七的事, 让徐英隔几天浇水的时候, 留上三四颗不要浇, 好看看对比, 另一件就是她被竹边绊倒的事, 咱们山上也没见着竹子, 哪来的竹边啊, 她问徐英, 原先有的, 不是整理的时候都砍了吗, 而且咱们原先这山头的春竹都太细, 三叔说没啥用, 就都砍了, 咱们这儿还是喜欢毛竹冬笋的多, 徐英觉得春鸭可能是产笋子了, 就是他们这吃笋一般都吃冬笋, 春笋总觉得有些色罪, 吃的人很少, 我喜欢春笋, 鹰, 就地窖那块, 我看着都是竹边, 今年应该会出笋的, 到时候出了笋你告诉我呀, 我来挖笋, 春鸭一听, 春笋就激动了, 以前外婆家也有半片小竹园, 里头长的笋, 他们都要拿来做本地最实现的吃食的, 徐英捂嘴一笑, 便说晓得了, 到时候一定告诉他, 等他一起来挖笋吃, 一行人道个别道了小半个时辰, 直到陈夕微路, 铁头急得上窗吓跳, 喊着再不走, 铁定要被先生打手板了, 春鸭又叮嘱了几遍徐英, 才被嫌劳到死了人了, 然后被无情地推上了罗车, 几人进了城, 先送铁头去了学堂, 还好, 在学堂关门之前, 硬挤了进去, 张氏直接下车去了医馆, 春鸭则直接去了摘星阁, 徐达赶着罗车去贺仙居送完货, 去了十四, 文院街的院子里, 文氏等了一上午, 结果鬼影子都没半个, 他虽说未去过十四, 但是住了一个多月, 陶家巷他倒是知道在哪里, 女婿特地跟他说过, 十四就在陶家巷里头, 他摸了过去, 准备看看女婿在不在, 这家人算是回来了没有, 文氏刚走到陶家巷巷口, 就远远看到离巷口不远处, 竖了个幌子, 那竖了幌子的铺子门口, 进进处处的人可不少, 走近一看, 铺子里头占满了等位置的人, 石头正在前头打菜, 徐达正好端了一大海碗的菜出来, 抬头见闻是在门口, 一拍脑门, 哎呀, 忘记跟丈母娘说他们回来了, 娘, 这儿, 徐达朝文氏挥手, 文氏穿过拥挤的人群, 还要时刻当心人家手里端的菜, 进到后院, 才看到后院众人洗的洗, 切的切, 炒的炒, 也是一片忙乱, 徐达迎了上去, 道, 不好意思啊娘, 早上忘了回家说一声了, 您吃了吗? 阿放, 我哥出去了, 正在洗碗的无胶回道, 达叔, 有啥事跟我说吧, 给那个, 石头外婆去打碗肉菜, 再打碗米饭, 徐达吩咐道, 达叔, 贾号包间菜点好了, 正下地来菜单, 他日日跟徐达学上几个字, 如今写个点菜单, 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来了来了, 娘, 你自便啊, 我忙去了, 正下, 给外婆搬个小桌子来吃饭, 徐达说完, 便转身忙去了, 没一会儿, 文氏便被安置在了包间旁边屋檐下, 面前的小桌子上放了一荤一素两碟菜, 外加一碗白米饭, 无胶说道, 外婆, 您先吃, 一会儿吃好了, 喊我就行, 既然是石头大哥的外婆, 那无胶也趁着春鸭他们叫了声外婆, 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 这些小事儿他也做得来, 无胶在十四这些时间, 也渐渐学会了这些交流应酬, 胆子也大了很多, 文氏这才回过神来, 想说自己在家吃了饼子了, 可还是拿起筷子, 吃了起来, 这女婿家, 的确是起来了呀, 他只知道女婿家谋生有些本事, 没想到, 这十四生意却如此的好, 谋生的手艺, 真不是他们老张家能敌的, 待吃完饭, 他也不喊无胶, 自己拿了碗就去洗, 正在洗碗的吴奶奶忙说不用, 文氏坚持一定要洗, 洗完还找了个小板凳, 拿起高耸的碗山上的碗, 跟吴奶奶一起洗, 吴奶奶忙要拒绝, 文氏便道, 我在家也是无事, 吃女儿喝女儿的, 来帮帮忙也是应该的, 你可别再阻我了, 不然一会儿我可得去女婿那儿 说你画画呀, 吴奶奶笑了, 那行, 你到咱们这儿来也好, 咱们这儿人多热闹, 省得你一人在家, 时间难打发, 厨房切完菜出来的方婶见到文氏, 只是一顿, 便上前打个招呼, 爱在文氏身边找了个地方 继续洗菜, 转头看看, 小草正跟着无胶在里菜叶, 就放下心, 也加入到了喜涮聊天的队伍中来, 一直忙到午时结束, 徐达才得空出了厨房门, 见文氏在洗碗, 忙道, 娘, 您这是在干嘛, 一会儿, 阿兰该说我了, 您赶紧回去休息呀, 阿兰那头我自己会跟他说的, 我日日在家也是嫌急无聊, 在这儿帮帮忙也能找人聊聊天, 我觉得好的很, 你可别赶我呀, 文氏已经打好主意, 以后便日日来这儿洗洗涮涮, 打发时间, 还能帮点小忙, 毕竟, 女儿女婿白养着他和家旺, 他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那行吧, 劳动使人快乐, 徐达见文是心意已定, 待在家中也怕他一个人无聊, 他想干就干吧, 而春鸭那边, 他刚踏入摘星阁, 便被顾妈妈拉着去了烤房, 当初改建厨房的时候, 裴婷是直接把他原有的小厨房推平, 另造了个厨房院子的, 院子里设了点心间, 炒菜间, 烘烤房和一间水房, 另外还有管事妈妈一间屋子, 外加厨房丫鬟, 扑付两间大通间, 说起来只是个厨房, 但却一点都不比现在裴婷住的院子小, 春鸭进了烘烤房, 里头现在搭了一大一小两个烤炉, 他拼命用鼻子闻了闻, 惊喜地问道, 买到黄油了, 故妈妈这才笑答, 是, 可费了老大的劲呢, 夫人说是咱们裴家马队, 从北边带回来的, 简直要卖出天价, 什么价钱? 顾妈妈说完还觉得择舍, 春鸭道, 这也太贵了, 咱们以后还是把黄油和猪肉混着用吧, 咱们这是开门做生意, 不是自己吃, 有个香味就行, 成本太高可不行, 她算是看出来了, 裴婷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很舍得的, 但是做生意嘛, 总得有个成本控制, 不能瞎来, 赚钱才是最要紧的, 顾妈妈点头称事, 心里想着, 别看这小丫头看着大大咧咧, 一说到赚钱, 那可真是, 实实在在的很认真, 厨娘用黄油新烤的蝴蝶酥出炉了, 真是比用猪油做的香不是一点半点, 但是出于成本考量, 春鸭还是吩咐厨娘这东西, 给优着点用, 只要味道比外头好, 那就行了, 不用追求极致, 她们目前还没这个实力, 厨娘自视应好, 春鸭则端着新烤好的一盘蝴蝶酥, 去湖畔连郎找裴婷去了, 今日湖畔连郎有预约的客人来, 裴婷已经带人布置好了今日的主题, 说是陈夫人请了几家施家小姐办施会, 以春为题, 所以今日布置的, 皆是与春有关的小景摆设, 春鸭把新烤好的蝴蝶酥拿给裴婷闻了闻, 便收了回来, 把裴婷气了个扬岛, 刚出炉的蝴蝶酥不够酥脆, 这会儿吹了一路过来, 正好吃, 哇好吃, 香得要命, 怎么会那么香, 姐姐, 你哪找的厨娘, 这甜味拿捏得刚刚好, 好吃好吃, 春鸭吃得直眯一眼, 裴婷抢下了十来个还没吃的, 说道, 别吃了, 咱们卖了它, 既然它不能吃, 那就干脆卖了拉倒, 一说到买卖, 春鸭便来劲了, 说道, 姐姐你说, 这几块, 咱们就留着给那些夫人小姐尝味道, 要是喜欢, 就让厨娘现烤, 就卖一两一块, 裴婷也不是一般的黑心, 春鸭眉毛直抽抽, 说道, 咱们开的莫不是黑店, 这黄油再贵, 也不能这么卖啊, 这样, 咱们给他们攒个礼盒, 包得漂漂亮亮的, 十二块蝴蝶酥大概得用上二两黄油, 那咱们就卖五两吧, 不会不会太便宜了, 裴婷觉得卖得太良心, 不符合她的风格, 春鸭嚷嚷道, 一盒点心, 五两银子, 哪里便宜了, 行行行, 五两就五两, 行了, 你别吃了, 我找你正好有事, 两个女强盗说完赚钱的事, 又说起了徐达的前程, 你爹那补快的事情, 我已经跟老爷说好了, 明日就可以去县牙报道, 裴婷被春鸭吃得馋死, 拿起快佛保佑递来的牛肉肝, 也开始嚼了起来, 他在春鸭面前放松得很, 吃点零食已经不算什么了, 正在拍身上碎屑的春鸭, 一听明天就要去报道, 一惊, 怎么那么快, 裴婷伸了伸脖子, 总算把实实在在的牛肉肝给咽了下去, 然后才说道, 这次昭露的, 光补快就有十人, 牙医二十人, 加上原先县牙里头的十二个补快, 二十个牙医, 我看他们县牙里人都快叠起来了, 你知道为啥要招那么多人, 裴婷继续自问自答, 因为过了春更, 马上要建水库了, 春更完了就要争瑶艺, 不是说没钱吗, 这朝廷是拨钱下来震灾了, 所以咱们这真是要闹旱灾了, 春鸭的问题如连珠炮一般, 砸向了裴婷, 裴婷说道, 你不要急, 听我慢慢说, 你爹这会儿做补快倒是还不错, 听文竹说, 朝廷的确是拨款了, 可是估计拨的钱还不够, 老爷这些天, 天天的找各种乡声名是筹款的, 派下去的任务, 就是哪个镇先筹集买银两, 哪个镇就先开工, 地方自己负担一半, 县牙补贴一半, 昨日老爷跟我说了, 你爹他们这一拨招路上去, 就是去征瑶艺, 然后兼工的, 且咱们这儿你看外头棋子虽多, 但是因为正处在南不南, 北不北的地方, 所以难民安置都不在咱们这儿, 恐怕也是怕到时候好不容易给了钱安置好了, 到时候这儿也闹了旱灾, 前功尽弃吧, 怪不得突然就要招牙艺了, 原来是真的要征瑶艺了, 春鸭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你爹户籍还在三元村, 而且你们家是单独利户的, 到时候免不了要征瑶艺的, 而且老爷说这次征瑶艺, 如果想用钱来免瑶艺也行, 一户五十两, 裴厅伸手比了个五, 穷疯了吧她, 春鸭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又一想裴婷还是卢夫人, 便不好意思地挠头道, 我不是说你哈, 裴婷笑道, 你说的没错呀, 她就是穷疯了, 这会儿是缺钱又缺人, 也不知道她那些幕僚是不是逗她, 五十两, 亏他们也说得出来, 两人又就这灾情储备闲聊了片刻, 便见佛保佑来说, 前头陈夫人已经到了, 春鸭见斋心格也无事, 便拿了裴婷给的招路文书, 坐上马车走了, 大眼妆在近郊, 但也算是郊区, 平日牙翼巡逻也不到这来, 关到两边, 衣不避体, 神情伪顿的人却一日比一日要多了, 这会儿, 春鸭也说不清让徐达当捕快是好是坏, 还是先回去, 听听徐达自己怎么想吧, 毕竟, 她好歹也是个蝶不是, 春鸭回到家中, 家中居然无人, 想着文士可能去了十四, 春鸭便一路摸了过去, 此时正是五十之后的空档, 众人整理好后厨之后, 三三两两地各自找了地方闲聊休息, 春鸭到了十四, 就见文士和吴奶奶正坐在大厅靠窗的餐桌旁聊天, 聊得旁若无人, 老年人聊天, 听力多少有点麻木, 嗓门颇大, 这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内, 十四上下街已经知道张家如今有五亩地, 六间房, 张家老汉爱打人, 见文士聊性正浓, 且背对着大门, 春鸭便也不打扰她, 到了后厨找了徐达, 说了明日就要去衙门报到的事, 明日报到, 倒也不是不行, 反正早晚都要去的, 问题我就担心石头一个人应付不来, 徐达拢了拢飘飘, 预散的发际, 很是为老实的大儿子担心, 春鸭也怕大哥太老实, 年纪又小, 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十四里头的各种杂事, 便道, 也不知道哪能找个相熟的掌柜什么的, 也好帮我哥爸爸关, 这话音刚落, 就见吴放跑了进来, 喊道, 答书, 有人找, 父女俩一看后头跟进来的人, 对视两秒, 暧昧地笑了, 真是, 想瞌睡就来了枕头, 你说巧不巧,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徐达的大外甥, 康平之, 康平之今日来, 是受了母亲之托, 非要他来看看这大舅舅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本那日初二回娘家, 徐芳是想要好好问问这大弟弟如今是怎么谋生, 却没想多年为去丈母娘家的徐达, 居然去了丈母娘家, 徐芳扑了个空, 这不前几日康平之回家, 徐芳便再三叮嘱康平之来看看, 虽说自己管不了那么多吧, 但是毕竟是大弟弟家, 好坏他都想知道个底细不是, 刚跟着吴芳踏入后院的康平之, 见妇女俩对对他微笑不止, 热情得好似自家亲儿子一般, 他色缩了, 石头倒也是误会了, 他们不这么对亲儿子, 怎么办, 看着大舅舅家的十四倒是挺不错, 虽说比不上大酒楼, 但是比起路边脚垫, 那是要好上不少, 要不然走吧, 反正看也看过了, 大舅和表妹这么看着自己, 康平之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不妙之感, 于是他放下了他娘让他带了一大包剥菜干, 说道, 那什么, 大舅舅, 我娘让我来给您送点自己晒的菜干, 您忙您的, 那个, 我先走了, 说完转身就要走, 却被春鸭给拦了下来, 春鸭扯住康平之的袖子, 拉他到院中摆放了带洗的菜书的小方桌边坐下, 装傻道, 表哥, 怎么这就要走, 跟我爹聊聊吧, 我爹这会儿正好有空, 我去给你们泡壶茶来, 说完, 朝徐达丢了个眼神, 徐达笑得一脸灿烂, 找了个板凳, 挨着康平之坐下, 问道, 平之啊, 之前听说, 你在哪儿当掌柜来着, 回答就, 我现在在五位斋做二帐房, 不是掌柜, 康平之据实已达, 虽说康平之不像他爹康俭那般追求孔朱里学, 但是还是有一些他爹身上的文人之气, 虽说这文人也就是个童生, 不过一般也都是友谊说一, 行君子之道, 哦, 五位斋, 我倒是听过, 很是不错, 而徐达就不一样了, 睁眼说瞎话那是本能, 什么五位斋十位格, 他听也没听过, 只是顺着康平之说两句而已, 于是, 君子康平之一愣, 大舅舅是啥意思, 这是嘲笑我, 还是嘲笑同行, 咱们五位斋都快倒了, 工钱开年到现在就没发过, 挺好是啥意思, 见康平之一脸沉思, 也不搭话, 徐达忍不住又说, 那傻, 平之啊, 虽说这五位斋还不错哈,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换个铺子, 升升位置, 做个二掌柜啥的, 说到这个, 康平之轻叹口气道, 如今这世道也难得很, 这五位斋能经营到啥时候还不知道, 想升升位置, 也得有位置给我升啊, 还好他尚未分家, 不然, 老婆孩子恐怕得跟着他喝洗北风了, 徐达忍不住心中的喜悦, 道, 要不你就留在大舅这儿做二掌柜吧, 不瞒你说, 你石头表地别的不行, 就打算盘好, 你给他搭把手, 我也能放心地走了, 康平之闻之大惊, 大救你怎么了, 有病咱就治病, 宁可千万别往坏处想, 呸呸呸, 说了什么话, 我是说, 我走, 去坐捕快去, 徐达连呸数十口, 呸得康平之忍不住往边上躲了躲, 咳, 咳, 就我和石头表地, 这, 行不行啊, 康平之从二掌房突然变二掌柜, 一时之间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徐达见他有退缩之意, 忙道, 这行不行的, 事实不就知道了, 那不太好吧, 万一咱们做不好, 连累的大救的生意可怎么办, 这生计之事不可而戏呀, 康平之很惶恐啊, 一面不知道这大救到底靠不靠谱, 一面不知道自己到底靠不靠谱, 他一下子觉得自己的人生, 怎么突然不靠谱了起来, 徐达兴想, 大外甥啊, 你可想多了呀, 咱家赚钱不靠这铺子, 可话却不能这般说, 他拍拍康平之的肩膀道, 大救相信你, 也相信石头, 如果有啥急事, 你去衙门找我, 或者去人际堂找你大救母也行, 没事, 大胆地干, 一切还有大救, 一切有你才可怕吧, 大救, 但康平之却不能把这话说出口, 心中也无法拒绝大救开除的条件, 二掌柜, 来了, 就跟石头表弟好好干就行, 不就是他一直等待的机会吗, 思考良久, 康平之才点头说道, 那行吧,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怎么就那么巧, 那头康平之刚点头答应, 这边春鸭就端着茶, 带着石头进了后院, 当石头得知他爹明日就要去做补快, 他明天就是这店的掌柜之后, 也不知道是激动的还是害怕的, 颤生说道, 爹, 您可得常回来看看啊, 春鸭见家里头男子们的这些男子气概, 他都觉得没眼看, 刚想走, 却听康平之说道, 不对啊, 大救, 这做了补快, 家中儿孙三代都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您可是想好了, 石头脱口而出, 那不挺好, 徐达马上跟上一个毛栗子, 好个屁, 你不念书, 你递可还得念书呢, 春鸭, 这是咋回事, 你问过卢夫人没呀, 没呀, 科举的事, 我怎么可能知道, 你们都没去考过呀, 春鸭想, 想甩锅, 没, 没, 见徐达想扔锅, 却扔不过来, 而一脸懊恼, 春鸭这才问徐达要回了那文书, 扫了一眼, 说道, 行了, 我这就去问问, 如果不能科举, 这事就算了, 徐达点头道好, 让郑山妇赶上骡子, 送春鸭又去了摘星阁, 到了摘星阁, 春鸭随手拉的小丫头, 问了裴婷正在主楼, 便自己静止到了主楼, 找到了裴婷, 婷姐姐, 我听说做了补快, 三代便不能参加科举,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春鸭也不跟裴婷客套, 开门见山地问道, 裴婷刚戚了一壶雀蛇, 倒了一杯推给春鸭, 点头道, 是啊, 补快都是剑籍, 还有舞座, 寻庚, 也都是剑籍, 自然不能参加科举啊, 那我爹不能做不快啊, 我爹跟我哥读书, 看着是不行的, 可是我弟, 虽说, 那是吗, 但是还有一丝希望, 可不能随便做了剑籍, 春鸭急忙说道, 裴婷意味深长地看了春鸭两眼, 喝光了自己泡的一杯茶, 才笑道, 倒没想到你也有急的时候, 你那招路文书到底看了没啊, 春鸭这才翻开招路文书, 细细看了起来, 只见这招路文书上写的却是, 徐达, 三班牙役, 壮班名状, 壮班名状, 不是捕快吗, 春鸭拿到文书之后, 就看了上头和徐达和县牙的大红泥印, 他相信他爹跟他肯定也是一个路数的, 妇女俩根本没仔细看过什么牙役名状, 要是这文书落到张氏手里, 倒会被仔细看上两眼, 落在这对妇女手里吗, 怎么可能给你们抱捕快, 又不是剑籍, 不过也不能怪你不明白这些, 日常不接触这些的人, 是分不太清三班牙役, 就只含糊着说是捕快牙役而已, 这次因为只招捕快和名状, 造班并未招人, 所以才分开说的, 实际你不是剑籍, 一般也不会录用你做捕快的, 名状都是普通庶民, 没什么科举限制的, 这点你大可放心, 一般也不过就是做做监工, 寻寻接而已, 我也不瞒你说了, 这次找的名状, 都是到时候造水库要去下头监工的, 捕快呢都是要去押送难民过境的, 早上我想着, 反正这些事你爹明日去了就知道了, 也没跟你想说, 倒是闹出这些误会来, 来来来, 我自罚一杯, 裴婷说完, 便笑嘻嘻地喝光了面前的一杯茶, 松了一口气的春鸭也拿起一杯茶, 说是自己没看清, 不过主要责任在他爹, 马大哈, 他替他爹再罚一杯, 裴婷点着他额头直说, 你呀你, 你爹有你这么个闺女, 我也不知道该替他哭还是该替他笑, 终于搞清了三班牙役的事, 春鸭这才坐上门口等着的罗车回到家中, 到的门口一看, 一狗俩娃已经蹲在门口等开门了, 爱马, 咱家真是能不能多配两把钥匙啊, 抠门抠成这样, 春鸭一边叨叨叨, 一边开门放铁头和张家旺进去, 大金已经护送好了娃, 便自己找女朋友们玩去了, 你俩饿不饿呀, 姐马上做饭哈, 春鸭进门就关心弟弟们饿不饿, 仿佛已经完全忘了徐达正在十四等他消息, 不饿, 如实回答,张家旺也在一边点头道, 嗯嗯,说是蝴蝶酥,好吃着呢, 那你, 肥水不留外人田, 合着姐姐赚着钱, 弟弟还能吃上免费点心, 春鸭很想知道这位雷锋是谁, 便问,谁给你们的点心, 铁头挠头道, 说是董家的婆子, 就是上次给我们家, 行了,我知道了, 赶紧做你们功课去春鸭试试打断铁头的话, 在还完全确定张家旺品性绝对无物之前, 他还不太想暴露太多, 铁头嘖嘖道, 叫我说也是你, 不叫我, 揍你的也是我, 春鸭伸出了他的爪子, 张家旺拉了拉铁头, 走吧走吧, 你姐, 疯的, 张家旺你说谁疯的, 春鸭故意一脸猙獰, 张家旺二话不说, 扯着铁头就往里头跑, 母老虎, 母夜叉, 以后嫁个大马猴, 俩娃走了, 想着表哥大概率马上又要进入他们家了, 春鸭翻箱倒柜, 找出铺盖棉被, 趁着还有一点点日头, 晒上一晒, 也是好的, 等张氏到家, 看到院中此时居然还晒着被子, 皱了皱眉问正在院子里打拳的春鸭道, 你定掉床了, 我明天给他抓点太子身煮水喝, 不是, 这个说来话长, 于是, 春鸭把今日一天干的这些事, 跟张氏一一汇报了一遍, 咱们这儿, 有张家旺和你外婆, 还有盖头, 你挣大叔一家, 再来个康平之, 集体宿舍呀, 张氏说完, 又往正在讨喜的大米里加了半碗, 再这么下去, 这一锅饭, 恐怕打不住啊, 春鸭倒是无所谓, 她对赚钱的欲望比较强烈, 对生活的精致度, 倒是不怎么追求, 可能还没到那个需要追求精致生活的程度吧, 目前只是追求发财而已,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今, 她还在造地基呢, 对了, 春鸭说道, 年前不是董家给我弟送来的东西吗? 今日又请她吃了五两银子一盒的点心, 娘, 你改日有空去拜访下董太太呗, 这送东送西的, 不问清为啥总让人慎得慌, 咱不是摘星阁开业那天见过她吗? 看着还挺好沟通, 嘿, 不如您在摘星阁办个中医科普讲座, 到时候让婷姐姐给董夫人下个帖子, 张氏觉得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便点头道, 行啊, 科普科普日常的女性生理健康倒也不错, 顺便还能帮月月安做做广告, 挺好, 嘿, 你怎么知道铁头他们吃的点心要无两, 他们送点心的还会跟他说, 因为是我们卖的呀, 春鸭一脸得意, 扑, 怎么哪都有你, 张氏已经扶了女儿赚钱的尽头了, 此时, 在十四等的火急火燎的徐达已经无心炒菜, 见郑山妇早就回来了, 春鸭这丫头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捎个口信, 左等右等也不见人, 便把锅铲扔给了盖头, 自己急匆匆地跑回了家, 进门就见母女俩有说有笑地在准备晚饭, 便喊了一声, 春鸭, 你怎么不知道给我报个信, 事情怎么样了, 见徐达茶壶状站在门口, 春鸭这才啊呀一声, 连忙道歉, 忘了, 真忘了, 阿兰, 核桃呢, 咱家的核桃呢, 赶紧给他续上, 徐达气急败坏地喊着要给春鸭补补空空如也的脑袋, 春鸭却说他爹这眼神有问题, 文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怎的自己不看, 父女俩互相甩锅甩个不停, 宅子里都是两人几里哇哇的嚷嚷声, 那头康平之刚辞了五味斋的活计, 就被老板用二百文铜钱给打发了出来, 作为账房, 康平之平日里就住在这五味斋后头的杂物间里, 每月拿四百文的月钱, 年初五, 康平之就回来上工了, 这二百文的工钱根本不对版, 但他也知道, 如今五味斋能给他这打骨折了的工钱, 已经是看待他是读过书, 他爹是秀才工的面子上了, 无法, 康平之只得带了自己的包袱, 找到了徐达之前跟他说过的位于文院街的宅院, 虽说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宅子, 但是当他路过巷口进去第三家的时候, 站在厚厚的院门外, 就听到了人声夹杂着狗叫, 吵吵嚷嚷, 不过随着张氏的一声, 彤彤给我闭嘴, 一切归于了平静, 是了, 没错了, 就是这里, 康平之拍了拍门环, 就听里头像滚地雷般的脚步声, 门打开了, 是盖头, 现如今盖头每日在铺子里吃了早晚饭, 回家还要吃上一碗晚饭, 这身材也是日益硕壮, 张氏虽不阻止他吃, 正直发育, 该吃还得吃, 但是每日吃完了, 就喊他在院子里头跑上几圈, 锻炼锻炼, 表哥来了, 快进来, 咱们正等你呢, 盖头回头喊道, 大伯, 平之表哥来了, 然后引着康平之到了堂屋, 此时刚吃完晚饭, 一群人正在堂屋里说着徐达明日去报道的事, 见康平之来了, 张氏站起来问, 平之吃过了吗? 锅里还留了饭的, 我去给你拿, 说完就往外头走, 康平之远想说吃过了, 可无奈是真的没吃过, 午时也不过吃了个馒头, 如今腹中空空如也, 拒绝的话说不出口, 值得说上一句, 那, 那我就谢谢大舅母了, 张氏倒是被他的客气逗笑了, 回过头说道, 别那么客气, 以后你就住咱们这儿了, 刚刚你石头和盖头表弟都帮你收拾好了屋子, 你就当这是自己家就行了, 说完便走了, 康平之心想, 当自己家那规矩就大了, 不过他心中也明白张氏的好意, 只点头对张氏远去的背影说了声好, 原本想着舅舅的决定没问过舅母, 那日他回外祖家看得真真的, 这大舅舅家中, 舅母似乎说话很有分量, 心中很是忐忑, 如今看着张氏这般, 倒是放心不少, 便坐下与大家说起了话, 结果不搭话不要紧, 一搭话, 发现大舅舅家不仅收留了他和盖头, 居然还有舅母的娘和侄子, 外家在外头院子里各自忙碌, 没进来说话的郑山父一家, 康平之不免咋舌, 这这这, 大舅家这是开了个善堂啊, 那这十四的活计, 他可得好好干, 大舅去做名状, 一月没多少铜钱的, 要是这十四被他和石头做倒了, 那这一帮子人岂不是都得去喝洗北风? 相对于康平之的忐忑, 石头倒是表现得相当淡定, 不过主要是他在十四时间久了, 所有的事情他基本都知道, 再加上他这人跟大象似的, 真戳在腿上, 等过上半小时才能发现, 哎哟, 有点疼, 这会儿石头还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掌柜呢, 且也没把自己当个画舍人呢, 所以才会表现得如此之淡定, 待康平之安顿好了, 徐达又喊来他们几人, 说了说今后的安排, 其实, 今日他已经在铺子里交代过了, 但是这几个孩子, 就康平之最大, 不过也才22, 石头盖头才15, 多交代两句也是不会错的, 平之啊, 今后你就跟石头两个在前头盯着, 你如果有认识什么好的炒菜师傅, 就招一个来, 盖头明日一人顶不住, 我已经跟方婶子说了, 让她暂且再灶上两天, 反正菜色也简单, 平日我怎么做的, 你也怎么做就行了, 方婶手艺也不错, 有不会的问问她也行, 另外, 明日吴奶奶还会带个杂工来, 石头你如今是掌柜, 分工可得自己拿捏好, 平之啊, 你比他们都年长, 可得多帮趁着石头盖头两个呀, 康平之点头道, 大就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反正徐达也是个心大的, 康平之有经验, 但是铺子里人头不熟, 石头年岁小, 对外没啥经验, 但是十四里的事他都知道, 两人正好互补, 他觉得这样的安排, 他毫无不放心, 于是便让几人早点休息, 明日有什么事就去县衙找他, 几个小的虽说各怀心思, 也都应了声势, 便各自歇息去了, 在徐达回到房间, 倒好了洗脚水, 徐达犹犹豫豫地不敢洗, 问道, 这个为啥给我倒洗脚水, 我明日要去报到啊, 今天要早些休息的,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该休息, 还是得好好休息, 张氏没好气地回答, 就是想你烫烫脚, 才能好好休息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下流, 徐达心想, 你这人有钱车之鉴, 我不得不防啊, 哎, 对了, 你跟平之说好没, 怎么给他供钱啊, 张氏觉得虽说是亲戚, 但是亲兄弟还是要明算账, 这种钱的事最好事先说清楚, 免得日后纠葛, 他们反倒不落号, 徐达搓了搓脚, 说道, 哦, 怪不得好像说了半天, 还有啥事没说, 原来是供钱还没说, 得亏你提醒我, 明天早上说吧, 五百文, 二掌柜, 你看如何, 我不管这些, 我只是提醒你下, 别忘了而已, 说完, 张氏脱了外套, 钻进了被窝, 心想着, 石头真是太惨了, 如今还拿着五十文的零花钱, 明日就给他涨涨, 次日一早, 徐家的早晨显得格外的忙碌, 张氏嫌麻烦, 煮了一大锅的白煮蛋, 如今菜市收上来的鸡蛋, 能有一半是他们自己吃了的, 再来一碗白菜肉末粥, 加上一笼南瓜馒头, 大伙稀里呼噜吃完, 便四散开去, 徐达和张氏两人在一馆门前分别, 徐达踏着朝霞, 往衙门而去, 心中不免感慨, 他也是有事业追求的人了, 虽然这追求是女儿媳妇要求的,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男人换事业, 如同女人换衣服, 心得总是让人充满想象, 努力吧男人, 待徐达到的县衙门口, 此次招录的补块名状大部分都已经到了, 十个新来的补块归于补头馆, 二十个新来的名状归催都头馆, 大家办好手续, 个人的头很快自发地站好了队, 由各自的头戴下去, 宣示叫规矩, 大堂五个大开间, 两侧各有一间衣食厅, 斜后方有两间牙灶间, 平日里一间归牙翼用, 一间归补块用, 二堂是文立的办公区域和存放限制案卷的地方, 轮不到他们用, 一间牙灶间, 不过十几平, 瞬间涌入了二十个大男人, 坐在里头正好轮值的几个造诣都禁了, 迅速闪了出去, 如今这天气寒冷, 门窗街是紧闭的, 这二十来个男人进来, 只一呼一吸之间, 就已经能够很好的诠释了男人为啥叫臭男人, 再说这牙翼的配置, 原先这县牙里头的二十个牙翼, 大部分是造诣, 因为这卢县令来着县牙至今, 县里头就争过一两次摇曳, 无非就是修修路而已, 所以撞班只有四人, 其余都是造班的, 问题如今过境的难民那么多, 再不招人寻接押送卢县令也怕出乱子, 到时候别说升职了, 无纱帽说病都要给他撸了, 所以这次卢县令是下了血本, 找了这么些人, 一定要确保这灾念能安安稳稳地过去, 本来他还是不太想新修水库的, 但从收到的底报来看, 北方的灾情还在扩散, 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他们这种中东部地区来说, 被波及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可问题, 朝廷连北方震灾的拨款都迟迟未到, 别说他们这些只是出现端倪的地区了, 完全靠他们县牙自救, 那他也是万万不愿意的, 扣扣搜搜这些年, 这没修那没修, 难道攒下的钱, 就是为了给那些庶民修水库的吗, 所以卢县令和幕僚, 最后就商量出来这么个办法, 说是让他们民间集资一部分, 县牙再承担一部分, 实际反正民间集资的钱到位了, 就能开始修了, 修好修坏, 也就是那些钱, 县牙一丝一丝出点也就识了, 所以水库都修在各个镇上, 让他们自己管自己, 到时候他派人下去监察好姚一争上来的人就识了, 要是上头问起来, 这水库, 他实实在在是修了, 不是吗, 事情, 就是这么个事情, 可师爷都头却不能这么说, 只说咱们县令卢大人, 想民所想, 为民所急, 春更结束, 马上要开始新修水库, 名状在一个月里头得操练完毕, 到时候就得下去监工, 都头说完话, 假客气一句, 都明白了吗, 还有人有问题吗, 明白了就, 他见有人举手, 是, 谁, 他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今日他还约了人吃酒, 怎的, 还真有人举手, 崔都头不耐烦地点了点那举手的人, 道, 谁呀你, 什么问题呀, 那人, 自是来自二十一世纪, 从未混过古代体制内的的许大, 都头, 我就想问问, 啥时候争摇曳呀, 就这两天吧, 等师爷把告示写好, 你们就跟我下去贴告示, 你问这干嘛, 你都做了名状了, 就抵了摇曳了, 好了好了, 今日就到这里, 一会儿出去之前, 不要忘记去领衣服造靴, 明日便要换好了再来, 崔都头说完便要走, 徐达迟疑一刻, 跟上了崔都头, 出了衙闷, 才喊了一句, 都头请留步, 转头见又是徐达, 崔都头更没好气, 问道, 跟着我干嘛呀你, 你还啥事儿, 烦不烦啊这人, 这酒局可是说好的, 谁最后一道, 谁买单, 不知崔都头, 可有空去喝一杯呀, 小的家里开个小十四, 也能购卖些酒, 就是酒瓶普通, 不知崔都头能否赏个脸啊, 徐达说完, 做了一衣, 这可怎么说的, 崔都头想着, 他怎么知道, 我平日就好迷两口, 行, 那就给个面子吧, 他亲了亲喉咙, 答道, 嗨嗨, 行吧, 既然你这么客气, 我好歹得给你个面子不是, 你叫什么来着, 徐达超快切入自己是名状的角色, 作一道, 属下姓徐明达, 咱家十四就在陶家巷, 要不, 咱们这就走吧, 崔都头刚要点头, 就听那头又有人喊, 都头请留步, 就见刚刚站在他一旁的一个苍白瘦削眼睛大的, 向外星人的年轻人朝他们走来, 他就寻思啊, 这名状名状,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招的人, 他矮得像土地公, 这对面来的这个, 瘦得像马感, 就他俩跟状子有关系吗, 不过还未等他心中吐槽完, 那马感就到了他们跟前, 也是给崔都头做了一衣, 说道, 崔都头, 我想跟您打听的事, 这个, 要不然咱们去贺仙居喝两杯, 我已经定下了包间, 听说贺仙居的邱叶白很是不错, 不知可否赏个脸, 还有这么截胡的, 徐达气得意念中的胡子都要翘起来, 便道, 这位同仁, 崔头已经答应我去我们家十四了, 崔头如今听到邱叶白, 已经完全魂飞天外了, 想他音乐一两银子的俸禄, 这辈子是别想喝到邱叶白了, 可这马感开口就说要请他喝, 这这这这, 让他如何拒绝, 可这徐达家里卖酒, 这也是个长久生意呢, 他该如何抉择, 他决定还是喝个邱叶白先, 还未请教阁下贵姓, 如若不嫌弃, 要不咱们一起, 那马感如此说道, 崔都头马上接口道, 那倒也行, 徐达一起去吧, 去就去, 邱叶白嘛, 十两一壶徐达也是知道的, 不喝白不喝, 于是他也跟马感做了一衣, 免贵姓徐明达, 不知这位同仁贵姓啊, 免贵姓万, 名人意, 马感回了一衣, 好名字好名字, 呵呵呵, 走吧, 崔都头带头, 徐达和万人意跟在后头, 三人向贺仙居走去, 如今这世道, 崔都头混了那么些年头, 也是看不懂了, 想他出身贫寒, 三岁死爹, 四岁死娘, 被两个姐姐拉着长大, 好不容易到了岁数, 求人给他进了这县衙做衙衣, 一般进衙衙们做这些的, 不过都是像他这么读不起书, 家境贫寒, 出身干净的穷苦人, 这两位, 一个家里开了十四, 一个开口就是贺仙居秋叶白, 还来做名状干什么, 有病吗不是, 带着崔都头心中, 确认了这俩货多少有些毛病, 抬头一看, 已到了贺仙居门口, 他抬脚跨进了门口, 便听有人喊, 徐老板, 今日怎么有空来呀, 却听后头徐达答道, 白掌柜, 哈哈哈哈, 多日不见, 生意兴隆啊, 那还是托了徐老板的福啊, 徐老板, 来来来, 我跟您说个事, 白掌柜上前, 就想拉徐达去一旁说事, 徐达赶紧婉拒, 说自己上司还在呢, 一会儿再找他说话, 白老板问清包间是哪间, 便亲自送了三人进去, 崔都头这会儿, 是连吐槽的心都没了, 他心想, 还是大姐说得对, 这人啊, 果然是越是活得岁数大, 越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人都会遇到, 三人被带到包间就做, 也不用看菜单, 那万人意就说来一桌无两的席面, 再上两壶秋叶白, 小二便说句客观稍等, 便退了出去, 崔都头本不想多问这两人的来历, 可等上菜的功夫, 三个原本就不认识的人, 夜面相去多尴尬呀, 他只能随便找个话题大聊一下, 这位万公子, 我看你这出手, 也不像咱们这些讨生活的人, 你这来做名状, 有甚意思啊, 崔都头很想知道, 这些有钱人到底怎么想的, 万人意微微皱眉道, 我原想去投军的, 可家里头不准, 我私下打听了下, 扬州驻军每两年招募一次兵丁, 咱们县里的名状都可以优先录取, 所以我就来了, 对了崔都头, 我想跟你打听的, 就是这事是真的吗? 崔都头都听猛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万人意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你为啥要去扬州驻军当兵啊? 崔都头您有所不知, 这扬州驻军作为咱们南面的补充军力, 每年都会向北边甘肃卫输送兵力, 到时候我争取表现好些, 就能去了。 万人意说完, 包间里一阵静默, 崔都头没说话, 他实在闹不明白, 现在有钱人都在想些啥, 在家吃吃喝喝不好吗? 餐啥军啊, 真当打仗是儿戏吗? 刀剑无眼, 那都是要死人的好吗? 而徐达正在整理思路, 他觉得这人的脑回路, 有些似曾相识, 这不就是春鸭的脑回路吗? 想起问题来, 能兜一个巨大的圈子, 寂寞片刻, 他问道, 这个小兄弟, 我受累问一句, 你为啥会想去甘肃卫啊? 万人意一副很惊讶的样子看着徐达, 答道, 自然是去加入廖家军, 打打子, 收复我大国师弟啊。 崔都头和徐达都一副忠于了解的表情, 互看了一眼, 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绕了那么大一圈, 原来是有个家国天下的军人梦。 嗨, 你说这有钱人, 奇怪不奇怪? 人穷人想方设法地想逃过征兵, 这有钱人, 却想方设法地想去当兵, 崔都头此刻觉得人生怎的有些魔幻了起来? 心中直叹, 看不懂看不懂。 问题是, 你家里不是不准你去当兵吗? 徐达对这个甘瘦的年轻人也好奇起来。 是啊, 他们不准我去当兵, 把我锁在家里, 我就绝食了半月, 每日只喝水度日。 最后, 我姑母见如此不行, 得知你们这儿正在招人, 就说让我先来做名状, 就当是体验体验得了。 我原也不肯的, 不过后来打听下来这些情况, 便也就来了, 无非是多费几年功夫而已, 去我是定要去的。 万人一说完, 又加了一句, 两位可要为我保密呀。 徐达和崔都头面面相去, 怪不得这么瘦, 原来是纯饿出来的, 可就他这样的, 这上了战场, 打不能打, 谋也谋不出啥, 这不就是去送死吗? 他们家不准他去参军, 很正确呀。 可问题是, 今日这餐饭是这位买单, 他们也不能说得太直接, 要不把人说哭了, 跑了, 可怎么好, 徐达崔都头两人便点头说, 保密保密, 一定保密。 这三人交谈半想, 洗面也陆续上齐了, 万人一给两人争了酒, 徐达恰了一口, 嘖嘖嘖, 这一口, 五十文, 再来一口, 一百文, 今日这一餐赚大发了。 三人推杯换盏之际, 崔都头又问了徐达为何来做名状, 看着他跟这儿的白掌柜很是熟人, 想来生意是做得不错的呀。 徐达喝得有点上头, 也不怕没啥面子, 就说媳妇女儿怕她在家没有进步, 便让她来体验体验生活, 三班牙役, 而是徐林军, 对于新来的这俩货他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满意, 那是不可能的, 他就感觉这两人脑子多少都有些病, 但是不满意, 他也说不出口, 毕竟酒还是好喝的。 来来来, 满上满上, 崔都头想, 算了算了, 还是喝吧, 以后可得把这两人看紧些, 不然能干出点啥事来, 他可猜不到。 一顿酒喝完, 三人出包间的时候便已经是称兄道弟, 勾肩搭背了。 万人一去结账, 却被告知今日只收酒钱, 洗面是白掌柜送给徐老板的。 万人一倒也没放在心上, 只说是借了徐大哥的光了。 崔都头心中却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小半年的收入, 不过是人家送的一餐饭时, 他心酸地只想报警自己。 徐达虽然微醺, 但还记得白掌柜找他呢, 便说让崔都头和万人一先走, 他找白掌柜说说话, 三人便在贺仙居门口分了手。 白掌柜见徐达特地留下, 便搓着手上前跟徐达打个招呼, 也不多客套, 找了个角落的桌子, 喊小二上壶浓茶, 道, 徐老板, 我今日也不跟您多寒暄了, 我今日找您, 主要是为那辣椒酱的事。 这会儿天气还冷, 咱们这儿锅子的套餐您看, 几乎每桌必点, 这辣椒酱眼看就要见底, 这还望徐老板跟零千斤说说, 能不能再给咱们拿一些? 五百文我也不喊了, 八百文, 您看怎么样? 说完, 白掌柜帮徐达倒了杯农茶, 徐达端起茶杯, 不仅不慢地喝了一口, 道, 实不相瞒啊, 白掌柜, 这辣椒咱们是真没了, 桶供就那么一些, 早卖完了, 这等下一波, 差不多得等到六七月里才能再有, 咱们自己倒是还留了一部分, 原本打算自用的, 可白掌柜向来对我们照顾甚多, 都是真没有, 二十来罐倒是能腾给您, 您要嫌不够, 咱们也真没有了, 够, 够够够, 我这会儿就让人随您去拿, 白掌柜说完, 便喊了小二, 说赶车送徐老板回去, 顺便把辣椒酱给拿回来, 您别急, 不知道我弟弟有没有跟您说那杆脚, 徐达突然酒醒想起这茶来, 白掌柜立马说道, 说过了, 这事儿肯定没问题啊, 你们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来装救世了, 哎呀, 徐老板, 这等小事儿, 您就不用操心了, 以后做了官爷, 可得多照顾照顾咱们啊, 虽说白掌柜知道, 名状做到头不过就是个都头, 但是,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多说好话, 总不会错, 徐达笑称自己不过是个刨腿打杂的, 客气了两句, 便带着白掌柜给的十六两银子, 回了十四, 此时午饭时间已过, 十四里头只剩下一桌客人, 十四众人都各自找了地方, 坐着聊天休息, 徐达问了两句石头和康平之, 两人都说还应付得过来, 便也不再多问, 既然这事儿交给这俩孩子了, 总得给他们发挥的空间, 那里头堆着之前他让春鸭给囤的辣椒酱, 他们辣椒酱给的抠搜, 当初囤的四十来罐, 如今还有三十罐呢, 自己剩了十罐, 马上天热了, 锅子套餐也可以撤了, 让盖头节约着点用, 也能熬到春鸭做新酱, 来拿货的马车, 此时正等在后门, 后院帮厨的人都在前厅里头坐着休息聊天, 徐达和小二分了几次, 搬完了二十罐辣椒酱, 带小二走了, 徐达关上后门, 刚一个转身, 就见春鸭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自己, 而旁边站着神色不明的石头, 春鸭今天怎么会在这儿啊, 徐达虽然知道无法转移话题, 可还是不死心地想硬转, 春鸭似笑非笑地看着徐达, 没有说话, 倒是石头回答道, 妹妹说怕我第一天来做掌柜太紧张, 来给我壮壮胆, 嗯好, 那什么, 爹报道好了, 一会儿晚上要不我来炒菜, 徐达还在垂死挣扎, 春鸭伸出手, 说道, 见者有份, 刚那小二是喝仙居的吧, 你那些辣椒酱卖了多少, 你没钱吗, 你可是咱们三个里头最有钱的, 徐达想着好不容易弄点私房钱, 居然还被春鸭给发现了, 虽说今日他不出点血, 肯定是不行的, 可这事实他还是要强调一下, 春鸭不跟他多说, 转身就要走, 边走边说, 不给拉倒, 我告诉娘去, 我爹存私房钱, 十六两, 卖了十六两, 徐达立刻招供, 春鸭微笑转身, 伸手道, 拿来吧, 懊恼不已的徐达从腰间解下个荷包, 扔给了春鸭, 春鸭从里头挖出几块碎银, 颠了颠, 一半给了石头, 一半放进了自己的小荷包里, 然后又把徐达的荷包扔还给了他, 别说你女儿我不孝顺啊, 这里头起码还有十两, 你拿着花吧, 徐达下意识地说了声, 谢谢呀, 本不想要钱的石头, 也鬼使神差地跟着说了句谢谢, 随后才激动了起来, 他, 报复了, 虽说每日过手的银子不少, 可石头如今依旧还只有五十文的零花钱, 他对钱倒是没啥想法, 就是想着自己也有私房钱了, 就忍不住有一种隐秘的激动, 可能这就是人类对金钱本能的热爱吧, 春鸭露出两颗老虎牙, 笑称不必客气, 都是应该的, 转身就要走, 可又想到了什么, 回头问徐达, 爹, 你不会去喝花酒吧, 那哪敢啊, 就凭你娘那插你三十刀, 刀刀不致命的手艺,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喝花酒的, 徐达立马表忠心, 春鸭满意了, 点点头, 说是去趟摘星阁, 抬腿就走了, 留下颤抖的石头, 他问徐达, 我娘啥时候有这手艺, 最近新学的, 以后可得孝顺着点你娘, 晓得吗? 晓得晓得, 石头疯狂地点了点头, 今日在十四耽搁了大半天的春鸭, 喊了郑大叔, 赶着罗车送他去了摘星阁, 说来也巧, 今日大眼妆本就说要中辣椒, 没想到, 徐达还卖辣椒酱攒私房钱, 被他抓了现行, 他本来不反对他爹有少量私房钱, 以后跟同事喝个酒啊, 买个饭啊, 给一奶买点吃的喝的呀, 有点私房钱也方便些, 只是被他撞见了嘛, 总归得扒拉下来点, 顺便逗逗他爹, 不然日子多无趣啊。 罗车没多时, 便到了摘星阁, 看门婆子说夫人正在大眼妆, 春鸭便进门又拐走了过去。 进门走了没多久, 就见裴婷今日衣着轻便, 似乎跟旁边的妆头在说些什么, 远远瞧见春鸭进来了, 便朝他招了招手, 春鸭快来, 正说种辣椒呢。 春鸭文言小跑了过去, 脸不红气不喘地跑到裴婷进前, 问道, 姐姐打算种多少? 我正和妆头讲呢, 要不然咱们这儿就都种辣椒算了, 梁氏今年估计收上也不会好, 又卖不了几个钱, 还不如统统种了辣椒拉倒。 裴婷其实一点不懂浓物, 反正怎么赚钱怎么来呗? 春鸭私寸地下财道, 要不空几亩出来吧, 再种几亩白菜萝卜, 这东西耐存放, 到时候辣椒收了, 用白菜萝卜做泡菜也好吃。 用辣椒做? 裴婷如今虽称不上是辣如命, 但他日常略显寡淡的 无糖低碳水的饭菜里, 总得加上些辣椒酱, 他才觉得比较能下咽。 是,好吃着呢, 到时候腌上几缸, 能吃不少时间。 春鸭点头道, 那裴婷也不多纠结, 吩咐妆头多种些萝卜白菜, 转念一想, 又问春鸭空的吉姆要干嘛。 春鸭把裴婷往旁边拉了拉, 裴婷变知春鸭又有什么鬼点子, 便让冠衣奴清退了身边一众人等。 春鸭这才说道, 亭姐姐家生意做得大, 可听说过, 南方沿海有叫番薯的食材。 番薯是外番来的, 倒是未听说过, 这东西有甚特别之处, 我倒是可以这人打听打听。 裴婷想着春鸭定不会乱问一气, 既然她问了, 就定有问的道理。 先别, 我还没想好到底要怎么办。 亭姐姐, 我想问问你, 你是希望离开卢县令呢, 还是不离开她呢? 春鸭其实如今不确定裴婷对卢县令的态度, 说两位是好的, 可这两人如今简直跟撕破脸没什么两样, 可要说不好, 裴婷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想要合离 或者真正离开卢县令的举动。 而且说到底, 如今他们这摘星格的生意 也都是裴婷靠着县令夫人的身份拉来的。 所以裴婷的心意她很难确定。 裴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她其实也很不确定。 夫妻感情早就在那些日日夜夜的 搓磨和算计中消失殆尽了。 可问题是, 如今的日子, 她除了缺一个孩子, 过得倒也自在。 用着县令夫人的名头, 甩开的那些礼牙笑啊, 她觉得还挺轻松的。 不过只是费点钱而已, 可这些钱, 她倒是出得起。 如果想从卢家全身而退, 那恐怕太难。 卢远正不会愿意放了她这棵摇钱树的, 到时候拼个鱼死网破, 也是在所难免。 过了很久, 久到春鸭都想屏息练功了, 裴婷才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能离开她。 那咱们就按不能离开卢县令的方法办。 春鸭的态度令裴婷很是惊讶, 她本以为她如此说, 在张氏这么开放的教育下, 交出来的春鸭会对她多少带点不屑, 可没想到, 春鸭说的是帮她想办法, 可这所谓的办法是什么意思? 裴婷便忍不住问道, 什么叫, 不能按离开卢远正的办法办? 我暂且还没想得很完整, 但是既然姐姐还是想跟卢县令过下去, 那咱们可得好好利用卢县令能带来的资源, 且死死把她捏在手中。 春鸭又露出了她的老虎牙, 笑眯眯地说道, 这就凭咱俩能做到吗? 裴婷不太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小姑娘说的话, 可问题是, 她又很想相信她, 希望她说的自己真的能做到。 春鸭恢复了她的魂不令, 回答道, 试试呗, 不试试, 怎么知道? 裴婷笑了起来, 行, 试试就试试。 虽说裴婷和春鸭说要试试拿捏住卢县令, 可卢县令本就是个经历过层层考试选拔, 和在年官场历练多年的官邑, 想要拿捏住她, 就凭她俩也确实很难。 但是春鸭觉得不要紧, 人都有弱点, 卢县令这个人, 又穷, 家里头也没什么底子, 屁股后头跟着一帮嗷嗷待哺的亲戚, 这也是她混了十几年官场, 混来混去混不上去的主营之一。 另一个原因, 的的确确, 她人比较衰, 几年前有机会晋升, 可惜正巧她第一任媳妇去世了, 倒是不需要守治, 但是操办葬礼前前后后告假两三个月, 说好的位置被人抢了去。 去年花了千两白银, 好不容易疏通了个六长县的县令之职, 又被安远寺的事给搅黄了。 别看她从这配风县调任去六长县, 都是做县令, 可这配风县是中县, 县令为七品, 而六长县却是上县, 县令为从六品。 一旦做了上县县令, 今后操作得当, 做上同支, 支州, 甚至支府也不是不可能了。 裴婷和春鸭说了半日, 基本把卢县令的事情给透露了个底调, 春鸭一一都记了下来, 虽说如今办法还未曾想得很清楚, 但是她隐约觉得, 这卢县令弱点实在很不少, 细细里一里, 总能抓到点什么。 当当当, 不知不觉, 两人说话直说到了那头三山书院都下课了, 裴婷站起来说, 走吧, 瞧瞧学子们玩醋居去。 好啊, 今日来的小姐们多不多呀, 春鸭还是很关心生意的。 裴婷皱了半日的眉头, 这才松了下来, 说道, 上头都定满了, 都说是来喝五茶的, 可你看, 一直喝到这会儿还不走, 定是要看看学子们促居呢。 哈哈, 爱看好啊, 爱看咱们才能赚钱吗? 我也爱看。 走走走, 咱们看看去。 春鸭拉着裴婷往外走, 裴婷点了下她的脑门, 也不害臊。 一行人急急忙忙赶到主楼, 直接去了新造的副楼的大路台上, 底下球场正好名罗开场, 脑袋上扎了红蓝两色头戴的年轻人, 顺时就跑动了起来。 其实春鸭在还没穿来之前, 对足球篮球都没啥兴趣, 读书的时候爱看打篮球, 纯粹是为了看看颜值高的小男生。 而此时他们站在露台上, 望远镜这种紧俏或他们作为东家, 是绝技轮不上的, 目利所及, 不过就是一帮人涌过来, 涌过去, 连的藤球都看不到, 再说如今才是初春, 这露台上的风实在是冷得很。 所以, 看不到两分钟, 春鸭和裴婷对视一眼, 下去。 春鸭问, 走吧走吧, 太冷了, 裴婷也受不了这上头的冷风。 两人看了两分钟醋局, 匆匆下了楼, 见顾妈妈和佛保佑正带着小丫头 往返于各个包厢之间, 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也不喊他俩, 忙好啊, 忙来忙去, 可不都是钱吗? 在裴婷那头吃了晚饭, 说定了过两日, 办个养生主题的局, 春鸭才被大眼装的马车 送回了文院街。 推门进去, 就见各个屋子都点了灯, 院子里连个鬼影都没有, 狗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他们还真是, 一点不操心他。 春鸭原响喊两声, 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先去找徐达和张世商一点事情再说。 明日他想回三元村一次, 看看嫁接的果树如何了, 也不知道爷爷他们开始春耕了没, 从徐达那头坑来的钱, 倒是正好能抓上十个小猪仔。 鬼鬼祟祟地跑到徐达他们门口, 刚想敲门, 就听身后响起了说话声, 春鸭, 你回来了? 你找爹娘干嘛? 春鸭一个机灵, 被他割吓一跳, 抱怨道, 哥,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 吓死我了, 我找爹娘说说话, 我明天想回趟村。 哦, 那挺巧, 我也正好要找爹娘, 咱们一起去。 说完, 便抬手敲了敲门。 行吧, 爱听就听, 听了别怕就行。 徐达张世在屋里已经听到外头的声响了, 听石头敲门, 张世便开了门, 把俩孩子让了进来, 见着春鸭还抱怨了一句, 哪有女孩子回来这么晚的? 下次太阳下山前可得回家。 哎, 好的娘, 这种不走心的硬打, 春鸭也是张口就来, 反正打归打, 坐归坐呗。 石头来, 是给徐达交代每日账目的。 别看石头平日老实得有些憨傻, 可盘起账来却是清楚得很, 一笔是一笔, 一点没含糊的。 徐达问他康平之干得如何, 石头想了半日, 说道, 没注意呀, 人挺好。 平日里干活的时候人多口杂, 石头一门心思只能扑在一件事上, 表哥如何, 恕他实在分不出神去关注。 行吧, 反正你们能开下去就行。 张氏说完, 朝春鸭看去,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等会儿, 我先喝口水准备准备。 徐达咕嘟咕嘟把盖碗里的茶水给喝了得干净, 才道, 说吧。 春鸭想了半天, 组织了下语言, 发现很徒劳啊, 这种事儿, 说得太含蓄, 很难表达清楚, 于是他放弃了美化自己的目的, 直接说, 哦, 就是我跟婷姐想要拿捏住卢献令, 可具体办法, 一时三刻我也理不出太多头绪, 想跟你们讨论讨论。 妹妹, 你说的卢献令, 是咱们的献令老爷吗? 石头有点恍神, 春鸭点头道, 是啊, 就是咱们的卢献令, 咱, 咱们为啥要拿捏它? 石头觉得有些惶恐, 这可是献令老爷啊, 这一线的父母官, 他们凭啥拿捏它呀? 就凭妹妹岁数小。 春鸭耐心解释道, 这为什么, 我就不说了, 实在说来话长, 只是, 这么做, 肯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不过主要还是为了婷姐姐, 我先把我掌握的卢献令的情况, 跟你们说说呀。 于是, 春鸭简单交代了下卢献令的家世和痛点, 徐达听完点了点头, 说道, 如今这般家世单薄, 的确在官场上很难混啊, 除非, 有重大且突出的贡献, 才能稳妥地往上升一升。 春鸭点头道, 张氏摇头道, 卢献令这人, 对婷妹妹真的不怎么样, 就怕她生了, 就更不把婷妹妹当回事, 那就应该让卢献令的夫人裴婷, 变成, 裴婷的相公, 卢献令。 春鸭似乎是自言自语的呢男道, 石头听半天, 她已经分不清谁是谁相公, 谁是谁娘子了, 见爹娘妹妹突然都不说话了, 石头才问, 所以, 咱们到底要干嘛? 春鸭突然转过头, 看着石头, 说道, 有了, 咱们要去福建, 你到底什么毛病, 跟福建过不去了吧? 就是重提, 爹你有所不知, 这书中有云, 在福建有一种吃食, 名叫番薯, 奈汉高产, 咱们这儿您看, 盛世开年到现在, 就下了一场雨, 后头是什么情况, 真的很难说, 这东西, 咱们得尽快拿到手, 到时候婷姐姐能不能拿捏住颅献令, 就看这事能不能成了, 春鸭爱看去史, 她买过一本画册, 里头是写中国人实物的演化的, 其中就记录了, 番薯是由福建商人从吕颂家带过来的, 只是刚开始不被大众所接受, 后来南方大汉, 才推行种番薯, 然后番薯才慢慢在全国扑散开来的, 这会儿, 裴亭手里头连葡萄牙人的望远镜都有了, 他就不信运气那么背, 番薯还没家带来, 虽然我不是很懂春鸭的脑回路, 但是我觉得哪怕不是为了别人, 光为了咱们自己, 咱们也得去找找番薯, 张氏觉得, 无论如何, 先拿到了, 总不会错, 非得自己去吗? 叫人找不是挺好? 徐达问道, 这回春鸭还没来得及说, 倒是张氏更明白些, 这种事还是得自己去更放心些, 找起来也更用心一些, 春鸭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命运, 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问题是, 咱们怎么去? 徐达问道, 等等吧, 总有机会的, 番薯最晚七月要种下, 咱们这来回福建一个月, 所以最晚五月要走, 如果爹能在五月之前得到出去送个文书啊什么的公物, 那咱们就自己去, 如果不行, 就只能另想办法, 这派啥公务, 不是我能决定的吧? 徐达觉得, 春鸭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这县衙是他开的, 春鸭打了个哈切, 您能努力吧, 做个县衙内的小道消息大使, 一旦有方向一致的外派公务, 您就告诉我, 到时候咱们再做安排, 我困了, 我先去睡了, 娘, 你明日去趟摘星阁呀, 婷姐姐说那个养生活动得问你些事, 我明天还要叫我爷爷去抓小猪呢, 我走了, 哥, 你走不走? 春鸭推了推呆坐不动的石头, 走, 走, 石头下意识地点头道, 兄妹两人走出了徐达他们的房间, 石头深吸了一口初春凉凉的空气, 看着妹妹走远的背影, 脑中不停地呐喊, 妈呀, 我听到了啥呀,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是妹子好像要控制卢献令啊, 好好, 好刺激呀, 他们家如今是准备打遍佩峰无敌手了吗? 如果春鸭知道他哥在想什么, 一定会回上一句, 哥, 你实在是, 说得不多的想得多, 不止想得多, 还想得美。 次日, 徐家吃完早食, 又踏上了各自的工作学习之路, 春鸭跟着徐发来送菜的牛车回了三元村, 一路上他跟徐发打听了春耕的情况, 而徐发则跟春鸭抱怨起了他坑爹的治兵计划, 当徐发听说春鸭这次回去是要抓猪仔, 弄果树的, 他差点从牛车的车员上掉下去, 春鸭呀, 不是二叔说啥, 这眼看就要春耕了, 田头地里的活迹实在多, 这抓猪仔, 要不咱们缓缓, 徐发虽说也觉得浅嘛, 多多益善, 可再这么干下去, 他都快交代在丽山上了, 可不能再多家活迹了, 这样啊, 那要不叫我爹再请俩工人来吧, 不过这猪还是得养, 要不我买了那么多盐, 不咽咸肉吃不完啊, 你养猪是为了把盐用掉, 徐发觉得车员上真的坐不住了, 春鸭摇头, 那倒也不是, 就是想着养了猪, 可以杀了咽咸肉, 还能卖了赚钱, 反正和仙剧的干脚咱们都说好了, 它们每日用下来的干脚, 咱们也不用添啥, 也够住吃的了, 今年年仅差, 食肢猪的肥料也好用来肥甜, 这万一到时候真的养不下去了, 就直接杀了, 我们也没啥损失的, 所以为啥不养呢, 徐发被春鸭说服了, 他觉得这娃娃还是能赚钱, 你看脑子一转, 就把里里外外的因果给讲透了, 这脑子肯定不是传承的他们徐家的, 应该是像大嫂, 回到老宅, 徐老汉一听春鸭说抓猪仔的事, 刚想说都说闹灾了还养啥畜生, 可春鸭一把自己想养猪的前因后果说了, 徐老汉举起来的脑布鞋又放了下去, 春鸭递上三两银子, 说道, 爷, 抓猪仔用这个钱, 徐老汉把他拉到一旁, 轻声说道, 你上次给我的金螺子, 还有一半呢, 爷, 您收着吧, 那些给您买酒喝, 这三两银子, 是我从我爹那扒拉来的, 春鸭也假模假样地轻声回答, 徐老汉一听是徐达的钱, 立刻收入囊中, 带着春鸭出门抓猪去了, 而蔡氏在听闻徐发说请人来养猪之后, 直接一把扫帚扔了过去, 放你娘的屁, 说完又觉得不妥, 重新骂道, 放你的屁, 又没喊你煮猪食, 不就喂几个猪, 隔两日亲个猪圈堆个肥吗, 这都干不动了, 索性我干脆打断你的腿, 你也好躺着, 啥都不用干了, 说完便拿着个扫把, 往徐发腿上招呼, 徐发边躲边告扰, 保证以后喂猪之事都有他来, 蔡氏这才放弃了追杀, 不过用了半个时辰, 徐老汉便和春鸭把村里养了老母猪的人家, 给问了个遍, 抓来十只小猪, 给放到了跟造纸房一起心搭的猪棚里, 两只一篮, 分了五篮, 今日还没有干脚, 春鸭背上小被篓, 拿上徐老汉给他新做的小镰刀, 说上山去看看果树, 顺便去割了猪草喂猪, 见春鸭如此, 从来不夸人的菜市指着徐发的脑门说道, 你看看你, 还没春鸭这么个小孩懂事, 徐发心中叫苦不迭, 发誓以后再再回来的路上, 跟春鸭闲聊, 他就是狗, 背着小竹篓, 拿着小镰刀, 春鸭蹭蹭蹭就跑到了丽山, 路过如今的治兵小作坊, 还特地跑去看了看他勤劳的三叔, 徐志徐发如今是两人轮流, 一个上午送菜, 一个则和徐老汉一起翻地施肥, 下午就来治兵, 日落前还得伺候鸡呀鸭呀吐啊鱼呀虾呀, 忙得那叫一个脚步粘地, 春鸭, 你怎么回来了, 有啥事吗, 徐志看到春鸭心里也直打鼓, 要是这娃再弄点啥事出来, 他怕自己也顶不住啊, 三叔, 你不知道吗, 咱家抓了十只小猪, 不过我是来看看桃树的, 春鸭对着徐志咧嘴直笑, 徐志想, 怪不得刚刚听着吵吵嚷嚷的, 远他想着去看看的, 后来搬了几盆冰下地窖, 一个转身就忘了, 他忙问道, 这猪是你爷同意抓的, 那可不, 爷爷要是不同意, 我也不敢抓呀, 那可不一定, 徐志想, 就凭你这胆, 看着也不像不敢的样子, 哎, 抓都抓了, 不过就是辛苦些, 养猪也挺好, 又能吃又能卖, 徐志点点头道, 那行, 可不能老让你爷生气, 知道吗, 三叔, 你不知道我爷多喜欢我呢, 春鸭觉得, 他就是他爷爷的大宝贝, 虽然老嫌他烦死人, 可每次他想出的这些事, 爷爷都会骂骂咧咧同意, 这可不就是一个 倔强老头的爱吗, 对了, 三叔, 你听说三月下旬 争摇曳的事了吧, 咱们家谁去呀, 春鸭突然想起这茶, 其实他是想着, 不然干脆就出钱 免了摇曳算了, 怪累的, 可想想五十两的银子, 爷爷奶奶恐怕是不会同意的, 哎, 听说了, 你爹前日跟我说的, 我去吧, 我地里的活比你二叔强些, 你二叔比我机灵些, 这山头的事, 还有送菜跑腿的事, 就得让他多顾着些, 徐志说这话, 手上也没停, 端着刚制好的一盆冰, 往地窖口走, 还转头跟春鸭说, 行了, 你别在这儿呆了, 怪冷的, 你娃娃可不能受凉, 赶紧去看看那果子树, 咱们也看不出个啥名堂, 还得你多上上心呢, 春鸭点头呛了一声, 便走了, 此时, 他心中不免有些歉意, 自己扯出那么大的摊子, 却跑去县城干着干的, 把后续的很多事情, 都留给了老宅众人, 好像, 的确是不太负责, 回去, 得给三叔搞些啥滋补滋补, 免得到时候去服役太辛苦, 最好再物色个种田好手来帮帮忙, 春鸭愧疚了三分钟, 便被桃树梨树给打了茶, 他瞧着结穗还是保持了嫁接时的橙色, 牙头还是鲜嫩得很, 虽说这才嫁接了没几天, 春鸭还是非常有信心, 这些树应该都能活, 要问他这莫名的自信从何而来, 全赖他爹娘前世的鼓励教育, 他小时候连家起个花生米, 他爹都能鼓掌半天, 所以他以前从小就特别自信, 爹娘工作忙, 他就自己管自己野蛮生长, 于是便养成了这种天不怕地不怕, 积极又很爱挑战各种新鲜事物的性格, 带春鸭自己夸赞完了自己, 一被搂野草也割完了, 他背着猪草去造纸房找了理事周氏, 说是要把养猪的独门秘籍告诉他们, 这养猪就吃饱喝足, 还有啥秘籍? 之前老宅养猪都是理事照顾的, 反正村子里养猪都差不多的, 没啥大讲究, 这还能有啥秘籍? 春鸭摇头道, 这您就不知道了, 我这秘籍可是从人大庄子里打听来的, 养得好的猪, 肥头大耳不生病, 还干净, 人猪官一看, 哟, 这家的猪粉粉嫩嫩的, 说不定一斤还能比人家多卖上两文钱呢? 行, 那有啥秘籍你说? 理事倒是也好奇了起来, 首先, 咱们这每间猪舍, 每个隔间都得在墙上开个小洞, 一来通风, 二来清猪粪直接从这洞里清出去, 到时候再用水一冲, 这猪舍就能保持干净, 猪舍干净了, 猪就少生病, 这清出去的猪粪, 咱们单独弄个粪池, 对肥, 到时候种的肥田可好了, 其次, 咱们得让猪会定点拉屎, 这猪还能听我们的, 猪是觉得猪毕竟是猪嘛, 看着就蠢笨, 这还定点吃喝拉撒, 好像有些难度啊, 春鸭又摇起了脑袋, 您别看猪肥呀, 其实特别聪明, 比狗都聪明, 他们也爱干净的, 起先咱们只要把脏东西 堆在那清粪口, 几次他们就知道 那就是拉屎的地方了, 定点吃食倒不用训练了, 我看咱们猪舍都弃了食草, 咱们抓来的小猪, 有的刚断奶, 到时候如果不吃食, 你们就放些干净的鹅卵食进去, 这猪对没见过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到时候就会去拱鹅卵食, 然后咱们再把食给它放进去, 小猪就会吃了, 另外每回清扫猪篮之后, 撒点食灰消消毒, 猪就能不生病, 别的,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再有啥, 我回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啊, 春鸭说完, 眨着眼睛看着两个婶子, 而两个婶子也眨着眼睛看着她, 好半天, 李氏才道, 春鸭呀, 你这些都是哪学来的, 咋就知道那么多呢, 就是大眼妆里头问他们专门养猪的学的, 人家说了, 这可是他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要不看我勤学号问, 他还不愿意告诉呢, 春鸭说起谎来, 那也是张口就来, 李氏点头说道, 要说人家大庄子产出高哈, 这到底跟我们这儿自己瞎养, 不一样哈, 春鸭点头称是, 三人从造纸房出来, 把猪给喂了, 让住立山的五人, 今天稍微住一些猪圈, 春鸭非喊徐志给捞了一龙虾, 几人这才回了老宅, 回去的路上, 春鸭一直在想一件事, 如今, 他们这立山也算是个赚钱之地, 只放了五个女子在山上, 总觉得不太安全, 这会儿他们这儿还算太平, 可随着难民大批往南, 他们这儿又正好在南北交界的必经之路上, 以后到底能不能继续太平下去, 也很难讲, 这事儿还是得找他爹娘好好商议一下, 回到老宅, 春鸭闹着非得做晚饭, 蔡氏嫌他做饭费钱, 他已经受够了这娃连吃十天羊肉的败家之举, 发誓无论如何, 绝对不会让春鸭拿锅铲一下, 春鸭却说他在自家还做了早茶给文氏吃呢, 所以奶奶爷爷也得安排上, 文子言, 蔡氏停下了跟春鸭疯狂撕霸的魔爪, 那行吧, 算了点做, 别做多了, 行, 春鸭硬从蔡氏手里, 抢过他久久不肯撒手的锅铲, 喊了李氏周氏一起帮忙, 今日回来的时候, 春鸭就想要做炖好的, 所以肉菜调料都带得齐全, 一进厨房便把李氏周氏指使得团团转, 一顿晚饭, 历时将近一个时辰, 天都黑了, 隔壁夜家都喊着烫脚上床了, 春鸭这头才将将做好, 等得徐老汉直抱怨老七, 为啥把锅铲的控制权给放弃了呢? 齿枝排骨, 梅菜扣肉, 柳叶蒸饺, 爆炒羊肉, 虾仁跑蛋, 再上一个甜点, 豆沙马饼, 对了, 还蒸了一锅辣肠饭, 午菜煤汤一点心一煮食, 摆了满满一桌, 菜市心疼得直吸气, 拿起扫把就想给春鸭来两下, 春鸭自然不会站着挨打, 只跟菜市两人一圈圈地绕着桌子转, 春鸭边跑边喊, 给你们补补啊, 马上春更了, 可不得吃好点? 徐老汉实在被这两人绕得头晕, 喝一声, 够了, 还吃不吃饭了? 菜市才放下握着的扫帚, 头晕眼花的, 简直站不住, 没好气地说, 补什么补? 种的粮, 还不够这一顿吃的呢? 行了, 吃还堵不上你嘴, 春鸭, 不是爷说你, 有钱也不是这么个用法, 咱装护人家, 平日里能吃饱就好了, 这么吃法, 金山银山也吃得完, 徐老汉吃是要吃的, 但是面上总得教育几句, 春鸭摇头道, 吃不完吃不完, 改天我给你转个金山回来, 咱且看他能不能吃完, 少贫嘴, 吃你的, 菜市往春鸭碗里扔了块排骨, 匹手又从徐发手里, 抢了一块给自己, 你娘还没吃, 你吃啥, 也不知道先孝敬爹妈, 徐发心疼地抱紧自己, 今日皇帝可能不利他, 他好想大哥, 如果大哥在, 那他就肯定不是 那个最被嫌弃的仔, 春鸭, 你怎么能想得出 那么多好吃的, 坐在春鸭旁边的徐英, 巧声问道, 春鸭笑答, 我也是在卢夫人 那庄子里学来的, 如今我在他们厨房帮忙, 他们厨娘可厉害了, 什么都能做, 过几日, 我带点心给你们吃啊, 帮忙, 给钱不, 菜市听了一耳朵, 反正谁吃亏, 也不能自家孙女吃亏, 给, 哎,卢夫人可大方了, 我可没私藏啊, 我的钱可都给我娘了, 我娘再给我零花钱, 春鸭说的, 倒是实情, 就是这钱到底有多少, 她也不太好说, 怕吓着老太太, 既然给钱, 那菜市就满意了, 不过表情还是那般的嫌弃, 边嫌弃春鸭浪费, 边往她碗里扔菜, 一顿晚饭, 吃的盆子里头干干净净, 李氏拉着春鸭说要讨教几招, 过几日他爹生日, 好回娘家露一手, 震慑他们李家村, 周氏倒霉这个需求, 这些东西, 他娘家一般也不太会吃到, 不过听听也无妨, 徐云徐民也被两个娘拉来, 说得学着些, 以后用得着, 菜市一看他们几个凑在一块, 那他必须监督好啊, 不然这几人在想法子, 货货钱怎么办, 他得看着点这群败家玩意儿, 于是徐家老宅的妇女儿童们, 莫名开起了座谈会, 一开开到半夜, 春鸭眼皮打架了, 几人才放过他, 让他赶紧去睡, 然而, 春鸭觉得自己都还没怎么睡, 就被喊起来, 说得走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春鸭, 也不知道被谁拉了起来, 穿上了衣服, 裹上厚被子, 给扔上了牛车, 一路继续昏迷般地, 直接睡到了县城, 听徐智喊了一声, 春鸭, 醒醒, 到家了, 这才清醒过来, 今日张氏特地没有早走, 春鸭没回来, 他也不放心, 见春鸭迷迷糊糊地从牛车下来, 怀里还掉出了两个, 撒了满满葱花的鸡蛋面饼, 忍不住笑了, 人家鸡下蛋, 你倒好, 下个现成的鸡蛋饼, 春鸭憨笑两声, 捡起用干净白布包着的面饼, 咬了一口, 这才问道, 娘怎么还没走, 等你呀, 顺便跟你说一声, 你听见让你今天去烫摘星阁, 今日要把布置定下来, 他昨日已经把帖子都下好了, 张氏说完, 便拿了自己随身的小包准备走了, 春鸭这才清醒了点, 问道, 我爹昨日第一天上岗, 表现怎么样啊? 张氏想了想, 意味不明地说了句, 就那么样吧, 一会儿你自己问你爹, 我先走了, 然后抬腿就走了, 昨日徐达第一日报道, 走到县衙门口, 看到人家的捅一拙装才想起来, 自己前日要紧地去追催都头, 把领衣服的事给忘到了脑后, 可没穿衣服也得进去呀, 徐达想着, 一会儿悄悄溜进牙皂间, 就挨门口站着, 先去报个道, 然后再趁人不备, 悄悄溜出去拿衣服, 不过这事儿吧, 在他看来, 本来就没啥, 不就件衣服嘛, 崔都头应该不会上刀上线, 不过,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崔都头心关上认三把火, 一心想着杀杀这些新来的名状的威风, 凡是有一衫不整, 精神伪顿的, 都被他狠狠骂了一顿, 正说着, 要让被抓出来的几个人, 去后头轿场上跑上十圈呢, 徐达就穿着宽松的直身, 顶着松松垮垮的发迹, 狗头缩紧地挨进了门, 此时刚被崔都头喊着, 去法跑的那几人正好走到门口, 大家看看徐达, 看看崔都头, 一时屋子里无比寂静, 崔都头, 很尴尬, 本想着这徐达, 看似好像个傅家翁, 他也不想多开罪, 可问题是, 那么多人看着, 他不罚又不行, 只能硬着头皮说, 徐达你也给我去跑十圈, 于是刚吃完早饭匆忙赶来的徐达, 也被拉上了轿场, 跑了十圈, 然后直接给跑吐了, 跑吐还不算, 那头刚吐完, 另一头又觉得要拉, 又着急忙慌地找茅厕, 真真是苦不堪言, 崔都头也怕这人跑出个好歹来, 又听闻徐达的媳妇 是人际堂的女女大夫, 赶紧亲自给送去了人际堂, 把张氏给弄了个哭笑不得, 于是, 春鸭早上的询问, 张氏也只能回答一句, 就那样吧, 好歹得徐达留一丝面子不是, 不过春鸭也并不是特别期待 徐达能干出什么丰功伟绩, 问, 也不过是随口一问, 没有任何要计较, 他爹表现到底好还是不好的意思, 他自己忙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 且没什么心思管他爹呢, 张氏走后, 春鸭也换了身衣裳, 重新梳洗一番, 再到底要不要去罕正大叔, 送他去摘星阁的事上纠结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自己腿着去, 反正路也不远, 而且摘星阁离城门也不算远, 他觉得他自己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配封县城如今虽说过境的难民不少, 可都因为有限制活动范围, 也有县衙派了捕快衙衣管理, 倒也不算太乱, 不过出城之后, 春鸭提起了12分的精神, 脚步也快上很多, 因为外头的难民明显要更多一些, 虽说县衙也派人管了, 可是如今他们人手本就少得很, 大部分的人力都放在了城中, 外头维持秩序的人, 就那么几个, 正集中精神赶怒的春鸭, 突然被鞋刺里冲出来的一个小姑娘, 给吓了一大跳, 那姑娘衣衫蓝绿, 跪在春鸭面前, 不停地冲她磕头, 嘴里还喊道, 小姐, 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我娘快病死了, 我不要钱, 为奴为币都行, 只求小姐给我娘买上一贴药, 春鸭见她可怜, 想拉起来问问情况, 可还没来得及把那姑娘给拉起来, 却见旁边又有孩子冲了出来, 说道, 小姐, 小姐, 我奶快饿死了, 求求你, 可怜可怜我奶吧, 我只求给我奶一碗粥, 这话还没说完, 又有人跑了过来, 纷纷跪下, 把春鸭给团团围住, 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 把春鸭腰间的一个小荷包给拽了下来, 有第一个人如此, 便有第二个人敢动手, 春鸭左突右挡, 高声呵斥, 忠视双拳, 男敌四腿, 眼见就要被他们扑倒在地, 就听远远有人大喊, 谁在动下, 我砍了谁, 没有人理这声音, 而春鸭却听出了这声音, 分明是她爹, 爹, 春鸭大喊一声, 正在疯狂拉着她的人手下一顿, 就见有个拿了大刀的牙翼, 顶着散了一半的发迹, 朝他们扑了过来, 来的人正是徐达, 今日是他们这帮新人的第一次野外拉里, 没想去在这城门外遇到春鸭被围困, 徐达血气上涌, 抽刀而上, 先划拉掉了自己一半的发迹, 他也顾不上崔都头说的啥, 便冲了上去, 围困春鸭的人, 看着远处铺来个提刀, 先划拉自己的五疯子, 也不敢再留, 呼拉一下, 全都四散逃开, 徐达见春鸭没事, 这才放下大刀, 怒道, 谁叫你一个人出城的, 你要是出什么事, 叫我跟你娘怎么活, 春鸭被难得恼怒的徐达吓了一跳, 乖乖认错道, 我错了, 我再不敢了, 一会儿回去定让婷姐他们送, 以后没事别乱跑, 徐达见春鸭散落在两颊的头发, 和被拉的有些乱的衣服, 也不忍心多责怪, 你要真有事, 一定要叫上你证书, 知道吧? 哎, 知道了, 春鸭今日也被吓坏了, 他只知道难民可怜, 可没想到的是, 人心复杂, 表面能看到的, 却不一定都是真相, 不过, 此时见到肩抗屠龙宝刀, 发型堪比金毛失亡的他爹, 原本的害怕, 也消散了大半, 崔都头这会儿才带着一队人赶到, 见徐达这么紧张女儿, 她也想做个顺水人情, 便说道, 这徐家闺女要去哪儿啊, 咱们反正, 今日是来城外执勤的, 顺道送过去吧, 那可真谢谢崔头了, 我正愁这丫头怎么办呢, 你是去你婷姐姐那儿吧? 徐达问春鸭, 是, 是要去大眼妆, 春鸭点头道, 崔都头皱眉确认道, 大眼妆, 是咱们卢县令家的那个, 你是去, 卢夫人, 就是我婷姐姐, 让我去帮下忙, 我娘明日要去那里, 给夫人们开个养生课, 今日得去准备准备, 对了, 崔大人家的夫人小姐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来听听, 就是这位置, 可能得坐得靠后鞋, 春鸭故意叫得轻腻, 也是想给她爹长长脸, 确立下咱们是卢县令的人的地位, 虽然卢县令可能不知道, 不过这不重要, 崔都头知道也行, 原来是徐大哥的夫人办的局啊, 我听我姑妈说了, 她明日也要去的, 说话的是那方仁义, 你姑妈又是谁, 崔都头此时只觉得自己这个队伍, 关心的是相当的错综复杂, 她此刻非常后悔, 昨天应该硬着头皮不罚徐达的, 把人还给罚到医馆里去了, 你看这事闹的, 我姑妈附加姓懂, 徐达和崔都头同时哦了起来, 原来如此, 怪不得如此阔绰, 原来这人就是董家夫人的娘家侄子, 今日吃了几口大惊的一行人, 把春鸭送到了大眼庄门口之后, 崔都头趁着春鸭还没进去, 又确定了下, 自家媳妇明日是不是能来摘星阁, 春鸭点头确定没问题, 崔都头这才喜笑颜开的, 左手搭了徐达, 右手搭了万人意, 并带着八人离开了, 春鸭刚要去摘星阁, 便被大眼庄门口等着的小丫头喊住了, 说是夫人正在大眼庄呢, 春鸭抬步便走了过去, 如今大眼庄里已经开始了春耕, 他们的耕也特别简单, 去年留的辣椒种, 全部种下便算是耕好了, 此时太阳已经出来了, 农田里的庄户正在先钓给种子保温的干稻草, 春鸭看着看着, 突然又有了心灵感, 赶紧跑去裴婷的小院子找人, 停姐姐, 停姐姐, 人还没进门, 喊先喊起来, 春鸭大概想让人家先有个准备, 这儿呢, 陪婷在院子的一个石桌旁跟春鸭挥手, 其实也不用挥手, 这院子不过六间屋子, 一堆人围在那里, 是人都看到了, 春鸭凑过去一看, 石桌上满满当当摆满的药材, 鹿龙, 虎谷, 野山餐, 蚵椒, 花椒, 加燕窝, 反正就是什么贵, 就有什么, 怎么滴, 停姐姐准备跟人祭堂抢生意, 春鸭调侃侃道, 陪婷轻推她一下, 娇称道, 我是这么爱财的人吗, 姐姐不是吗, 春鸭觉得, 裴婷如今对自己的认识不太够, 什么话嘛, 这些都是我娘家年前送来的节礼, 赵旧丽这些, 基本都要孝敬我婆婆的, 不过今年我只送去了一两盒, 如今这些放着, 反正时间长了也要坏的, 不如明天正好趁此机会卖了拉倒, 裴婷如今做着生意, 自己却因为要减肥, 要忌口, 反而过得简单了起来, 这些补品都不吃了, 这个, 那你今后叫你娘家直接送你钱的了, 他们去买, 给了你再卖, 这不是多此一举, 这你知道什么呀, 就比方这盒雪燕, 是人家商船从爪哇国带来之后, 我娘家直接从他们手里购得的, 一盒只花了二十两白银, 但在这儿却能卖上近百两, 当然, 官业能便宜一些, 但也是起码赚一半的, 裴婷说完, 又拿起一根根须完美的野山餐说道, 我娘送我婆婆的年礼, 被我拦下来了, 五十年能卖上个五六百两, 吹牙觉得这种东西, 还是自己吃了最保险, 万一放坏了, 不是白瞎了吗, 裴婷一笑, 露出一对酒窝, 说道, 我还有两根百年的, 这跟我想着, 反正放着也没用, 干脆明日找机会卖了算了, 还好当初因为想着要养病, 随手把百年人参放在了更衣箱里带来了, 不然损失可就大了, 这五十年的和百年的, 也差着远呢, 两人的对话, 听得一旁的姑妈妈一脑门子的汗, 这两位你说说, 一个想着吃了, 一样回事, 自家夫人从小锦衣玉时长大的也就算了, 可这春鸭居然第一个想到的是不吃该坏了, 真不知道这娃的爹娘怎么教的, 心真不是一般的大, 最终, 裴婷在春鸭的帮助怂恿下, 整理出了满满一大箱补品, 明日准备兜售给来参加宴席的夫人, 明日的餐点, 厨房里的仆妇也都订好了单子, 给两人一一过目, 都是张氏昨天说过的一些药膳, 还是按照西餐的方式上菜, 几道似的, 春鸭突然想起崔都头的事, 便跟裴婷打了个招呼, 加两个人, 裴婷只说, 这有何难, 不过每人云一口吃食的事, 他如今吃的限制多, 最好每人都跟他一起少吃两口, 春鸭笑他促瞎鬼, 裴婷说春鸭订的餐单太少, 好一阵笑闹, 直到庄头来回事, 春鸭看到庄头, 才又想起刚刚匆匆跑过来, 却被一箱子名贵药才给迷了眼, 忘记了的正事, 婷姐姐, 我有个事儿春鸭突感, 自己好像脸皮果然有些厚, 这会儿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裴婷端起茶杯, 喝口茶, 问道, 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直说就是了, 春鸭这才开口道, 那我直说了呀, 我想问你, 这两个会试弄庄稼养鸡养鸭的人, 主要我们家现在被我摊得扯太大, 如今正好春更, 我爷爷和两个叔叔都快被我知识坏了, 本想让我爹去牙行买人, 可现在外头乱七八糟的人太多了, 我们乡下又人口简单, 我就怕买的人不知根不知底的, 还未等春鸭说完, 裴婷便笑道, 我当什么事儿呢, 这事儿简单啊, 一会儿让庄头给你选户人家, 要会试弄鸡鸭, 要会种地嘛, 我知道了, 那个, 人太多也不行哈, 为乃怕费粮食, 春鸭撸了撸, 略显散乱的头发说道, 哈哈, 知道了知道了, 一会儿订给你选家好的, 月钱你不用出, 我这儿自会安排好, 行了, 你看你这头发怎得如此乱, 冠一奴给春鸭再输一下吧, 如今佛保佑成了摘辛格的管事姐姐, 姑妈妈也常常要去帮忙, 裴婷身边只留了冠一奴, 再多的丫头, 她也不想多要了, 唉, 这真是说来话长, 春鸭把今早的苦逼经历跟裴婷说了一遍, 裴婷大惊, 直问她被撸走了什么, 一会儿给她补上, 以后进出, 就都由大眼庄的马车来接送, 让她万万不要再一个人出城了, 春鸭这才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个, 卢走的, 是我的擦屁股纸, 秃, 裴婷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 还好顾妈妈眼疾手快, 把裴婷面前摆的人身给收走了, 不然一口茶耽误了好几百两银子, 不过顾妈妈收归收, 笑也是笑了个养岛, 别提年轻腼腆些的观音奴, 红着脸说道, 春鸭小姐还真是风趣, 别提了, 也是损失惨重, 好大一张, 我还特地从老宅带回来的, 是我二婶说这张做得特别平整服帖, 特地给我留的呢, 说来一张也能卖试好几文呢, 裴婷笑得直喊肚子疼, 故妈妈让春鸭别说了, 夫人都快笑撅过去了, 春鸭这才耸肩道, 不就是张擦屁股纸吗, 有那么好笑吗, 春鸭在裴婷这里吃过五十说要走, 妆头已经选好了一家四口, 带着人在大眼妆门口等她, 这家人, 男女都是三十多岁, 有个男娃十三四岁, 还有个女孩子十一二岁, 她跟春鸭说道, 这家姓邱, 男的叫邱大, 女的我们都喊邱大家的, 男娃叫邱娃, 女娃叫邱妞, 春鸭心想, 这不跟咱们家一样吗, 都是起名废渣, 妆头继续说, 选这家, 皆因他们家老是肯干, 男的农耕是把好手, 那辣椒, 就是他跟另两人一起想的办法种的, 去年收成就很好, 夫人说让邱大也去你们那头种辣椒, 这是种子, 春鸭小姐收好喽, 妆头把一包种子递给了春鸭, 继续说道, 邱大家的养鸡养鸭是好手, 听说春鸭小姐家里也养了些, 这些可以交给她, 另外, 秋娃如今也是壮劳力, 虽说种地比不上她爹, 但是有一把子力气, 另外, 秋妞针线功夫还可以, 夫人说放去造脂肪也行, 另外, 这几人的月前春鸭小姐不用出, 只管口粮就行, 听妆头那么一说, 春鸭就知道, 裴婷在选人家的时候很失用心, 心下感激不已, 心想着, 无论如何, 定要助裴婷走上事业巅峰, 她从腰封里搂出块碎银子塞给了妆头, 妆头推却了几次, 也就收了, 从大眼妆回到家中, 春鸭又开始发愁, 几人可怎么安置啊, 如今在县城将就上一晚, 倒是哪里都能睡, 可问题是, 去了三山村可怎么办, 啊, 好像被爷爷打断狗腿的日子, 又快到了, 正在春鸭一筹莫展之际, 徐达推门回家了, 老下工, 春鸭本想说下班, 可一想不对, 只能硬转折了一次, 徐达也没回答春鸭的问题, 见院子里站着几人, 便问, 这几位是, 我问停结姐姐的人, 帮爷奶他们春耕去的, 老宅, 如今, 还住得开, 徐达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办, 我会不会被我爷爷打死, 春鸭这会儿才开始发愁, 也是晚了, 这也不可能跟裴婷说, 我家没地儿住, 然后再把人还回去吧, 哎, 你让你书明天把人带回去, 带回去再说吧, 这个, 几位, 实在不好意思, 咱们家住房可能条件不是很好, 那什么, 可能要委屈几位一下, 徐达见几人站在院中很是局促, 便开口大话, 好让他们不要那么地紧张, 秋大达道, 没事没事, 咱们坐下人的哪里住不得, 都住得的, 那就好那就好, 那要不然今天, 先让石头和盖头住一起, 你们就住我盖头那屋, 先将就下, 明日回了村里再安排, 徐达想着, 明日的事, 就让徐老汉安排去吧, 今天先过了再说, 秋家几人自然没有意义, 很快就把盖头的床铺, 给搬去了石头那里, 春鸭说, 好歹等盖头回来呀, 尊重下人家的隐私吧, 徐达很自然地答道, 大小伙子, 要啥隐私, 不需要, 不存在, 没叫他自己搬是照顾他, 带到盖头下工回家, 果然, 还好没叫我搬, 哎, 大伯, 明日能让他们再帮我搬回去吗, 春鸭无语了, 他家的男人, 果然, 隐私都去喂狗了, 第二日, 来送菜的徐发, 收到的回礼, 是四个大伙人, 可把他气坏了, 他问春鸭, 春鸭, 你是不是对二叔有意见, 没有啊, 我很喜欢你呀二叔, 你这话说出来, 可伤我心啊, 春鸭觉得, 二叔好像有些要争宠的意思, 他这人很公平, 对老宅, 哦, 好像的确不是一视同仁, 那为啥你每次都把难题留给我, 你三叔昨日来, 你怎的没叫他带人回去, 还有, 你三叔来, 你怎么的不说要养猪, 这四个大伙人带回去, 吃得住的不都要安排妥当, 这费粮食不说, 还没地方住, 这不就是带回去找打吗, 春鸭无奈道, 误会二叔, 真的是巧了, 来来来, 我给你个秘方, 这个呢, 是我批发的奶奶的头巾, 这个呢, 是我私藏的爷爷的烟叶, 一会儿你回去就塞给他们, 他们一高兴, 这事儿就不会骂你了, 徐发半信半疑, 真的好使, 可, 好, 时, 乐, 你又不是没见我用过这招, 领不领你自己感觉, 春鸭如是说, 徐发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便把东西收入囊中, 带着人, 叽叽歪歪地走了, 他再三跟春鸭说, 以后有这种好事, 千万记得留给你三叔, 你也乃更喜欢你三叔一些, 春鸭点头说好, 没问题, 以后好事儿就留给三叔了, 等徐发赶着牛车带着人回到老宅, 跟蔡氏和徐老汉说明了这四人的来意, 惹得徐老汉又老当义壮追着儿子跑了一回, 徐发赶紧掏出春鸭塞给他的头巾和烟叶, 一股脑子给了徐老汉, 徐老汉更火大了, 你瞎货货什么钱, 这春鸭前阵子刚给我买了这么些东西, 你怎么又买, 当钱不是钱啊, 又是拎起烟杆敲了徐发两下, 徐发发誓, 真的, 再不会听春鸭半句了, 再听他就是狗, 可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这人还是得找地儿住啊, 这家关键还有男友女, 这可咋整, 还是蔡氏说道, 那你们让造纸房的那几个回来住, 这几个搬过去, 那里头不是有两间吗, 就给他们住, 那大哥他们回来, 李氏小声问道, 就让他们露天睡, 睡牛棚, 徐老汉怒道, 真是烦死个人, 天天地给他找事, 本来这立山脚下造院子的事他也不急, 等着春更结束了再说, 可这会儿人是一波波地送回来, 春更之后还要争摇曳, 现在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只能先去一家家问了, 有没有得闲的, 能上他这儿干上几天, 他这回吃巨资, 人工开到二十文艺人, 好歹在争摇曳之前, 把这事给办好了, 萨儿, 明日找你哥要钱去, 要他个五十两, 就说咱们要造房子了, 徐老汉恨恨地想, 这六间屋子不过三十来两银子, 可看着那破儿子就生气, 可不得好好敲他一笔, 徐志点头应试, 父子俩一边往立山走, 一边商议着房子的事, 可怜巴巴的徐发跟在后面, 春天的风, 怎么也如此的寒冷, 次日一早, 带徐志赶到文院街的时候, 徐达已经去了县衙, 徐志也不好意思问嫂子 执女要钱, 便跑去了衙门找徐达, 而此时, 徐达正被衙门请来的武师 折磨得生不如死, 如今这些新来的人, 每天早上先集合, 请了武师练功一个时辰, 连带衙门之前的名状, 又补录了一人, 一共二十五人, 分了甲乙丙丁物, 五个班, 由崔都头在各班指定了乙人做班头, 徐达是甲班班头, 万人义是乙班班头, 金钱的味道真香, 衙门口的造诣一听说是找徐达的, 知道崔都头跟这人关系很不错, 便热情地把徐志带了进去, 徐志略显惶恐地进了衙门二堂, 沿着连廊到了建在寓所外头的一片大轿场, 一眼便看到了徐达, 他也不知道大哥为什么半边没了头发, 由于徐达有些自然卷, 这半边短发就如被炸鬼一样捧在那里, 另一边则是一个歪斜的发迹, 此刻看着也马上要垮了, 不过更尴尬的是, 大哥扎的马步, 人家都是半蹲的, 只他大哥如蹲坑一般深蹲在那里, 武师也不好多开罪, 这造型很不符合规制的徐班头, 只能在一边叙叙叨叨地喊他起来些, 别蹲那么深, 蹲那么深, 腿上的劲儿也练不出来, 直到造诣喊了一声, 徐班头, 有人找, 徐达这才如蒙大赦般地站了起来, 一看是三弟来了, 跟崔都头打个招呼, 呼吱哈吱地跑了过来, 徐志见大哥这造型, 不知道先问他要钱还是先问问造型的事, 一时语色, 想半天只能说出个, 大哥, 这, 哎, 你是要问这头发呀, 我说另办了也不要了, 剪了拉倒, 我丈母娘死活不让我剪, 你们将就着看看, 我头发长起来快, 过些日子就好了, 对了, 你找我啥事, 徐达如今已经彻底放弃了形象, 越来越往奔放的方向走了, 徐志这才想起此行的主要目的, 爹说, 要造房呢, 趁着还没争摇曳, 先把屋子给建起来, 怕到时候找不到人, 如今不是春耕吗, 徐达问, 是, 不过有人家种得快的, 粮食没几日也种下去了, 瓜果蔬菜家里女人种就行了, 总有种的快的能抽出人来, 跌开了二十文一宫的钱, 估计愿意来的人应该不少, 徐志如此解释, 徐达点头, 行, 你们安排好就行, 那什么, 你找我就是说这事, 大哥, 那个, 前徐志见大哥根本想不到钱的事, 便只能自己开口了, 徐达眨眨眨眼, 咱家钱都是你大嫂管的呀, 你家就没碰到你嫂子, 我没钱的呀, 回答得如此顺流, 如此坦然, 也是让徐志对大哥的气管言,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真是白耽误功夫, 早知道就直接开口问大嫂了, 徐志说了一句, 那行, 大哥你先忙, 便走了, 徐达菲说徐志第一次来, 容易迷路, 一定要送他出衙门, 出了衙门, 还给他在对面街上买了俩烧饼, 自己也吃了俩, 这才拖拖拉拉的重新回了轿场, 徐志走了两步, 又回头喊了一句, 大哥, 你最近还是别回家呀, 这头发都没了半拉, 听说还是自己砍的, 他怕大哥被爹打残, 重新回到文苑街的徐志, 再次敲开了徐家的大门, 正赶上打扮一心的母女俩要出门, 问名原由, 张氏笑道, 以后要啥你直接说, 不用跟你嫂子客气, 五十两够不够啊, 春鸭, 给你三叔取个八十两吧, 你大哥说过, 答应了爹老宅再起一排屋子的, 这八十两咱们造屋子剩下来的, 就当是资助老宅造屋子吧, 春鸭雷了一声, 就跑去张氏他们房间里拿钱, 这张氏的私库藏在哪几个地方, 春鸭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其实张氏想的是, 丽山那边造个六七间屋子, 四五十两肯定够了, 但是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都是老宅几人在忙这事, 他们不出力, 好歹钱都出足了, 这样才不会有矛盾, 徐志连连摆手, 张氏事情多,脱不开身, 家里都靠你们两兄弟和爹在张罗, 我们已经是万般的不好意思了, 你可不能再推脱了, 张氏微笑说道, 没一会儿, 春鸭便把八十两银子 拿个了匣子装了, 塞给了徐志, 徐志这辈子都没拿过这么些钱, 一下子心慌意乱, 这么大个匣子, 他藏哪儿啊, 这外头也不太平, 瞬间就急得脑门冒汗, 最后还是张氏想了个法子, 用个搭连装了钱, 找了件盖头新做的外套, 这娃如金壮如牛, 徐志穿他的外套就整整大了两圈, 正好能掩盖里头藏了东西, 实在是给老宅银票还得出来换, 这才不得已让徐志带银子回去, 不然安全还是银票安全, 不过徐志看着也是个中田人, 虽说赶着牛车, 但是这牛车因为日日运送蔬菜积鸭, 也是脏兮兮的, 倒也不会让人起了这人是个富家翁的心思, 带几人刚刚装扮完毕, 就听门外有人喊, 张大夫,春鸭小姐, 卢夫人让我来接你们了, 原是摘星格的人来了, 张氏便叮嘱了几句徐志, 让他千万不要紧张, 便带着春鸭坐上了大眼妆的马车走了, 虽然被叮嘱过不用紧张, 但是徐志怎么可能不紧张, 牛鞭的把手处都快被他的手汗给腐蚀掉了, 见到路上零零散散的难民, 更是紧张的一下下的抽牛屁股, 那小公牛平日里也没挨过这么多鞭子, 气得他聊起题子, 就是一阵猛跑, 这一路回家, 比平日生生少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但徐志终于把脖子里的搭连给拿了下来, 交给了徐老汉, 才深深呼出一口气, 徐老汉一听说这搭连里有八十两, 便拍了拍徐志的肩膀道, 你大嫂还是比你大哥靠谱, 你也不错嘛, 比你二哥靠谱, 刚松完土回来, 想吃个饼子的徐发, 喝了口水, 拿到了饼子, 立上把镰刀就跑了, 他是不指望徐老汉夸他了, 只是不想此刻出现在徐老汉面前, 到时候又被老爹抓到傻把柄给骂一顿, 三山村的春耕, 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了, 但是因为春节结束之后, 只下了一场雨, 这开局便很势不顺, 各家都想着, 今年少种些水稻, 多种些麦子, 但是他们赫然发现, 他们老徐家今年, 连水稻都没种, 只种了麦子, 这家人家怪得很, 咱们种咱们的, 别管他们, 耕田就在老徐家隔壁的唐老二, 就这么跟自家儿子说, 不过, 村里也有人家是跟着老徐家, 全种了麦的, 不过也仅此一家, 就是春牙家隔壁的王家, 燕子他爹王老三, 是看着徐老大家日子一点点好过起来的, 他是相信徐家的眼光的, 春牙回来几次, 都跟燕子说, 今年恐怕要汗, 人家家长听了可能不当回事, 可王老三是记在心里了, 这会儿看徐家今年一亩稻子都没种, 他便也铁了心的跟徐家一样, 今年不种水稻了, 去年徐家秋收粮产量也好, 他还让李秀雅去问李氏怎么个欧肥法, 今年家里也欧了一尺鸡鸭肥, 希望哪怕是汉年, 也能跟着徐家干, 有个好收成吧, 燕子如今和三牛也在村树读著书, 每日见到徐英徐敏, 都要问问春牙有没有口信, 徐英都会笑说, 春牙忙得满世界打转, 口信很少, 真有事会自己跑回来的, 要说春牙忙得打转, 那也是夸张了, 不过小忙, 还是有些忙的, 就如今日, 刚到摘星阁, 张氏和春牙便被裴婷着急忙慌地 拉进了摘星阁的妇楼, 可进了屋子, 裴婷也不说话, 只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地看看春牙, 看看张氏, 张氏实在忍不住了, 问道, 婷妹妹啊, 你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啊, 咱们这局马上要开始了, 姐姐, 我今天下身, 有点不对劲, 好像是你说的, 那种下蛋啊, 春牙抬起了眉毛, 那你, 张氏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走, 进去里头, 我给你看看, 春牙继续抬眉毛, 嗯, 这位还听懂了, 其实这事就是张氏为了更形象生动地 帮裴婷描述排卵期这个事情, 也为了避免他说多了觉得尴尬, 所以才想出下蛋的正个说法, 今日正值裴婷排卵期, 所以生理情况跟张氏和他描述的很一致, 他便决定还是要问问张氏, 两人去了屏风后头, 那里面摆了个贵妃榻, 其实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检查, 只要看他分泌物, 算算时间就知道, 不用多时, 张氏便出来了, 春牙扭头问, 下了个啥蛋, 好好说话, 张氏轻拍了下春牙, 排卵了, 您确定, 春牙问道, 张氏点头道, 十有八九, 那怎么办, 把炉献令绑来, 给他来点春腰, 春牙的提议总是充满江湖气, 正说着, 裴婷便整理好了衣服, 走了出来, 脸色微红, 婷姐姐, 你要跟卢献令生宝宝吗? 春牙也是问得非常直接, 裴婷沉默两久, 一直不说话, 她很希望有自己的孩子, 可又困顿于跟卢献令如生一伙伴般的关系, 她不知道把孩子生下来, 是不是明智的选择, 张氏走上前, 轻轻搂住了她, 柔生说道, 这会儿也不用急着决定, 生孩子是人生大事, 我看你如今这体型也正常了, 排卵也有了, 这次没想好, 等下次也行的, 再说, 春牙不是常说有旱灾吗? 等过了灾年再生也来得及, 你还这么年轻呢? 是啊, 生了万一后悔了也塞不回去, 婷姐姐你是得好好想呢? 春牙说话, 就是这么的直接, 裴婷倒是被她逗笑了, 说, 知道了, 我会好好想清楚的。 三人这才出了妇楼, 去了湖畔连郎, 没多时, 受邀的众夫人小姐便陆续道了, 湖畔连郎里, 春风和煦, 环佩叮当, 笑语艳艳。 张氏特地问了, 乃家是崔夫人家, 长桌最边缘, 站起两位明显与这里头的夫人, 穿着相比要刺一些的妇人, 张氏笑着走过去打招呼, 让他们千万不用拘束, 因为她家相公还比崔都头低等呢, 这儿就是大家说说玩玩的地方, 不用紧张。 她还让春鸭也做那头, 陪陪崔夫人和崔姑娘。 不胜言语的崔夫人感激不尽, 崔小姐便和春鸭小声地交谈了起来, 原听崔都头说要来这摘心阁, 崔夫人是不肯的, 明明是两个世界的人, 为啥还要往前凑? 可她一打听, 说是这里头, 隔墙还能到三山书院的学子。 要说崔都头, 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好不容易叛来个闺女, 为啥崔都头那么想要闺女? 因为三个儿子统统长得像她, 高耸的眉毛, 巴掌宽的眉巨, 牛大的鼻孔, 才长到十三四岁, 就满脸胡茶, 看着就来气。 所以她一直想要一个文文静静, 娇娇柔柔, 跟自家媳妇一样, 闲静柔软的小姑娘, 最终, 还是被她叛到了。 所以, 崔都头家虽然条件一般, 但是对这个女儿是很宠爱的。 如今崔姑娘已急急, 崔夫人娘家保了个眉, 说男孩子是在三山书院读书, 体格强健, 为人忠厚, 虽还没考取功名, 但是功课不错, 考秀才不在话下, 举人老爷收定也行。 昨日崔夫人得了消息, 本也不欲来, 可转念一想, 便去问了眉人, 能不能让那小伙子 今日去醋局场踢球, 头戴一根桃木发簪, 上头绑根红绳, 到时候他们母女 也能看看这小伙子的人才样貌, 没人当即就硬了, 所以这才促成了崔夫人今日之行。 春鸭和崔姑娘聊了没两句, 张氏便在站起身, 清了清嗓子, 准备开奖了。 一时间, 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只听张氏在上头缓缓地说了一些 女性生理健康的常识, 还有一些平日可以煮水炖汤 喝的药材食物, 又科普了一下 有什么样的生理表现, 请大家一定不要怕羞, 要及时找大夫就医。 一堂课讲了小一个时辰, 娓娓道来, 偶有年纪大些的夫人提问, 张氏也应答自如, 最后结束的时候, 赢得了一众夫人的赞许无数。 但是这堂课里, 走神的也不少, 比如崔姑娘, 比如裴婷, 春鸭知道崔姑娘此行的目的, 这讲座一结束, 便问了佛保佑今日 有没有空的二楼包间, 让崔夫人和崔姑娘上去看看。 佛保佑翻了翻小丫头递来的本子, 说今日正好夫人们来着养生局的人多, 二楼包间倒是空了一间, 她笑着让春鸭放心, 定会照顾好崔家母女。 崔夫人拉了春鸭的手连谢几声, 她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小姑娘, 怎么会跟县令家的管事姑娘这般熟人, 回去还得跟自家相公好好说说, 得多多照顾徐家的人, 她看着这徐家的夫人小姐, 人品气度都是极好的。 而另一个走神的裴婷, 是走神走的, 连最后都说她那些宝贝补品的事都忘了。 还是春鸭说了句, 听说婷姐姐手上好货多,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眼, 裴婷这才如梦初行, 让冠衣奴着人搬出了药箱。 有知道裴婷家买卖这些补品的夫人, 便说让裴婷让出一些给他们, 一来卖裴婷的面子, 二来, 东西看起来也着实不错。 裴婷便顺水推舟, 一笔市面上低上一分的价格, 卖空了一箱子的补药。 比起春鸭忙着买卖不同, 张氏今日却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董夫人问问, 她家铁到底干了啥好事, 董夫人又是送礼, 又是送点心的。 见张氏特地来问, 董夫人原不想多说这些家事, 再说今日人多口杂, 她也怕自家私隐被人听了一两句, 拿去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便邀了张氏明日去董府一句。 张氏本想婉拒算了, 因为听董夫人口气, 也不像是对他们家有什么企图, 那她就放心了, 再加上如今人际堂里的确忙得很, 她也不好意思接连请假。 可董夫人却说, 家里有个孩子病了, 想让她去看看, 张氏思虑再三, 觉得既然是孩子生病, 那倒是应该去看看, 便也硬了下来。 一箱补贫, 最终倒卖了三千五百两银子, 还是春鸭点好了递给裴婷的。 裴婷伸手接过春鸭递过来的银票, 转手又塞了五百两给她, 说是卖东西的分成。 春鸭哪里肯要, 裴婷就硬要给, 两人撕把扮想, 裴婷突然道, 蓝姐, 我想好了, 我要生孩子。 春鸭反倒一惊问道, 这么突然的吗? 对,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赚那么多钱, 好像也没什么花的去处, 不如生个孩子给她花呀。 裴婷说完, 看向张氏, 张氏点头道, 养孩子, 的确, 很费钱。 那蓝姐, 我需要做点什么准备吗? 裴婷脸色微红, 这个, 你跟卢县令, 如今, 还同房吗? 张氏有些为难啊, 崔晴的药道也不是没有, 可问题她总是觉得 用药激发的情欲 会影响娃的质量。 裴婷脸色更显潮红, 今生回到, 自我来了大眼妆, 便没同房过。 在这之前, 也只是完成自己 奋力内的事而已。 不过, 这事如今也不难办, 我让她来拿钱, 她定会来的。 到时候, 点上一炉香, 喝上三杯酒, 也就行了。 她其实也不抗拒我, 只是, 没什么真情而已。 说完, 裴婷的脸色 微笑地看着张氏, 张氏也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她, 只说让她放宽心, 防湿之后 用枕头垫在腰下垫一会儿。 裴婷点头说了声好, 突然像想到什么, 拉着张氏说, 蓝姐, 咱们去评评 我带来的香吧, 我日常并不太用这些, 不过如今, 手里这家男香, 是我嫁过来的时候 的陪嫁之一, 我婆母也不知道 这香极为难得, 只当是什么 不值钱的百贱, 便没有抢去。 到时候点了, 借她儿子的一个种 倒也不为何, 你们给我参详参详, 今日, 我就想约她来。 春鸭对这种 华而不识的东西, 也实在是, 很有兴趣。 谁叫人家 这种东西贵呢, 管它实用不实用, 只要之前她 都有兴趣, 便怂恿了张氏 一起去品香, 顺便又提议, 咱们下次活动, 也可以用品香来做主题。 三人说说笑笑, 到了大眼庄, 进了裴婷的小院子, 观音奴拿出了 个金丝楠木的匣子, 里头装的是什么, 张氏和春鸭 也没凑过去看, 只坐在裴婷书房的 圆桌旁等着, 母女俩人的想法 倒是很像, 人家的东西, 给你看你才看, 没给你看, 你等着便是。 就见裴婷起身, 走到观音奴旁边, 轻声说了一句, 观音奴把金丝楠木的匣子 放在了书房的长岸上, 转身去博物架上 取了个流金浮雕花卉纹的 三足香炉, 裴婷燃了香, 转身朝春鸭招招手, 春鸭起身走近一看, 就见香炉里, 生出一缕鸟鸟青烟, 淡淡的木质香调, 在房间里慢慢弥散开来, 张氏起先并没有凑近, 可越闻越觉得不对, 走到香炉跟前, 拼命吸了两下, 因为吸得太过猛, 还呛了两下, 打了一串喷嚏之后, 才问裴婷, 这香, 叫什么? 嘉南香, 沉香中的极品, 但是我如今手里的这块, 是快紫棋, 好则好矣, 但也不算是顶级, 裴婷说完, 轻轻吸了一下鼻子, 他虽不好香道, 但在规格之中也学过一二, 这香, 的确是好香, 张氏解下腰间, 一个小荷包, 掏出那块铁头, 上次回香的时候, 从后山挖来的玩意儿, 这东西, 他主要觉得挺好闻, 就戴在身上当香薰了, 本想问吴掌柜的, 可每日去医馆, 都忙得搅打后脑勺, 天天想问, 天天忘了问, 过了几日, 便彻底忘了这回事, 倒是把这东西, 当成香薰包一直带在身边了, 他把那块玩意儿递给了裴婷, 裴婷接了过来, 翻看了很久, 才问到, 蓝姐从哪儿得来的这东西, 张氏犹豫了一下, 说道, 说出来怕你不信啊, 是我家狗叼来的, 其实他也没说谎, 铁头说是他跟大金一起挖的, 那极有可能真的是大金挖到的, 裴婷闻言笑了出来, 说道, 狗挖的呀, 那倒也有可能狗鼻子铃嘛, 这块肯定是嘉南香, 但是到底是紫棋还是绿棋, 我实难判断, 蓝姐要是信我, 把这块香留在我这里, 我帮你找人问问清楚, 春鸭只想问, 这玩意儿很值钱吗, 你知道龙咸香吧, 一千二百两亿斤, 但是因为只能皇家所用, 所用多少钱跟我们其实没关系, 反倒是这绿棋, 皇家用的, 百姓也用的, 所以如今价格高得令人扎舌, 这么说吧, 我这紫棋如今是一千两亿斤, 而这块如果是绿棋, 价格我也吃不准, 只能说是天价了, 裴婷说完, 又拿起手中的嘉南香, 看了又看, 最后让观音奴去找了个匣子, 装了起来, 张氏只说没有不信裴婷的道理, 便把香留在了大眼妆, 带着春鸭走了, 春鸭跟在张氏后头, 只觉脚头轻得吓人, 怎么滴, 这就又发财了, 娘, 我明日要去烫乡下, 春鸭突然出声, 把走在前头的, 也想着心事的张氏给吓了一跳, 张氏转头问道, 回去干嘛, 又想怎么折腾你爷爷, 不是, 我想回去看看, 我家祖坟有没有冒清烟, 顺便再去后山看看, 把能挖的都给挖回来, 张氏回道, 不行, 这清烟后日再去看也行, 明日你得陪我去趟董家, 春鸭虽然心急如焚地想回去挖挖挖, 可张氏的话, 就是行动的指令, 她也只能先按捺住自己, 想往老宅跑的腿, 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春鸭母女被送回文苑街之时, 发现徐达又已经回家了, 张氏好奇地问道, 我说你这牙医, 未免做得也太清闲了吧, 你儿子还没下课, 你就下班了, 咱们巡接之后五个班轮值的吗, 你猜怎么着, 今天又没轮到咱们假班, 你说气人不气人, 哈哈哈哈, 徐达还觉得挺得意, 张氏没好气地说道, 你走后门也别走得那么明目张胆, 一会儿人家该急恨你了, 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我知道, 所以今日下牙之后, 我让弟兄们都去咱们十四吃个便饭, 男人嘛, 一顿酒一喝, 啥事都没了, 主要是崔鲁头那儿马上要分派人手去争摇曳了, 我跟你们说呀, 咱们县所辖十几个镇子, 统共就四个镇子筹集齐了银子, 那没筹到钱的, 就不造水库了, 春鸭问道, 徐达点头, 是啊, 现在卢县令就是哪里先筹到钱, 哪里就先开建水库, 还好咱们跟安远寺是一个镇的, 有大和尚奔走筹款, 已经筹集了五千两白银, 卢县令那头大概多少也能拿个几百两出来吧, 咱们镇十个村, 加上镇上的人也就三千来人, 这些银子修个够, 咱们镇用的水库应该是够了, 如今这种水利的人, 还得从扬州什么的地方去借, 反正筹办起来, 没个把月是不行的, 我就准备先跟崔都头打好关系, 到时候监工就去咱们镇, 到时候老宅不管二帝还是三帝去扶姚义, 我也好多照顾照顾, 春鸭点头道, 这样挺好, 有您照着, 也乃也放心, 那可不, 徐达甩了甩如今不可描述的头发, 那我先走了呀, 一会儿可能晚些回家, 张氏从自己的小药箱里掏出个瓷瓶, 倒了颗仙丹出来, 递给徐达, 吃了这个去, 金大夫心搓的药丸, 饱干礼器的, 徐达接过药丸, 直说还是媳妇好, 一口吞了下去, 便去了十四, 这弟兄们吃饭, 吃的就是个热闹, 二十五人加上催多头二十六人, 徐达开了三桌, 一个包间放不下, 索性放在了前头大厅里, 反正晚上来的人比白天要少, 弄得竹屏风, 略微一格, 便是个大包间了, 饭菜算不上精致, 不过只是家常小菜, 胜在味道不错量又大, 最关键的是, 酒管够, 这些名状, 除了万人义和徐达这两个宝货, 别的大多是贫苦人家出身, 有酒有肉有米饭, 那就是盛宴了, 徐达还喊来康平之和石头, 跟各位同人见礼, 这些衙役们三杯酒一下肚, 便直说康平之和石头, 以后就是自家自职, 有什么事, 招呼一声就行了, 而这会来吃晚食的, 大多住在这周边, 见着春兰十四里头, 今日来了三桌官爷, 小老百姓哪里分得清什么名状不快, 只知道都是穿了官府的衣服, 提着大刀的, 心想怪不得这十四地段不怎么样, 生意倒不错, 原来是跟县衙里头关系紧密啊, 以后哪怕吃到跟头发鸡毛的, 自己滑拉掉也就算了, 可不能跟他们太过计较, 不过话又说回来, 虽说人家有背景, 这菜啊发啊的, 给的量, 烧的味道, 也是不错的, 还挺低调, 不错不错, 以后还是得常来, 一顿酒之后, 先前心里头有些抱怨, 杂甲般老轮不到职手的几位, 也不抱怨了, 这好酒好菜吃的, 多轮两天就多轮两天了, 有啥呀, 不过费几步路而已, 这几步路换来一顿酒, 值了, 徐达趁着酒进, 也跟崔都头提了提要去自己镇上做监工的事, 崔都头胸板拍得胖胖想, 徐兄, 今日我媳妇去了你媳妇办的那什么会, 跟我说, 好的很, 你媳妇好的, 很你闺女好的很, 我相当满意, 这事绝对没问题呀, 到时候就你假搬去那镇, 你们那镇叫啥来着, 见崔都头喝得有点迷糊了, 徐达马上提醒道, 你就去, 崔都头眼神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我跟你说啊, 我那闺女也是娇养长大的, 回来说相看的小子, 不错, 好, 还说你闺女照顾她颇多, 好, 来来来, 大哥再敬你一杯, 我闺女这事妥了, 我也就放心了, 说完, 拿起一口钟, 养头就干了一杯, 徐达跟着也喝了一杯, 行, 咱闺女满意就行, 带到酒聚散了, 二十六人一共喝了二十坛酒, 屋子里简直酒气熏天, 徐达是被康平之河盖头石头用罗车给拉回的, 张氏安顿好了徐达, 听那震天的呼噜声, 今日睡在这房里, 是没法好好睡了, 便抱了枕头铺盖, 跑去跟春鸭睡了一晚, 没想闺女呼噜倒是没用, 可翻了身, 还得坐起来翻, 翻身不算, 还三百六十度的转, 她都就想不明白了, 去老宅睡的时候, 徐莹到底是怎么过的夜, 下次必须好好问问她, 次日起床, 徐达一睁眼, 居然看到枕边没人, 顶着个朋克头出门找媳妇, 一坐起身, 头晕目眩, 差一点吐了, 她缓了好一阵, 才把到嗓子眼的干脚给重新吞了回去, 再不敢猛地坐起来的徐达缓慢地起床, 慢慢地把自己给挪到了门边, 开了门, 抓着门框, 见张氏正好从院子里走过, 娇弱地喊了声, 媳妇, 张氏看看她, 说道, 大爷醒了呀,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点某的时间, 还差一刻, 你再磨蹭, 今日恐怕又要被罚跑圈, 听到这话, 徐达立刻站直了跑出门去, 打了盆冷水洗脸, 好让自己清醒清醒, 张氏递了碗温热的蜂蜜水给她, 喝了吧, 一会儿稍微吃点粥再出去, 徐达感动到热泪盈眶, 直说有媳妇的男人像个宝, 把旁边春鸭几人恶心地直打机灵, 直喊受不了, 只张家旺和盖头, 稀里呼噜地喝着她的粥, 完全不对外界所打扰, 众人吃不完的荷包蛋被他俩给包圆了, 一个早上一人吃了五个蛋, 看得闻事直皱眉, 这俩孩子, 是忘了这蛋也是要钱的吧, 一家人吃饱喝足, 各自出发, 各奔前程, 张氏和春鸭今天如约去了董家, 这董家坐落在碟桥巷, 一个宅子站了大半条巷子, 另外小半条巷子里头住的, 大多也是董家的远方亲戚和各种管事和妈妈, 董家的私塾也在这巷子里头, 张氏和春鸭先送了铁头和张家旺去了私塾, 见到了传说中的魏先生, 魏先生五十来岁的样貌, 面带微笑, 手持一把戒指等在门口候着孩子们, 张氏上前跟魏先生打了招呼, 魏先生倒也不似老学旧班的搞什么男女避嫌那一套, 得知是徐欣的娘, 张家旺的小姑, 倒也直言不讳地表示, 两个娃娃读书上天赋也不过平平, 不过加把劲, 努努力, 考个秀才是没问题的, 张氏倒是没指望铁头和张家旺能考到什么大功名, 毕竟徐达就是基因,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算聪明, 就别要求娃太多了吧, 他就希望这俩孩子能生理心理都健康, 别做文盲, 那就可以了, 跟魏先生说了一会儿话, 来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张氏这才带着春鸭告辞了, 母女两人到了董家大宅门口, 张氏敲了敲脚门, 门开了, 出来个小丝, 扫了张氏一眼, 问道, 你找谁? 张氏也不生气, 跟着看门的小孩生气不过来, 不卑不亢地答道, 是董夫人邀我来的, 我夫家姓徐, 不过如今在仁祭堂坐枕, 也有叫我张大夫的, 不知道你家夫人, 告诉你们的是哪个名? 哦, 是张大夫, 夫人是亲自交代过, 说您来了, 让直接带您进去, 请跟我来吧, 小丝宫生做了个请, 让出了道, 让张氏母女进去了, 董家这宅子, 占地颇大, 春鸭刚刚从这外围走到私塾, 估摸着这战地不比暗远似小, 可进到宅中, 他发现他想简单了, 这分明就是个宫殿啊, 母女俩此时只觉是进了活着的博物馆, 跟着小丝一路走过了开阔的正厅, 从旁边的游廊到了垂花门前, 小丝喊了守门的妈妈, 轻声说了两句, 那看门的妈妈便朝张氏点头微笑说道, 张大夫请随我来, 张氏便又跟着这位妈妈往里走, 越往里走, 平台楼阁, 假山其实越是多, 齐花一草环绕其间, 走过一座九曲桥, 又走过两座小拱桥, 春鸭和张氏被绕的已经失去了方向感, 此时春鸭的想法只有一个, 他真是服了他家阿提了, 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进入这董家内院的狗洞的, 下了拱桥, 前头便有个小花厅, 开门的妈妈停了下来, 那拱桥边另有妈妈后在那里, 张氏和春鸭又一次被转手了, 是被运送的货物, 没错了, 拱桥边的妈妈迎上前说道, 张大夫辛苦了, 请随我来, 走了半日的张氏心中暗暗吐槽, 不随你来, 我也得迷路, 面色却依旧如常, 笑说劳烦妈妈带路了, 拱桥妈妈带母女两进了花厅, 董夫人此时正等在花厅里, 张大夫, 这边坐, 董夫人也不是个太有架子的人, 四十来岁的年纪, 保养得宜, 猪圆玉润, 皮肤白皙, 张氏跟她客套了两句, 春鸭坐在一边一门心思, 吃着丫头端上来的茶点, 吃到一道好吃的薄称, 吃完还问人家丫头, 姐姐这个还有吗? 我还要一份, 丫头抿嘴一笑, 道, 小姐稍等, 我马上去取, 张氏扶了这丫头, 来人家做客, 还倒是饭馆吗? 只能跟董夫人说道, 这丫头被家里头惯坏了, 没什么规矩, 夫人见谅, 哪里哪里, 徐小姐一派天真, 很是小姑娘该有的样子, 董夫人说完, 拿起盖碗, 撇了撇上面的茶叶, 喝了一口茶, 因昨天说了, 今日来是为了说铁头那些赏的, 可张氏见董夫人也不开口, 她却并不喜欢如此绕来绕去, 说上重点, 一会儿她还要去人际堂呢, 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董夫人, 昨日我问您的事, 您这会儿是不是方便说呢? 要是不方便, 她也不勉强, 看着董夫人也不是个事儿精, 她也不遇再多追究了, 人家总有人家的隐私不是? 董夫人听张氏这么问, 思虑了下, 跟身边的丫头说道, 你们都退下吧, 只留成妈妈就行, 丫头文言道是, 都退出了花厅外, 然后董夫人才开口说道, 贵公子找出来的, 是我们家的一份地契, 地契, 夫人家地契, 埋地里吗? 春鸭想这倒是不错, 尘归尘, 土归土, 地契就埋地里头, 哈哈, 这个真是说来话长, 这份地契, 是咱们家老太爷创业初始买的第一个桩子, 咱们刚开始, 是在南方做水果生意的, 董夫人解释道, 春鸭眼睛一亮, 问道, 夫人家是在广东, 你怎么知道, 董夫人也是很惊奇, 你家吃的这个博称, 是南方小点呢? 春鸭笑答, 董夫人点头道, 是的确是咱们老家的点心, 咱们家那桩子, 以前种的是荔枝, 原也就一百多亩地, 后因咱们种的荔枝味甜的大, 很受大家欢迎, 所以便扩建不少, 如今已有千余亩, 要说, 这千余亩地, 闻也没什么, 可这是咱们家发家衣食便有的, 可以说是咱们家的梗, 我公爹, 就是咱家老太爷, 在去世之前一年, 也有些糊涂, 这块地的地气一直在他手里, 后来他东藏西放, 放去了哪里, 直到咱们老太爷去世也没找着, 这丢了地气的消息,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透露了出去, 便被广东的本家知晓了此事, 他们便说这块地, 是太祖手里留下来的, 张氏皱眉道, 那这气, 衙门不都有备案吗? 这也不能空口白话瞎说吧, 原也是这个礼, 但是咱们家酒部居广州, 但是本家那头在那里势力不小, 还有几位当官的后生, 所以这事咱们眼看就要吃闷亏, 还好, 那头刚说要提告, 咱们这边就托贵公子的福, 把这地气给找到了, 老爷已经找人着手去办这事了, 那庄子, 十有八九是可以保住了, 董夫人说完, 跟旁边的陈妈妈又亲生说了一句什么, 就见陈妈妈去门外喊了个大丫鬟, 干什么事去了, 张氏笑道, 我那小儿子调皮得很, 带着我们家大惊整日的乱跑乱挖, 却没曾想倒是也能帮上董夫人的忙, 也是老天有眼, 这庄子该是董夫人家的, 谁想打主意也没用, 我看贵公子倒是机灵得很, 找到那气谁都没给, 就装给了我, 董夫人笑答, 春鸭此时正在一旁抓而挠腮地想插话, 张氏见她如此, 便说, 你想说什么呀, 做每一个坐相, 我就想问问董夫人, 您家那庄子种的是荔枝啊, 春鸭看向董夫人问道, 董夫人有些不明所以, 点头道, 是啊, 可惜这儿离得远了些, 不然到了时节, 还能请你们去荔枝园品尝一番, 改天我自己去呀, 春鸭毫不客气, 如果有机会的话, 董夫人, 如果我们去, 您能给我写个帖子吗? 姑娘有机会去广州的话, 就来找我, 我给你写帖子, 你去找了庄头, 喜欢吃, 尽管自去摘了吃就是, 董夫人觉得这女娃也挺有趣, 说得好像真的能去一样, 春鸭点头道, 那就先谢谢董夫人了, 张氏看看她, 知道她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 不过此刻也不宜戳破, 回家再问也来得及, 几人交谈了没几句, 就见刚刚走开的那个大丫头, 拿着个托盘进来了, 董夫人是一尘妈妈, 把托盘上盖的红布给掀开, 就见上头整整齐齐马 放着白花花的银子, 张氏当下就有些不快, 不过还没到怒不可遏的地步, 只冷了声音道, 董夫人, 其实我家铁头这事, 我不过只是好奇问问, 我今日来主要也并不是为了问这事, 昨日只依您说家里有病童, 依着人心, 我只想着, 耽误什么都不能耽误孩子, 这才是我今日来的主因, 至于, 这钱, 我是一点都没起过如此的心思, 要说之前您送到我们家的东西, 我们收了, 那日真是巧了, 你们送来的时候, 我们正巧要回乡, 怕一来二去耽误了, 也怕送东西的妈妈, 别话, 便收了下来, 如果让您误会, 我们是冲钱来的, 那就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就不打扰您了, 告辞, 春鸭, 走了, 张氏说完, 转身就走, 春鸭一脸崇拜地迈开小短腿, 跟在张氏身后, 张大夫, 您请留步, 董夫人站了起来, 实属误会, 实属误会, 还请您留步, 帮我看探我家女儿, 董夫人原也并不是觉得张氏是来要赏钱的, 就詹兴格接触的几次, 他觉得张氏人品是可以的, 不至于钻在前眼里, 但是他这人就是这个毛病, 想要表达感谢, 又不知如何感谢, 便只会一味拿钱出来表示, 没想却惹恼了张氏,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张氏一听, 生病的还是个女孩, 便停了脚步, 转身道, 别的话, 我也不予多说, 只想告诉董夫人, 咱们家虽然没什么钱, 但也不至于上门讨药, 但是大人的事是大人的事, 我不会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贵府小姐得的是什么病, 可能起床, 若不能起床, 请哪位引我过去也行, 董夫人没想到, 这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大夫, 却有这般气势, 堵得她一时无言以对, 可想到女儿, 又想到人家说, 这张大夫擅长小儿疑难杂症, 她也只能收敛了脾气, 说道, 可以走, 陈妈妈, 带小姐过来, 陈妈妈应了一声, 出了花厅, 厅离时间只留下了董夫人, 张氏和春鸭三人, 因刚刚张氏杠了董夫人几句, 人家董夫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夫人, 这脾气也不是没有, 便也没开口说话, 春鸭反正只管吃点心, 张氏也坐着不吭声, 花厅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 连今年的老蚊子飞到门口, 都掉转回头, 飞去了花园, 时间过得如永恒一般的缓慢, 带陈妈妈好不容易带着小姐来了, 花厅里的三人都松了口气, 春鸭是为自己的肚皮松了口气, 吃了那么多点心, 她都觉得自己快爆炸了, 她倒也不是真的多想吃点心, 只是不吃点心又能干吗? 呆坐着, 岂不是更尴尬? 早知道就不来了, 坐在这儿尬得要死, 不如回去看祖坟。 见董小姐来了, 春鸭突然很无厘头地问了一句, 董小姐家, 养马了吗? 别人没听懂, 张氏可是听懂了, 怒瞪了春鸭一眼, 春鸭这才缩了脖子, 说, 我瞎问一句, 别当真别当真。 董小姐是哪儿不舒服, 跟我娘直说就行。 春鸭见着董小姐, 张氏和春鸭对视一眼, 两人心中都打个问号。 张氏走到董小姐面前, 与她对视, 董小姐却依旧目视远方, 不与张氏对视。 张氏抓住董小姐不停翻动的手, 却没想, 董小姐却激动了起来, 正拖了张氏的手, 跑出了门外。 也不走远, 就在外头的小花园里, 一圈圈都圈子。 董夫人眼中渐渐含泪, 对张氏说, 张大夫, 不瞒你说, 为了这孩子, 咱们也是寻遍了各种办法, 名医且不说了, 江湖述势, 和尚道士也不知请了多少, 可就是如丢了魂斑, 从未见好。 董小姐现在吃饭穿衣, 能自己来吗? 张氏问道, 并不能。 董夫人摇头, 春鸭凑到张氏身边, 小声问, 孤独症。 十有八九。 张氏小声回答, 董夫人见母女俩这般模样, 忙问, 张大夫知道小女的病症吗? 这能治好吗? 不能。 张氏摇头。 董夫人的眼泪瞬间溜了下来, 我总是抱有奢望, 可。 但可以改善, 张氏说道, 如今做复健训练已经晚了, 但是也不是说一定不行, 起码, 如厕吃饭, 一般的说话, 叫爹叫娘, 总要试着练一练。 可咱们教了无数遍, 她的董夫人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张氏道, 这也有方法的, 待我教你们, 你们就知道了, 但是这个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也许要用两三年, 三四年, 这个花的都是精力。 我今日人气堂还有事得先走了, 耽误了太久, 那头等的人很多。 你们如果下定决心要来改善董小姐的情况的, 那明日下午带她来人祭堂, 到时候我再跟你们想说。 董夫人自视应好, 说明日一定亲自前去, 张氏起身要走。 董夫人最后问道, 张夫人能否告知, 我而得的是什么病? 张氏叹了口气, 回答道, 孤独症。 董小姐, 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说完, 带着春鸭走了。 只留董夫人呆立在门口, 看着小花园里, 来来回回兜圈子的董小姐。 张氏带着春鸭往外头走, 本应有管氏妈妈或者丫头带路的, 但是因为董小姐突然在花园里乱跑起来, 董夫人又扶着门框, 哭得不能自已, 所有管氏妈妈和丫头的注意力, 全集中在了这两位身上, 根本顾不上张氏和春鸭两人。 母女俩在这犹如迷宫般的董家后院转来转去, 也不知为何, 这偌大的院子, 路上居然没遇到一个丫头。 张氏暗暗发誓, 以后真是请她来, 她也不会来了。 你啊, 要不咱们翻墙吧? 春鸭也是真的忍无可忍。 张氏看看那三四米的高墙, 心里其实也想翻出去了事, 奈何能力不足, 只能扬怒道, 不行, 也没个体统。 可春鸭三步两步, 蹬在墙上借了两次力, 便翻身骑上了墙头。 一系列动作看得底下的张氏目瞪口呆, 问道, 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 我天天晚上练习啊, 你们睡了, 我就翻墙娃。 春鸭得意地说道, 后面又加了一句, 娘, 你们以后动静小点, 别再折腾出什么弟弟妹妹了, 您这都高龄产妇了。 张氏老脸一红, 闭嘴闭嘴, 谁要跟你说这个? 赶紧地, 把我拉上去。 虽然春鸭如今翻墙是可以了, 可是人小手短, 拉不到张氏, 还好他们这会转道的地方, 是董家专门放盆井的小院子, 里头放了不少花架。 张氏找了个看着挺结实的花架, 爬了上去, 春鸭奋力拉住了张氏,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才爬上了董家的围墙。 可正当他们要跳到另一边之时, 只见铁头大金和张家旺 却在墙底下看着他们。 原来, 董家的这堵墙, 就是跟董氏族学共用的, 春鸭母女翻墙, 给翻到学校里来了。 私塾这一片是个空院子, 一般没人来, 只铁头和大金, 喜欢挑没人的地方, 挖来挖去才会来。 如今张家旺也加入了 他们的挖来挖去小分队, 所以正值课间休息, 三人正好来这儿玩, 就见娘, 小姑和姐姐也不知为何, 骑在了墙头上。 场面, 忽而有些尴尬。 娘, 你们在做甚? 铁头打破了沉默又尴尬的气氛。 哈哈哈哈, 也没啥, 就是, 哈哈哈哈, 看看风景。 张氏不知道如何说自己迷路了, 只能跟着春鸭翻墙而出这事。 春鸭倒是很坦然, 反正自家弟弟嘛, 又无所谓, 咱们在里头迷路了, 绕不出来, 只能翻墙了。 张氏很想拍春鸭一把, 可碍于如今两人这处境, 还是太平点吧, 别一会儿给春鸭拍下去了。 哦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去了一处墙角, 巴拉开了一堆杂草, 钻了过来。 可你们为啥不在这儿? 这就是铁头发现的那个洞。 春鸭诧意道, 这洞居然没填上。 填了呀, 又被咱们挖开来了。 铁头回答完, 又钻了个来回。 张氏都快疯了, 低声呵斥道, 别钻了, 赶紧回去。 铁头呜了一声, 又重新钻了回去。 张家旺原不知道有这个洞, 他本来就是个皮大王, 看到个狗洞怎能不钻, 于是铁头钻了回来, 张家旺又钻了过去。 骑在墙上的张氏气得简直要晕绝, 他觉得跟春鸭上墙 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怒道, 张家旺, 你给我钻回去。 然后他转头跟春鸭说, 怎么下去? 赶紧的。 哦, 娘您稍等啊。 春鸭挪动了下屁股, 慢慢把左腿跨过了墙, 用手肘撑住了, 一点点往下探。 看得张氏都快晕过去了, 他已经生不起那气了, 只无力地问道, 你练功, 是这么练的吗? 这不才练到上墙, 没练到下墙了吗? 说完, 身体一点点下探, 直到整个人都拉直了, 才一放手, 摔了个屁股蹲。 还好人是翻过来了。 娘, 你快下来吧。 春鸭朝张氏招招手。 那洞边, 张家旺还没钻回去, 铁头又钻了过来, 说是喊张家旺回来, 大金也跟着进去了, 见人多热闹, 还高兴地叫了两声。 张氏这人有点恐高, 这上墙的时候, 一门心思往上看, 倒是没觉得什么, 可下墙得往下看啊, 他就有点不太赶了。 一时间, 骑虎难下。 最要命的是, 大金以为是进来玩, 跑来跑去开心得不得了, 铁头张家旺越去追他, 他越觉得他们是在跟他玩, 这僻静的小园子, 突然充斥着大呼小叫声。 张氏出了一脑门子汗, 又想赶紧下去, 又实在紧张得不行, 直到园子里的动静, 引来了董家的匍夫。 哎呀, 张大夫, 您这是, 来的这个, 正是刚刚引他进锤花门的妈妈。 张氏想, 还好认识, 不然真是白口莫辩了。 那个, 哎, 一言难尽。 我, 我自己下去, 你且不要进董家夫人。 张氏尬笑着对那引路的妈妈说道。 然而, 张氏最尴尬的一刻。 董夫人, 追着董小姐来了, 后头跟了刚才花厅里的一众匍匐。 时间, 仿佛凝滞一般。 董夫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氏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解困。 只有董小姐, 看到了大金, 朝大金走去。 大金见到漂亮姑娘, 也不乱窜了, 乖乖站定在了董小姐跟前。 所有人, 都看着董小姐慢慢地伸出那白皙的几乎透明的手, 摸了摸大金的脑袋。 春鸭再强那头, 也不知道出了啥事儿, 怎么听着没声音了, 又三步两步跨上墙。 一看原来是董小姐在摸狗, 她下意识地说了声, 她叫大金。 董小姐没有回头看春鸭, 而是自己呢喃了一句不清不楚的, 大金喜欢。 喜欢妙情说, 她喜欢。 董夫人抓着陈妈妈的手, 显得有些激动。 可嗨嗨, 那个养个小宠物, 的确对董小姐的病情会有些帮助的。 其在墙头的张氏如此说道。 这会儿, 董夫人才想起张氏还坐墙上呢, 赶紧喊人去拿了梯子来, 等梯子的间隙, 张氏还高高在上地给董夫人科普了 如何让董小姐慢慢融入一些生活小场景的知识。 而春鸭则又如蛆一般, 自己扭下了墙。 好不容易等到了梯子, 张氏是死也不肯从董家那头下了。 董夫人只能再三道歉, 说是她招待不周了, 令人把梯子给搬到了书院那头, 张氏才颤颤巍巍地下了墙。 下墙之后, 张氏又想到了啥, 虫又爬了回去, 喊了一声铁头。 张家望, 大金, 走了。 大金这才舔了舔董小姐的手, 抖了抖毛, 钻了回来, 后头跟了两个臭小子。 金, 董小姐见大金钻洞走了, 也要跟来, 却被仆妇们拉住了, 便又开始焦躁不安地挣扎起来。 妙情, 大金要去吃饭了, 等过几日, 再来看你呀。 张氏露出一颗脑袋, 跟董小姐说道, 又开始在院子里转了起来。 董夫人向张氏投来求救的眼神, 张氏想了想, 道, 你们明日不要去人机堂了, 直接去我家吧, 私塾下学, 大金会来接铁头和家望的, 到时候你们一起来。 我在家里等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 董夫人只一遍遍地说谢谢, 因为除了谢谢, 她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能表达她对张氏的感激之情。 张氏挥了挥手, 下了梯子, 拍了拍衣服, 这才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从董事私塾里走了出去, 惹得一众学子先生侧目不已。 怎么个意思, 这一时不查, 学堂里怎么多出两名女子。 而偷看了, 全城的魏先生则揪了铁头和张家望的耳朵, 说两人实在太闲, 今日的大字得比别人多抄两张。 两人垂头丧气地进了课堂, 留下大金躺在学堂门口, 跟魏先生玩你的手叠我的爪, 我的爪叠你的手的无聊游戏。 母女俩回去的一路上, 张氏吐槽吹鸭吐槽个不停, 春鸭当然要反击, 一个说都赖你让我爬墙, 丢脸不说, 衣服都滑拉坏了, 一个说谁叫你恐高, 你不恐高, 咱们早溜之大吉了, 还丢什么脸啊。 一个又说, 都是你, 鬼主意多, 可每次都要弄巧成拙, 一个又说, 你做娘的不认路还赖我。 两人吵吵嚷嚷嚷, 一路吵到了仁祭堂门口, 碰巧遇到赵老大, 春鸭问他回不回三元村, 赵老大说回啊, 不过得等客人多了再走。 春鸭豪气地说他包车了, 张氏忙不迭地说, 走,赶紧走, 赶紧祸害你爷爷叔叔去。 我得戴上大金啊。 春鸭这才想起这重中之重。 张氏挥手道, 带走带走, 明日你弟他们下学之前 给带回来就行, 去吧去吧。 于是, 春鸭穿着满身试灰的衣裳, 又回了董事私塾, 在私塾门口吹了个口哨, 大金就屁颠屁颠跑了出来。 春鸭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空位, 大金很自觉地就跳了上来, 跟着春鸭走了。 牛车慢吞吞地走上回乡的路, 出了城门, 春鸭才想起来, 那家南乡还在陪艇那里, 可这会儿再赶去大眼庄 又太耽误时间了, 还好想起, 张氏的那个香囊 定还留着那香的味道, 这才又回到文苑街, 取了香囊, 重又出发。 这么一折腾, 加上如今春耕, 赵老大死活都要把牛粪捡上, 回到三元村, 太阳都快要落山了。 坐了那么久的牛车, 春鸭跳下车, 就直接跪倒在地, 正巧徐老汉开门出来, 见春鸭跪在外头, 吓了一大跳, 怎么了这是? 出了啥事儿了? 是不是你爹又闯祸了? 爷,我腿妈了。 春鸭抬头可怜巴巴地 看着徐老汉。 闻声出来的徐鹰 赶忙把春鸭扶了起来, 问他, 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看看咱家祖坟, 风水好不好? 春鸭如实回答, 徐老汉一紧张, 为甚要去看祖坟啊? 到底出了啥事儿? 你给我好好说, 再不好好说话, 我就半天就不出个所以然, 只在春鸭头上轻敲了毛栗子, 把他给拖进了院子。 徐家众人见春鸭这会儿回来了, 又说要去看祖坟, 还当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儿, 紧张地围坐一起, 听春鸭跟他们说这缘由。 你们别紧张, 就是铁和大金挖到个箱, 说是能卖不少钱, 这陡然炸富, 我就看看咱家是不是祖坟冒清烟, 运气这么好。 春鸭如实说道, 香, 什么香, 是去庙里烧的香? 这能有多值钱? 一两银子一根? 李氏日常烧香, 买香都是去安平集买的, 我闻钱能买一扎呢? 不不不, 不是那种,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大金和铁头只挖出了一小块, 我想着后山恐怕还有, 所以特地带大金再去看看。 二审三审, 咱们一起去吧。 春鸭想着后山不比他们立山, 虽说也不算深山, 没什么猛兽, 但是蛇虫鼠蚁还是不少, 还是得让大人带着去才安全些。 徐老汉恰了口烟, 其实他也没怎么当回事, 这孙女, 惯会一惊一乍的, 什么香不香的, 难道能卖个几百两? 这孩子, 只是图好玩吧。 他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叫你二叔三叔带你去呗, 找你沈子干啥? 不行, 咱们背上篓子, 就说去挖决菜, 遇上人也有个说辞, 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干嘛去呢? 这事儿, 咱得低调些。 春鸭压低嗓音说道, 明日去吧, 这太阳都要落山了。 徐老汉抬头看天, 如是说道, 春鸭摇头, 不行, 大金鸭早要跟二叔去县城, 明天他有事儿。 嗨, 真是你家连狗都挺忙。 去去去, 赶紧去, 带上风灯, 一会儿要是晚了, 记得点上。 菜市说完, 去找了气死风灯出来, 给春鸭装在小被楼里。 徐英徐敏也要去, 菜市拉住了徐敏, 说这天都快黑了, 他不准去, 徐英可以一起去, 说是去挖决菜, 记得真挖点回来, 就着算一起炒也是一个菜。 于是, 四人便踩着落日余晖, 往后山走去。 路上的确遇到不少刚从地里回来的村民, 都问他们, 这会儿背着篓子去哪儿, 李氏只说白日盲地里的没空, 这会儿得空了, 去挖点决菜。 也别说他们徐家如今是富了, 勤快倒是挺勤快, 明日咱也去挖一些, 到时候烟味也能吃。 今年这雨水这般少, 这收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路过的村民, 各自说着话, 与徐家女同胞们擦肩而过。 到了后山山脚下, 春鸭环顾四周, 没有别人, 便把张氏的香囊给掏了出来, 凑到大金鼻子跟前, 大金吻了几下, 汪汪叫了两声, 撒鸭子就往山上跑。 春鸭拉着徐英立刻跟上, 李氏和周氏紧随其后。 一路跑上半山腰, 狗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除了春鸭, 其余几个都气喘如牛, 春鸭说先谢谢, 一会儿大金钥匙找到会叫的。 几人便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 春鸭拿着他的小割刀, 真的割起了决菜。 歇了没多久, 周氏喝了口水, 也跟着春鸭割了起来。 李氏见周氏如此, 自然不甘落后, 拿起自己的镰刀, 手起刀落, 很是利索。 直到几人背着的箩筐里装了个半满, 当然也不仅仅是菊菜, 反正各色野菜都有, 那头远远听到大金的叫声。 春鸭赶紧拔腿就跑, 李氏大喊, 点个灯, 别乱跑, 小心树腾。 话音未落, 就听前头一声, 哎呦喂。 好吗, 春鸭又一次被竹鞭绊倒了, 这回可没有徐老汉做垫背的, 结结实实摔了个狗吃屎。 李氏几人赶紧跑上去掺春鸭, 春鸭苦兮兮地说, 婶子, 明日给我炖骨头汤不补啊, 我好像有些腿软, 这会儿还想着吃呢。 徐英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替春鸭上上下下拍了拍灰, 今日他穿的这身月白色的春衣 也是倒了血霉了, 明明是个阳春白雪, 如今却已是下里巴人。 李氏点了气死风灯, 拿了根树枝, 走在前头, 春鸭和徐英走在中间, 周氏走在最后, 一行人渐渐往山顶走去, 大金的叫声越来越近了, 直到看到大金那亮到反光的狗毛, 几人才加快了脚步, 走了过去。 大金见春鸭来了, 绕着春鸭的腿蹦跌了两圈, 跑到了离他们两三米的地方, 坐定不动了。 春鸭走上前, 探头一看, 大金已经跑了老大一个坑, 坑里头有块小孩巴掌大小的, 黑曲曲的东西。 他拿了起来, 李氏把灯拎了过来, 问道, 是这个吗? 应该是。 说完, 春鸭还凑近闻了闻, 又点点头, 大概不会错。 那咱们赶紧走吧, 天都黑了, 这山里头也不安全。 周氏自己倒是不怕, 就是怕有蛇呀什么的, 在下着春鸭和徐英。 徐英元就有些胆小, 如今东西拿到了, 那就赶紧走吧。 是啊, 走吧。 这山里头, 晚上怪下人的。 怪下人的你还来? 春鸭嘲笑他。 我, 我也是好奇嘛, 行了, 别说了, 咱们赶紧走。 徐英拉着春鸭, 急着往山下走去。 四人一狗也不耽搁, 点着灯, 匆匆赶下了山。 到了老宅, 李氏和周氏才松了口气, 他们自己倒是无所谓, 只要孩子们安全了, 他们就放心了。 老宅众人见几人回来了, 也没心思说晚饭的事了, 把春鸭团团围住了。 春鸭从小背楼里 拿出那块小孩巴掌大小的, 老树根般的玩意儿, 说道, 就是这个了。 众人, 这不是老树根吗? 还是啥? 牛屎巴巴, 徐发很是不以为意。 好, 二叔, 到时候卖了钱, 你可别要。 春鸭威胁道, 不要就徐发还没说完, 就迎来媳妇的一记铁杀掌。 李氏打断了徐发, 别听你二叔放屁, 春鸭, 你说说, 这怎么就值钱了呢? 你们闻闻, 闻闻就知道。 春鸭把新挖出来的那块东西 捧在手上。 蔡氏也好奇地闻了闻, 可又感觉不出到底是什么味儿, 便扭头问春鸭, 这什么味儿啊? 春鸭微微一笑, 露出两颗老虎牙, 说道, 金钱的味道。 众人无言以对, 徐老汉一句话都不想再听春鸭说了, 喊道, 开饭开饭, 一天天的, 浸虾折腾。 平日老宅吃饭简单得很, 两菜一汤家的主食, 菜里头放点肉片肉末, 那就是开荤了。 今日阴春鸭突然回来了, 菜市还特地多炒了几个鸡蛋, 算是加菜了。 别看他们吃得只是煎蛋, 在这村里头, 也算是吃得好的了, 毕竟如今菜市豪气了, 炒菜都得放上一勺猪油呢。 立山上干活的人, 本来五个造纸房的人, 说了是要安排回来住的, 可他们和邱家的都表示得在山上守着, 没道理住东家的主屋, 邱家的也表示, 自己就是来干活的, 跟主家住一块实在不合适。 所以如今治兵的那间屋子, 邱家的暂时住着, 徐老汉那头拿了钱, 当天就去找了人来, 再有个两三天, 邱家暂时住的土坯屋子, 也快要搭好了。 几人吃喝的粮食都是菜市分配, 他们自己搭了造自己煮的, 虽然银钱折合在立山的总账里, 但也免不了菜市的一番骂骂咧咧。 吃完晚饭, 徐英便拉了春鸭算账。 前两个月, 家里头忙得很, 徐英他们又新开学, 这账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便没有算过。 今日正好春鸭回来, 他又没什么功课, 便说什么都要把账清一清。 如今, 他们立山的收入, 分积, 蛋, 虾, 鱼四项。 但每日差不多要出去摆来支, 分送到贺仙鞠和春鸭家的十四, 实际上, 贺仙鞠里头每日用的蛋, 不过二三十只, 反倒是十四里每日都要煮上一锅茶叶蛋, 自己家还得消耗十几二十只。 真鸡蛋杀手之家。 虾如今就贺仙鞠和摘星格药, 每日不过送出去四五斤, 多了他们目前也没有, 春鸭家的十四卖不动价高的食材。 而鱼, 则只有春兰十四手了, 因为这鱼吧, 也不是他们自己放养的, 而是鱼塘里本来就有的, 这抓不抓得到太随机了, 并不能保证供应, 也只能自家十四担待找了。 本来这栗珊的产出, 应该算是春鸭自己家的, 但是这饲养, 捕捞都得靠二书三书, 所以这十四的账规, 十四的账, 栗珊的账规, 栗珊的账, 算清楚了, 时间长了也不会有矛盾。 栗珊如今最大的转头, 还是鸡鸭。 核仙居的锅子套餐, 和春鸭十四的锅子套餐都还没撤, 春鸭想着, 这能卖到四月里, 如今每日核仙居和他们十四, 七七八八加起来, 得用上五六十只鸡鸭, 这还不包括他们家自己吃掉的。 造纸房如今算是承包给了李氏周氏, 已经不算在栗珊的帐里了。 姐妹俩这么盘下来, 栗珊两月收益扣除饲料成本, 和月头没怎么开业的半月, 一共盈利了七十两, 按照三七分, 老宅一共得了二十一两, 春鸭他们拿四十九两。 这钱都在蔡氏那里收着, 前两日二月底的账都已经结清, 今日既然这账都算清了, 那春鸭便让奶奶拿了等子, 把银子分了。 春鸭本想给蔡氏三十两, 蔡氏却说该多少就多少, 坏了规矩, 以后难办。 这小老太太, 还真别说, 虽然嘴上叽叽歪歪的不饶人, 心里却清楚得很, 春鸭立马掏出她随身带的两个金螺子 偷偷塞给蔡氏, 道奶, 放身边, 这玩意儿招财。 你怎么知道啊? 蔡氏见没人看到, 便飞速地收了塞进自己绣管里。 春鸭说, 卢夫人给我的, 如今她可能赚了, 咱也沾沾她财气。 蔡氏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 哪有什么财气不财气, 人家本就有钱。 说完, 转身就回了房间, 把俩小金螺子给塞进了自己枕头里, 跟那五两的元宝给放在了一起。 万一真有财气呢? 蔡氏回了房, 徐志来问春鸭, 明早跟不跟她一起回县城。 春鸭摇头道, 我明天不回去, 后天回。 三叔明日带大金回去就行, 就把他放我们家门口, 他自己会安排好自己的。 一旁的徐老汉听闻明日春鸭不回去, 锦鸣大作, 怎地不回去。 你还有啥事? 陪爷爷你呀。 春鸭存心逗徐老汉。 陪啥陪, 我没空呢。 地里还一堆事呢, 招了造房的人也来了, 我忙得很。 你没事就回去吧。 徐老汉就不想春鸭在丽山上瞎晃悠, 他晃悠不要紧, 一晃悠就折腾人, 一晃悠就折腾人, 这谁受得了? 啊, 要造房子了是不? 要不要我给您画图纸啊? 我这就去拿纸笔。 春鸭突然想起这茶了。 徐老汉立马制纸道, 别。 不用。 你那鬼画符, 人家越看越糊涂。 人工匠都懂, 不需要你知道, 你且给我歇着吧。 别忘了给我造个厕所呀, 还有洗澡的地儿, 还有哎, 别走啊, 爷爷爷爷爷。 春鸭见徐老汉走了, 转头问徐智, 三叔, 你实话告诉我, 我爷是不是烦我了? 嗯, 徐智点点头, 又加了一句, 是的。 旁边的李氏周氏和徐英几人都憋笑不已。 春鸭姐, 你明天要干嘛呀? 现在, 只有徐敏是他的好朋友了。 春鸭也不沮丧, 知道他们是跟他开玩笑而已, 挖笋呀。 今天, 我看后山有春竹的地方, 春笋都冒出来了, 咱们丽山肯定也有了, 明天我去看看, 挖了就能做好吃的了。 就为了挖笋, 徐英对春鸭的好吃, 也是服了。 对呀, 不然为了啥? 我想画那图纸, 爷爷不是也不准吗? 春鸭说得一脸无辜。 行吧, 明日下课了, 我也来帮忙。 徐英对春鸭颇为无奈, 其实春鸭挖笋也不单为了吃, 看到这笋, 她就想着一来可以晒笋干, 储藏起来时间长, 二来挣好笋子, 挣当计, 做了外婆以前拿手的笋肉烧买, 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 于是第二日一早, 春鸭也不用徐英催, 早早便起床了。 匆匆喝了一碗杂粮粥, 吃了个蛋饼子, 便背上自己的小贝勒, 跟着李氏周氏去了栗山。 李氏说帮她一起挖, 春鸭推辞说让他们先把自己的事忙完了再说。 自己背着小贝勒, 便去了上次把徐老汉扑倒的那块转悠。 果然, 那一片冒出了好多新鲜的笋子。 住在治冰的窝棚里的邱家几人, 这会正要出门干活, 邱大家的原是认识春鸭的, 见她背着小贝勒走了过来, 便问, 春鸭小姐, 你要干啥? 有什么事儿您, 吩咐我们就成。 没啥事儿, 就是来挖笋子, 你们忙你们忙。 春鸭客气道。 如今, 邱大和邱娃每日都去地里帮徐发他们春耕, 邱大家的和邱妞便专门伺候鸡鸭和小猪, 春鸭怕耽误他们正经事, 自然不需要他们帮忙。 邱大家的却死活留下了邱妞, 让他帮春鸭一起挖笋, 说那些鸡鸭猪的, 他一个人就能干完。 春鸭也不愈与他多扯皮客套, 这早点挖完, 早点让邱妞去忙便是。 于是乎, 一个上午, 春鸭和邱妞两人把能找到的笋子全给挖了。 小贝勒里头装不下, 便去造纸方问李氏要了个大贝勒, 李氏怕春鸭背不动, 便拎着贝勒跟春鸭一起来背笋子。 不过眼前的一幕却把李氏给惊着了, 春鸭呀, 咱们吃得完吗? 吃不完就晒笋干, 能存好久呢? 到时候要吃要卖, 都行。 春鸭觉着, 说实话, 他还觉着少了呢? 李氏想着那汉情的事, 也是, 到时候万一真汉了, 干嚼吧, 笋子也能吃。 于是他又去喊来周事, 三人一起拿贝勒背下了整整三筐竹笋, 进了家门菜市都懒得骂了, 他就知道放春鸭出去, 就会收到一想不到的结果。 说吧, 又想干嘛? 菜市也不挣扎, 反正挖都挖回来了, 总得做些啥吧? 总不至于一顿全吃了吧? 来, 做笋干吧, 给我留一篓子, 我有用。 我去趟安远寺, 马上回来。 春鸭早就想去趟安远寺了, 他师父好久都没消息了, 他得问问道新去, 顺便给他带点春笋尝尝鲜。 一天天的, 进给我找事儿, 赶紧滚。 菜市说完, 春鸭嬉皮笑脸地说道, 一会儿回来给您做好吃的, 我先走了。 别, 不要买羊肉。 菜市如今听到春鸭说做好吃的, 就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过年的时候, 天天吃羊肉的可怕经历。 知道, 不买羊肉。 我走了。 话音刚落, 春鸭便背着他的小被篓跨出了家门。 如今他脚下功夫见长, 这一路快走到安远寺, 才不过三四十分钟, 进到寺中, 随手抓了个小沙迷问道玄在哪儿, 小沙迷认得他, 知道他常来, 便指了指后头, 说大师在后头疗房打坐呢。 这道玄道心两人, 不知道为何, 非要你换我名, 我换你名, 弄得如此复杂, 两人这身份玄机, 知道的也没几人, 春鸭对此间隐情是没啥大兴趣。 这世界上, 知道的越多, 死得越快, 他还是太太平平演他的没心没肺的九岁女童最安全。 想了一会儿心事, 等春鸭再抬头, 就已经站在道心的疗房门口了, 可隔着门, 他就听到了那和尚的打呼声, 这打作打的, 也真够忘我的。 春鸭在门口重重地咳了一声, 呼噜声停, 他这才问道, 大师, 我是春鸭, 给你带了点钢蛙的笋子。 进来吧, 道心的声音, 显然是还没睡醒, 春鸭这才抬步推门, 走了进去。 想着一会儿回家还有事呢, 春鸭被也不跟道心都圈子说客套话了, 开门见山的, 便问了自家师傅, 如今何在啊? 怎地那么久了也没点消息。 道心微笑道, 亏你倒还想着你师傅, 不错不错, 你这徒弟还算及格。 前两日我收到他信了, 说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再要个一两个月就能到了吧。 一两个月? 怎么这么久? 虽说这里北京也的确远了些, 但是按照他师傅的那能力再怎么样, 二十来天估计也能赶到了吧。 具体的他也没多说啊, 飞鸭传书你想, 那只就那么些, 能写多少啊? 道心吐槽道, 春鸭对飞鸭传书倒是很有兴趣, 问道, 这儿还能有飞鸭传书? 我能养不? 可以啊, 训个一两年也就成了, 能飞上千里的, 石枝里能有一两只, 不过你要给谁传书啊? 道心歪头看着春鸭? 嗯, 是哦, 好像也没啥人能传书啊。 算了算了, 这事暂且还是不要干了, 真是没事找事嘛不是? 众人, 你也知道。 于是, 春鸭又跟道心闲聊了两句, 说那就过两月, 再来看他师父回来没, 便走了。 道心还是那句话, 如今外头不太平, 别太皮, 好好在家待着。 你师父回来了, 自会去找你的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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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了安远寺, 春鸭转头, 就去安平吉买了七斤五花肉, 背着五花肉, 快乐地回了徐家老宅。 哎呀呀呀呀, 他想这口春笋烧买, 想了好久了。 回到家中, 徐英徐敏和四头都已经下学了, 李氏周氏今日也早早回来了, 几人正在菜市的指挥下煮笋子, 晾笋干。 推门进去, 菜市还不急骂人, 春鸭便道, 奶奶, 您辛苦了, 一会儿晚饭我来做, 看, 我买肉了。 说完, 甩出了那一大块五花肉, 看得四头高兴地叫起来, 好嘞, 吃肉吃肉, 红烧肉, 气得菜市只鼻孔出气, 你什么时候回家, 骂是骂不好了, 如今他只求一个眼不见为敬。 家, 这儿不是我家吗? 嘿嘿, 奶, 您别气, 你别看今天这肉花了这一百多文, 改日我给您都转回来。 春鸭对这事儿, 还是挺有信心的, 转不回来, 你就别给我回来了。 菜市美好气地说道, 春鸭嬉皮笑脸地说, 遵命, 然后便拿了盆刚吞好水的笋子, 拎着一大刀的猪肉, 进厨房倒固起来。 进了厨房, 春鸭先点火烧水, 把从五花肉上削下来的猪皮给煮了, 然后便开始漫长地剁肉之旅。 他人又小, 老宅的刀又炖, 一剁剁了小半个时辰。 那头猪皮都煮软了, 又拎了肉皮出来剁成末, 放在碗里头, 舀上煮肉皮的浓汤, 捧着个盆说要端去立山给冻上。 菜市怕他把这碗东西给撒了, 便喊李氏去取块冰来给他。 如今老宅治冰已进入攻坚阶段, 家里头的男人, 上午春更, 下午治冰, 如今估计正在治着呢, 去拿一块刀也方便, 李氏反正也不知道春鸭要捣咕啥, 但是刚刚这丫头说把买肉的钱给翻倍赚回来, 那他就觉得这肯定是好事。 虽然吧, 这钱大概率落不到他口袋里, 可落到婆母口袋里, 家里头吃得用的, 如今可比村里别家好多了, 这样他也乐意。 带李氏取冰回来, 春鸭赶紧把那碗肉皮汤给冻上了,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一会儿活馅。 爹这回招了三十来人呢, 说是开了一天二十文, 半天十文的工钱, 想来干半天的人还挺多, 李氏坐回了他做笋干小作坊的板凳上, 跟一边的菜市汇报, 可不得抓紧些, 不然到时候争摇义了, 一家也就那么几个壮丁, 有的去服役了, 留家里的还得忙地里的活, 到时候更没人做工了。 这老大家, 一天天的, 真是烦死个人, 忙里忙外, 全忙活他们的事, 菜市想想就气不打一处来, 娘, 您可别这么想, 要不是大哥大嫂, 咱们如今也过不上这日子, 周氏边包笋壳, 边说道, 菜市皱了皱眉, 我还不知道这个, 这么折腾, 还不信我说两句, 就是, 娘心里可清楚着呢, 李氏接话道, 周氏也不生气, 只笑笑, 继续低头包笋子, 如今这日子, 虽然忙吧, 但是有笨头, 嫂子婆母虽然嘴坏, 但是心其实挺好, 她知足得很, 并不会因为这一两句话, 跟他们怂气的, 菜市跟儿媳妇闲聊了两句, 听厨房里头没了声响, 想想不对劲, 去查看, 进门就看到春鸭 糊了整整大半脸盆的白面, 她都气笑了, 你娘俩是多跟我们家面粉过不去, 啊, 一叫你们做饭, 就把面粉给霍霍光, 一叫你们做饭, 就霍霍光, 她发誓, 她这辈子再叫这俩败家金做饭, 她就跟他们姓, 奶, 您看, 这一脸盆馅儿呢, 可不得一脸盆面吗, 您放心包您好吃, 绝不白瞎您的面粉, 春鸭觉得自己的逻辑很合理, 蔡氏深呼吸了两下, 平静地问道, 你明天回不回去, 回啊, 春鸭点头道, 那就行, 那就行, 别气别气, 蔡氏鼓励自己, 坚强, 坚强, 气坏身子更费钱, 她也不跟春鸭多说什么了, 明天走就行, 今日暂且忍一忍, 待春鸭费劲地活完面, 醒了半想, 李氏周氏那边笋子也处理完了, 便说来帮她, 春鸭真是求之不得, 这没有机械的帮助, 又要活面, 又要剁馅儿的, 她手都快废了, 完全是靠意志力, 和万一作废了, 会被菜式锤打的恐惧感支撑下来的, 这烧麦的皮子赶起来也有讲究, 春鸭虽说实际操作能力不强, 可她有理论知识啊, 而李氏周氏做惯了这擀皮擀面的活迹, 两人擀皮, 春鸭来包, 三人配合相当默契, 带立山的几位都回来了, 厨房里灶头上的谁也开了, 放上蒸笼, 拿上烧麦, 只需一刻便能吃了, 一家子也不去课堂间吃了, 就着蒸笼拿着碗, 碗底倒上一点点醋, 要几个自己加几个, 春鸭再三说, 里头有汁水, 青蹄青桌, 千万小心烫, 仅耗人民币百分耗人民币, 人民币仅耗雨, 徐发可能想表达好吃吧, 可滚烫的汤汁让她的舌头在嘴里疯狂地挣扎, 还是李氏聪明些, 见自家男人吃成这得性, 他便在烧麦开口的地方多吹了两口, 这才咬破了底下的皮子, 做了一口热乎鲜美的汤汁, 才说道, 这是啥味道啊, 这咋这么鲜呢, 四头急得上蹿下跳, 娘, 给我吃, 给我吃, 等着, 没见你爹烫成那样吗, 吹凉了再吃, 李氏说完, 又帮四头吹了起来, 老宅厨房间里, 此时没有别的声音, 只留下呼哈呼哈的吹气声, 春鸭第一个吃完, 放下碗筷, 问众人, 怎么样, 这春笋烧卖, 还不错吧, 好吃, 太鲜了, 徐英答道, 众位还没吃好的, 也不说话, 皆以点头代替,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可是时令货, 过了这春笋的时节, 就做不出这味儿了, 你用冬笋代替都不行, 就必须是得这个时节的笋子, 才能吃出这个味道来, 最终, 整整七八十个烧买, 被吃了个干干净净, 奶, 怎么样, 您说咱这烧买能卖个好价钱不, 春鸭见菜式放下了碗筷, 赶紧谄谓的勾住了它,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说了一句, 卖贵点, 引来春鸭的哈哈大笑, 晚上因为吃撑了, 大伙便坐在一块闲聊, 徐老汉说, 请了那么多人, 先把帮工的屋子造了, 低级整了, 专马过两日便来了, 这屋子, 估计一个来月就能造完, 然后问了儿子, 到时候争摇一水去, 我去吧, 徐发徐志同时说, 徐老汉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先大后小, 这回老二去, 下回再有, 就轮到老三, 可得徐志是觉得自己, 不如二哥活络, 干点体力活还行, 别可不可的, 就这么定了, 徐老汉一锤定音, 春鸭也说道, 我爹说他们头安排了他来监工咱们这儿的摇曳, 到时候二叔有照应呢, 你们放心吧, 是吗, 那倒是不错, 你爹这人, 好歹是干了贱人事, 徐老汉难得对徐达有了一点满意, 李氏本来对自家男人去干摇曳, 还有点顾虑, 就怕这又是春耕, 又是造兵, 又是扶摇曳的, 他体力吃不消, 可一听是大哥做监工, 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这大哥大嫂, 对他们照顾的可不少, 这做摇曳, 大哥不可能不照顾的, 一家人聊了一会, 也消了时, 这才各自回房去歇息, 春鸭和徐莹躺在床上, 徐莹问他, 春鸭, 你说, 咱们挖的那块东西, 真的能卖钱吗? 嗯, 可贵了, 相信我, 春鸭对此信心十足, 最后连梦里, 都是沐浴在银钉子的海洋里, 第二日一早, 春鸭背上昨日留下的笋子, 怀揣他发财的希望, 坐上了徐志的牛车, 赶回了县城, 而徐志的脖子上, 又挂上了那大连, 大连里头是49两银子, 一会儿得交给张氏, 于是, 小公牛的屁股, 又被无情地抽了不知道多少下, 春鸭总算见识到了, 他三叔着急起来什么样, 三叔, 您别紧张啊, 牛屁股都快被你抽坏了, 春鸭替牛说了句公道话, 徐志小声地说道, 你看路上这过境的难民不少, 咱们车上装了这么多东西, 一会儿要是他们突然扑上来, 多危险啊, 还是快点走吧, 春鸭看看路边, 三三两两, 的确有些人, 可也就仅限于三三两两, 虽然他觉得徐志有些过于紧张, 但是如果情况真的在这么发展下去, 这么慢的牛车, 的确不怎么安全了, 三叔, 要不你们换个马车吧, 春鸭如此建议, 徐志一鞭子, 抽歪了, 你可千万别提呀, 一会儿你也奶又骂你, 这马车哪里是说买就买的, 可别说了, 不对, 连想也别想, 徐志觉着春鸭想了就要做, 所以最好连想都别想, 春鸭耸耸肩, 算了, 反正到时候买不买的, 也不是他们说了算的, 有种他买了, 也奶不要, 就让他们放生好了, 而徐志觉得春鸭不说话了, 是乖巧地听他的话了, 于是两人相安无事地赶到了县城, 春鸭回到家, 见张氏还在家里等他, 便他三叔地搭连给了张氏, 还把挖出来的东西给他娘看了看, 张氏这会儿也没心思研究这个, 他正急着要去上工呢, 见春鸭回来了, 他就放心了, 说了句有什么话, 晚上再说, 就匆匆赶去了人际堂, 而春鸭呢, 自然是赶紧去摘星阁, 把东西给裴婷长长眼, 思裴婷看了半日思虑再三, 说道, 春鸭妹妹呀, 我看着这个吧, 就是块普通的, 老树根, 春鸭忐忑了, 哦, 那倒也不至于, 应该只是块普通的沉香, 说完裴婷颠了颠, 一斤来中, 价格可能卖不了多少, 春鸭略显失望, 报复之路, 就此结束了, 不过他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卖个十两二十两的, 行不行, 那倒也不至于那么便宜, 七八十两总能卖到的, 裴婷笑答, 他就觉得春鸭财迷的样子, 特别的逗, 看他两眼冒光, 就不自觉地想笑出来, 春鸭合掌一拍, 那就行了, 不枉我跑这一趟, 还被我也奶嫌弃半天, 哦, 对了, 我带来了春笋, 一会儿我去厨房, 让厨娘做了春笋烧卖你尝尝, 好呀, 裴婷笑道, 姐姐, 春鸭突然想到个事, 裴婷等半天, 见春鸭你不出来啥, 便说, 什么事, 你问吧, 你那个那个那个, 成功了吗? 春鸭突然八卦之心冉冉生起, 起先裴婷也没听懂, 可听到旁边观音奴被自己的口水腔的直咳嗽之后, 终于明白了那个那个那个是哪个, 瞬间脸色通红, 称怪道, 小孩子家家的, 尽打听这个, 回去好跟我娘会抱吗? 春鸭的笑, 带着几分油腔滑掉, 裴婷想想也是, 而且在这对母女面前, 她也没这么多隐私和顾虑, 这才喝了口茶, 轻声说道, 那个是成了, 且成了两回, 怀没怀上, 还不知道呢? 没想到裴婷回答起来如此实诚, 春鸭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引来裴婷的粉泉无数, 春鸭在摘星格待到了下午, 让裴婷小尝了下烧卖, 两人商量下来, 这春笋烧卖可以上摘星格的菜单, 不过只上一个月, 价格就暂定一两银子一笼, 然后她拿了裴婷的帖子, 去了趟城东的文香阁, 最后那块沉香, 在春鸭的巧舌如簧, 和裴婷写的帖子的加持之下, 卖了八十两, 卖了东西, 收了钱, 春鸭这才坐着马车回到了文院街, 回到家, 家里头大门紧锁, 院子里静悄悄的, 显然大伙都还没回家, 如今, 文氏也找到了事业第二春, 每日准时跟石头盖头他们几个去上工, 然后在十四里待上一整日, 晚上再跟石头他们一起下工, 虽说干得辛苦, 脸上的笑容却多了, 张氏给他开工资他不要, 但石头是个石胜娃, 说干活就得给钱, 五奶奶那头拿多少, 外婆也拿多少, 不然不准干了, 最终文氏拗不过大外孙, 点头收了钱, 于是乎, 习起碗来, 恨不得把碗搓掉一层, 此刻院里是难得的安静, 春鸭正好沉下心来, 把如今的问题给归拢归拢, 他回到后头的卧室, 扑纸磨磨, 边算边写, 说是要被灾被荒, 可粮食现在一点都还没买, 他们家加上老宅这些人, 大大小小十六口人, 一人平均消耗六两米饭, 一天光消耗的米饭都能有十斤, 折算成大米就是五斤, 一年下来, 光吃米饭就得吃掉两吨半, 真是不算不知道, 算算都是饭桶, 把这两吨半换成如今的石来算, 三百斤算一蛋, 那就要买十六蛋的粮, 才能存够这一年的储备, 如今这城中的粮食, 比去年的时候小涨了一些, 石头前几日还抱怨来着, 白米现在是十二文一升, 白面是十五文一升, 这么算下来, 十六时的米, 再加四十白面的话, 差不多二十五两, 冰窖马上快完工了, 明天二叔来, 正好可以把粮食先采购起来, 钱就从今日卖的八十两银子里头扣倒是正好, 算好这些, 春鸭拿起自己刚写好的单子抖了抖, 看着自己的字, 基本毫无精进, 来的时候什么样, 如今却也不过如此, 当时想的, 得好好修身养性, 把写字读书都捡起来, 可忙忙碌碌大半年, 家里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自己却总是这一枪, 那一枪, 功夫也是三脚猫, 写字也是三脚猫, 简直没一样能拿得出手的, 整日的眼格欢脱的九岁女童, 如今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几岁, 她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洽的矛盾之中, 直到前院传来大金的叫声, 春鸭才回转神来, 放下单子, 匆匆跑了出去, 跟着大金和铁头张家旺一起回来的, 还有张氏, 董夫人, 董小姐和几个丫头仆妇, 原先安静的宅子,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春鸭拉了张氏问道, 这董小姐往后日日都要来了, 现阶段似的吧, 以后再看, 昨日他们来, 我看看情况, 引导附件做的都不好, 暂且先天天来, 试试效果吧, 张氏以前虽然没有在特殊儿童的机构干过, 但是在三颜科做过护士, 后来才跳槽进的三甲, 他们那个三颜科, 不分科室, 什么样的病童都要接触, 所以对这种病童的引导康复, 也有些了解, 喊了张家旺铁头先去做功课, 大金也想开溜, 却被张氏喊住了, 张氏丢了块春鸭给裴婷做的牛肉干给大金, 大金一口接住, 乖乖走到张氏身边蹲下, 董小姐见大金如此, 便也蹲在大金旁边, 张氏伸手跟大金握爪, 转头对董小姐说, 握, 手, 董小姐便也握住大金的爪子, 缓慢地开口道, 嗯, 手, 很好, 乖喃喃, 张氏鼓励道, 得到了鼓励的董小姐, 一门心思跟大金握手, 大金为了点牛肉干, 只能被迫营业, 直到董小姐蹲着的地方, 蔓延出了一条尿子, 坐在春鸭搬来的长凳上的董夫人立刻跳了起来, 喊了妈妈丫鬟赶紧带小姐走, 惹得董小姐突然又焦躁了起来, 张氏出声喝止道, 你别喊了, 你越喊她越不敢说, 这本来就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被你一喊她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越觉得自己错了, 越不敢跟你说, 说完转头拉住不停上下, 叠放自己手的董小姐, 说道, 不要紧张, 来,跟我来, 尿尿了, 很正常, 你看, 大金也会尿, 大金, 过了呀, 可嗨嗨, 大金此刻也许尿不出来, 不过张仪跟你说, 尿尿太正常了, 每个人都会尿尿的, 如果要尿尿, 就说尿尿, 没关系的, 董小姐这才缩着脖子, 也不敢看人, 怯生生地轻声说了句, 尿尿, 很好, 说得非常好, 来, 现在跟张仪去把湿湿的裤子换了, 下次要先说, 说了裤子就不会湿了, 就不会不舒服了, 知道吗, 董小姐也不回答, 只是任由张氏牵着进了张氏的房间, 一众丫鬟仆附跟着董夫人, 赶紧跟了进去, 带董小姐换好衣物, 又被众人拥着出了房门, 张氏再三叮嘱董夫人, 要了拉了不会说, 都是当时引导的时候没好好引导, 大惊小怪, 大呼小叫, 下次万万不可再这样了, 今日交过了, 下次说不定还是会尿裤子的, 但是多交几次, 他也能懂的, 董夫人今日被张氏如此下脸子, 呵斥了几句, 虽说心中多少有些不快, 但是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 心里也道自己的确有些不对, 自食应好, 又说这诊费该如何结算, 张氏如今坐诊医馆, 诊费是与医馆每月一节, 里头包括了开的药, 看的病, 零零总总, 新大夫, 医院也不过二三两银子, 这被董夫人一问, 张氏也不知打多少钱, 一时没说话, 董夫人却以为自己又说了钱的事, 惹张氏不快, 王解释道, 张大夫, 我不是觉得你图钱啊, 只是觉得以后长长久久的要看下去的, 总归要给整费啊, 不给我心中也实在不安,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一码归一码, 主要我不知道该收多少钱, 张氏如实达到, 正在八角亭里头看着这一切的春鸭, 觉得他娘倒是还是跟以前一样, 凶是凶了点, 实在还是那么的实在, 他娘肯定没有自洽不能的烦恼, 此时董夫人身边的陈妈妈对董夫人悄悄说了句, 金大夫来出诊一次, 收无两银, 这话张氏也听到了, 心想, 小老头没看出来, 倒是挺有钱啊, 董夫人便说, 张大夫, 要不然无两可好, 张氏本觉得人家金大夫几十年的老大夫, 金燕族, 手段高, 他也不能跟人家平起平坐呀, 可又害怕跟董夫人他们扯皮个不停, 便点头说道, 那也行, 如今刚开始, 董小姐得天天来我这里, 你们就跟他说是来玩就行, 等时间长了, 他自理能力培养起来了, 你们自己在家也能教的, 另外, 一会儿你们叫人跟我去下木匠铺, 得做些教具, 到时候要用的, 张氏想着, 反正他们有钱, 这感统训练的教具就做上两套, 到时候这里放一套, 让他们自己家里也放一套, 董夫人无有不应, 自己先带着董小姐走了, 让陈妈妈跟着张氏去趟木匠铺, 张氏带陈妈妈去了方木匠那里, 问方木匠要了根探棒, 大致跟方木匠说了自己要的教具是怎么样的, 方木匠之前帮他们做过挖了个大洞的圆桌, 如今在遇到张氏各种要求, 已是处遍不惊, 张大夫, 您放心, 这什么平衡木, 敲敲板, 独角椅, 我都能做, 给我三天, 我就给您做出来, 就是这价格方木匠不知为何, 徐夫人如今叫了张大夫, 可她也管不了这些, 只跟着那个妈妈叫就是了, 她想的是, 管你啥夫人啥大夫, 你要个攀云梯, 我都给你做, 只要你价格合适, 价格好说, 你能做就行, 咱们董家, 也不是小门小户, 说话的是陈妈妈, 她来就是付钱来的, 一听是董家的订单, 方木匠一张宝金沧桑的老脸立刻笑出了花, 直到一定好好做, 绝对保质保量, 告别了陈妈妈, 张氏回到家中, 见铁头和张家旺正在满院子追追打打, 春鸭也没做饭, 只坐在八角亭里, 脱腮思考着人生, 见春鸭今日状态不太对劲, 先去爷爷家, 不开心了, 没有, 挺好, 对了, 大金还挖了块沉箱, 卖了八十两, 我算过了, 咱们囤粮得花二十五两, 到时候就从这里头出, 哦, 对了, 还有, 我觉得二叔三叔他们这来来回回的赶牛车不太安全, 还得换个快鞋的马车, 春鸭说着话, 却没了往日的活泼劲, 张氏又说, 这不都挺对的嘛, 你又觉得哪不开心了, 我就觉得吧, 我身份认证出了问题, 您说, 我现在到底几岁, 春鸭这钻起牛角尖来, 也不是三句两句就能开解的, 这个, 我也很难回答你, 但是你看啊, 你折腾到现在, 咱们手里也有了两千多两银子, 我和你爹, 还有哥哥弟弟, 都有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觉得, 这里头有很多很多, 都是你的功劳, 就像一个房子, 你看不出它底下的基础可能有两三层, 只能看到它上头盖了十楼,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地基才是这十层楼的根本, 虽说, 你老是东一锤西一锤的, 大家看到你灵感乍线都腿抖, 但是我敢肯定, 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你做的, 说俗点, 是赚钱, 但是说的高尚一点, 就是为我们家打个深深的地基, 有了根基, 我们才能有选择, 娜娜, 妈妈真的很感谢你, 张氏说完, 抬头看了看春鸭, 只见女儿眼中泪光闪烁, 却还是倔头倔脑地说道, 那您还是没回答我, 我现在到底算几岁啊, 这有什么要紧啊, 你二十六岁, 我也喜欢你, 你九岁我也喜欢你, 不管到哪里, 我都是你妈妈呀, 春鸭猛地扎进张氏怀里, 呜呜咽咽咽地哭了起来, 正在院子里上蹿下跳的铁头和张家旺, 也没听到春鸭跟张氏在说什么, 只看到如此彪悍的姐姐, 居然哭了起来, 张家旺下意识地, 抓住了要赶去看热闹的铁头, 说道, 我跟你说, 铁, 我们如今是好兄弟了, 我跟你说个秘密, 你们家最厉害的还是我小姑, 你这会儿别去招惹我小姑, 咱们还是撤吧, 铁头想了想, 觉得张家旺讲的很有道理, 两人于是亲手亲脚地, 默默后退着退出了大门, 出门互看一眼, 呼出一口气, 还好还好, 撤退及时, 不然一会儿哭的可能就是自己, 还是赶紧出去打鸟完算了, 直到春鸭把鼻涕眼泪全抹在了张氏衣服上, 张氏才忍无可忍地问道, 你哭够了吗? 哭够了, 我要去做饭了, 你弟跟张家旺也不知道也哪儿去了, 春鸭这才抽抽搭搭地抬起头, 问道, 娘, 你说, 我定了啥奋斗目标好啊? 我也不想虚度光阴, 要不我也学医吧, 不要谢谢, 你想吓死金大夫啊, 你这跳脱的个性也不适合, 如今你跟裴婷开的摘星格不是挺好吗? 要不然, 你就跟他一起做做生意算了, 就反正什么赚钱干什么, 开个商行什么的, 嗯, 说了半天, 等于什么都没说, 很好, 我会考虑的, 春鸭这么说, 张氏便笑了, 看来这丫头是想通了, 又会说这种挂话了, 想通就行, 别看这娃前世活了26岁, 其实一直是有些小天真的, 也许是成长环境比较友善顺遂, 又或者是因为天生就比较开朗, 总之, 他今天能自己跟自己和解, 那就行了, 晚上张氏和徐大沃谈会的时候, 张氏跟徐大说了, 春鸭今日的一番作为, 徐大心疼地说, 春鸭可能是看自己太废, 所以下意识地承担起了, 本该是他承担的家庭责任, 长久来的压力, 让他自己也看不清自己了, 张氏便道, 那你真得好好努力, 一余时间看看书什么的, 争取把咱家基建再打得扎实些, 你说, 徐大皱眉说道, 什么, 张氏以为徐大总算要争气一回, 这咱家跟老宅那头预备16蛋米够不够啊, 要不咱多买点, 咱家一个个的可能吃呢, 迎接他的, 自然是张氏扭扭神功, 第二日, 当徐大到了春蓝14的时候, 发现徐大正在里头等他, 今日, 徐大是特地请了半日假, 在这里等他二弟的, 不知道为什么, 徐大如今到县城送菜, 总觉得有些紧张, 今日看到大哥还特地在14等他, 他便更紧张了, 大哥,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你公务不忙吗? 徐大颤巍巍地问道, 忙啥, 不忙, 得等征姚毅的时候才忙呢, 听春鸭说, 你去扶姚毅, 你且放心, 有大哥在, 稳妥, 徐发心想, 这可说不好, 见徐发不接话, 徐大也并不觉得有啥尴尬, 站起身说道, 走, 跟我去牙行走一趟, 干什么, 家里可不能再家人了呀, 爹会骂人的, 咱们今年春更只中了麦子, 不用插秧, 人手够了, 徐发想着, 再带人回去, 他爹可能就要把他给赶出来了, 徐达笑道, 放心, 不家人了, 走, 赶紧的, 没办法, 既然徐达说不再家人了, 徐发便放心了一小半, 跟着大哥又去找了金牙人, 到的东城牙行门口, 叫人喊了金牙人来, 金牙人远远看到是徐达, 心中的堤坝疯狂地住了起来, 他到得徐达面前, 见徐达对他笑, 哪怕嘴利如他, 他也不知如何开口, 也不知道这徐达, 今日是来正经买卖的, 还是又来挖坑的, 因为这些他都经历过, 他也不知道徐达为啥老爱找他, 他自认为不过是配封县 几十号牙人里最最最普通的一个, 徐达见金牙人不说话, 便以一个劲地朝他笑, 咱们今日做个正经买卖, 徐达总算先开口了, 金牙人才道, 你要正经, 我也正经, 行, 咱们今日就做个正经人, 走, 带我看他马去, 徐达大手一挥, 让金牙人前头带路, 金牙人想, 既然他今日想做个正经人, 那这生意, 总归是要做的, 便在前头带路, 往后院牲口棚走去, 却没想徐发不走, 非但不走, 还往后退, 说道, 大哥, 你买吧, 我先走一步, 家里头忙呢, 再见啊, 站住, 走什么呀, 一会儿你还得带回去呢, 徐达一把揪住徐发, 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前日春鸭挖的那东西, 卖了八十两, 正够囤粮买马的, 你们一匹, 我用一匹, 他们夫妻俩都觉得, 如今这交通的确不方便, 买马也算是合情合理, 既然春鸭提了, 他们便也同意了, 所以今天徐达请假半日, 就是为了把这事给办妥的, 大哥, 我觉得你们对我有意见, 徐发再一次觉得, 徐达他们是存心逮着他坑的, 为啥呀, 都给买马了, 怎么会有意见, 你是不是傻呀, 有一件, 我花着老鼻子钱干什么, 徐达觉得, 二弟好像比自印象中的机灵模样, 差了不少, 我可不傻, 这马买回去, 咱爹能打断我腿, 你信不信, 反正我不干, 你明日找三弟吧, 徐发铁了心的不干, 最后无法, 值得商量了, 今日先买了, 明日让徐志来带走, 金牙人和徐达今日说好了, 都做一个正常人, 于是买卖也很顺利, 两匹马, 一匹老一些, 品相普通, 已经九岁, 不过带个马车厢, 讨价还价下来, 花了二十八两, 另一匹品相虽也一般, 可年纪也小, 才五岁, 受过训, 脾气也温顺, 砍到三十五两, 无论如何, 金牙人也不肯便宜了, 徐达今天打算做个人, 便也点头答应了, 兄弟俩一个牵着马车, 一个牵着马, 回到了文苑街, 徐达再三问徐发, 要不要叫个马夫, 今日就把马车带回去, 徐发说了声不要, 陶冶似的, 去春兰十四取了牛车, 赶着牛车就开溜, 把带粮食回去的事, 给彤彤抛在了脑后, 次日一早, 徐发说是家里头耕地要用牛, 死活让徐志包了赵老大的牛车去送货, 他也不说大哥买了两匹马, 反正这事在他看来, 谁说谁挨骂, 反正他不说, 徐志自然不知道他二哥心里的小九九, 虽说家里耕地已经耕得差不多了, 但的确还剩了一两母的没翻完, 徐志也不宜有他, 徐老汉如今也只住扎在栗山上, 种地的事已经全放给了两个儿子和邱家父子, 根本不会管他们牛车到底去哪里, 于是, 当不知道徐达已经买下了两匹马的徐志, 站在了文苑街徐老大家后院马棚面前的时候, 心情非常的复杂, 他虽然知道不能多跟春鸭谈论花钱的事, 可没想到的是, 这孩子竟然连念头都不能让他起, 怎么样, 三叔, 这马车不错吧, 虽说马是老了点, 车是旧了些, 可是跑起比牛车快不少啊, 你们每日送菜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三叔, 跟你说话呢, 恢复了活力的春鸭, 拍了拍他三叔的手臂, 今天他是特地留着门, 等了他三叔来取车的, 沉默良久的徐志, 这才回过神来, 问道, 怎么, 就买了呢? 不是你说路上不安全吗? 春鸭反问, 徐志回道, 可我也说让你别想买马车的事啊, 你咋听话听半句呢? 三叔你可别诬赖好人啊, 这马不是我买的, 是我爹买的, 用的钱, 是那日咱金戈挖的那东西换来的, 可以说, 这两匹马, 也是咱们土里刨出来的, 咱跑土过活, 跟种地过活,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春鸭的歪理邪说, 虽说说服不了徐志, 可徐志却无奈没什么口才, 根本无从下口来辩驳一二, 最后只能你你你, 这这这, 得不知如何应对。 春鸭短手一挥, 说道, 三叔, 你也别你你你的了, 赶紧地装了粮食走吧, 对了, 我还没跟您说, 我爹说, 今日起, 您跟我二叔每日除了拉干脚, 还得拉粮食回去, 如今猪还小, 你们就少拉些干脚, 千万不要洒出来, 不然弄坏了粮食, 我爷爷又得骂人。 瑞慎还要拉粮食? 什么粮食? 他觉得他二哥咋那么不厚道, 这什么马车粮食的, 怎的昨日都没说。 徐发, 我敢说吗? 不囤粮, 咱挖地窖干嘛? 春鸭便把囤粮计划 跟徐志解释了一遍, 当听到要囤整整十六蛋粮的时候, 徐志又开始了, 你你你, 这这这, 三叔, 您别你了, 我爷爷问起来, 便说都是大金蛙的那宝贝疙瘩换来的钱, 这个真的是真的。 虽说买马已经花了63两, 这么算来买粮便缺了八两, 可徐达买的他们自己家用的马匹, 确实是比老宅的那匹老马要贵上不少, 于是这八两银子, 张氏便说他们出了, 反正他也不是太计较这些的人, 毕竟, 有钱不是。 张氏那日给裴婷的嘉南乡 已经让文香阁的老板确认过是绿齐了, 但是分量却不过七, 八两。 一斤绿齐能卖上两千多两, 但是就他们配风线, 估计也没人会买, 要卖估计也只能卖给董夫人。 徐达和张氏商量下来, 这东西还是姑且放着, 等以后有机会再出手也不迟。 所以别看徐达一家, 如今吃穿用度不够普通, 女儿儿子平日里也都只穿西棉衣物, 每人愁衫都只有一两件, 这都是赶上大厂面才用的。 但是其实他们这里赚点那里挖点, 手上的银子就已经不比这城中富贵人家差多少了。 毕竟,这里不过只是一个中等线, 既然这马车也买了粮食也买了, 徐志除了做好挨骂的准备, 也别无他法。 他也没赶过马车, 春鸭虽然也不懂, 但是想着会骑自行车的, 那肯定也会骑电动车, 于是鼓励他三叔, 叔,没事, 你能赶牛车就能赶马车, 可以的,相信你自己。 是的,徐志想, 除了相信自己, 他好像也别无选择。 于是乎, 没有赶过马车的徐志, 糊里糊涂地赶着马车装了粮食和半桶干脚, 便上了路。 然而, 马车到底不比牛车, 哪怕这匹是老马, 跑起来却比牛车快不知多少, 徐志只能紧握缰绳, 可没曾想, 这握得太紧, 马嘴受了刺激, 差点把前蹄给抬起来。 徐志见状, 赶紧放了缰绳, 马车好不容易才稳得下来。 还好还好, 干脚没翻。 一人一马, 就这么一会儿快, 一会儿慢地行驶在路上。 把马车拉进了老宅后院的牲口棚, 正巧蔡氏在后头的小菜地里种菜。 本想缓缓在跟他娘说这事儿的徐志只能硬着头皮, 迎接蔡氏沈氏的眼光, 颤巍巍地说道, 娘, 那个大金蛙的那疙瘩, 卖了钱, 我大哥给咱家买个马车还, 还买了粮, 说, 说是囤着。 蔡氏默默无语, 看他马车, 看他徐志,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那块黑漆漆的玩意儿倒还真被春鸭说准了, 还真能换钱。 与其那钱都被春鸭买羊肉吃, 买个马车, 囤点粮, 倒更能让他接受。 好容易大儿子能做回人, 他还是有一些小满意。 可老太太, 她是随便夸人的人吗? 想要她夸人, 那绝对不能够的。 于是, 蔡氏瞄了几眼战战兢兢的三儿子, 说道, 嗯, 行了, 我知道了, 去给我提两桶水来, 把这菜浇了, 浇透点。 徐志呆愣半想, 才到生好累, 拎着俩木桶, 打水去了。 这会儿的天气, 在南方来说, 应该是春雨绵绵才对, 可今年愣是除了过年后的一场雨, 一直到现在都没一点雨水。 种水稻的人家, 都通了沟渠, 饮水浇灌忙得不行, 只徐老汉和王老三家, 种下了麦种, 打水浇透了, 也就行了。 所以, 耕地任务并不紧张地徐发, 中午便说回家歇会儿, 顺便给邱家父子去拿点干粮和粮摆开。 不过, 最主要的是, 他看看日头, 三弟应该回来了, 他得赶回家看看, 三弟是怎么承接爹娘的口水洗礼的。 他们这三山村的屋子, 都是沿河而建, 这河也没个正经的名, 不过是环绕他们配风县的配合的一条小支流而已。 不过虽说是小支流, 但也是通朝的活水, 水之好, 水流稳, 村里头的人家, 没水井的打水洗衣做饭都用这水, 有水井的虽说用不上这个, 但是浇水灌溉也离不开这条河。 最近因为余水少, 这河的水位变低了, 一路叼着跟狗尾巴草回家的徐发, 远远就看到他三弟撅着钉在那打水。 三弟? 徐发迈着轻快的步伐跑了过去。 徐志一回头, 见二哥往他这儿来了, 便递了铜水给他, 娘说要浇菜, 他这就算是跟他二哥打招呼了。 哦, 你那马车赶回来了? 徐发一脸好奇地问道, 看着三弟的样子, 不像是被暴风雨洗礼过呀。 嗯, 徐志回答, 嗯, 这就没了。 徐发还想问呢, 却已经到了家门口, 刚进门口, 就听到身后徐老汉的声音, 说老三赶回来个马车。 徐发赶紧往旁边闪了闪, 徐志点头道, 嗯, 哪儿呢? 徐老汉问, 后头呢? 我大哥还让带了梁回来。 徐志答道, 徐老汉指着徐志, 恨恨地说道, 我且去看看, 你们几个给我等着。 说完便往后院跑。 后院里头, 蔡氏正等着儿子提水来浇菜, 见徐老汉气横横地跑进来, 知道肯定是村里有人看到三儿子赶了马车回来, 跑去跟徐老汉说了。 他对徐老汉招了招手, 你来, 我跟你说个事。 徐老汉气横横地走到蔡氏跟前问, 啥事? 这马车, 是春鸭前日挖的那东西卖钱买的, 听嗓口气, 老大昨日就买了, 你二儿子肯定知道。 昨日他啥都没说, 今日还死活要用牛车, 就是请等着三儿去迁了回来, 被咱们骂呢。 你大儿子二儿子都是老鼠经投胎的, 何该一天敲打了七八回, 三儿老师却不善言语。 之前你一门心思培养大儿子, 到头来却养成了祸。 如今好不容易投了回井, 做回了人, 咱们也不能放松敲打。 而且, 你想想, 这买车的钱, 你不给春鸭用掉, 你那宝贝孙女, 妥妥地全买的羊肉猪肉老虎肉给吃了, 你信不信? 说完, 蔡氏斜眼看着徐老汉, 徐老汉倒是被蔡氏的一番见解给惊着了, 没想到这老妻平日看着毛毛躁躁杂杂呼呼, 看起人来, 倒是有几分准, 他想了想, 点头道, 无妻所言甚是。 蔡氏翻个白眼, 装什么文忍, 转头又扯着嗓子喊道, 提水也不知道提进点。 准备叫我去拎吗? 也没个眼力劲。 徐发心想, 你二老刚刚说悄悄话, 我们敢拎进吗? 不过也不敢多说啥, 拎着水桶就放到了菜市跟前。 原本想骂自家儿子全是败家玩意儿的徐老汉, 此时正在酝酿怎么把这锅给徐老二背上, 他思虑再三, 问徐发, 这个昨日怎么没带干脚回来啊? 嗯, 徐发有些不明所以, 可爹问了, 他总要答, 便回到忘了。 忘了? 这都能忘? 猪饿死了咋办? 徐老汉拎起烟杆就要揍。 徐发都惊了, 爹娘怎么不说马车的事了? 这怎爹还能扯到他身上? 他赶忙跑到前院, 还不忘跑去厨房, 抄起三个馍馍就往外逃, 太惨了太惨了, 这都叫什么事啊? 自己不是回来看热闹的吗? 大哥, 你在哪里? 怎么不都不回家? 徐志还想去拉他爹, 却被菜市又喊着去拎水, 他算着二哥应该能逃得掉, 便也不管他哥这事了, 还是种菜更重要些。 一天之后, 整个三山村, 上上下下, 全都知道, 徐老汉家这是发了呀, 连马车都买了。 这村里, 仅此一架的马车, 居然不是在里长家, 也不是在村长家, 而是在养出了徐大赖子的徐老汉家, 这种刺激, 谁受得了啊? 然而, 一月后, 当徐老汉家买了马车这事, 刚刚平息了没多久, 徐达带着人来贴针摇曳的告示的事, 犹如一滴清水, 滴入了滚烫的油锅中, 在三山村炸了锅。 天爷啊, 这货居然还能当上官差, 跟着他一起来的, 还叫他什么, 搬头? 还是个头? 徐达, 徐老汉家的大儿子, 徐大赖子, 赌博赌得差点家破人亡的那货, 居然做了官差。 赵里长, 徐村长, 狠狠地瞪着自家的大儿子, 你们居然连徐大赖子都比不上。 徐达, 终于在他爹娘生出他三十多年后, 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众人还未从徐达, 居然带队争摇抑这事中缓过劲来。 没几日功夫, 里长便集合了报上名的人, 又重新把徐达介绍给了大家。 嗨嗨, 这个徐头, 大家也都熟悉哈, 这个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反正你们好好干, 咱们村里出去的, 徐头也会照应的。 此次咱们这做活的地儿呢, 离安远寺不远, 原本呢是不能每日回来的, 但是徐头跟咱们仙太爷寝室下来, 特许, 咱们能日日回家休息, 每日晨时出客上宫, 自己带点。 别的也没啥了, 反正自个儿看好时间, 服役期间不能请假, 如果实在有身体不适的, 家里得出人来顶替。 这个本也不可以的, 但是也是徐头给咱争取的。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吧。 工具, 对了, 工具你们都自己带好, 一人一个铁锹一个钉耙, 必须带, 衙门不提供啊, 明日准时在这集合, 别忘了。 行了, 散了吧。 里长说散, 可以没人散啊, 三山村百来家人家, 近百号人, 把徐达围了个密不透风, 有拍马奉承的, 有说多多照顾的, 还有问能不能问衙门界工具的, 话里插话, 让徐达不知道先说回哪句好。 直到徐老汉看不下去, 这才挑了个大石头, 让徐志福好自己, 站了上去, 大伙儿静一静。 静一静。 本来, 徐老汉说静一静, 谁听他的呀, 村里多的是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的抬杠运动员, 但是如今徐老汉他不是徐老汉了, 而是徐达, 徐头的跌了, 既然他说静一静, 那大家就都停下来, 听他说话了。 这个, 我大儿, 大家放心, 忠厚得很, 底下人心里一片呸声, 可没人呸出口。 徐老汉继续说, 这个, 既然他来管咱们村的事, 那肯定会照顾好大家的, 但是一点, 大家可不能因为他是咱们村里的人, 就欺负他老实。 底下又是一片虚拟的呸声, 该干还是得好好干, 这不是为他干, 大家伙儿想想, 这从春节到现在, 下没下过一场好好的雨? 没有吧, 这万一遗憾了, 咱们地里的这些庄稼, 能靠的就只剩下这水库了, 咱们今日出力, 就是为了明日就自己于水火, 所以想走后门不去干活的, 我劝你们也歇了这些心思, 要不是年纪超了, 我还想去干两天呢。 好了, 这话就说到这儿, 这个, 我大儿还得回县衙回话, 明日大家不要忘了集合。 散了吧, 都散了。 徐老汉大手一挥, 说让人群散了, 人群便真的散了。 赵理长差点没气出个好歹, 可有神妖办法, 谁叫人家儿子, 会浑呢? 见众人都散了, 赵理长也拱手跟徐达和徐老汉道了个别, 回家给鸡孙子念书去了。 被包围的徐达, 终于从人群中解脱出来。 今日他主要是来拿集合名单的, 所以只来了他一人, 骑着他那匹利宝。 这马买回来之后, 徐达也没去正经学骑马, 第一次骑, 差点没被这马给一蹄子踩废, 而徐达唯一能想到可以教他的, 也只有崔都头。 要说这配风线虽说是个中等线, 但也算不上穷, 可无奈卢县令抠门啊, 三班六房一百多号人, 龙共就三匹马, 只卢县令有一匹专用的, 另外县城, 主部, 县位还得轮着用, 与补头, 崔都头偶有急事才能借来一起。 所以徐达跑去跟崔都头学, 崔都头颇为为难, 男人嘛, 会开车的总不会说自己车气差, 放在这会儿, 崔都头也肯定不会说自己骑术不经, 于是一个娇得歪歪扭扭, 一个学得猫狗不像, 两人倒也默契得很, 谁都别吐槽谁, 反正别从马上掉下来, 摔成傻子就行。 总之, 徐达的骑术, 现阶段是略显勉强, 可以好歹把这丽宝给骑了回来。 要说这马名, 也是春鸭这起名废物起的, 直接用了爱看的美剧里头冠军马的名, 隔山隔水隔千年的, 人家也管不到他这头来。 虽说丽宝品相不过中等, 却是投好脾气的壮年小马, 跟徐家老宅那头动不动就发马脾气的老马不好比, 徐发对丽宝很是喜爱。 所以当徐达想去牵马, 跟着徐老汉往老宅去的时候, 徐发便很是狗腿的主动要求帮忙牵马, 反正骑不上归骑不上, 牵牵总可以吧。 走在前头的徐老汉, 转头看看自家撒傻儿子, 边走边说笑, 心中的得意不自觉地带到脸上, 你说老了老了, 儿子居然莫名其妙都成气了, 看满的照里长气的, 带劲儿。 父子几人回到老宅, 徐老汉把新建好的立山脚下的屋子钥匙交给了徐达, 他说道, 这屋子, 昨日正式建完了, 另外工人的土房子, 我也自己做主给你们多建了四间, 这钱呢, 一共花掉了56两, 没办法, 你们这屋子要得急, 人工材料多花了许多冤枉钱。 春鸭还几次回来, 死活要弄得跟以前一样的茅厕, 你家闺女能花, 这些都听爹的, 都爹说了算。 这余下的钱, 徐达把徐老汉放在桌子上的钱袋子, 重新推回了徐老汉手边, 就当是我给老宅再造屋子, 给添了砖瓦。 徐老汉二话不说, 便收了袋子, 行吧, 今年不弄了, 带着汉解了, 咱再说这事。 这钱, 我先存起来。 三儿子, 统一点头道, 爹说的是, 第二日一早, 榆林镇的十个村抽来的壮丁, 都集中在了离安远寺外五百米处, 三千来口人的一个镇子, 却整整抽出了七八百个壮丁。 为啥? 因为没有一户人家愿意花五十两银子免疫啊。 且因是摇役, 而非兵役, 所以只有独子的人家, 也定要抽人来服役的。 名状二十五人, 由崔都头带领, 还是分五组, 一组监管两个村, 崔都头负责统筹安排。 徐达, 自然是被派在了三山村这头。 说起来这名状统共就二十五人, 却全被派了来, 全因修水库也不是你挖的池子, 住个堤坝就能完事儿的, 这事儿还得去周府请了水部的人来, 人家来了, 还得请了当地对着水利了如指掌的老农, 一起参详了, 才能开干。 如今这汉情波及的范围广, 这样的人才恨不能一个人掰成两人用, 卢县令不谈钱, 别的能帮助他晋升的事儿干起来倒也挺积极, 几次去了周府, 拜见了个路上官, 好不容易给佩丰县争取来了两个宝贝疙瘩。 榆县因依靠着安远寺, 大和尚们对修建水库相当积极, 卢县令想着这款子还是安远寺里头颇有影响力的大和尚帮忙筹集的, 便安排了他们镇第一个开工。 所以这宫亲也是非常紧张, 这家水部的宝贝疙瘩, 干完了这里, 后头还有好几个水库等着修。 水部两位把各组要做的事儿都安排给名状班的各班头, 各班头再下达给各组人马, 崔都头也不知道去哪儿弄来的一个牛角号, 号角一吹, 大家开干。 一时间, 尘土飞扬, 耗子生四体。 当然, 干活的队伍里, 总有几个不守规矩的, 崔都头二话不说, 拿起鞭子就抽, 也不管抽到了, 谁没抽到谁, 总之就是蛮横无比。 被崔都头这么一下唬, 不守规矩的几个瞬间也老实了起来, 徐达侧目看着, 觉得这长得像牛魔王般的男人, 多少, 还有点东西。 趁着职务之便, 给自家弟弟安排个清神的位置, 那是徐达加入名状队伍的奋斗目标之一, 所以, 徐达自然在自家大哥的照顾之下, 得了个挑土的工作, 这就已经算是最轻的活级了。 但是再轻的活, 也得使一把子力气, 徐达也不好太过逊思, 毕竟这七八百号人看着, 做得太过, 乱了人心, 就凭他们二十六个人, 那也是没法收拾的。 于是在斑斑抬抬抬一个上午之后, 徐发便觉得自己饿得快晕厥了。 好在崔都头的号角及时响了起来, 徐达赶紧帮徐发找了空地坐了下来, 刚说了没两句话, 想带二弟去大鹏等饭呢, 却见远处晃晃悠悠来了辆罗车, 没错, 是他们家的。 赶车的是郑山富, 罗车停在了个不太显眼的位置, 上头跳下一个小姑娘, 那便是春鸭了。 他是来给他爹和二叔送饭来的, 不过主要是来看热闹。 这古代纯手工修水库他没见过, 好奇的紧, 便跟着郑山富的罗车来了。 要说这卢县令, 抠门是真抠门, 别说人家服役的人他不管饭, 连名状每人一天也就俩馒头, 水还得自己煮了哈。 徐达一想, 不过二十几人的饭菜, 大手一挥, 便说他包了。 这世上, 没有什么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便利, 他可以行职务之便, 都是同僚和上官默许的, 那付出点金钱的代价, 肯定是必须的。 午休半个时辰, 官差们自有搭的大棚休息吃饭, 而干活的壮丁, 便只能自己找地儿吃了。 春鸭远远就看到, 自家二叔被他爹拉着要往大棚去, 徐发却好似不愿意, 兄弟俩拉扯个不停。 二叔, 爹, 春鸭边跑边喊, 郑山腹滴留着两个巨型石河, 跟在后头。 你怎么来了? 这儿到处尘土飞扬的, 你赶紧回去。 徐达一见到女儿就赶人。 春鸭笑说, 好奇, 来看看。 爹, 你跟我二叔干嘛呢? 哦, 我让你二叔去棚里坐着吃饭, 他非不肯。 徐达答道, 这么多人呢, 算轻松了, 算了算了, 我坐地上吃也成, 春鸭呀, 今天带着啥吃的呀。 徐发也是个人精, 除了在家里头被嫌弃, 在外头还是知道些为人处事之道的。 徐达却会时而正常, 时而短路, 总体来说, 花钱能解决的事他挺拿手, 别的就发挥得有些随机。 爹, 我二叔说的也没错, 一会儿我给我二叔挑一碗菜过来便是了, 这也不是做一日工就结束的。 你也不可能实时盯着我二叔不是? 别勉强了, 咱们还是得低调着些。 这事儿春鸭肯定是占徐发这一边的。 春鸭的低调二字话音刚落, 就见远处尘土中赶来一架刚上过新漆的华丽马车, 这车, 春鸭认识啊, 这不是董家的吗? 马车挺稳, 车里走出三人, 每人滴溜了两个时盒, 朝着牙医们休息的大鹏走去。 大鹏那头走出个人, 不用猜了, 定是万人义无疑了。 来来来, 放这儿吧, 大伙儿一起吃吧。 徐头, 你也一起来吧。 万人义招呼同僚们。 低流着石河的郑山富看向东家, 徐达毫无尴尬之意, 跟郑山富说, 去吧, 咱今日拼桌吃饭。 说完, 转头跟自家二弟又说, 那你在这歇着, 我让春鸭给你加点他们的菜, 董家的菜色定比咱们家的强, 等着呀。 说完, 便迈开大步, 招呼春鸭赶紧跟上, 给他二叔加菜去。 春鸭只觉好笑, 跟了上去。 崔独头更是乐不可知, 你看这整的, 怎地如浇油一般, 这如果一月吃下来, 叫他回家如何适应家中饭菜啊。 正当大家摆好饭菜, 春鸭加了满满一大碗董家送来的小菜, 又揣了俩大肉包子给徐发之际, 就见远处又来一辆马车, 风尘仆仆, 歪起扭巴, 眼看着就要散架。 春鸭定睛一看, 这人, 有些面熟, 可又不太敢确定, 又揉了揉眼睛, 游游郁郁地大喊了一声, 师父, 驾车之人, 闻声停了马车, 大声答了一句, 哎妈呢? 在吃饭吗? 加我一个。 好妈, 道璇回来了。 道璇马车刚一停稳, 春鸭便跑上前去, 问他道, 师父, 你头发呢? 还真成和尚了。 什么叫真成和尚啊? 我本来就是和尚。 嗨, 快别提了, 某某都撒月没洗头了, XXX都长狮子了, 替了拉倒。 道璇说完, 条件反射般的挠了挠光溜溜的脑袋, 被狮子咬得心里阴影很严重啊。 您也洗头。 春鸭还以为道璇那撮鸟窝头, 从来不洗呢。 道璇摆他一眼往前走去, 啥叫我也洗头? 我多干净啊。 不洗头, 那是北京那帮老兵游子才那么恶心罢了。 说完突然想到了啥, 这才又跑了回去。 正跟在他身后往前走的春鸭被他撞了个满怀, 吃了道璇袍子上一大口的灰, 呸个不停地又跟在道璇后头, 喊道, 干嘛呀您, 不吃饭吗? 我爹让我挣大叔, 哎, 这里头咋还有人? 对不住, 对不住, 我这都快饿死了, 一闻这饭菜味就忘了道璇对着车厢里的两人说完, 又转头对春鸭说道, 来来来, 介绍下, 这位, 躺着的, 是你那个王宗元王大哥的新婚妻子, 这位坐着的, 是你王大哥新婚妻子的弟弟, 就是他小舅子。 道璇说完, 春鸭眨巴了半天眼, 这才问道, 那什么, 王壮士倒也啥都不耽误哈, 话刚说完, 就见那小舅子慢慢搀扶起了躺着的那个新婦, 也不说话, 只半蹲着把人搂住了, 那新婦开口问道, 这位是, 哦, 你好, 我是我师父的徒弟, 春鸭明显还未从突然见到王壮士的妻子和妻弟的震惊中缓过来, 这女子为何躺在车厢里呀? 是身体有样? 这妻弟怎么不说话呢? 难道是哑巴? 他们来干嘛呀, 那王宗元不是在北京吗? 去让自己新婚妻子回来, 难道北京有啥事儿了? 爱麻, 可千万别打仗打过来呀, 总之就是一脑门的问号, 哈哈, 小妹妹也是风趣得很, 那少傅笑了笑, 不过脸色看起来比较惨白, 哎呀, 行了, 别寒暄了, 走吧吃饭去, 那个, 叫啥来着, 关不清, 你姐行动不便, 你先带她去安远寺, 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饭来, 吹呀, 你带她们去, 找我那大胖师弟去, 给你爹送饭的那个人, 是你家的吧? 好使吗? 道璇饿得火急火燎, 连人都来不及安置了, 就想着赶紧去扒了一口饭, 哦, 是我家的, 姓郑, 春鸭点头道, 于是道璇挥了挥手, 行了, 去吧, 然后头也不挥地跑了, 留在马车边的春鸭很是尴尬, 可那叫关不清的少年也没说话, 只是把他姐挪到了车厢边, 自己跳下了车, 背起他姐, 挽了两个包裹, 冷声问道, 往哪儿走? 春鸭看他脸比石头大不了多少, 也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 说话却不似他哥哥般的正直变声期的公鸭嗓, 而是已经完全是成年男子的声音, 身量看着比石头头高些, 见眉心眼, 面色却辉煌五光, 而那少妇, 估计比他也大不了多少, 看样子, 应该是下半身行动不变, 面色苍白, 头发凌乱, 就是一路实在不太好过的样子, 关木青见春鸭站着出神, 便不再多问, 背着他姐, 抬腿便走, 对不住, 对不住, 我这人就这点不好, 老动不动就走神, 来来来, 跟我走吧, 春鸭追上去, 替自己解围, 水库的施工地离安远寺不过六七百米, 春鸭本想着, 让这叫关木青的把车赶到安远寺去, 却没曾想, 他倒是背起人就走, 走得还贼快, 春鸭紧赶慢赶, 才将将追上他的步伐, 一路春鸭也没空多说话, 只疯狂地挪动着自己的小短腿, 倒是趴在关木青身上的王宗元的妻子, 自己简单介绍了下自己叫关静, 弟弟叫关木青, 三人道德安远寺, 春鸭奋力直追, 到底还是抢在了关木青前头进了四门, 虽然他也不知道为啥非要抢在他前头, 这也许跟大金到处尿尿的心态有点像吧, 春鸭抓来一个小沙迷, 两人互看一眼, 同时说道, 怎么又是你? 巧合, 有缘, 阿弥陀佛, 那个, 道玄大师何在? 春鸭如是问, 道玄大师不是关静话还未说完, 关也好像背不住他姐的样子, 把他姐往上拖了一下, 关静立刻不说话了, 后头疗房里呢, 这位施主, 这两位施, 小沙迷看了看关家梁姐弟, 心想咱们也是个大寺, 后头师叔师父施祖们住的地方, 也不能随便进啊, 春鸭拉他到一边, 说道, 这两位是王宗元的妻子和小舅子, 王宗元你知道吧, 去年在你们寺里住过, 捐了好多香火钱的那个, 我, 我不知道啊, 不过既然是姐姐认识的, 那你们就进去吧, 小沙迷如此说道, 春鸭都服了这孩子, 早点说认识他就行, 不就得了, 一路把两人引至到新屋子门口, 春鸭又闻里头的打呼声, 他心中富费, 这位大和尚, 每日除了礼佛奖金, 剩下的就是吃睡, 你说他白胖, 还有谁白胖啊, 大师, 是我, 春鸭, 我师父回来了, 有事找您帮忙, 您赶紧醒一醒, 春鸭说完, 便拍起了门, 屋内打呼声停了, 传出一声, 进来吧, 进去吧, 春鸭推开房门, 看着关木青, 下巴朝屋里头抬了下, 关木青二话不说, 抬不走了进去, 道兴显然没料到, 进来的人他居然不认识, 春鸭赶忙把前因后果给解释了一番, 反正就是这俩人跟着他师父来了, 具体为啥, 怎么来的, 他反正也不知道, 虽然有兴趣知道, 但是一连想到这两人的身份来历, 他还是觉得, 有些八卦, 不听也罢, 几人正说着呢, 便听由小沙迷来说, 有个姓正的来送饭, 进来吧, 送的啥呀, 道兴淡淡地达道, 别, 别送进来, 一会缠着那个打扰着您理佛可不好, 有空的疗房吗, 您好歹让人家洗把脸再吃饭吧, 春鸭倒也不是小气, 就怕道兴一时兴起, 再不吃一顿, 他的胃口春鸭可是见识过的, 他吃了, 这两位就别想吃了, 小气吧, 你就, 给你师傅一个德性, 行了, 跟着那小沙迷去吧, 他知道哪有空房, 道兴挥了挥手, 转过身, 也不知是不是又重新打上了瞌睡, 几人出了道兴的屋子, 跟着小沙迷去了监空着的疗房, 小沙迷见关静腿脚不便, 道也好心, 跑去帮忙打了水, 拿了盆和干净的金子递给春鸭, 春鸭把郑山腹给他的石盒摆了出来, 里头装了一荤一素两个菜, 并让关木青把他解报到里屋, 他来帮忙, 这位妹妹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关静如是说道, 春鸭笑答,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不过都是举手之劳, 不瞒你说, 你家相公, 就是王壮大哥, 跟我家合伙开了个果园, 虽说还没挣着钱, 但咱们也算生一伙伴, 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 行了, 这脏衣服我就给你放这儿了, 不过你洗起来也不方便, 这怎么办, 如今这会儿, 也不知道有没有弟弟帮姐姐洗衣服的事, 这里头还有中医, 不知道这姐弟俩避不避讳这些, 他自己给自己洗都是三天洗一次, 懒散至极, 根本想不到还要帮人家洗衣服这茬, 没事, 我会自己想法子的, 你就放这儿吧, 关静微笑回答, 春鸭觉得这事人家没开口要帮忙, 自己也不宜管太多, 便答了声好, 却喊了声关木青, 把他姐给抱出去吃饭, 整个过程中, 关木青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默默地去换了两盆水, 要来了碗筷和熟水, 姐弟俩在桌边坐下, 先也不吃饭, 吃大口喝了好几杯水, 这才拎起了筷子, 快速且无声地吃起了饭, 春鸭坐在一边很想走, 可又不太好意思打扰他们吃饭, 而且家里那时盒好歹也值三四十个铜钱, 想想扔这儿又有点舍不得, 便只能坐在一边, 好似监工一般看着这两人吃饭, 待两人吃好了饭, 春鸭拎起石盒就要走, 这沉默的氛围实在是令他很不适, 还是赶紧溜了, 他要去热闹的工地瞅瞅去, 也不知道郑大叔有没有等他, 这师傅实在不靠谱, 也不知道吃完了早点回来, 那个, 没什么事我便走了,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们可以去文苑街找我, 我先走了, 再见啊。 关静倒是挺客气, 对春鸭好一番感谢, 只关木青站在那边没说话, 带到春鸭一脚跨出了门, 关木青才低声跟关静说了句什么, 默默跟了上去, 春鸭好奇转头问道, 这位, 大哥, 你还有什么事吗, 路上不太平, 我送你回去, 关木青说话, 总是不太有什么表情, 春鸭碗俱倒, 没事, 这一片我熟得很, 我爹就在那道水库的地方监工呢, 我家郑大叔肯定在那等我, 一会儿我坐罗车回家就行, 关木青也不说话, 继续往前走, 春鸭紧敢慢赶, 才追上他的步伐, 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有病, 说了要送那便好好送啊, 走那么快, 想来腿长, 我看你腿也不怎么长啊, 春鸭心中骂骂咧咧, 到了工地, 春鸭看到自家罗车在呢, 刚想说不用再送了, 那关木青却已经三步两步不见了人影, 有病, 春鸭对着那远去的背影唾骂一声, 送饭送了大半日的春鸭, 好容易坐着罗车回到家中, 急切地想分享今日的八卦, 可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这可让人怎么忍, 想着老宅那头粮食倒是同够了, 常用的单啊腰啊, 倒是一点没备, 反正这会儿他没什么事, 今日跟裴婷说好了又是不去的, 那就去人机堂一趟吧, 采买些东西, 分享下八卦, 一会儿还能跟娘一起回家, 挺好挺好, 说走咱就走, 但是, 当春鸭匆匆赶到人机堂的时候, 才被告知张氏去了摘星阁, 春鸭扫了一眼, 又问小药童, 金大夫也去了, 是的, 张大夫先去的, 说是卢夫人有个病症吃不准, 便又接了金大夫过去, 小药童如此回答, 春鸭心中一喜, 这是重了, 这简直是太好了, 今日这八卦多的春鸭, 感觉自己都要承受不住了, 急切地想要找人分享, 偏偏张氏, 今日在摘星阁耽搁住了, 徐达因为今日第一天监工, 有很多杂事要讨论, 也没回家, 十四的那一波那就更别提了, 天霉黑是不会回家的, 连铁头和张家旺也没准时回家, 有住得近的小孩跑来说, 这俩货被先生流堂了, 金哥更别提了, 最近一月, 天天在家做工具狗, 都没空出去找小母狗了, 今日好不容易张氏没空, 董小姐没来, 那还不赶紧出去鬼混, 好吗, 越是想讨论八卦, 越是家里鬼都没有, 但凡如今家里来只鬼, 春鸭发誓, 自己都能跟她落上半日, 她能怎么办, 只能做饭啊, 等到一锅炖的萝卜香菇排骨饭刚炖好, 铁头, 张家旺和张氏才踩着饭箱回来了, 娘, 赶紧的, 婷姐姐生事重了, 春鸭见到张氏跨进院门, 有点声, 走, 里边说, 张氏边走边往自己房间走, 放好自己随身带的小药箱, 才继续跟春鸭说道, 我本也吃不准, 就算算时间, 摸摸麦西, 觉得应该是重了, 后来请了金大夫来, 金大夫到底医术好, 一把麦就说有了, 哎呀, 你婷姐姐你是没看到, 激动的直哭, 我费了好大一番口舌, 才稳住了她情绪, 金大夫说要开安胎药, 我觉得这种事情, 药补不如食补, 讨论了好一会儿, 才论出几张识不放, 不过现在她才还上, 你千万别到处说, 满了三四个月才好说呢, 知道了吧, 春鸭喜笑颜开地点头倒好, 外头的铁头和张家旺却在讨论, 中了, 是什么意思, 中剑了, 中刀了, 看春鸭笑嘻嘻地出了张氏房门, 两人才问, 你说卢夫人中了, 中啥了, 要紧步, 春鸭这才想起, 这俩货被流糖的事, 也不回答他们, 反问道, 你俩今日为啥被流糖, 张家旺和铁头对视一眼, 赶紧逃了, 什么重不重的, 关他们屁事, 溜了溜了, 直到张氏喊吃饭, 张家旺和铁头才挨到进前来, 春鸭抓住铁头好一顿脑痒痒, 然后把魔爪伸向了张家旺, 张家旺这才说是两人, 又把董家填上的洞给挖开了, 这才被魏先生给罚了, 有病吧, 你俩练什么功啊, 非扒拉人家强不可, 你们给我等着, 我明日就叫董夫人 把那栋用铁水给浇上, 看你们还怎么扒拉, 张氏恨恨地说道, 他如今就不能提起 董家的那面破墙, 一想起来就恼人疼, 说道有病, 我今日也遇到个有病的, 你们猜, 我师父今日回来, 带谁回来了, 春鸭被裴婷巨大的瓜 给冲昏了头脑, 差点忘了自己的瓜, 土地公, 铁头猜, 屁, 不是说你们师父是和尚吗, 那应该是西天的菩萨, 这是张家旺猜的, 不知道, 这是折腾了一日 筋疲力竭的张氏 对瓜的不重视, 春鸭短手一挥, 你们说的都是啥呀, 今天我师父带回来的是 王宗元的媳妇和小舅子, 王宗元, 谁呀, 张家旺根本不认识这人, 哦, 来呗, 张氏也是不太想接查, 铁头扒拉了两口饭, 嚼扒了下去, 才说, 我石头割, 倒大没了, 师父布置的功课 一点都没做, 没劲, 这些人咋一点都不配合呢, 春鸭突然觉得自己的瓜怎么就不香了呢, 带到徐达喝的满脸通红的回家, 只有他才表现出了一点点对春鸭的瓜的兴趣, 那王宗元不是在北京杀敌吗, 咋把媳妇给弄回来了, 话说你师父这段时间干嘛去了, 春鸭摇头, 不知道, 你这啥都不知道, 吃的哪门子瓜, 空心大窝瓜, 徐达喝大了, 胆也大了, 没意思没意思, 一个个的都没意思, 春鸭嘟嘟当当的跑去看他石头割赶功课, 还是看他哥发愁, 更开心一些, 第二日一早, 昨日吃了空心窝瓜的春鸭, 早早地让他挣大叔赶了车, 跑去了大眼庄, 他得赶紧去吃口甜瓜, 甜甜嘴, 停姐姐, 春鸭人未到, 生鲜质, 惹得后头跟着的陈妈妈连忙到, 春鸭小姐, 咱们夫人还未起身呢, 没事, 春鸭, 进来吧, 我起了, 屋子里传出裴婷的声音, 很是婉转好听, 春鸭心冲冲地跑了进去, 和你娘呢, 你娘说, 前三月让我自己多当心, 这摘星阁里头每十日的聚会以后还得你来了, 另外, 每日的菜品布置也要你多上心了, 虽说你虚岁不过十岁, 但是我看你可以的, 多给我加娃, 赚点压箱底的钱啊, 裴婷简直是春风满面, 说话间流出露出的喜气, 真是挡都挡不住, 哈哈, 姐姐不怕我把这摘星阁搞垮就行, 我这人就是一点不好, 做事儿太激进, 别的都还不错, 春鸭的自我认知仅限于此,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来, 赶紧过来, 给我参详参详, 小宝宝用哪种料子好啊, 我手脚慢得很, 这会儿开始给我娃做衣衫, 估计做到她出生也做不了多少呢, 裴婷说完, 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微秃的肚子, 虽然春鸭知道裴婷这微秃的肚子就是点脂肪, 如今那小宝宝还只是个胚胎呢, 可是扫兴的事儿她可不干, 掺了裴婷的手让她坐下, 自己便蹲在观音奴打开的三大箱料子里头翻翻找找, 找出一块, 两人讨论半天, 找出一块, 再讨论半天, 等到两人总算挑出了一箱给孩子做衣服的料子, 时间已到了正午, 裴婷留了春鸭用饭, 用完饭, 春鸭又去摘星阁溜达了一圈, 佛宝又知道春鸭虽然年纪小, 可却是裴婷除了他们三个之外最信任的人, 自然是有问必答, 前几日春笋烧卖已经停卖了, 要说起来, 这卖得还真是不错得很, 经常来的小姐夫人, 几乎每来必点, 回去的时候, 再带上一两龙生的, 给自家的儿子相公婆婆公爹, 献争献吃, 回头再来, 就变成带上三四龙, 五六龙了, 最后因为要带的人实在太多, 裴婷只能出面说, 每人最多最多, 只能带三龙, 因为卖得贵, 一月下来, 光这春笋烧买, 他们就赚了六七百两, 不错不错, 实令仙货就是诱人的很, 待哪天, 我再想个别的吃食, 也只当寄卖, 春鸭对佛保佑如此说道, 那春鸭小姐得快着点想, 文竹昨日来说, 咱家老爷的底报如今越发得多了, 说是这汉情广得很, 重灾的地方, 都一年多未下一滴雨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这儿要是也闹得严重了, 咱们这钱可赚不了了, 佛保佑现在主管摘星阁的丫鬟婆子, 也算是磨练出来了, 这看事情也远了些, 经过他这么一说, 春鸭也觉得赚钱这事吧, 还是得激进点, 当下就撩了袖子, 说分分钟有新点子了, 跑去做白岸的厨房, 喊来两个厨娘, 背齐了东西就开干, 本来想着, 戚风蛋糕他们如今这温控达不到要求, 别说烤箱温控的事了, 光打发蛋清都能打风调, 但是今天跟裴婷里那层层叠叠的布料的时候, 突然觉得千层蛋糕是可以实现的, 这奶油他本来想着, 得去什么北边游牧民那绑个人来做, 这会儿突然想起一个替代的法子, 用这厚厚的水牛奶, 加了穷汁, 先冻到半凝固, 打发一遍, 再冻, 再打发, 如此三遍, 便可以得到替代的奶油, 虽然口感可能没但奶油打出来的那么细腻蓬松, 但是不细长, 没对比, 应该是可以过关的, 说到冻, 那就要冰, 陪庭如今的冰库储备, 春鸭怀疑他都能媲美皇宫了, 这会儿怀孕了, 估计他为了孩子能安然度过灾年, 且有得存呢, 实在不行, 他还可以回苏州嘛, 所以这冰用起来, 也不心疼, 如此一来, 各种班级也可以做了, 但是, 这儿也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果子做班级, 春鸭便想用芋泥包了糯米粉做的麻薯, 再包上奶油和千层蛋糕的饼皮, 味道应该也不错, 为了做这两样点心, 春鸭一直在摘星阁待到了快日落, 总算皇天不负有心, 算是做成了, 除了饼皮还不够薄, 千层效果不够蓬松, 别的都不错, 不过这个不要紧, 这饼皮的厚薄都可以练习改进的, 这厨娘都是请来的很有经验的白岸师傅, 不出三日, 定能做得很好了, 春鸭捧了个试验品的千层蛋糕, 拿去给裴婷看了看, 切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给她过过嘴瘾, 惹得裴婷很是哭笑不得, 她虽爱甜食, 可张氏说, 怀孕期间也要少吃甜食, 控制体重, 不然到时候生不出, 不止她危险, 孩子更危险, 鉴于此, 别说让她忍着不吃糖了, 哪怕让她忍着不吃饭不喝水, 她都可以做到, 这整整一个千层蛋糕都落到了春鸭手里, 她捧着石盒, 想着得赶紧回去与众人分享自己的聪明材质, 大眼装的马车停在了文院街的巷子口, 春鸭跳下车, 稳稳重重,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家走去, 就怕打翻了自己的聪明材质, 刚想推门进去, 却见里头出来个人, 差点撞翻她手中的石盒, 还好那石盒在落地之前, 被人给接住了, 春鸭刚想骂人, 却看那人居然前不久刚见过, 她退出门外, 看了看, 没错呀, 是自己家呀, 这才疑惑地开口道, 关木青, 你怎么在这儿? 关木青把石盒往春鸭手里一塞, 三下两下, 身影便隐没在了巷子口, 卧槽, 这什么人啊, 有毛病吧? 春鸭再一次确定, 这人, 有, 病, 姐, 你咋回来那么晚? 我都快饿死了, 你刚骂谁呢? 铁头听到春鸭的叫骂声, 迎了出来, 结果后头还跟了个道玄, 赶紧的, 赶紧做饭, 想饿死谁呀? 师父, 你怎么来了? 哦, 那关, 啥来着, 是不是你带来的? 春鸭这才恍然, 这人肯定是师父带来的, 她姐病了, 你娘不是女大夫吗? 我就带她们来瞧瞧病, 道玄答得很是理所当然, 又看春鸭手里捧这个石盒, 什么样啊, 这是, 新式的点心, 吃不吃啊, 铁呀, 家旺, 赶紧过来, 再不来没了呀, 春鸭高喊道, 铁头和张家旺文言, 也赶忙凑到了春鸭跟前, 点心, 甜的咸的, 我爱吃咸的呀, 道玄凑进石盒闻了闻, 甜的, 给小姐们吃的点心, 当然是甜的多呀, 不爱吃别吃, 春鸭用身体挡住了蛋糕, 师父这人, 看着就不太干净, 别一会儿口水再给喷蛋糕上了, 不爱吃龟不爱吃, 尝尝还是可以的, 如今你怎得跟你爹学的一般小气, 昨日吃饭我还没吃饱呢, 你爹就护食, 真真小气得紧, 赶紧的给维师切一块, 再泡壶茶来, 哎, 你是不知道, 我这一路道玄还在叨叨叨个不停, 春鸭立马捧了石盒溜了, 跟他废不起这劲, 切了三块蛋糕, 泡了壶菊花枸杞茶, 春鸭拿去八角亭, 把老的小的都给伺候好了, 这才推开张氏的房门, 走了进去, 张氏和徐大柱的这屋子, 分了里外两间, 外头一间是惠客间间书房, 中间放了个小圆桌, 并几个小圆凳, 北边放了罗汉榻, 西边放了长岸, 边上是个小书架, 里头一间是卧室, 两间屋子中间, 中间隔了后沙帘, 这沙帘平日张氏夫妻俩并不放下来, 今日却放了下来, 张氏正在外间的长岸上写着药方, 里间却听不到什么声音, 见春鸭走了进来, 张氏抬头, 小声说了句, 回来了, 轻点, 那女孩子刚睡着, 哎, 好, 怎么样啊, 她好像腿脚不太方便, 春鸭凑到张氏耳根前, 悄悄问道, 受过伤, 被刀砍了后背, 好长一条, 张氏说着, 往帘子那边看了看, 并没有声响, 于是继续跟春鸭说道, 不过我看她脚底反应多少还是有些的, 这伤说是已经有几月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治, 她说北京多的是军医, 女大夫根本没有, 她伤的地方都是让大夫开了药, 叫丫头包扎的, 根本没好好看过, 你说这真是蒙昧不蒙昧, 为了这点男女之别,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放在眼里, 她说, 本来王宗元让道玄带上她, 要去京城求医的, 王家干嘛都不知道, 但是据说能找来女医官, 但是走到半道上, 道玄突然改了道, 不去京城, 直接回来了, 她也不知道为啥, 别的张氏也不知道了, 毕竟是人家的隐私, 她也不便多问, 她弟就那官啥来着, 出去干嘛去, 春鸭突然想起门口遇到的那人, 你说那个官木青啊, 我让他去喊金大夫和你爹了, 张氏如是说, 春鸭听不懂了, 喊金大夫我倒是明白, 去喊我爹干啥, 我爹下工了吗? 唉, 这个张氏有点不好意思, 我, 那个, 啥呀, 春鸭也见不得她娘如此吞吞吐吐, 张氏小声赤道, 轻点, 折纸沙帘后头继续说, 好不容易睡着的, 今日来的时候, 身上都好久没擦洗了, 我帮她好好擦洗了一番, 水都换了三大盆, 换了干净衣衫, 这会儿才睡着, 她说, 你昨天帮她擦过, 擦的啥呀, 身上没擦吗? 都能搓出泥了, 也是可怜, 带着一个丫头, 半道就没了, 就靠她弟和道玄两个伺候, 你师父就她那样, 能伺候个屁呀, 而且都是男人, 我不过帮忙递下毛巾衣物, 换换水盆啊, 叫我干那么细致, 我也不会呀, 不过娘, 你可能搞错了, 我问你的事, 你叫我爹回来干嘛? 春鸭执着地提问, 哎呀, 你这孩子真是烦人, 还不是因为我如今针灸技术不行, 她这半瘫着, 这会儿也不能给她开刀做手术的, 而且能做我也不会做, 总归是打金针事实啊, 金大夫有所谓无所谓看女人的屁股我不知道, 但是你那金主爸爸和他媳妇, 我觉得肯定有所谓, 那我这会儿也不能看人家屁股, 我只能看你爹的呀, 就只能找你爹回来, 再跟金大夫讨论套针法出来, 我先给你爹试试, 才能往人家身上扎呀, 张氏说完, 还觉得这法子挺好, 点了点头, 给亏想住这法子, 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 能让我下针的人太少了, 春鸭二话不说, 赶紧冲了出去, 怕啥呀, 搞得我好像很乐意扎你似的, 我也很费神的好不好, 张氏在屋里小声嘟囔了一句, 春鸭回到院子里, 那姥姥小小三个已经吃完了点心, 都等着他做饭呢, 春鸭哀叹一声, 往桃米兰里加了五碗米, 犹豫着要不要再加点, 想着道旋那一路通到大海的胃, 春鸭任命似的又往桃米兰里加了三碗米, 今天本来张氏准备煮鸡肉一锅炖的, 已经把杀好的鸡放厨房里了, 家里常有的咸肉火腿, 瓜果蔬菜厨房里也有, 每日老宅送来蔬菜, 他们都会自留一部分, 春鸭在家里炒菜, 肯定也是向张氏学习的, 只追求数量, 不追求卖相, 一锅走地机, 扔点窝笋进去, 再加点笋子, 就行了, 再在煮饭的锅子上架好蒸笼, 蒸上两盆咸肉蒸芋头, 和两盆蒸鸡蛋, 这就成了, 一顿饭, 不过小半个时辰, 便好了, 春鸭这头刚要喊开饭, 徐达带着关木卿和金大夫, 就跨进了屋门, 后头还跟了个大胖丫头, 几人火急火燎地往正屋走去, 见这会儿还不知死活的徐达, 一脸意气奋发的模样, 春鸭根本不想凑过去看热闹, 可无奈, 没过多久, 张氏就在里头喊了起来, 春鸭, 来一下, 哎, 春鸭无法, 只得往正屋走, 进到屋子里, 徐达正一脸惊恐地看着张氏, 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媳妇, 你要不换个人吧, 换谁, 你说, 你说得出来我就换, 张氏边整理着他的针带, 边气定神贤地问徐达, 换, 换, 换徐达好想出卖儿子了事, 可以想, 万一出卖了儿子, 张氏说不定下针更狠, 于是支支吾吾地打不上来, 金大夫见徐达如此, 便出声安慰道, 徐头, 没事, 咱们下针只是确定个位置, 只扎表皮, 不会往身里扎的, 这只扎表皮也疼啊, 徐达以前就是那种, 被刀拉一刀他倒也不怕, 就怕抽血打针这种小针刺的人, 张氏走到徐达身边,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行了呀, 那么多人在, 别到时候说我不给你面子, 趁我还没发火, 赶紧的, 纠结了半想, 徐达最终只能任命般地宽衣解带, 向罗汉他走去, 不过拖到一半, 才想起旁边看热闹的几人, 你们看啥看啊, 走走走, 谁要看你, 春牙翻了个白眼, 这才问张氏, 娘你喊我干嘛, 你去帮关静脱一下衣服, 张氏凑近春牙耳朵说道, 全脱了哦, 听张氏这么说, 沉默良久的关木青突然开口说道, 我刚找了个丫头, 让这丫头来吧, 张氏看了看那大胖丫头, 摇头道, 不行, 身上太脏了, 得先换身衣服洗一洗, 这次就让春牙来吧, 这从人贩子那儿刚找来的丫头, 居住环境恶劣, 身上细菌啥的, 肯定少不了, 张氏肯定忍不了让她动手的, 关木青这才回头看了眼春牙说, 麻烦了, 春牙也不答话, 耸了耸肩, 转头歪了两下嘴, 掀了帘子, 就进去了里肩, 张氏让胖丫头先出去等着, 一会儿等她忙完了再说, 春牙妹妹, 不用麻烦你了, 我可以自己拖的, 李屋的关静早已醒了, 外头的话她都听到了, 没事, 帮忙脱衣服又不费劲, 你自己能翻身吗? 春牙对关静倒是态度挺好, 毕竟是金主爸爸的老婆, 再怎么样, 看在人家投资他们家果园的份上, 好歹得客气点吧, 再说这个关静说话也挺客气, 不似他弟弟, 差点打翻了他的聪明才智, 连句道歉都没有, 关静点点头, 可以, 就是腿, 你的给我放一下, 行, 你别急, 咱慢慢来, 我爹还不知道要矫情多久呢? 春牙话音刚落, 就听外头徐达乱喊一句, 轻点, 轻点, 然后是张氏气恼地回答, 你别动, 烦不烦人啊, 我都没扎呢, 你手指头碰我了, 有病吧你, 不碰你怎么定穴位, 那你碰我了, 我也紧张了, 我都不紧张, 你紧张个屁, 就因为你不紧张, 我才紧张的, 最后还是张氏忍无可忍的一句, 徐达, 你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才让徐达闭了嘴, 这真是麻烦你爹娘了, 关静红着脸说道, 春牙觉得这会儿的姑娘们, 真的好容易就脸红, 他爹娘吵闹, 他都没脸红, 关静脸红点啥呀, 不过他也怕一会儿关静, 因为他娘的这个献血献渣, 热气腾腾的针酒技术而紧张, 他一紧张, 他娘肯定更紧张, 一会儿再给人渣坏咯, 于是便开口安慰道, 有啥麻烦不麻烦的, 主要我娘也是这城里唯一一个女大夫, 给你看病,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你别看他这个针酒技术, 没那么精益求精, 但是你放心, 金大夫一把针, 可是咱们这出名的, 有他给我娘把关, 你放心吧, 我爹他主要, 这人吧, 就是渣户, 你别听他的, 金大夫一把针是不是厉害, 他其实也不知道, 但当关静翻过身来的那一刹那, 春鸭知道这姑娘瘦得还真不是一般的伤, 引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条粉色的肉夹, 从蝴蝶骨一直蜿蜒到了尾椎骨, 在白皙的背上触目惊心, 呵呵, 吓到你了吧, 关静见春鸭呆立半想, 便开口问道, 春鸭回了神, 这才帮他把脚给放好, 拿了张试他们的一条被子给他盖上, 我实话实说啊, 这个伤口真的好大呀, 是怎么弄的呀, 春鸭给关静盖好被子, 半蹲下来, 凑在关静旁边跟他聊天, 免得他被外头徐达的杀猪叫给弄得太过紧张, 关静沉默半想, 才开口道, 被鸭子砍的, 然后便不予多说了, 他不说, 春鸭也不多问, 人家伤心事, 有什么好多问的, 只能站起身, 给关静倒了小半杯温水, 让他喝了趴着静静地等着, 对, 就是这里, 皮下一寸, 打到这里, 来我教你个手法, 这是金大夫的声音, 会不会太深? 是这样吗? 张氏的声音显得很沉着, 别针戳呀, 知道位置就成了, 哎, 轻点轻点, 徐达紧张的嘴都说吐露皮了, 对, 行了, 一般我习惯行针不过二十针, 但是你这个病患, 这次要行针三十六针, 你都记住了吗? 金大夫问张氏道, 记住了, 金大夫, 我娘子定能记住, 我可以起来了吗? 徐达抢先回答, 你别动, 我再想一遍, 张氏一把按住了他, 没过多时, 又听张氏问, 金大夫, 这个后头一针是哪来着? 听了春鸭直的转头, 对关静大笑道, 你别紧张哈, 那个, 金大夫在, 一会儿我娘不行了, 可以再问她, 哈哈, 没事, 我不紧张, 春鸭妹妹, 你跟张大夫说一声, 让她不要怕, 关静淡笑着说道, 春鸭笑着点点头, 高声说道, 娘, 关家姐姐让你别怕, 你大胆的来吧, 扑春鸭一嗓子, 惹得趴在床上的关静笑出了声, 春鸭妹妹, 你真是太逗去了, 没办法, 我爹光着呢, 我出不去啊, 春鸭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如今她开始扎正经的姑娘, 发迹了, 没小舅就可以撩了, 生活少了一丝乐趣, 瞎说什么呢? 张氏总算是拿着她的针带走了进来, 她低声跟关静说, 你别紧张, 一会儿要是哪儿觉得不舒服, 及时跟我说, 金大夫也在外头候着呢, 没事的呀, 这句话她主要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挺住, 不要紧张, 金大夫在外头呢, 没事没事, 你是最棒的, 加油, 没事, 我腰下也没什么大直觉, 您大胆下针吧, 关静反而宽慰起了张氏, 张氏不再多话, 只点了点头, 摊开了针带, 翻开被子, 开始找穴位, 下金针, 一套针, 下了三十六根, 张氏下好最后一根针, 已经是满头大汗, 她直起腰, 擦掉了满额头的汗, 垂了垂后腰, 而春鸭看着这么裸着的关静, 觉得不盖被子也不行, 这一次针久下来, 腿还没好, 别给人家整感冒了, 突然灵机一动, 跑了出去, 外间只剩了金大夫和关木卿两人, 徐达早就溜至大吉了, 关木卿见春鸭突然冲了出来, 站起来问道,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找东西, 春鸭说完, 便往吃饭间跑, 跑到吃饭间, 拎了两把长凳又跑了回去, 金大夫还没开口问, 春鸭便又匆匆跑回了里间, 他把两把长凳往关静身体两边一放, 再拿了被子往上头一盖, 妥了, 正正好好, 又不影响针灸, 又能保暖, 张氏这才点了春鸭的脑门说道, 算你还有点小聪明, 转头又跟关静说, 你闭着眼睛休息会儿, 这得小半个时辰才能取, 咱们先出去了, 不吵你, 关静说声谢谢, 便闭上眼睛, 见张氏出来, 金大夫忙问道, 如何? 行针都没问题, 张氏点头道, 那就好, 效果这会儿肯定还看不出来, 先行21天再看吧, 金大夫说道, 张氏点头, 还未开口, 却见关木青站了起来, 朝张氏一拱手, 少有的, 说了句客气话, 张大夫, 多谢, 大夫治病, 本质而已, 不用客气, 经此一事, 张氏自觉自己也收获良多, 所以回得也很客气, 只有春鸭杀风景, 客气是不用客气, 那个, 诊费不要忘记付一下, 这是自然, 关木青说完, 拿出一张银票, 放在张氏的长岸上, 春鸭瞄了一眼, 一百两, 啥家庭啊, 看着穿着打扮, 也不够普通人家, 咋出手这么大方呢? 关木青说道, 这是我姐姐接下去21天的诊费, 不知道, 够不够? 够了够了, 走吧, 让你姐姐休息, 或, 咱们出去扒拉两口饭去, 才决出饿来, 做了, 啊呀, 糟糕, 春鸭突然想到, 她师父会不会已经自己开吃了, 那完了, 他们就等着饿肚子吧, 说完一句糟糕, 赶紧跑到厨房, 一看, 还行, 还算保留了一丝人性, 给他们剩了个底, 这底, 还是徐达从道玄嘴里, 虎口夺食抢下来的, 这生气归生气, 老婆孩子到底也不能饿着, 也不必多客气什么, 此时月亮都已经出来了, 十四里的几人也都回来了, 忙碌了好一阵的几人, 拿了碗筷盛了饭菜, 也不用什么男女分桌之类的成规就离了, 粗茶淡饭也吃得很香, 吃饭间, 隐约还能听到后院道玄机娃的暴躁喊声, 徐达则坐在堂屋的门框上不进去, 他今日算是看出来了, 他在张视眼里, 不过只是个工具人, 惨, 好惨, 好惨好惨, 惨人徐达看着皎洁却苍白的月色, 突然发现, 他们房间的窗底下还坐着个人, 走近一看, 哦, 是刚才去金牙人那里买的大胖丫头, 那关木卿跑去衙门找他, 说是什么道玄介绍来找张视看病的, 他也不宜有他, 谁尼玛还没事做假扮是道玄的朋友啊, 想着家里就张视一个大人, 也的确不安全, 便跟关木卿走了, 走半道关木卿突然提出要去买个丫头, 他还好心好意的把她带去了金牙人那里, 你瞅瞅买的这个丫头, 看着足有13040斤, 多划算啊, 他们居然还连起手来, 骗他回家当工具人, 想想就来气, 徐达走进胖丫头身边, 问他, 你家主子且还要一会儿呢, 你饿不饿呀, 饿的, 胖丫头抬起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徐达, 徐达看着丫头, 虽说长得大些, 看脸却不过十二三岁的模样, 心下觉得自己惨, 这胖丫头更惨, 便说,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些吃的, 结果徐达去厨房揭开锅盖一看, 好家伙, 啥啥都没有, 只剩锅底一大块锅巴, 便把锅巴铲了起来, 撒上一把白糖, 拿到那胖丫头面前, 对折了给他, 吃吧, 没鱼粮了, 你将就下, 不将就不将就, 谢谢大叔, 胖丫头接过锅巴, 呱唧呱唧就嚼巴了起来, 徐达蹲在一边, 好奇地问道, 我说, 这世道, 也不怎么好, 大叔也不是嘲笑你哈, 我就好奇问问, 你家都穷到把你当丫头卖了, 你是怎么长大那么大致的呀, 大叔, 我叫石金, 因为我娘说我生出来就有石金, 其实我吃的不多的, 石金真诚地看着徐达说道, 吃吧, 吃吧, 徐达朝他点了点头, 然后在眼睁睁地看着这丫头, 两分钟内解决了一大块锅巴, 并一由未尽地缩着手指上的白糖之时, 徐达心里只剩下了被欺骗的悲凉, 他觉得, 这姑娘家里肯定是被他吃穷的, 吃完饭, 张氏忙着进去给关锦拔针, 春鸭收拾碗筷, 金大夫跟关木青说, 你姐姐这个伤, 本不应拖这么久, 最好也不能再太颠簸了, 你们这一路是赶路过来的吧, 他本就伤未痊愈, 再一路舟车劳顿, 身体底子太差了, 你们如今住在城外安远寺, 刚行了针, 不要再颠回去了, 我一会儿跟张大夫说说, 你们就在这儿住一晚吧, 明日一早, 你去租个小院子, 就在城中住下, 以后就烦劳张大夫出诊吧, 他这人你别看看这挺胸, 实在心肠好得很, 金大夫说的, 晚生记下了, 张大夫家人口颇多, 我也不便多扰, 我这就去找客栈去, 关木青说完, 抬脚就要走, 见徐达坐在堂屋门口, 正跟买来的小胖丫头说话, 转念一想, 问徐达, 徐大叔, 谁是你大叔, 叫谁大叔呢, 书什么书, 徐达今日被关木青 喊回来当工具人, 给他解做小白鼠, 正一肚子气没出仨呢, 关木青自己找上门来, 且春鸭和张氏都不在, 正好给他撒气, 关木青也不生气, 拱手道, 今日之事, 晚生也是出于无奈, 家姐身体实在耽误不起, 请徐大哥原谅一二, 徐达斜眼看了眼关木青, 见他态度端正, 神情诚恳, 这才说道, 找我什么事啊, 刚才那金牙人, 徐大哥可认识他, 我想另个院子, 不知徐大哥可否带我去问问, 现在, 对, 现在, 好啊, 走呗, 徐达就是个促侠鬼, 今天如此晚了, 想必金牙人此时定是在享受孩子老婆热炕头呢, 那他就给他找点差事做作, 光顾光顾他的生意, 要说徐达是怎地知道金牙人的住处的, 在这监工水库前, 他寻接寻了整整一个多月, 别说金牙人家在哪了, 连他家大金找了哪几只小母狗, 他都一清二楚, 正要走, 关木青突然想起什么, 朝屋檐下坐着的胖丫头看去, 徐达立马一回, 说道, 他叫石金, 关木青愣了一下, 才说道, 石金, 你在这儿等着, 夫人要是找我, 就说我去去就来, 石金点头答是, 关木青便跟着徐达走出门外, 徐达走到一半, 又跑去拿上了自己的佩刀, 这才宠又出门, 春鸭收拾完屋子, 总算是有空歇口气, 想着去厨房拿块千层蛋糕, 犒劳下辛苦的自己, 却见他师父从后院走了过来, 训好我哥何地了, 春鸭坏笑着问道玄, 呵呵, 呵呵呵呵呵, 去帮我泡壶菊花茶, 给我拜拜火, 道玄进了课堂间, 一屁股坐了下来, 春鸭应声好, 跑去煮了湖水, 泡好了茶, 端了过来, 然后他给道玄和自己各自 蒸了一杯菊花茶, 这才问道, 师父, 你给我说说呗, 这王宗元怎么就突然成亲了, 突然吗, 不突然啊, 他都二十一了结婚不是很正常, 道玄说完, 喝了一口茶, 哎, 那他之前怎么都没成亲, 春鸭突然想起那一路跑来, 找王宗元的酱汝哥小姐, 叫什么来着, 感觉两人很有些瓜葛呀, 对于这种男男女女的事情, 又无关乎什么机密, 春鸭很是有八卦的心思, 哎哎, 这个嘛, 道玄一副我知道是知道, 但我就不是很想说的鬼样子, 春鸭立马掏出自己的芝麻糖, 奉上, 怎么又是这个, 你都吃不腻的吗, 道玄有些嫌弃, 不吃拉倒, 你爱讲不讲, 春鸭揣了芝麻糖, 做事要走, 哎哎, 聊胜于无聊胜于无, 道玄拉住了图, 开始慢慢讲道, 王宗元他娘, 姓廖, 家族世代生活在北境, 虽说他外祖父廖威茂只是个总兵, 但是在北境的声誉, 比镇北将军还高一些, 三年前他外祖父一家战死, 各种原因反正你也不必知道, 总之就是他外祖父一家被鸭子灭了族, 他娘去报仇, 也死了, 王宗元当时好像也还没定亲, 反正就守孝嘛, 也谈不了什么婚事, 如今这个关境, 是王宗元外祖的副将的副将, 就是个参将, 当时也守在平澳城内, 这个平澳城还是王宗元他外祖手里改建的, 一守南宫, 当时反正也是达子以几万兵力, 强攻下的这平澳城, 当然, 这个关境他爹也战死了, 应该说, 关家最后活下来的, 只有这关境和在外求学的关木青两人, 王宗元去年回了北境, 想要去把那平澳城重新夺回来, 但是廖威茂已经死了, 镇北将军在那片拥有绝对话语权, 王宗元刚进军营, 因为外祖家的威名还在, 才谋了个千户, 他说话, 其实也不太管用, 不过最主要的, 还是那平澳城被达子给加了东西两个瓮城, 和东西南北四个马面, 本就一守南宫的一个地方, 又如此改建, 更是攻不尽了, 但王宗元这人, 轴得很, 再加上廖家军的旧部, 也有些支持他的人, 而且廖家那些人头都晒在城门上, 谁看着都觉得气愤难当, 中间过程我就不说了, 你也听不懂, 反正最后的结果是, 王宗元能想办法从平澳城里开了城门, 从里面瓦解瓮城的那道防线, 那镇北将军就同意里应外合, 派兵攻打, 然后就是关静, 从小不是在平澳城长大的吗, 廖威貌改造这城的时候, 王宗元已经去京城了, 关静还在, 而且他爹就是负责改造这城的, 于是关静姐弟从廖家军那里知道了王宗元这大咒子的事, 就主动请英, 带他们通过当时修的暗道, 进了城, 其中波折我也不赘述了, 总之他们带队进去一百人, 最后只剩下五人, 关静差点没被劈死, 是他弟从死人堆里把他弄出来的, 之后便落下了残疾, 王宗元就说要娶他, 但是关静姐弟不同意, 最后王宗元跪在关静房门前三天三夜, 关静这才硬了下来, 两人匆匆办了婚事, 结果王宗元那支队伍又说要被抽掉去平乱, 关静这么瘫着也不是个事, 于是一合计就准备一起上路, 对了, 哎, TMD, 北境吃水都靠雪山上融下来的水, 除了风沙大, 倒也还好, 咱们一路过来, 路过中北部, 真是一路赤土, 为师差点没可死在那, 咱们跟王宗元在山西境内分手, 原本想去京城的, 可突然接到消息反正这会儿去不了了, 我就想都尼玛到山西了, 再往回走我可不干, 我就带他们回来了,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吧, 关静嫁给王宗元, 这两人心里咋想都我不知道, 反正王宗元就说得给他治病, 我就给拉来你家了, 说完, 道玄连喝了两杯菊花茶, 春鸭这才缓缓开口道, 原来这般曲折呀, 话说, 你们怎么不直接从甘肃往北走, 绕道不是更费时间, 你是不是傻子啊, 你为师虽然武艺高强, 轻功了得, 但叫我一人单挑, 哦, 那关木卿伸手道也还行, 就我俩人往打子的地盘走, 是咸命长了, 不绕道还能咋地, 道玄说完, 谈了春鸭脑门一下, 惹得春鸭挤挖乱叫, 都怪来到现在没出过门, 春鸭懊恼恼不已, 又问, 师父, 我都听到这会儿了, 你告诉我呗, 京城怎的不能去了, 我还想出趟远门呢, 往南走行不行, 道玄想了想, 低声说, 老皇帝恐怕不行了, 太子还没定呢, 往南走干嘛去呀你, 这还关你们的事儿了, 春鸭惊问, 把他师父问他干嘛去的事儿, 给自动忽略了, 你不知道啊, 王宗元他爹是立不上书王伯卿啊, 道玄还以为王宗元跟他说过呢, 哦, 逻辑闭环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人他娘死了两三年才想通, 果然荣华难放下呀, 朝中二品大员, 皇帝分分钟叫到上面来的人物, 割舍起来, 不过春鸭觉得, 不管极品, 肯定都没娘重要, 是说吗, 所以你说如今这情势, 宋官家姐弟进京有啥意思, 那王伯卿万一站错队, 这不是送去找死吗, 道玄觉得自己简直太机智了, 那师父, 你咋有那么多消息啊, 你去北京干嘛了呀, 道玄站起身, 谈了一下他的脑门道, 小孩子家家,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边玩去, 关木青人呢, 他们今天还回不回安远寺啊, 再不来, 我可自己回去了, 一路嘀嘀咕咕的, 走出了客堂间, 春鸭看着师父远去的背影, 心中暗叹, 这真是, 小老百姓活得难, 高官, 聚骨过得野尼马太惨, 这一死一家, 一死一家的, 搁谁都受不了啊, 那关静身上有病, 关木青肯定心里也有点PTSD, 怪不得老是一副江湖呼过的表情, 果然是心病啊, 当张氏总算拔完针, 把关静安置好了, 金大夫这才告辞, 边往外头走, 边说明日带张氏去人机堂, 在商讨下药方, 给关静好好调养一番, 张氏对金大夫的人心人数深感佩服, 不过关口头佩服不是他的风格, 塞了早准备好的两个小银钉子给金大夫, 金大夫自示好一番推辞, 不过张氏坚持要给, 金大夫推脱不过, 也就收下了, 出门租宅子的徐达和关木青还没回来, 房间里头的关静已经睡着了, 张氏想着今晚就让关静睡他们房间算了, 也省得来来回回地折腾他, 便喊来春鸭, 让他帮忙去拿被褥, 自己和徐达去后院厢房里睡一晚也没事, 监院里头没什么外人了, 文氏这才走了出来, 帮忙张氏铺床缝被子, 让春鸭赶紧休息去, 春鸭想着一会儿还得练爬墙呢, 可惜师傅好像已经自顾自走了, 不然还能求教几招, 便大跨步地朝前院去了, 到了前院, 就见康平之站在自己房门口朝他招手, 春鸭走过去问, 表哥找我, 是啊, 是啊, 春鸭, 今日来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康平之显然还没习惯徐家这房子里头, 时不时会出现各路人马的奇景, 铁头和张家旺主要是没心没肺, 而石头和盖头却早就习以为常了, 特别是盖头, 他反正两耳不闻窗外是, 除了做饭, 吃饭, 自从认了字, 最喜欢的就是窝在房间里, 看各种画本子, 风土人情, 美食药草, 怪谈致意, 就没有他不喜欢的, 而郑家, 更是东家喊干嘛就干嘛, 东家不喊, 把手里的活干完了, 就自己一边待着, 东家的是不会多问的, 哦, 病患啊, 说是北边来的, 正好跟我师父认识, 我师父就带来了, 春鸭一言以蔽之, 觉得这种事情不需要解释太多, 大舅母还会医术的吗, 康平之也是后知后觉的很, 你不知道, 春鸭反而惊讶于康平之的呆愣, 不是说好了读过书吗, 怎地没点眼力劲, 康平之瞪大了双眼, 我怎么会知道, 我只当大舅母真的是去药房帮忙的呀, 哦, 本来是的, 后来金大夫觉得我娘很有天赋, 便教了她, 然后我娘就成了咱们配风险唯一的女大夫了, 春鸭说得很是轻描淡写, 康平之这才缓过劲来, 又消化了一遍这个信息, 怪不得呀, 大舅母看起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已经是女大夫了, 而且还是他们配风险唯一的女大夫, 康平之转身回房, 想到了啥, 又回头跟春鸭说, 春鸭, 还有啥事啊, 表哥, 春鸭看着这个年轻人充满疑惑的双眼, 觉得这呆愣劲, 可能是有他们老徐家的基因作祟, 暗暗窃笑不已, 早点睡, 康平之说完, 转头回了房间, 表哥晚安啊, 春鸭说完, 看着康平之关上了门, 三步两步又上了自家墙头, 如猫头鹰一般蹲在墙上, 想着怎么才能下墙下的潇洒一些, 与此同时, 在宅子的后院, 张氏和文氏的对话也在进行着, 阿兰啊, 那金大夫, 就是教你医术的那个老大夫, 文氏一边和张氏一起缝着被子, 一边问道, 张氏被他这么一问, 提高了警惕, 想扯开话题, 便回道, 诶, 是, 娘, 那边被脚好像还没缝好, 您再补两针, 我缝了被子, 你还不放心, 诶, 那下次金大夫来了, 我可得跟他说上两句, 得谢谢他看得起你, 再陪你, 文氏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带歪节奏的, 嗨嗨嗨, 娘, 不瞒您说, 这个, 金大夫家有个合同师, 凶得很, 但凡被他知道有女的跟我师父说上两句话, 就能被他上门活活骂上三天, 您还是, 别跟金大夫多说话, 保险, 对不住啊, 金夫人, 张氏心中暗暗叫苦, 实在是被逼无奈, 才出此下策, 心想着改天有机会, 一定带上礼品, 好好去拜访下金夫人, 文氏听闻如此, 这世上竟然还有比女儿更凶的女子, 她也挺担心, 女儿是不是会被金大夫家的恶婆娘骂, 便问, 那那个金夫人会骂你吗? 放心, 不会的, 金夫人跟我, 很投缘, 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张氏说得很心虚, 但是, 文氏听着, 却觉得很有道理, 这不就是他们家往嘴里常说的,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这两人, 是不是能叫惺惺相惜? 直到张氏把床铺铺好, 家中除了他和蹲墙上的春鸭, 其余人都睡下了, 徐达和关木青都还没回来, 张氏在后院等不住, 跑来前院看, 就见墙上蹲这个什么东西, 刚想喊人, 就听墙外徐达的低喝声, 你给我下来, 看我打不打你屁股, 就知道这丫头半天没动, 又就准没好事的张氏, 这才跑到墙跟头, 看着女儿蠕动了下来, 怒问, 三更半夜不睡觉, 干嘛呢? 我爹没回来, 我不放心啊, 我蹲墙上看得远一点, 春鸭说着, 还拍了拍身上的灰, 张氏气急, 哎呀, 小祖宗啊, 好歹家里还有外人, 你能不太平扁? 春鸭还未来得及张口为自己狡辩, 徐达和关木青就已经走了进来, 张氏也不予与春鸭这死丫头多纠缠, 便迎上去问徐达, 怎么那么晚? 地方可找着了, 转头又跟关木青说, 我说你也不用急, 我们今晚的房间我已经另外整理好了, 你就睡咱们外间的罗汉床, 你徐大叔, 大哥, 徐大哥, 徐达打断了张氏, 张氏跟他生不起这份嫌弃, 深吸一口气, 继续对关木青说道, 你徐大哥的被褥我给你放罗汉床上了, 厨房里有热水, 你洗洗赶紧休息吧, 关木青看徐达他们前头倒作, 已经住满了各色人等, 他也不可能住人家后院去, 这才急着出去找宅子, 可宅子是找着了, 里头被褥铺盖什么都没有, 自己可以去将就下, 姐姐怎么办, 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也不放心, 思虑再三, 也就点头硬了, 徐达带着关木青回到正屋, 见门檐上还做了石巾, 一想怎么把他给忘了, 石巾, 醒醒, 别睡了, 一会儿冻感冒了, 徐达喊醒了石巾, 张氏想着这娃怎么安置啊, 真是烦死个人, 一天天的, 他此时有些后悔, 收一百两整费了, 应该收他个二百两, 也许此时就不会觉得烦躁了, 石巾啊, 你要不去咱们屋里打个地铺吧, 我给你找点备褥来, 你家夫人有啥需要, 你也可以帮忙, 马桶在我们床后头的隔间里, 你会弄吗, 张氏心中吐槽归吐槽, 这帮忙还是得帮的, 我会的, 打地铺行啊, 没事, 我身子壮, 睡哪都成, 石巾也是个石上娃, 张氏看他虽然长得大只, 却还是一团孩子气, 有些不忍, 让徐达去春鸭房间搬来的脚踏, 跟自己房间里的脚踏一拼, 正好一个矮床, 找了褥子一扑, 石巾晚上就能睡了, 谢谢张大夫, 您人真好, 石巾笑眯眯地谢着张氏, 圆脸笑成了一团, 关木青见张氏如此, 也拱手作一道, 谢谢张大夫, 晚生, 嘘, 别说了, 你们都赶紧休息吧, 别吵醒关键, 睡吧, 有什么话明早再说, 说完, 便拉了徐达, 轻掩了门, 走了, 关木青站在点了盏昏黄的油灯的房间里, 郑重地朝门外, 行了一礼, 这才走到了罗汉踏前, 合一而眠, 张氏和徐达两人一路嘀嘀咕咕走回了后院, 站在春鸭房间听了听动静, 就听里头传出一声, 听够了吗, 我又没藏汉子, 闭嘴吧你, 你嘴上再没个把门的, 总有一天要吃亏, 张氏咬牙骂完, 恨恨地走了, 徐达在后头跟了一句, 警告你呀, 别再给我蹲墙上去, 听里头不再答话, 徐达这才跟张氏回到了房中, 张氏累了一天, 求徐达给他捏捏肩, 徐达一听, 连忙上手帮媳妇捏起来, 捏到一半, 突然想起, 今天被当了工具人, 不干了, 发脾气了, 翻身决定睡觉了, 张氏也不说他, 只轻生轻气地, 把刚才整理床铺的时候, 春鸭跟他说的, 关于关家姐弟和王宗元的那些事给说了, 徐达这才转过身, 砸败着牙道, 我说呢, 这小子功夫有两下子, 原来也是家学渊源, 那那个关静, 恐怕以前也会点功夫呗, 应该是的吧, 不然怎么会带人去打打子, 不过如今伤得比较重, 以后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 打打杀杀总是危险, 以后春鸭别学老十字功夫了, 你知道, 今日我们为何回来晚了, 刚在街上遇上偷粮食的搬仓鼠了, 徐达这才想起, 光顾着跟媳妇置气了, 这事都忘了说了, 小偷, 抓着了吗? 你赶紧起来, 洗洗再睡, 一天下来都脏死了, 张氏一把扯起了赖在床上的徐达, 徐达无法, 值得起来擦洗, 边洗边跟媳妇聊天, 当然抓住了, 你知道吗? 如今这两掌都有多吓人, 百米咱们前阵子买的多数钱医生来着, 十二还是十四文啊? 张氏眨眨眨眨眼, 回答, 你这个得问石头啊, 我不知道这种细节的呀, 哎,这不重要, 总之如今白米已经长到二十四文一生, 白面二十八文一生, 有穷苦人家吃不起, 便去偷了, 偷东西的也不是那种真盗贼, 就是穷的没办法了, 所以我三下两下就把人拿住了, 当然也得到了一点点官家那小子的帮助, 可惜了我的头发, 又被削了一撮, 徐达说完, 拿下了扎在头上的方巾, 张氏剑前些日子好不容易流出来的发迹, 又成了个冲天变, 一下子笑得简直要昏死过去, 气都急不上来, 缓了好半天才到, 行了, 赶紧换个头巾包起来, 千万不能让爹娘看到啊, 你说, 咱十四还能开下去吗? 现在外头进来的船不少, 很多都是城里大户屯粮顿物的, 码头那边工人反正现在只多不少, 不过石头也说, 这月里赚的少了, 来吃的人少了, 点贵的人也少了, 粮食也贵, 这月估计就能赚个五六十两就不错了, 咱们就且开着, 反正有我在, 咱们铺子不会乱, 等到哪天只能赚个几两了, 她们捕快那边说还得加一批人, 你别说这个卢县令, 抠门归抠门, 垃圾归垃圾, 但是这个城中的事, 我实话实说, 倒还是放在心上的, 徐达想着, 反正粮食时嘛都囤了不少了, 反正到时候铺子开不下去了, 就回三山村去呗, 且, 还不是想着升官, 张士忆说到卢县令, 就又翻了个白眼, 转身睡了, 媳妇媳妇, 你那万两黄金的琥珀放在房间里了吗? 徐达虽然对官家姐弟观感不错, 但是家里头的宝货, 他可不放心放人家眼皮底下, 张士都快睡着了, 又被吵醒, 不耐烦地说道, 我早藏好了, 别说他们了, 连大金和铁头都找不到的, 睡吧睡吧, 明天你不上工了, 那就好那就好, 徐达话音刚落, 就打起了呼噜, 四日一早, 张士留了官木卿姐弟俩吃了早食, 官木卿带着吃了三碗, 后周两个馒头的时间, 去了新租的院子打扫整理, 张士让他不用急, 待下午他回来了, 给官径针灸好, 再把官径接回去也不迟, 官木卿新租的院子, 就在仁济堂对面的巷子里, 走走不到两百米, 昨日金牙人被徐达从对窝里拉出来, 听了官木卿的需求, 就说这院子最合适不过, 离仁济堂近, 虽然院子里没景, 但是离城中的大水井, 也不过一两百米的距离, 打水很方便, 院子虽小, 但都是砖瓦造的, 正屋四个开间, 西边一个厨房一个柴房, 中间就是个小庭院, 平日里晒晒衣服什么的, 也是够了, 只求徐达赶紧放他回去的金牙人, 租金也没开高, 只收八两银子一年, 徐达觉得自己租的那院子, 简直划算坏了, 官木卿也没还价, 掏钱, 盖章, 拿气, 一分钟都不带单个的, 就租好了这院子, 今日带着石金又去买了些备入衣物, 生活用品, 石金别看他吃得多, 力气也很大, 一个小姑娘随便扛上一袋米一袋面, 看着真是轻松无比, 尹德连一项少话的官木卿都问他, 石金, 你是天生如此大力的吗? 回少爷, 好像是吧, 以前我在厨房帮工, 二十米也挑得起呢, 石金颇为骄傲, 但是少爷, 我吃起来不多的, 行了, 走吧, 官木卿难得脸上有了缓和的神情, 主仆俩如何整理收拾暂且不提, 就说春鸭昨日好不容易想出了千层蛋糕的方子, 所以今天他也是早早就去了摘星阁, 原本张氏想留春鸭照看下官景, 可想着陪廷那里前三个月的确还是得安心养胎才好, 春鸭过去也能帮帮忙, 只得留了方神下来帮忙照看下官景, 官景本不想太过麻烦张氏, 但张氏却说, 麻烦什么呀, 我都收了你弟弟的钱了, 如今收了钱, 你还不让出力, 是想要回整费吗? 我可告诉你呀, 进了我口袋里的钱, 可不是那么轻易能拿回去的呀, 引得官景笑了起来, 不再拒绝张氏的好意, 张氏安排好了一切, 这才出门上宫去了, 话说春鸭到了摘星阁, 先匆匆去大眼妆看了眼裴婷, 只见她一大早就已经穿戴好了衣衫, 坐在廊下, 就着陈希开始动工做孩子的衣衫了, 我天, 姐姐, 你这也太刻苦了吧, 但凡我弟读书有你这般认真, 别说考个秀才了, 考状元, 我看都行了, 春鸭人才走进院子, 就嚷嚷了起来, 裴婷横他一眼, 少笑话我呀, 你来看看, 我这颜色配得如何, 一大早别看这些, 春鸭拿下裴婷手里的活计递给冠音奴, 冠音奴接过秀崩, 才轻声道, 春鸭小姐且劝劝夫人吧, 昨夜夫人也做到很晚呢, 多嘴裴婷如今连骂声都带了点娇称的意味, 婷姐姐, 你早上的别真啊谢啊的, 和该选两本不腻外的, 轻松愉悦的小品啊, 诗集啊来念, 你再念, 你肚子里的宝宝就在听, 以后不管生男生女, 必定会很聪明的, 这个就叫胎教, 自从裴婷和春鸭开了这摘星格, 裴婷便对读书识字不再上心了, 因为不需要再讨卢县令欢心, 她也从小被灌输了女子无才便是德, 所以从心底里, 裴婷其实是不太喜欢念书的, 再加上摘星格里各种夫人们的应酬活动, 和对卢县令的不屑, 她就更没什么继续认字的动力了, 而此刻春鸭这么一说, 裴婷却又来了兴趣, 正经地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实话实说啊, 不骗你, 这个到底有多少用, 我也说不好, 都是我娘说的, 但是姐姐你想, 要是以后你家宝宝开始读书认字了, 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这个试念什么, 你怎么回答呢, 娘啥都看不懂, 你问你先生去, 是不是特别没有成就感, 春鸭虽然没自己生过, 可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 她以前还总听做小学老师的朋友说, 教育不单单应该只是学校的事, 得家庭学校相结合, 那裴婷好歹得先识字不是, 思索良久, 你说的, 有道理, 走, 给我选书去, 拉了春鸭, 就往里头走, 自己挖坑自己跳, 是春鸭最擅长的节目之一, 被裴婷硬拉着, 交了一个时辰的十字读句, 春鸭说再不放我走, 都来不及坑钱了, 少赚一天, 就是一天的损失, 裴婷这才放了春鸭走, 说好明日也要早些来, 先来大眼妆教她十字, 春鸭这才一路叽叽歪歪, 叫苦不迭地赶到了摘辛格的后厨, 本想着今日在跟厨娘改进改进千层蛋糕的口感, 却没曾想, 厨娘们早就准备好了改良过的蛋糕, 春鸭一尝, 哇塞, 以后她可以只动嘴, 别动手了, 这厨娘的手艺, 的确比她这种野生厨师好上不是一点点, 秉着赚钱要趁早的想法, 让佛宝佑赶紧让人请了一只帮他们画菜单的画师, 把这千层蛋糕跟芋头马蜀班级给画成了精美的画报, 放在了主楼院子口, 也是限定, 只卖两个月, 还算值几个钱, 春鸭和佛宝佑便还是定价一两银子一个, 一个可以切六片, 有小姐夫人吃不了的, 可以单买一片, 二百文, 来游玩吃饭, 看未来女婿的夫人, 直说裴婷这赚钱的花样可真是多, 不愧是商户人家之女, 却也有死对头的夫人说, 有本事你去赚啊, 反正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说归说, 买归买, 如此卖了一月, 居然这东西卖得比烧卖还要好些, 佛宝又怕厨娘们的手打奶油打废掉, 还特地抓了几个壮丁去打, 一月居然也能卖出一千多个, 算下来倒又赚了七八百两, 各把月的时间, 安远寺外的水库工程, 也进入了最后的时工阶段, 这日, 佩丰县却迎来了一场久违的春雨, 这让卢县令感到了一丝尴尬, 这旱灾来与不来, 他此时都觉得非常尴尬, 但是, 既然这水库都已经修了一大半了, 那硬的头皮也得修下去啊, 同样感到无语的, 还有三山村的徐老汉, 他家囤了那么多米面粮食, 还把稻田全壮卖, 一场雨下来, 被地里偷笑徐老汉的人还真不少, 气得他都恍惚了, 这到底是盼下雨还是不盼下雨啊, 他自己都已经捉摸不透自己的心意了, 一场雨下了小半天, 三天后, 不知是卑士喜的春鸭, 却迎来了他等了很久的消息, 可这消息如今算是好是坏, 他自己也拿捏不准了, 嘿,春鸭, 发什么呆啊, 我跟你说的听到了没啊, 裴婷把春鸭的八百两分红推给了他, 拍了拍他肉乎乎的手, 春鸭这才回过神来, 回道, 你是说有公差, 可以去广州, 是的, 不是说了吗, 有个人犯, 查出来是那里的, 如今要鸭界回去, 门主打听过了, 于不头说这两日就要走的, 你爹到底要不要给安排去啊, 前两日还下雨了, 你看这事儿你们怎么想啊, 去不去的, 你明日可得给我个准信啊, 裴婷见春鸭有点恍惚, 便又说了一遍, 危险吗, 那人犯了什么事儿, 土匪强盗, 会不会有人截囚车, 春鸭虽说老念到这事儿, 可真的有机会去了, 他却安逸日子过久了, 有些耸了, 裴婷放下手里的诗集, 解释道, 有危险的怎么会跟你讲, 我打听过了, 那人不过是个流民, 靠到处小偷小摸过火, 不过不巧, 我家老爷这几日吧, 急火攻心, 那人被鱼捕头抓了, 正好撞枪口上了, 本来就地打上几个大板, 关上十天半月的, 赶出城外就是了, 但是, 你懂吧, 我家老爷, 就非得让人给押回原籍, 那押送犯人的囚车, 就按我家老爷这几日的脾气, 耐让他好好站着, 那绝对不可能, 你看着吧, 非得让人一路颠脚颠回原籍去不可, 这人也没帮没派的, 不过就是小偷小摸, 谁吃饱了没事冒着被砍头的风险来截车呀, 放心吧, 差事是辛苦的, 这个肯定的, 但是危险是没啥危险的, 你要不跟你爹娘商量商量, 行, 春鸭站起来就要走, 突然转身, 抓起了放在面前的银票, 朝裴婷嘿嘿一笑, 钱都差点忘了, 慢着点, 问好了, 差人来告诉我就行, 让门口给你叫个马车, 别自己跑回去呀, 裴婷叮嘱道, 知道了, 春鸭边说边往外走, 匆匆回到家中, 家里也没人, 这会儿张氏应该在关镜那儿, 春鸭也等不及了, 放银票就跑去了关家姐弟家, 路过人机堂的时候, 春鸭还先进去瞄了一眼, 见张氏果然不在, 这才去了人机堂旁边巷子里的关家, 春鸭敲开门, 来开门的是关家辛请的一个烧饭的婶子, 石鸭虽然在厨房干过, 但是这煮起饭来, 也没个准头, 味道且不说好吃难吃, 这个煮起来的量, 真是吓死人, 几次下来, 关镜不得不拖了张氏, 给找了个煮饭的帮工, 春鸭进到关镜的房间, 就见张氏正好在拔针, 你这会儿怎么来了, 张氏拔完最后一根针, 扭头问春鸭, 春鸭跟躺在床上的关镜, 微笑着打个招呼, 之后才跟张氏说陪婷让她带两句话, 张大夫有事就赶紧去吧, 我一会儿让时间帮我穿就行, 关镜见春鸭如此说, 想着人家肯定是有急事才来的, 春鸭如今偶尔会来给自己送点新鲜的吃食, 陪她说说话, 来的也不算多, 就说这小姑娘平日里也是忙得脚不沾地的, 春鸭这才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失礼, 跟关镜说道, 其实也没多大事, 对了, 关姐姐, 你低入学怎么样了? 出于礼貌, 又一获是同情, 她还是决定陪关镜聊几句再走, 还要多谢道玄师傅举荐, 前两日已经去三山书院办了入学了, 道玄师傅说的也对, 如今京城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知道, 咱们暂且在这儿再读几年书再说吧, 对了, 相公前日来信了, 得知我在张大夫这里看病, 说事很好, 说完, 脸色都带了几分红润, 嘖嘖嘖, 姐姐脸红什么呀, 是不是王大哥偷偷给你写情话了呀? 哈哈, 嘿嘿, 娘, 轻点打, 你当心点啊, 手上拿着针针带就朝我身上招呼, 春鸭斗起这会儿的年轻女子, 那是一斗一个准, 一句话一说, 关镜脸红的都要滴出血来, 下次是针, 我就专找你, 张氏真是烦死春鸭这张破嘴了, 到处招人家, 小院子里有了张氏母女的斗嘴, 倒是显出了几分热闹, 两人在关镜这里说笑了一会儿, 才告辞回家, 再不走, 董夫人怕要扑空了, 娘, 我跟您说个事啊, 我不是说要去福建吗, 黑姐姐说, 正好有个去广州的差事, 我想咱们得去一趟, 等我爹办完差, 回程路过福建正好去找东西, 春鸭也是难得的, 说话如此正经, 张氏思虑再三, 心里也拿不定主意, 说一会儿, 等徐达回来了再说吧, 母女俩难得回家路上一言不发, 各自想着心事, 回到家, 董小姐和董夫人 已经在院子里放置的感同器具上玩起来了, 张氏每日上课, 董夫人便让人在旁边拿笔记下来, 等回家也照着来, 董小姐的进步非常大, 如今吃饭穿衣上厕所都已经会说了, 只是行为还是不怎么受控制, 惊喜动作也做得比较差, 不过还是依旧很喜欢大金, 等张氏这边帮董小姐上完课, 春鸭突然跑了过来, 那您给我写个帖子, 我爹可能过几日办差要去广州, 不知道您能不能引荐他, 看看你们荔枝园啊, 怎么要去广州啊, 我家仁义去不去呀, 董夫人此时已经知道了, 徐达和万仁义是同苗, 还不一定呢, 说是要押犯人回原籍呢, 张氏接口道, 转头假意斥责春鸭, 你这丫头是不是又馋了, 广州远得很, 你爹给你带不来荔枝, 还没到家呢,就坏了, 没事没事, 徐达带人去玩玩也行, 我现在就给你写个帖子, 你让你爹到时候, 就去找饭庄头就行了, 光吃,能吃掉多少荔枝, 董夫人倒是不在意这些, 她这回正急着写完回去, 得找人打听打听, 他们家万人义, 可万万不能去押送犯人, 这周车劳顿的, 这小子那身板, 恐怕也熬不住, 董夫人匆匆写了个帖子留给春鸭, 张氏虽不知道女儿这帖子要了干嘛, 但是她一直不太希望, 春鸭再不是很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得太成熟, 她觉得不对了, 总是下意识地替春鸭遮掩一二, 你要去人家立志园干嘛, 董夫人走后, 张氏便问春鸭, 春鸭撅着嘴唇, 闻自己嘴唇上的口水味, 看得张氏恼火得很, 又赏了她一巴掌, 少做怪, 难不难看, 又没别人, 您轻点, 我都快被你打成肺牢,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呀, 春鸭如实答道, 张氏都无语了, 你不知道要干嘛, 那你问人家要铁子干嘛, 总觉得能赚点钱花花春鸭一副痞子样, 张氏都跟她废不起这劲, 摇摇头, 走了走了, 看到就冒火, 等到晚间吃完晚饭, 大家都各回个房了, 春鸭这才悄咪咪地溜到张氏和徐大房间的窗子底下, 思虑再三, 又跑去石头窗口下, 修修修大哥, 睡了吗? 春鸭, 啥事儿? 石头开窗, 伸头出来问道, 大哥, 你来, 有事商量, 石头闻言, 赶忙跑出房门, 跟着春鸭敲开了张氏他们的房门, 来吧, 都说说吧, 这事儿怎么办? 去还是不去? 徐达拿起个盖碗茶, 撇了撇上头的墨子, 说道, 石头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便问, 啥事儿啊?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春鸭这才想起大哥鸭根不知道这事儿, 又跟石头解释了一遍, 要不, 别去了吧? 石头听完, 犹豫地开口道, 不是前两天都下雨了吗? 可这是这小半年来, 唯一一场像样的雨啊, 主要我是觉得吧, 这事儿还是得先去办了, 因为这灾情不灾情的, 咱自己也不确定, 东西先找到了, 先安心。 春鸭如是说道, 可路上太平吗? 不是说京城那头, 比较难什么吗? 再说咱们这儿逃难的, 可一点都没少, 甚至还越来越多了, 张氏主要还是担心安全问题。 我觉得吧, 春鸭说得对, 而且人家要抢, 也抢上队啊, 咱们观察压界犯人, 这人还只是个小偷, 谁还专门来抢咱们, 盛世有病啊。 徐达是支持春鸭的, 保守派和激进派展开了一场口水风暴, 由于保守派某位成员, 口才占五渣, 一番唇枪舌战之后, 激进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要去, 而且春鸭提出, 他也要去。 不行, 你敢去, 我就打断你狗腿, 你试试。 张氏这点很坚决, 我不去不行, 我爹不够机灵, 而且他都不知道往哪找, 光我爹去, 等于白去, 春鸭就是这么直言不讳, 惹得在一旁的徐达只杂把嘴里的茶叶杆子, 看看一边的大儿子, 你看这臭丫头, 实话也得缓着点说不事, 嘖嘖嘖, 没面子。 石头, 不用尴尬, 咱家谁还不了解个谁? 不行, 我不同意, 张氏才不管这些, 最好他们都不要去, 一个徐达去, 就够让人操心的了, 春鸭也去, 他能活活操心死, 那你也去吧。 徐达突发奇想, 你当时跟团游吗? 张氏真是要被这对妇女气疯了, 石头弱弱地说道, 那要不, 我也去, 我会护着我妹妹的。 不行, 你更不能去, 一会儿再让人卖了, 张氏真是要被这些人搞晕了, 请标局吧, 反正我肯定得去, 去标局请人, 总可以了吧, 春鸭突然想起以前的安保公司, 不就是现在的标局吗? 请几个保镖一起去, 总可以吧, 不是浪费钱吗? 张氏继续反驳, 等着, 春鸭冲出了张氏房间, 没一会儿又快速地冲了回来, 把今日收到的银票拍在了桌上, 石头一点, 嘴都说兔瓢了, 八,八百两, 咱有钱, 春鸭朝他大哥丢了一眼, 哪来的? 摘星格的钱不是之前分过了吗? 张氏拿起银票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照春鸭这个赚钱速度, 他们一家还做啥呀? 十四早日打样, 不好吗? 贩卖了我的智慧, 春鸭得意倒。 看着春鸭一脸的精怪样, 张氏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放闺女出去, 他既担心女儿的安全, 又觉得, 这样的孩子, 永远拴在自己裤腰带上, 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 他很怕一成不变的生活, 磨灭了春鸭自己的个性。 见张氏不说话, 春鸭知道他肯定有些动摇了, 又是一番没皮没脸的撒泼打滚, 张氏最终艰难地点头, 并且要求聘请八个保镖。 疯了吧? 八个保镖? 咱们还有五个差人呢? 就为了押送一个小偷, 用十三个人, 能不能低调点, 有点谱啊。 徐达喊要低调点, 倒也是难得。 如今水库上干活的都知道, 徐头是能跟董家媲美的附户啊, 人家董家天天送饭送菜, 他徐达也天天送饭送菜, 他爹还时不时地赶着马车来视察慰问, 比县令来得还勤快, 我天, 不知道的, 还以为都在给他徐家干活。 咱们折中一下, 两个吧, 咱找贵一点的, 武艺高强点的, 春鸭的折中, 就是折上折。 那要不, 咱找你师父, 因为道玄每天每天都去水库蹭饭, 徐达倒是很想让道玄把吃了他的给吐出来。 不行, 春鸭立马拒绝, 咱们走了, 我还得让我师父住过来, 才好护着我娘和大哥他们几个。 春鸭隐约觉得, 道玄这人肯定不简单, 让他住过来, 春鸭觉得就解了他的后顾之忧。 不要, 石头哀嚎, 三更半夜的, 张氏和徐达房间里炒成了一锅粥。 最后, 以春鸭退一步, 请四个标诗, 张氏退一步, 可以让道玄住进来, 但是前提是, 得用春鸭的小金库来请一个厨娘。 顺便, 张氏把春鸭的八百两银子也撸了个干净。 徐家大院总算迎来了, 早该迎来的瓶颈。 四日一早, 春鸭就去大眼庄跟裴婷说了这事, 当得知春鸭也要跟着一起去的时候, 裴婷都惊着了, 激动地站起身, 问道, 你怎么跟去? 他们都是一帮糙老爷们, 且山高水远的多类人啊。 再说了, 咱们这摘星格怎么办? 别激动别激动, 不出一个月, 我就能回来的。 春鸭赶忙和冠衣奴一起扶佩婷坐下, 继续说道, 番薯这样东西, 是我曾经在一本邮寄里看到的, 说是能解击困, 姐姐,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你说, 裴婷朝说完, 朝微秃的肚子, 摸了一把, 不过其实就是摸了把自己的肉。 姐姐现在跟卢先令关系怎么样? 春鸭说话向来如此, 东一句, 西一句。 已然习惯了的裴婷稍加思索, 回到, 还行吧。 就像你之前说的, 就别把他当相公当亲人, 就当是自己的生意伙伴, 就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喜怒放在他身上了。 话说, 我好像都一月没见着我们家老爷了。 夫人, 是两月, 自从老爷来留业之后, 您就再没见过老爷。 冠衣奴鼓起勇气, 纠正了下裴婷。 哦, 那么久了? 那个的确哈, 我最近手头也比较忙, 老爷也挺忙, 呵呵, 裴婷给自己找了台阶, 春鸭逼笑道, 这不重要。 来, 姐姐, 集中下精神, 听我说。 你说你说哦。 这番薯, 我看书中所记, 又甜又糯, 完全可以当饭吃, 生长周期又比咱们这里种的水稻麦子短, 产量又高, 而且长大还耐旱, 比麦子更适合在干旱少雨的情况下种植。 我就想, 到时候咱们把辣椒一收, 大眼妆全部种上这番薯, 到时候要是真的因汉情欠收, 咱就往城能口摆上一排口大锅, 每日湿这番薯粥给众人, 帮姐姐你把乐善号湿, 就苦就难的名号给打出去。 到时候你名声大震了, 奴献令便轻易也不敢对你动什么坏心思。 不过,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具体这事能能成, 这名声能能起来, 还得看到时候的具体情况, 我如今心里也没什么底, 但是好歹咱们得试试不试。 春鸭说完这喜话, 看着裴婷渐渐红了眼眶, 握起了她的手, 说道, 春鸭, 原来你这是替我考虑啊。 哎呀呀呀, 可别哭, 我也不只是替你考虑, 我也为我自己考虑了来着。 姐姐, 你稳了, 咱们的生意才能稳, 你不稳, 咱们怎么稳, 对不对? 你且好好的, 我去个个把月就能回来了, 等我好消息呀。 春鸭用小手反握住裴婷雪白粉嫩, 仿若无骨的贵妇手。 裴婷点头道, 行, 你去吧。 路上小心, 姐姐等你好消息。 灌阴奴, 把我的钱匣拿过来。 哎, 姐姐, 我可不是问你来要差旅费的呀, 我就是来给你回个信, 告别的, 我这两天还得准备准备, 之后恐怕没空来跟你道别了。 一会儿跟佛保佑去说两句我就得走了, 灌阴奴姐姐, 你别拿了, 我先走了呀。 春鸭说完, 站起身, 就要走。 裴婷一把拉住她, 春鸭怕推推嗓嗓, 在伤着裴婷肚子里的宝贝蛋, 也不敢多拉扯。 夫人, 冠阴奴打开了裴婷平日放零散银子和银票的钱匣, 钱匣拿来了, 给春鸭拿五百两银票, 五十两岁银吧。 裴婷一边拖住春鸭, 一边跟冠阴奴说道, 春鸭连忙说不要, 一会儿再丢了。 裴婷把她娘家世代祖传, 把银票奉肚兜里的秘密告诉了春鸭。 春鸭一番推举无果, 只得收下, 说道, 那咱这钱就算一起出的, 下月从分红里头扣啊。 哎呀, 好像缺你这两三百两银钱似的, 看不起谁啊, 走吧走吧。 路上小心, 快去。 裴婷假意不耐烦地朝她挥了挥手。 春鸭这才揣上巨款, 坐着马车回家了。 这头她才从大眼妆出来, 裴婷便带了冠阴奴去了趟县衙。 正巧, 卢县令这几日越看这破水库越烦躁, 躲在县衙不欲出去, 裴婷一到, 便在翠竹园进门处遇到了文竹, 文竹见到裴婷, 那可真是, 有个尾巴恨不得当下就摇起来, 夫人, 您回来了, 小的可总算盼着您了。 别贫嘴, 夫人有事, 办完就要走的, 老爷呢? 冠阴奴看到这上蹿下跳的猴子, 就下意识地从裴婷身侧挡住了文竹, 就怕他一个不慎碰到夫人。 文竹见左右无人, 便小声道, 回姐姐, 老爷在书房呢? 这几日老爷心气不顺, 刚把彭师爷给骂走了, 夫人进去可小心些呀。 没事, 你去通报一声。 裴婷微笑着对文竹说道, 见裴婷如此, 文竹便答句好, 跑去书房通报了卢献令。 待裴婷走到屋内, 卢献令已经从长安后站了起来, 意味不明地说道, 今日, 你怎有空来了? 听说你那摘心格办得不错, 应该挺忙吧。 他已经不止一次, 从应酬的饭局上, 听说过自家夫人办的这个所谓俱乐部, 说是值得女子入内, 不准男子进去。 所以只是听说生意不错, 男人们这不都没进去过吗? 包括他自己。 托老爷的福, 是有些夫人小姐肯来坐坐聊聊, 可惜里头都是女宾, 我也不能邀老爷去坐坐。 今日来, 是给老爷送来说好的一千两的最后三百两。 顺便跟老爷打个招呼, 名状搬甲搬的搬头徐达, 就是给我看病的那个张大夫的相公, 说想这次一起押送犯人去广州, 可能要去广州找个什么亲戚还是朋友吧, 单独上路又不安全, 便想跟着一起走一趟。 裴婷说完, 便把三百两银票往小园桌上一放, 老爷点点吧, 三百两。 哦, 我当什么事呢? 卢县令翻看了下桌上的银票, 眼中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 把银票递给文主, 让他去放好。 这才扬了扬嘴角, 说道, 行, 也不费什么事, 一会儿我跟于不头打个招呼就是了。 还烦请老爷多给个录影, 徐达家儿子也想跟着一起去。 真把这押送当玩笑了, 卢县令显得有些生气, 大概也想让孩子出去历练历练吧。 对了, 老爷, 前几日, 我偶得把好扇面, 命人香了, 您看看, 重义不重义。 裴婷缓缓转身, 从冠衣奴手中接过一把套了扇套的扇子, 递给了卢县令。 卢县令取下扇套一看, 洛款写的是, 幽居山人。 面上一洗, 这幽居山人的扇面, 虽不是古话, 这几年却非常地受文人默克的推崇, 这把扇面, 少说也直白两。 于是, 他面色一缓, 清了清嗓子, 说道, 扇面倒是不错, 你也有心了。 这个徐达想历练历练孩子, 说来也是一番全权慈爱之心。 这事我知道了, 你会让人办了, 到时候一起给徐达, 你也不用操心这些了。 倒是你, 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谢老爷关怀, 好多了。 没什么事, 我便不耽误老爷办公了, 一会儿给母亲请安, 我便走了。 说完, 给卢县令行了一礼, 退出了书房。 卢县令一愣, 没想着裴婷如今说走就走, 都不带耽搁的, 卢县令看着裴婷匆匆而去的背影, 想着他如今气色红润, 身材虽说不上苗条, 但也匀称, 倒是找回了当年第一眼看到他时的一丝感觉。 再说, 如今裴婷每每见他, 都不再说会姨娘或者母亲的不是, 倒是学乖了不少, 挺好, 看来以后, 他倒是可以多去见见他。 看得出神, 切剑不剑啊。 因裴婷的打点, 徐达他们的出行计划就变得异常的顺利。 第二日, 徐达就接到了于补头的通知, 说明日一早就要出发, 让他和他儿子好好准备一下, 还把他儿子的录影给了徐达说, 这体貌师爷说他不知道, 让你自己写。 你多背几双鞋, 咱们衙门就三匹马, 不可能给咱们骑走的, 到时候都要靠走。 你儿子能行吗? 其实昨晚徐达几人, 压根就没讨论过如何去, 春鸭说一月, 几人就想着时间的事, 根本没想过到底是乘船。 骑马, 坐车, 还是靠腿儿。 现在于补头说要走着去, 他其实心里也没啥想法, 该因这事他压根没过脑。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啊于补头, 你会来咱家喝杯博酒呗。 徐达客气道, 于补头白手道, 往后有的是日子喝呢? 今日且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三千里地可不是开玩笑的, 走吧。 他早有耳闻, 这个三班的徐达和万人义, 家里头都挺有钱, 也不知道为啥要来衙门做苦力, 今天他得到彭师爷的通知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不TM有病吗? 还有人愿意跑三千里地区押送犯人的? 要不是他是补头, 先令特别交代让他带队的, 他都想把这好差事让给这个徐达了, 破案了, 为啥家里有钱还要做苦力? 因为脑子有问题。 脑子有问题的徐达回家第一时间喊来他儿子春鸭, 说录影让他看着田, 自己急着出去找标师。 春鸭一把拉住他, 爹还得找马车。 徐达瞪大眼, 问道, 为啥? 这不合规矩吧? 不是说卢县令存心跟那贼过不去, 才兴师动众地要鸭借回原籍吗? 这还能让他坐马车? 三千里地。 你想想, 腿着去, 没半年回得来吗? 春鸭觉得他们老徐家, 除了他, 别的几个多少都有点缺心眼子。 对哦, 也是, 怪不得昨日与捕头说费血。 我压根都没意识到腿这有多远, 如今被你一说三千里, 我这腿都软了。 租几辆马车那得花多少钱啊? 好家伙, 半趟公差, 不赚返赔, 你这亏本买卖, 做起来可顺溜。 租时间长不划算, 咱们就买, 用好了回来, 再卖了, 不就是了。 到时候让请的保镖驾车, 咱们待里头坐着不就行了? 走走走, 爹, 现在就去, 一会儿找了标局, 还得找金牙人买马车去。 走吧走吧。 春鸭越想越着急, 拽着徐达就往外走。 走什么走啊? 你娘给的钱不够啊, 得回去问你娘要钱。 春鸭狡黠一笑, 腰间摸出张百两银票, 在他爹眼前一晃, 道, 我有啊。 徐达一把拽住春鸭的手, 鬼鬼祟祟地问道, 哪来的? 别是你娘那里。 哪能啊? 我像那种偷鸡摸狗的人吗? 婷姐姐那支援的, 大呼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不过您别跟我娘说啊, 一会儿再给没收咯。 春鸭不知为何, 也越说越鬼祟。 行, 知道了, 走走走, 一脑门子事儿没办呢。 于是, 妇女俩便跑到了 配风县最大的标局, 不过他们配风县拢共, 就俩标局, 两人就找了家, 看着大一些的。 找了他们总标头说明来意, 总标头有些听不大懂 他们的需求, 用自己的语言复述道, 徐头的意思是, 您, 衙门官差, 押送一个小偷回原籍, 找咱们再保护您几位的安全。 对, 是这个意思。 徐达点头道, 可是为什么呀? 总标头很疑惑, 这趟标到底能不能接, 那犯人不会是什么 江阳大道的头子吧? 于是他追问道, 那犯人, 犯事的真的只是小头小摩。 我怎么会骗你? 你不信上衙门问鱼补头去, 就卢先令这几日气儿不顺, 这不撞枪口伤了吗? 这是我家这不争气的儿子。 徐达拍了下春鸭的肩膀, 春鸭阴卓想着要来找标诗, 特地去翻了件张家旺的外套, 反正他们家男人没隐私。 只听徐达继续说道, 这小子非吵着闹着, 要跟出去看看, 这不我夫人不放心, 非得让找了标诗, 护着这导弹玩意儿。 哦, 那我明白了, 主要还是保护令公子。 总标头终于从徐达杂乱的描述里里 出了主要任务。 徐达想想, 面子和李子到底哪个更重要? 当然是李子啊。 于是他又说, 主要保护我, 不过我, 腿脚功夫也不是最好, 而且, 之前是我们徐家出的, 不是衙门出的, 总标头能明白吧? 明白明白, 呵呵, 来人啊, 都排好了, 让徐头看看你们的精气神。 总标头大喝一声, 在标局院子里头耍大刀的, 玩流星锤的, 无辅乐勾叉的, 文言都赶了过来, 光着膀子裂成牌, 任凭徐达春鸭两人挑选。 徐达很想捂住春鸭的眼睛, 可无奈春鸭如今是个男的, 随便摸, 随便看。 徐达见春鸭, 看到人家的八块腹肌就要上手, 一把拍掉了他的爪子, 低声说道, 你敢摸, 敢摸我告诉你娘。 春鸭撇撇嘴, 心道, 不摸就不摸, 说得他好像多想摸似的。 父女俩一圈下来, 选定四人, 谈妥总共六十两, 食宿全包, 先付一半价格, 回来再付另一半, 千气化鸭, 标的就是徐达与妻子。 解决好这标诗的事, 父女两人又跑去找了金牙人, 金牙人倒是知道春鸭是女孩, 但今日不知为何做了男孩打扮, 不过他也不予多问, 看到徐达, 他总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才能应对一二。 得知徐达今日要买上三辆马车, 一下子又觉得徐达这人吧, 其实细想想, 也还不错。 徐头, 不瞒你说, 马倒是有两匹好马, 就是这价格恐怕不便宜。 我不是要跟您抬价, 您去瞧瞧就知道了。 金牙人说完, 引着徐达, 妇女便要往里走。 徐达跟进去看了两眼, 觉得这马的确比家里的力宝要好上不少, 本来他想让力宝拉车的, 可是春鸭觉得这一趟下来, 这小马非得累出个好歹来, 再说, 留在家里头他石头哥要是有急事, 心许也能用, 还是去买吧, 反正到时候回来了, 还要再卖的, 他们也不会亏多少。 行, 我要了, 多少钱? 徐达今日的爽气, 令金牙人觉得之前自己一定是误会徐达了, 便说, 我也不跟您开虚架, 这两匹好点的, 42两一匹, 那一匹, 稍微差一点点, 38两。 您看怎么样? 不讨价还价, 对于徐达来说, 那是不可能的。 金牙人见他今日实在是爽气, 便也松了口, 最后三匹马花了120两, 还要了三个新就不一的马车厢。 让牙行把马车都送去了标局, 徐达跟标局也说好了, 明日一早, 在南城门外五里亭外等候, 父女俩便匆匆回了家。 回到家中, 张氏已经做好饭, 等着这些俩了, 家中除了张氏和石头, 铁头几个被通知到的, 都是春鸭要去大眼妆住些日子, 铁头很不解啊, 为啥啊, 姐姐天天来回, 不是很方便吗? 还搬过去干嘛呢? 亭姐姐那头, 咱们想了个赚钱的新法子, 给闭关一个月才做得出来, 你万万不要说出去, 知道吧? 春鸭忽悠起人来, 那是因地质疑, 因人质疑得很。 铁头一听, 姐姐又想了赚钱的法子, 点头如捣蒜, 姐, 你去吧, 我会帮你看着张家旺的, 没事, 你安心赚钱就行。 张家旺心中也愉悦无比, 天哪, 有这等好事, 春鸭姐居然会闭关一个月, 铁头是她好兄弟, 定不会出卖她的。 好开心啊, 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女魔头 整整一个月了。 不过还没等她高兴完, 张氏便宣布, 明日起, 道玄师傅会入住咱们家里, 为的是好好抓抓家里几个孩子的读书问题。 张家旺一听如此, 眼泪汪汪地看向了文士, 这道玄师傅, 可比为师傅凶多了。 只见文士满意地点点头, 好得很好得很, 除了去学堂, 还能有师傅在家教, 就不怕家旺学不会跟不上了, 到底还是女儿懂她这个老人家的心啊。 四日一早, 到了妇女两人出发的时候, 张氏特地起了个大早, 做了顿异常丰盛的早餐。 一群人吃完早餐, 前的春鸭道了个别, 便各自散了。 石头因为不能耽误铺子里的事, 也只能反复偷偷叮嘱了春鸭几句, 才坠坠不安地跟着大部队走了。 只有张氏, 昨晚叮嘱徐达都快把嘴皮子磨平了, 今早还是不安得很, 不停地叮嘱春鸭各种注意事项。 春鸭忍无可忍道, 娘, 要不然您一起去吧。 张氏也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 可她也控制不了自己啊, 也没法跟这丫头生气, 这一走走一月, 这会儿还跟她生气, 她做不到。 给你的钱放放好, 别乱用, 知道吧? 徐达, 你眼光一直要在你闺女身上, 不能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知道吧? 张氏又控制不住自己的钉主了, 一变徐达。 徐达耐着性子, 一一应了。 正当三人要出门去衙门口集合, 就见关木青匆匆赶来了。 关公子, 你这是? 张氏问道。 关木青行了一礼, 回张氏道, 张大夫, 家姐听说另个公子要出门, 特让我送来一把绣剑以备她用。 昨日张氏去帮关静针灸, 关静见她心神不宁, 便问了张氏几句。 张氏对关静印象很好, 便句实以打, 看来这姑娘是听到心上去了。 张氏一听刀啊剑啊就紧张起来了, 问道这路上果然不太平吗? 张大夫放心, 往南走没事。 关木青回, 绣剑, 我看看我看看, 春鸭早想看看古代的暗器, 可惜家里都是种地的, 根本没这种东西, 此刻听了, 便是好奇万分。 关木青从自己的书袋里, 拿出一个很小的装置, 并一个小剑袋, 示范了下如何绑, 便交给了张氏, 让张氏帮春鸭绑上试试。 绑上绣剑, 春鸭一场好奇, 问关木青, 这小剑是这么装, 然后按这个吗? 就听微不可闻的一声, 羞。 原本被春鸭填装在绣剑里的小剑, 已经戳在了关木青的脚面上。 徐达和张氏不可置信地看向春鸭, 春鸭看向关木青的脚面, 大家都沉默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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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这么灵敏, 对不起啊。 春鸭突然爆发出了一连声的对不起, 张氏脸红不已, 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生的这倒霉孩子, 也是一叠声地跟关木青道歉, 徐达真是恨不能拍春鸭一掌, 不过到底只是戳了下他脑门骂道, 什么呀你这是? 不会用, 别用, 看把人关公子脚给戳的。 最冷静的, 反倒是关木青, 他抬起右脚, 说了声没事, 直接把小剑拔了出来, 引得春鸭和徐达直吸冷气, 张氏连忙喊道, 来来来, 赶紧进屋, 我帮你消毒包扎一下, 你们也俩, 自个儿去吧。 关木青拦下了春鸭, 道, 徐小姐, 那绣剑恐怕不适合你, 我这里还有把我姐姐之前用过的小匕首, 要不然你拿这个吧, 对对对, 这玩意儿真不太适合我, 匕首行, 匕首可以, 一会儿还能削苹果吃。 谢谢啊, 谢谢关姐姐, 那什么, 你赶紧去包扎一下, 咱们先走了。 对不住啊。 春鸭边说边解下了绣剑, 还给关木青, 拿起了小匕首, 就拉着徐达往外跑, 太尴尬了, 你看一不小心, 把人脚面戳入窟窿, 真是对不住这位壮士了。 张氏还在后头喊, 别动刀动枪啊, 那玩意儿给你防身的, 不是给你削苹果的。 直到春鸭跑远了, 张氏才又转头对关木青说, 对不住啊, 赶紧来, 我给你包扎一下, 你看都躺血了。 原本想直接去书院的关木青一看, 果然脚背上流了一滩血, 怕躺着血去书院一会儿引来不必要的误会, 便说了声, 麻烦张大夫了, 跟着张氏进去了。 话说春鸭和徐达在南城门口分头行动。 春鸭此次是冒充了铁头的身份出门的, 录影写的是徐心, 县衙里头名状般的都见过春鸭, 有几个走得近的, 也认识铁头, 可衙衣跟名状本来就是两个部门, 不太熟悉, 更没见过春鸭和铁头, 只知道徐达家里头有梁子一女。 因此, 春鸭也不便在衙门口出现, 便直接带着张氏准备的包包果果, 去了城门外屋里, 找到了标诗和马车, 选了辆最干净的马车, 登车等候。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终于可以出门了。 要说春鸭在穿来之前, 虽然不太热衷于运动和旅游, 但是她喜欢度假呀。 每年最开心的便是发了年终奖, 和小伙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度假。 冬天看雪, 夏天下海, 春天看花开, 秋天光着腿穿着小短裙, 跟小伙伴替着落叶分享一个冰激凌。 可如今, 再也没有这些了。 好在, 还有爹还有娘, 还有爱她的一众亲友, 将来, 待她发了财, 发了大财, 发了大大财, 一定要带上娘, 带上爹, 带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爷奶奶叔叔沈娘, 一起出去玩, 去天涯海角, 去苍穹之巅。 坐在马车里的春鸭, 也不知道为什么, 想着想着, 便把自己想哭了。 没多时, 便听外头有人来, 春鸭用手背擦了两把眼泪, 脑袋探出车厢外查看。 见那头来了五个差人, 其中一人便是她爹。 几人中间押送了个球车, 里头关了个身形瘦削的球犯, 穿了件脏成灰黑色的球服, 垫着脚尖, 一脸痛苦地听不清嚷着什么。 春鸭跳下车, 长的兔子尾巴长短的队伍挥手喊道, 爹, 于补头, 那就是我家小儿子徐心, 小明铁头, 平日里调皮的紧, 这一路上还要请于补头多多关照。 闷头走路的于补头, 抬起头往前一看, 就看到春鸭站在马车边跟他们招手。 他转头看了眼徐达, 又看了眼春鸭, 问道, 这是你儿子? 几岁? 马上六岁了, 这不反正现在还没考学, 先带他出去见识见识, 所谓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吗? 徐达觉得自己的说词无懈可击。 春鸭阴之前营养不太好, 身量本就偏小, 这大半年的算是阳起来了, 但是身高长得慢, 一张小脸倒是比以前有肉了一些。 而铁头现在活动大, 一天到晚跟着张家旺和盖头混吃混合, 这半年来身高窜了上来, 现在只比春鸭矮了小半个头。 徐达几人是想着捕快都是男的, 他到时候看徐达带了个小姑娘, 不准让他同行怎么办? 再说如今这世道, 他们想着办个男装行路方便, 便想出了这主意。 徐班头家小子长得挺高啊, 说话的却不是鱼捕头, 而是鱼捕头带来的三个捕快之一的丁二。 徐达笑答, 贪吃着呢, 嘴就没停着的时候。 说话间, 几人已经到了马车前, 而鱼捕头却神色不明地看了春鸭好几眼, 见他也不慌张, 打招呼。 好, 可以, 心理素质不错, 就是有点缺心眼, 鱼捕头心想。 他第一眼看到春鸭的时候, 就想起去年在安远寺见过这个孩子, 当时虽然场面混乱, 但是他好歹也是做了小半辈子的不快了, 平日里办案抓人都是他的事, 这怎么可能会认错? 徐达还真当人家都是傻子了, 怪不得之前跟他打了招呼, 说不腿着去了, 他出钱雇了马车, 原来是带姑娘出门啊。 看在这马车的份上, 且不与他们计较这些, 他倒要看看, 这俩没脑子的玩意儿到底想干嘛。 一行人换了马车, 想着囚车带着太过麻烦, 便把那囚犯直接也带上了马车, 囚车就让来送行的镖头, 拆了, 偷偷带回去, 这车还要不要, 等他们回来再说。 于捕头和丁二压着犯人, 坐了第一辆马车, 他们又无所谓这犯人路上好过不好过的, 他们只管自己好过就成了, 反正完事回去跟卢献令说这人一路哭爹喊娘道的广州, 到了就是个废人了, 且被打了板子扔进了大牢, 那就成了。 第二辆马车坐的是另两个捕快, 第三辆便是春鸭和徐达坐了。 四个标诗, 驾三匹马车, 春鸭和徐达车上自然放了两个标诗, 谁叫他们才是金主呢? 上了关道, 马车飞快地跑了起来, 原本壮志凌云, 想要以后带爷奶出门玩耍的春鸭, 顿时就打消了这念头, 出门完归完, 可坐马车那恐怕是不能够的, 太颠了。 此时的马车都是木轮子, 没有橡胶轮胎, 更没有减震装备, 关道虽说平整, 那也是相较而言, 别说跟历青马路比了, 连跟以前的钢渣路都比不了。 所以, 从不晕车的春鸭, 此时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颠在了一起, 他不是恶心想吐, 而是被颠吐了, 活活的, 物理性的, 把早上吃的早食都给颠了出来。 当然, 徐达是要略好一些, 做了这几月的牙翼, 也不是白操练的, 再说平日里骑马倒也骑, 虽说骑得也不算好, 但是好歹对于颠簸这事是有心理预期的。 他拉着春鸭留在车厢里的半腊身子, 大喊道, 要不然叫他们赶慢点。 就听窗外的半腊春鸭答道, 不必不必, 我这也不是恶心吐的, 主要是把吃的给我颠出来了, 我吐完了, 哦, 哦, 徐达本不欲吐的, 但是一听春鸭的动静, 自己也在车厢里直达恶心。 相较于春鸭和徐达的狼狈, 前头两辆车却难得的和谐。 丁二甚至还和犯人聊起了天, 打听起了广州城里哪有好吃好玩的, 盘算着得让徐达到时候好好请上两顿饭。 他们可都听说了, 这货在水库监工, 日日和姓万的那二傻子送吃送喝的。 要不是自己身份问题, 他也恨不得跑去做了名状, 天天跟着徐达混吃混合。 远想着这三千里路恐怕熬不下来的犯人薛青山, 此时坐在马车里, 虽然嘴巴和丁二聊着天, 脑子里却是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他本来只是跟着商船来干装卸的苦力活的, 没曾想却生了一场大病, 被人扔在了码头上, 不过到底命大, 狗活了过来。 可没有身份, 没有盘缠, 第一次出门也分不清东西南北, 一路朵朵闪闪到了佩丰县, 却没想到这佩丰县乞讨行业竞争如此激烈, 自己三天都没讨来半个窝头, 只能铤而走险, 跑去饭店后院偷了点吃的。 又没想到当场就被抓住了, 押送到县衙, 他本想着大不了就吃几个板子, 关上几日。 更没想到的是, 县令居然大发官威, 不仅打了他, 还说要押借他回原籍, 他记得清清楚楚, 那县令当堂说的是, 给我好好押送。 他原本以为, 所谓好好押送, 就是弄得他死不了活不成, 而且今早进了那囚笼, 他只能用脚勉强点地, 直接站好的话, 自己就能把自己活活勒死。 原想着, 这么走上三千里, 回去不是死人, 就是废人了, 可这会儿却坐在了马车里, 舒舒服服地和捕快聊着天。 所以, 那县令所谓的好好, 难道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还是咋低? 这一年来的大多数的事情, 结局好像都不在他的预料内, 薛青山原本以为, 自己最终一定是会客死一项的, 却没曾想, 居然能免费坐着马车, 合理合法地回乡了。 怎么事情就变这样了呢? 马车行路, 途经的且都是官道, 一个半天就能跑上百多里地, 于捕头坐的头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后头跟着的两辆马车, 也跟着慢慢停了。 众人下车, 于捕头看了几眼造型明乱的春鸭, 心想着, 到底不能让人家小孩出什么事, 便道, 徐家小娃, 你要是不适应, 就开口说, 咱们吃好饭, 赶路赶慢点就是了。 于大叔, 我没事, 我不是恶心, 主要是还没能适应这点, 您不用惦记我, 赶路要紧, 我颠着颠着, 也就习惯了。 行吧, 进去吃点吧。 于捕头不再过多地询问, 而是招呼着兄弟们进驿站吃饭。 一般来说, 此时的驿站, 基本是四五十里就有一所, 有大有小, 本来出发前于捕头还做了个详细的计划, 几时几刻必须走到哪里, 不然天黑走不到, 哪怕他们是官差走官道, 那也不太安全。 可如今都有这马车了, 四五十里不过只要隔靶时称, 哪怕是夜间行路, 点上斩气死风灯, 只要车不翻, 他们就肯定没什么危险。 关键是, 赶车的四人, 他乍看就知道是恋家子, 一个个的虎背熊妖目光绝朔, 哪有这样的车夫。 再说城中标局两家, 他都知道, 那来送行的人, 就是吕标头。 还车夫, 徐达这货真是个二傻子, 骗人骗到爷爷头上来了, 鱼捕头这么想着, 跟在众人后头, 摇着头走了进去。 卢县令不愧是世上最抠门的县令, 这次拆旅费, 让彭师爷给算好了人头, 每餐饭每人不过二十文。 什么鸡鸭鱼肉就别想了, 勉强能混个宝, 就阿弥陀佛了。 几个捕快都想着, 不过这次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徐达这货非要挤进来, 今日就看他如何一丝一丝了。 小二, 给咱上的小炒鸡, 来一斤白切羊肉, 一个炒白菜, 把那鸡的鸡杂也给我用蒜炒了。 另外再要两斤米饭, 那桌, 四味的, 上一斤羊肉, 八碗羊春面吧。 鱼捕头, 您看够不够啊? 酒咱们白天就别喝了, 耽误功夫, 待晚上, 咱找好了落脚的驿站, 我再敬你两杯。 徐打点完菜, 一脸讨好的看向鱼捕头。 鱼捕头心里有些讨厌崔都头了, 原来崔都头这些十日, 这日子居然过得这般好, 怪不得如今跟他们喝酒喝得少了, 原来是吃够了这姓徐的孝敬了吧。 不过白送的鸡啊肉啊的, 哪有不吃的道理? 鱼捕头假装淡然地点了点头, 行了, 就这些吧, 赶紧吃, 吃完了好赶路。 春鸭此时已经把胃里的东西, 全部吐了得干干净净, 饿得不行, 又不想在这帮子操老爷们口水里加菜, 所以只要一上菜, 他就第一个洞块, 加上两筷子。 徐打想着, 往后还得各把月相处呢, 总得给人留个好些的印象吧, 便让他不要吃那么猛, 一会儿又吐了。 没想到春鸭却说, 没事儿, 吐了再吃呗, 惹得严肃了半日的鱼捕头, 都哈哈大笑, 说没错, 吃吧。 而另三位捕快, 根本不没在意春鸭到底干嘛了, 因为他们全副心思都在吃饭上, 家里平日里也没吃那么好的, 虽说他们也不是什么馋鬼, 问题赶路半日, 本就饿了, 再加上这好饭好菜的, 管别人那么多干嘛, 自己管自己吃呗, 有人买单就成。 于是乎, 这几人吃饭, 吃得犹如风卷残云, 只要你一盆菜一端上来, 哪怕没熟他们都是踢牙的时候才能发现, 吃一餐饭也用不了一刻, 主要是上菜耽误了。 吃好饭, 徐达自觉地喊来小二结账, 但凡只要拿得出官差的手续文书, 这饭菜价格便能按平价地算, 这餐结算了二百文, 春鸭飞快地算了一下, 要是以后顿顿是他爹买单, 按照这个标准, 再加上酒啊什么的, 就光吃饭这一项, 满打满算二十两, 负单倒是负单得起。 但是, 当冤大头到底还是很悲伤的, 可谁叫他自己非要跑出来的呢? 自己做死自己扛, 悲伤的春鸭鼓起勇气, 去上了趟茅房, 又鼓起勇气爬上了马车。 犯人薛青山在吃饭的时候便被锁在了马车车园上, 徐达还特地问小二要了个白面馒头, 走过他身边的时候递给了他。 他们根本就不怕这人逃跑, 要是跑了, 他能去哪儿呢? 这有饭吃, 有车坐, 是个正常人, 他就根本不会逃。 要是逃了, 索性就说他办到死了, 倒也干净利落。 别说什么律法不律法, 制裁不制裁的事, 但凡于捕头严苛点, 这人小命交代在路上,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于捕头虽说看着凶, 但是办差也从不含糊, 这种故意把人弄死的事, 他可做不出来。 所以说, 这薛青山此时如果还想着要逃, 那他就是自己作死。 薛青山是这种作死的人吗? 显然不是。 他拿过徐达给他的白面馒头, 心里想着, 这会儿要是赶他走, 他也是不可能走的。 车行不过三日, 春鸭已经渐渐适应了这颠簸的感觉。 有时候回到平地上, 也会突然觉得脚下颠了起来, 每每有这种感觉, 他就会紧张地抓住徐达问, 爹, 地震了吗? 几次三番下来, 徐达已经从, 没有,你想多了, 变成了面无表情地回答女儿, 是的,赶紧跑吧。 引来春鸭白眼无数。 这几天的互相了解下来, 春鸭觉得, 于捕头应该是知道他是女儿生的, 看破不说破, 素质很不错嘛, 让他对于捕头的印象都不免好了三分。 那犯人薛青山如今也跟他们混手了, 每日晚上他还能捞上炖干净的热饭吃, 也不知道自己烧对了奶露香, 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知道的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个流民小偷, 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是哪路要饭, 居然被那么多人团团包围着押送。 这日吃完午食, 于捕头率众要在太阳落山前, 赶到下一个驿站。 这会儿他们走的这条路, 是条绕行的临间小道, 因为之前有一段官道被他方的山石给截断了, 此地正好位于梁府之间, 属于三不管地带, 扯皮了大半年, 还没个定论。 等来这半路上也有个驿站, 可这路一段, 那个驿站车马便也过不去, 徐打几人这会儿要赶往的下一个驿站, 距离他们中午吃饭的能有百余里地, 虽说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小路难走, 出门在外, 与捕头有丰富的经验, 一切都要谨慎而为。 赶车的标诗也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 一般来说, 这种突然改变路线的事情, 在标局眼中就是危险的信号, 驾车的四人都卯足了劲, 稳住马车的同时, 又尽快地往前行进。 一路上无人说话, 连平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春鸭, 都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 他以前哪经历过这个呀, 要说穿来到现在, 最危险的那一次, 就只是被人给撸走了一袋擦屁股纸。 太阳渐渐往昔, 而小道却还没能看到镜头, 春鸭紧张地抓着徐打的手臂, 问道, 爹, 咋办? 咱们今日能不能出了这林子? 你快把我皮都扣破了, 赶紧地松手。 徐打巴拉开了春鸭的铁爪, 才说道, 没事, 别紧张, 你看咱们有鱼捕头带路, 他经验足得很, 又有雕师做护卫, 没事的。 你要实在觉得紧张, 咱要不, 下午紫棋吧。 我带了。 春鸭从自己杂乱的包袱里, 掏出一个小棋盒, 里头放了黑白两色的棋子, 和一张棋盘图。 行, 啥都行, 别再扣他皮就行, 徐打立马答应。 父女俩几次要分出胜负, 马车一颠, 便乱了, 春鸭说他赢了, 徐打让放屁吧, 明明是他赢了, 两人一路吵吵嚷嚷, 几次下来, 便说不完了, 互相都称对方是赖皮狗。 收好齐盒, 春鸭坐着坐着, 觉得这路怎么没那么颠簸了。 他赶忙撩起车窗上的帘子一看, 兴奋地喊道, 爹, 咱们上官到了。 徐打立马开了车门, 差点没把坐在前头的标诗给对下去, 他问惊魂未定的标诗道, 师父, 咱们这是上官道了。 是, 应该马上就能到驿站了, 正巧, 这太阳刚要落山。 标诗也相当高兴, 平安无事, 万事大吉。 徐打应了两声还好, 便缩回了车厢。 上了官道, 车行便快了不少, 没多时, 于捕头前车便停了下来, 后车跟着也一一停下。 春鸭跳下车, 见于捕头正在打量着一个客栈, 也没进去, 便问, 于大叔, 您怎地不进去? 我以前来过这儿, 怎么记得这儿应该是个驿站呢? 这会儿怎么改了客栈了? 这于图上也没记录在册呀。 且这客栈, 说是客栈, 怎地如此像民居呢? 于捕头很是犹豫, 是自己记错了地方, 还是他几年未来, 这驿站搬走了。 要不, 咱们进去问问。 春鸭说道, 于捕头想想也是, 光自个儿在这里想, 有啥用啊? 去问问呗。 快步进店, 发现这店还真不小, 前头吃饭, 后头住宿, 前头有个大院子, 马四草料一应俱全。 于捕头问询那赶来应城的小二, 这儿以前我怎么记得是个驿站呢? 倒是没那么大, 这驿站哪儿去了? 回叉爷的话, 因为前头二十里地处已经有个驿站了, 所以这儿的这个驿站便撤了。 官爷今日若还要往前去找官邑, 恐怕得赶夜路赶上一两个时辰了, 官爷合不在小店住下, 咱们这儿的价格也是实惠得很。 那小二殷勤地推销着, 于捕头又问, 前头那驿站离这儿只有二十里地? 我咋记得还挺远的呢? 回官爷的话, 您怕是很久没往咱们这儿来了吧? 那驿站早挪过位置了, 不过如今您往前走也过不去了, 入坏了。 小二依旧态度恭敬。 此时, 于捕头戴的这些人, 包括犯人薛青山都凑到了客栈里头来。 春鸭不停地打量着这个大客栈, 若说这是个客栈, 可它离官道倒也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并不是沿路而造的, 要不是那两个巨大的灯笼上写了客栈二字, 怕是很少有人会发现这里。 而且, 不说这是客栈, 这房子的规制格局, 反而更像是个宅子, 前头宽敞的院子能停上四五匹马车, 而屋子分明就是前厅后宅的格局。 后头住宿的房间里隐约透着几盏灯, 前头饭厅里却只有他们一行人。 连捕快们都觉得这地儿有些古怪, 丁二拉了于捕头道一遍, 说道, 头? 虽然我没证据啊, 但是总觉得这儿不是很让人舒服。 怎么办? 咱们要不再往前赶一赶算了? 于捕头没有说话, 而此时春鸭却说使急, 拉着罪状雕诗的维东说要他陪着去借用下茅测。 徐达赶忙说自己也要撒尿, 趁着小二手指的方向跟着一起走了。 春鸭走后就有个号称是掌柜的, 出来接待于捕头, 只说难得来观差, 要是于捕头想要住下, 早晚饭, 他们便包了。 于捕头说, 咱还有个头尿尿去了, 等他来再说。 等到春鸭拉屎回来, 便做一派天真的问鱼捕头, 您还没点菜呢? 不是说都饿了吗? 我今日想吃酱鸭, 您这儿有吗? 哎哎, 有的有的。 小三子, 给客官们点菜, 您几位要几间房啊? 四间上房。 徐达豪爽地说道, 再给烧几锅水, 也几个今日好好洗洗。 哎行, 您先吃, 吃好了, 攒水就给您准备好了。 我先吩咐人去烧水。 掌柜说完, 躬身后退, 往后院去了。 没过多久, 饭菜便上齐了。 今日饭菜叫得不多, 鱼捕头说都啥时候了, 吃那么多, 顶着胃怎么睡。 可不多不多, 几个大男人也点了四菜一斤饭, 外家旁边一桌的车夫, 每人一碗面。 菜上齐了, 小二端上来两壶酒, 说是孝敬各位官爷的。 鱼捕头便嚷道, 掌柜怎生这般客气? 赶紧叫来, 我可得好好敬他两杯。 对了, 给咱拿个狗盆来, 这货也得喂上一些, 饿死了可没法交差。 说完, 踢了一脚蹲在桌边的薛青山。 小二答是, 往后头找掌柜的去了。 也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掌柜便一叠声地说着, 官爷好生客气, 跨步走了进来。 还是掌柜的太过客气, 咱们不过只是半差路过宝地, 却没曾想遇上掌柜这般的热心肠, 来, 这杯酒我敬您。 鱼捕头说完, 把手中真满酒的杯子递给了掌柜的。 客气客气, 那我就先干为敬。 掌柜的文言也不推辞, 直接接过鱼捕头手中的小酒中, 一饮而尽。 来来来, 吃口菜, 吃口菜, 这光喝酒伤味啊。 小二, 添霜筷子。 徐达边喊着小二, 便给掌柜的疼了个地儿。 掌柜的盲掰手道, 我还是不打扰几位差爷了, 后头还有一堆事没做呢。 这样, 我再自罚一杯。 说完又拿起个空酒中, 自己倒了一杯, 饮尽, 才说道, 几位差爷慢用, 还要加什么菜, 您几位尽管吩咐。 既然如此, 鱼捕头也不再强留他, 挥手让他自忙去。 此时, 前厅就留下了春鸭他们两桌人, 门口站了个小二, 随时等着听命。 这一餐, 鱼捕头几人, 却不似先前吃得那么猛, 只喝着小酒, 天南海北地聊着天, 连四个车夫今日吃面, 都吃得斯文得很。 这一餐饭, 吃了整整大半的时辰, 等着站在门口的小二只打瞌睡, 鱼捕头这才站起身来, 喊道, 吃完了, 就各自回房休息吧。 小二, 让你们烧的热水, 给咱们送房间里来, 也几个好擦洗擦洗。 小二这才从门框上弹跳了起来, 看着这一桌狼藉, 空碗空杯, 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 笑称马上会有人给官爷送热水来, 请官爷回房子去休息即可。 一行人带着拖这个犯人去了后院, 没有丝毫的异样, 只能犯人看着泪光闪闪, 勾搂着身子, 疲惫不堪。 小二也没多关注, 犯人吗? 不都这样? 要是熊啾啾气昂昂, 那才奇怪了。 四间房, 于捕头和丁二一间, 把原本只有所在外头晾着的命的薛青山 也给拎了进去, 不快饮三桂和刘平一间, 春鸭和徐达一间, 另四个车夫一间。 进去不过一刻, 小二上前敲于捕头的门, 说道, 官爷, 您的洗澡水好了? 房间里头没有声音, 里头没有动静, 小二面上一洗, 又提高了声量, 说道, 官爷, 洗澡水好了。 这句话说得颇为响亮, 在空荡无人的后院带起了回响, 却依旧没人应答。 小二见状, 推开了于捕头未落索的房门, 就见于捕头和丁二趴在床上没有动静, 床边还趴了那个犯人。 小二上前, 从绣管里掏出了把尖刀, 往地上的犯人腿上就是一刀。 那人却一动不动, 念上一丁点痛苦的表情也没有。 小二又往那人手臂上滑拉了一刀, 那人依旧一动不动。 正当小二要往鱼捕头身上招呼之际, 门口掌柜出现了, 就听他说道, 都妥了吗? 查个点, 怎的这么慢? 大哥, 我就看看, 他们是真晕还是假晕? 小二指着胳膊大腿都在往外冒血的薛青山说道, 这人应该是真晕了, 还有两个要不要试试? 掌柜白手道,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叫弟兄们来把这几个绑了, 地上这个吃得最少都晕了, 另两个还是个屁, 杀不杀的, 再定夺吧。 小二这才收了刀子, 跑了出去。 没一会儿, 这客栈里头的人都集合在了鱼捕头他们房间外头, 快速地去房间里把人都给绑了起来。 这个犯罪团伙, 六男二女, 一共八人, 此时在场的共有七人。 平日里主要就在这三不管地区流窜, 因都是在这一片多年, 又有男友女互相打掩护, 抢杀的也都是过路客商, 干一票, 先上几月, 所以从未被人抓到过行纵。 前阵子听说前头关到堵了, 那里头的驿站过不去了, 也是干脆便抢了这户落单的人家, 稍加改建, 白天还是做民居的样子, 晚上便挂上灯笼幌子, 干起了这黑店的生意。 没曾想开了两三月, 晚间来住店的客商倒是有一些, 平均两三晚就能载上几个来投诉的路人, 一般能来他们这种大店求诉的, 别说什么豪商富户吧, 哪怕是赶路人多少都带了些银两, 又因他们向来都是来者便杀个干净, 所以这两三月来从未有过闪失。 今日之后, 必须让老五戒酒, 干活的时候喝酒喝的人士不行, 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票的钱, 他不能拿, 说话的是这儿的带头大哥, 弟兄们都叫他山后哥。 那掌柜的姓乌, 是他们这儿的老二, 人都叫他乌鸦哥。 乌鸦这人, 是这伙人里头最精明的一个, 所以日常杀人越货之前, 出来打点门面的都是他, 但是今日这事, 他总觉得透着多少不对劲, 老五平日里虽喝酒, 但也很少喝醉, 今日说了让他专门盯梢来的客人, 怎的还会喝醉, 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关窍? 乌鸦哥, 您没去五哥屋子里闻, 那酒味直冲天灵盖, 嘴里也都是酒味, 脸色红得不像话, 我看他床边还放了铜吊, 估摸着是喝了整整一铜吊的酒啊, 会不会是因为想着昨日那小娘吗? 哈哈哈哈, 说话的就是那小二, 是他们这儿最小的一个老八。 老八说完, 后脑勺便迎来山猴哥了一记巴掌, 毛都没长齐呢, 还小娘吗? 我昨日就说, 这女人皆是祸水, 那一老一小俩娘们当时就该杀了两事, 还留着干嘛? 一会儿转完事了, 就一起杀了吧? 那老五乌鸦还是觉得, 作为犯罪团伙, 还是要互相尊重, 很多帮派死就死在自己人内部分裂上。 山猴哥大手一挥, 不就是个娘吗? 干完这一票, 休息俩月, 好好带你们去扬州玩玩。 臭男人, 帮派中为二的女子, 排行老三, 人送外号鬼见仇, 长得美艳, 下手却独辣不输男子, 一天到晚就想着裤裆里头那些事。 你们也不看看, 今日绑的是官差, 平民百姓也就罢了, 这官差死了, 到时候看找不找到咱们头上来。 哎, 怎么办啊? 应声的是另一名女子, 老四, 高脚四, 人长得细长伶仃, 岁数不大, 却是满脸褶皱, 这会儿更是皱着一张脸说话。 能怎么办? 杀了呗, 杀了就去扬州晚上两月, 到时候风平浪静了, 再回来不就是了。 我说这会儿人也, TMD脑子有坑, 就压了一个人犯, 派了五个差役, 四个车夫, 还有个小的, 难道是小丝? 这TM官差出门还带小丝? 山猴哥有些暴躁, 本来看着三辆马车进店, 心里着实乐坏了, 这可怎么说好, 昨日刚抢了对官家家卷, solo出不下五百两的财物。 今日这三匹马车别的不看, 光看赶马的车夫, 就是有钱的商家, 才请得起的这种年轻力壮的车夫, 正当他搓着手, 等着大富翩翩的富商下车之际, 那车上却下来了一对官差, 真是日了狗了, 不过, 既然他们进都进来了, 也没有放他们出去的道理。 反正到这会儿下了药, 人都昏死过去了, 想怎么杀怎么杀, 来几个, 来得何人, 有啥要紧? 行了来, 都给他们归拢到杀猪房去, 一会儿在一起放血, 别脏了地儿, 刷也刷死个人。 说完却觉得肚子一阵脚痛, 快步往毛侧走, 你们今天谁TMD的做的饭, 是不是又放死人肉了? 叫你们TMD别放别放, 恶心不恶心啊? 我做的呀, 我没放啊, 都是刚买的猪肉高脚丝说完, 也觉得肚子不舒服, 可还能忍, 饭肯定是没问题的, 难不成是那卖猪肉的, 卖给他的肉有问题, 明日还得好好找那卖猪肉的算账去, 边想也边往毛侧走, 被这两人带着往上厕所的方便想, 其余几人也都觉得腹痛了起来, 排着队要去拉屎, 只留了个老八在客房外头守着, 老八却道, 晚饭没事啊, 我也吃了, 没觉得要拉屎啊。 可此时也没人听他的, 只夹腿夹定地等在唯一的毛侧外头。 鬼剑仇剑一时轮不上他, 他可不想当众拉裤子, 便从后院扒拉出个小口的咸菜缸, 搬到没人的地方, 直接坐了上去。 这一拉, 直拉到了后半夜, 山猴哥说不行, 这么拉下去非得脱水不可, 让高脚四去缸里咬水煮了, 加盐喝下去, 可没想到越喝越辣。 这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 山猴和乌鸦两人商量着也不是个办法, 这到底吃了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因为一晚都没见小八来拉呀, 说明饭菜肯定没问题的, 因为小八是跟他们吃的一样的饭菜。 不过此时也不是管这些的时候, 再怎么样, 得先把前头的事给解决了。 虽然人都绑起来了, 可到底还活着, 一会儿杀的时候大呼小叫, 再把什么人给招来可不好吗? 于是几人一合计, 也不等鬼剑筹和高脚四了, 这俩女的早拉趴下了, 也帮不了什么忙, 四人赶紧把事儿聊聊, 再进城找个大夫吧, 再这么拉下去, 可真要拉出人命来了。 既然大哥们都这么说了, 剩下两人便点头硬了, 往前走去, 只盼着赶紧完事儿, 给一会儿拉裤子上。 几人走到住宿的房间外头, 却见留下的小八被堵了嘴, 五花大绑地扔在空地上, 鱼捕头打哈气正打到一半, 剑人来了, 便说道, 哟, 屎拉完了, 来来来, 跟官爷说说, 这打劫的活, 干了多久了呀。 山猴一见如此, 直到大事不妙, 大喝一声, 老二超家伙, 便掏出配在腰间的六七长的匕首, 冲着鱼捕头面门而去。 鱼捕头早有准备, 拎出配刀格挡, 几招下来, 那山猴因体力不支, 不止伤不了鱼捕头半分, 最后被鱼捕头一脚踹中了心窝, 倒地不起。 骨肩竟是黄白之物, 引得见了死尸都不太皱眉的鱼捕头, 反胃不已。 其余几人见老大动了手, 便也冲了上去, 第二, 被乌鸦一记出其不意的反手剑招给划拉伤了手臂, 不过那乌鸦却也因体力不不支, 被赶来支援的尹三桂和刘平给死死地压在了地上。 另两个犯罪团伙成员, 老六和老七, 见两个老大都被打成了这般模样, 又见护着徐达和春鸦的四个车夫体型健硕, 根本不是他们能比的, 远想跪地求饶便是, 却没曾想, 那小孩一声令下, 给我打。 四个车夫的拳头如雨点般砸了下来, 他们拼尽全力的躲闪, 却还是被打得屁滚尿流, 是真的屁滚尿流。 前院的动静这般大, 后头房间里的鬼剑筹和高脚四早听到了, 他们也顾不上拉不拉裤子上了, 拿东西就想跑。 可跑了还没几步, 便被刚腾出手的两个镖尸给截住了, 鬼剑筹拒捕, 拿出自己防身的匕首挣扎了两下, 便被壮如牛的维冬给撂倒了。 高脚四炸翔, 走了没两步就想踢了保镖下身逃跑, 没想被赶来看热闹的春鸦飞出来的匕首扎了屁股, 没办法, 身高有限, 就只能这样了。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 除了被维冬用手刀劈晕, 且被春鸦灌了整整一同吊白酒的老五之外, 其余的人都被五花大绑, 扔在了前厅和后院之间的空地上, 空气里弥漫开了一股不可言传的味道。 说说吧, 杀了多少人? 抢了多少钱? 于补头男德娘泡一回, 拿了个客房里头的金子, 过了两遍水, 捂着口鼻问道, 你们欺负老实人? 我们都是正经做生意的人家, 怎会干杀人越货的勾当? 扮演掌柜的乌鸦大声喊完冤屈, 避避放出两个屁, 躺在他旁边的老八往旁边滚了一圈, 干呕了起来, 放屁蹦出屎, 太TMD恶心了。 那个, 徐家那小子, 这人不说实话, 再给他来点你那什么药? 于补头转头跟春鸦如此说道, 好嘞, 春鸦摸出一个小瓷瓶, 倒出小拇指盖大小的一颗药丸, 递给徐达, 爹, 你去, 你咋不去? 于补头喊的你, 徐达生理性拒绝, 春鸦理直气壮道, 因为于补头是您上官, 他又不是我爷爷, 我的上官只有我爷爷, 徐老汉, 我谢谢你啊。 被父女俩无视的于补头很想发火, 可问题今日这事, 要不是徐家这对宝货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这帮山贼很是凶恶, 听他们之前说的, 来的都被杀了干净, 要是凭他们几个硬拼, 露死水手真还不好说。 得亏徐家那坑爹的娃, 随身还带着解药, 趁着说去后头拉屎, 披晕了钉烧的, 趁机给他们通了通肠胃, 不过, 要不是这俩宝货弄了三匹马车, 他们也不会被盯上, 妈的, 说到底, 还是这俩货的问题, 想通关翘的于补头发话道, 徐达, 去, 给那掌柜的喂药, 无法, 徐达只能捏着鼻子上前, 刚想把药丸往人嘴里塞, 就听那山猴哭了出来, 求求你们, 给点解药吧, 要不就把我砍了, 死在这份堆里, 叫我怎么去见地下的兄弟们啊, 春鸭好心提醒, 解药倒是没有, 这药, 你知道吧, 是我姐家里头荷塘里起出来的荷叶, 整整一荷塘的荷叶, 最后熬出了巴掌大的砂锅半锅浓浆, 凉了之后, 加了蜂蜜和八豆粉搓出来的, 只小半颗, 就能让便秘三天以上的人, 一整天不出家门, 我嘴馋, 吃得多, 娘怕我水土不服, 再拉不出巴巴, 所以给我带了两瓶, 一共一百颗, 你们烧洗澡水用的井水, 但是喝的水都是用的厨房的水缸里垫过的水吧, 我都看到了, 你们看, 我这一百颗八八药, 如今只剩下十颗, 药房可卖一百文一颗呢, 这钱, 我便也不跟你们算了, 解药, 是没有, 不过拉个三四天, 可能也就好了, 不过, 咱们可以给你们点盐糖水, 免得真的拉死, 你们可要啊, 说完, 春鸭笑眯眯地欣赏着大家脸上各异的表情, 鱼捕头羊眉道, 都听到了吧, 要不想死在屎堆里, 就好好回话, 我说, 鬼剑愁开口道, 但是你们得把后院我方便的那个钢拿来给我, 让我坐着说, 他觉得, 反正都是一死, 第一个开口, 还能捞个干净, MD跟这群臭老爷们堆一块, 他茶喝的少, 倒是忍住了, 可旁边这几个, 爱马, 不能想, 不能听, 不能看, 不能闻, 此刻这群人里, 他只羡慕从不喝茶的小巴, 和不知是醉晕了, 还是被敲晕了的老五, 等于捕头点头, 让丁二去给找来了那钢, 松了榜, 让他自己做好, 鬼剑愁这才说出了他们干的那一堆好事, 开业两三月, 打劫了近二十来组过往的商人, 杀的人都埋在了后头的荒山上, 抢来的东西都在山猴住的地下室, 另外, 昨天抢了一对母女, 还没杀, 因为老五看中了那女的, 也不知说要睡她, 反正就三番五次的不给杀, 此时也在地下室关着, 待鬼剑愁说完这些, 山猴和乌鸦沉默半想, 还是山猴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们桌上饭菜都吃了得干净, 怎的没见你们, 你们这些把戏, 也早十几年前就遇到过了, 玩来玩去, 还是这些招数, 有意思没意思, 叫你们掌柜吃酒, 倒是爽气, 说吃口菜, 却支支吾吾地跑了, 我再不知道这菜有问题, 我就白当这几十年的捕快了, 今日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 这菜是都吃了, 不过就是你们插刀的那货一个人吃的, 鱼捕头转头问春鸭, 那薛青山给他包扎好了不, 别真给流血流死了, 放心, 早包好了, 就不知道他们下了多少药, 要是还活着, 醒就不知道啥时候能醒了, 春鸭说完, 心中默默地同情了一番薛青山, 早知道就不点傻酱鸭了, 四盆面一斤饭, 外加四个菜, 几人打着掩护, 全到薛青山盆里了, 让他吃了, 还不准他嚷, 不然就威胁他给他扔这儿了, 好家伙, 差点没给人吃吐, 听鱼捕头这么一说, 山猴和乌鸦彻底沉默了, 最后还是小八问了一句, 官爷, 能麻烦您给我挪远点吗? 最后鱼捕头带队去搜查, 留了四个标诗看好前院的人, 前院之人坚斑骂鬼剑仇个不停, 鬼剑仇却说, 你们TMD闭嘴吧, 一说话就崩屁, 还让不让人活了? 定理不干不净就算了, 嘴比定还脏, 是我TM想招吗? 是被你们活活恶心死了好吗? 一遍山猴的房间, 在房间角落堆放的箱子下头, 果然找到个暗门, 打开就听有人呼救。 他赶忙想下去救人, 却被春鸦拦了下来, 鱼捕头稍等, 下头是女的, 我年纪小, 我先下去看看。 鱼捕头愣了下, 又点头道, 行, 小心些。 春鸦打好, 下了地下室。 这地下室挖的仓促, 小得很, 里头昏暗的啥都看不出来, 唯一透气的地方, 就是顶上那封盖的木板, 留的两条缝。 春鸦下去之后, 洞口被徐达照亮了, 他见到地下室角落里, 蜷缩着一大一小两名女子, 皆已是衣衫不整, 看着他瑟瑟发抖, 那年纪大的女子, 颤颤巍巍的出声问道, 你是谁? 夫人莫怕, 我们是配风县的捕快, 由于捕头带队, 准备押送人犯去广州, 途经此地, 觉得蹊跷, 便留了下来, 想要一探究竟。 如今那些杀人越货的匪徒, 皆已经被咱们绑起来了, 你们别怕, 此时没人能再伤, 你们分好了。 春鸦说完, 缓缓向母女俩走去, 那夫人把衣衫被撕烂的女儿 往身后藏了藏, 说道, 谢谢这位小英雄,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必永生不忘, 只是能不能让人先给我件衣服, 好让我女儿先换上。 春鸦走过去, 轻声说道, 夫人莫怕, 我是女的, 只是为着出门方便, 才换得这身男装。 您稍等, 我让他们去给你们找衣服。 那夫人终于松了心理防备, 带着哭腔说道, 谢谢了, 谢谢。 后头的姑娘, 却已经大哭出声。 等到徐达他们扔下衣服, 母女俩匆忙把衣服套上了, 春鸦突然问道, 小姐, 要个蜜梨吗? 那小姐才怯生生地开口问道, 有吗? 爹, 你去鬼剑仇那儿, 找个蜜梨来。 说完回头对那小姐微笑道, 应该有, 我看他们也是一副见不得人的样子。 谢谢你呀, 你真的太勇敢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那夫人这才问道。 春鸦在夫人耳边轻声回道, 回夫人, 我姓徐明春晓, 我爹娘都叫我春鸦, 我爹叫徐达, 是佩丰县名状般假般的班头。 出生三元村, 如今暂住在佩丰县的文院街。 那问话的夫人一愣, 显然没料到这女娃会回答得如此详细, 不过还是客气地说道, 小姑娘口齿倒是清楚得很。 行, 我记下了。 做好事不留名, 不存在的。 做好事是顺便, 留不留名的, 反正她选择留名。 等徐达找来秘离, 春鸦先爬上上去, 把那小姐和夫人一一给拉了上来。 那夫人留了余捕头说话, 让其他人等都退了出去。 没过多久, 余捕头出来了, 激动的手都在抖, 指着丁二半日, 深呼吸了几口气, 才说道, 丁二, 你跟徐达, 还有那个围东, 你们三个拿着这个帖子, 去烫府衙, 就说, 就说, 司徒夫人有事耽搁了, 让人来接饮一番。 然后拉徐达到一边, 叮嘱了几句。 徐达接令, 带人走了, 留下春鸦惆怅不已, 我也想要去呢, 我娘要是知道我爹撇了我, 她完蛋了她。 乖孩子, 来, 到大伯这里来, 没事哈, 你没事进去, 找那司徒小姐聊聊天, 给她宽宽心。 余捕头难得的和颜悦色, 春鸦眨巴着眼睛, 问道, 余大叔, 哎, 叫什么大叔, 叫大伯, 轻轻热热的多好, 余捕头笑的皱纹, 能夹死几只苍蝇。 哦, 余大伯, 那司徒小姐是? 攒府, 知府, 姓司徒呢? 余捕头说完, 眼中闪出了激动的泪花, 春鸦也激动了起来, 完全把徐达给抛在了脑后, 搜嘎, 很好, 一掀那司徒小姐 站住的房间的竹帘子, 喊道, 姐姐, 你要不要沐浴更衣啊? 我帮您烧水可好。 春鸦其实也不想表现得那么明显的狗腿, 但是问题是她控制不住她自己啊。 一进到房间, 看见那对惊魂未定的母女, 她就会情不自禁畅想起自己和裴婷的生意, 走向周府, 开创新纪元。 春鸦。 司徒夫人的叫声, 叫回了春鸦的魂。 哎, 不好意思, 走神了。 夫人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我说,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帮我们找找香笼, 里头有些换洗衣物, 我们这样回去, 总不像回事。 那香笼上头都做了记号的, 你就找贴了梅花和百合花图一样的就是了。 司徒夫人倒想出去找, 可因前日被那些歹人搜身, 衣衫凌乱发誓, 更是散乱不堪, 这会儿真是没法出去见人, 何况外头都是大老爷们。 哦, 行, 您等着, 一会儿我给您二位拎点水来, 你们也擦洗擦洗。 春鸦的服务, 很是周到。 司徒夫人微笑点头, 到了声麻烦你了, 倒也没有拒绝。 春鸦出了房门, 先去厨房把水给烧上, 这才走到了院子中庭。 就见外头于捕头正在清点从地下室起出来的香笼财物, 整整十八箱的各色物品, 占了中庭的好大一块地方, 于捕头一边盘点, 一边让尹三桂造册。 于大伯, 那两箱, 是司徒夫人和小姐的换洗衣物, 别造册了。 春鸦点着两个香笼喊道, 于捕头一听, 是司徒家的, 便赶忙让俩标诗给抬到了司徒母女暂住的屋外, 说了一声, 夫人有事您说话, 不要客气。 劳烦于捕头了, 一会儿我整理好了, 自会来找您, 您且先忙。 司徒夫人说话, 很是有关太太的样子, 跟裴嫔的确不太一样。 见人都走了, 春鸦在门口说了声, 都走了啦, 司徒母女两人才走出门, 跟春鸦一起把两个香笼给拿了进去。 春鸦让两人先挑衣服, 自己赶紧去把热水和干净的脸盆给端了来, 端了一个盆不算, 又去找了两个干净的脸盆, 一并送了过去。 母女两人在里头好一阵倒姑, 只等着春鸦昏昏欲睡, 这才听到门枝嘎一声开了, 梳洗干净的司徒夫人走出了房间。 春鸦, 谢谢你了呀, 你陪你若美姐姐说会儿话吧, 她也是被吓坏了, 这会儿还胆战心惊的, 我去找于捕头说两句话。 司徒夫人陪着司徒大人走南闯北二十年, 不说见过什么大风大浪, 但也算是见过些世面的, 绝不是后院的无知妇孺。 这次的情况有多凶险, 她现在想想就觉得后背发凉, 也别怪女儿如此胆怯, 她一个还未急急的小女孩, 没被当场吓晕, 就算是胆子大的了。 且让这个机灵的小姑娘陪着她说说话, 帮她宽宽心吧。 这个春鸦, 她第一次听到她说让鱼捕头他们在上头等, 她下来查看的时候, 就知道这孩子胆子大, 在这情况下还能想着拿个秘笠来给自家女儿带, 的确使得一些大皮, 让她陪着自家小女儿说说话, 她倒也是放心的。 司徒夫人都这么说了, 春鸦哪有不答应的? 她到了生事, 目送了司徒夫人离开, 就掀了帘子走了进去。 司徒小姐此时正坐在床边, 头发简单的的挽了个坠马迹, 头上发饰, 身上事物一概全无, 见春鸦进来, 便抬起头来, 泪眼朦胧地看着向了她。 我去, 也太我见尤莲了吧。 春鸦内心狂喊, 麦, 快到姐姐怀里来, 姐姐好好保护你呀。 这司徒小姐走的不是倾国倾城路线, 但却像雨夜被打湿的白墙薇一般, 粉嫩娇弱, 却又鲜亮温润, 简直极娇媚与柔弱于一身, 且一点都不突兀, 怪不得那什么老五舍不得杀她。 我去, 她是女人她都被记起了满满的保护欲好吗? 珍珍叫做我见尤莲。 春鸦妹妹, 让你见笑了。 司徒小姐见春鸦看着她, 久久不说话, 以为是自己今日形容狼狈, 让她有些惊讶。 不不不, 不是见笑, 姐姐, 你真是好漂亮啊。 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子一般。 春鸦的彩虹屁, 带着三分真诚, 七分恭维, 真假虚实都在这句话里。 被春鸦如此一说, 原本脸色有些苍白的司徒小姐, 脸上多了几分红韵, 虽说平日也被无数人恭维着, 可毕竟是小姑娘, 便对这么直白的夸奖, 多少还是会有些害羞。 春鸦妹妹, 不要笑话我了。 这两日我说到此处, 司徒小姐的手, 拽紧了自己的帕子, 再说不出什么话来。 春鸦试探地握住了她的手, 心中狂喊, 我天, 我天, 这也太软了吧, 比婷姐姐的手还好摸。 柔若无骨这个词, 就是为她的手而造的吧。 我天, 再多摸两下。 司徒小姐却以为, 春鸦摸着她的手不说话, 是在安慰她, 心里渐渐放松下来, 春鸦来来回回摸了个够, 这才说到, 姐姐, 这两日的事, 就此忘了吧。 你没被欺负吧? 没, 没有。 司徒小姐一脸惊恐地捏住自己被子的领口, 他们里头有个人, 让那高瘦的女子来给我搜得深, 虽然衣衫被扯了, 但我, 我我是清白的。 说完, 她眼眶里的泪便大颗大颗地滴了下来, 一脸惶恐。 春鸦用短短的胳膊搂住了她大半的肩膀, 安慰道, 没事没事, 都过去了。 你就当这两日只是个噩梦, 不要再想起这件事就行了。 我跟你讲啊, 我之前也遇到过拦路抢劫的, 可你知道他们抢了我什么吗? 什么? 被春鸦一打岔, 司徒小姐止住了眼泪, 擦屁股指, 不知妹妹你真会逗笑? 没有, 是真的。 那还是我婶子做的纸呢, 我婶子看那纸好, 特地给我留的。 可惜了啦, 春鸦一脸真诚。 哈哈哈哈哈哈, 司徒小姐终于被春鸦逗笑的模样 给惹得哈哈大笑起来。 春鸦突然又想到个好笑的, 神秘地问道, 姐姐知道外头的匪徒是怎么被咱们制服的吗? 虽然心中还有些害怕, 但是司徒小姐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 好奇心也挺重, 便问怎么办到的? 因为你爹他们武艺高强? 屁来, 他爹躲在一边光和他一起观战了, 紧张得差点把他手给捏断了, 但是在重要人物面前, 他也不可能吐槽他爹呀, 便点头道, 这倒也是一部分原因, 不过另一部分原因是, 我给他们下了我娘自己搓的药丸。 我下的那量, 够他们拉上三天了。 拉三天? 那他们现在岂不是? 司徒小姐觉得画面太美, 她根本无法脑补。 春鸦皱着一张小脸说道, 别想, 光想就味大。 春鸦妹妹, 别说了, 别说了。 司徒小姐说完, 便忍不住捂着帕子笑个不停。 怎么了, 这是? 笑得那么开心。 还未走到门口, 就听到女儿的笑声, 司徒夫人走进门, 对春鸦轻点了下头, 才坐在了司徒小姐身边, 心中很是满意。 她没猜错, 这小姑娘, 机灵得很, 不用娇, 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母亲, 那些人是不是? 如今司徒小姐不好意思问。 形容狼狈。 春鸦接口道。 司徒夫人下意识地用帕子捂了下口鼻, 这才说道, 若梅呀, 你可千万别往外头去, 这可真是一塌糊涂。 就且在这屋子里待会儿, 春鸦她爹已经和人去通报了, 今日恐怕来不及, 明日定能带着咱家的人回来的, 你且先委屈一晚啊。 母亲, 我没事, 放心吧。 司徒小姐为了回应她娘的关心, 显得很是坚强, 实际心中很是忐忑, 这被匪人劫持的是, 要是传出去她的名声可救。 司徒姐姐, 你且休息一会儿。 若梅, 你叫我若梅姐姐吧。 春鸦的话被司徒若梅打断了。 春鸦看了一眼司徒夫人, 见她微点了下头, 这才继续说道, 若梅姐姐, 你且休息一会儿, 于普头他们也不会做饭, 我去厨房看看, 有什么能做的, 一会儿好了, 再给你送来。 这句话说完, 又微笑着看向司徒夫人, 说道, 夫人, 我也不知道姐姐的口味, 你能跟我一起去看看若梅姐姐爱吃什么吗? 行, 走吧, 若梅你躺下休息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司徒夫人说完, 跟着春鸦走出了房间。 两人到了厨房, 厨房里新鲜食材不多, 无外乎是些萝卜白菜, 春鸦调了两颗, 看着新鲜点的出来, 问道, 夫人和姐姐能吃这些吗? 春鸦,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但说无妨。 司徒夫人在夫人小姐堆里摸爬滚打了这些年岁, 春鸦只是想要出来跟她单独说两句话, 这点她还是看得出来的。 春鸦放下手里的萝卜, 这才说道, 司徒夫人, 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唐突, 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虽然年岁小, 但也常听娘说, 这世上做人不易, 做女人更不易。 我今日说这些, 绝对不是想要插手夫人家的家务事, 只是都是女孩子, 我希望多少能帮到姐姐一点点。 你今日已经帮到我们很多了, 可以说我们的命就是你们救的, 有什么想说的, 你尽管说,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怪罪, 这点你一定放心。 司徒夫人说完, 神色严肃地看着春鸦, 她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想说什么, 但是既然承蒙了人家的救命之恩, 那哪怕今日的话她再不爱听, 这些话也只会烂在这个厨房里而已, 这个度量她还是有的。 夫人, 我有一个姑父, 是个老秀才, 她是一个非常遵守理智之人。 春鸦说完这句, 看了看司徒夫人, 继续说, 司徒夫人点头道, 她家, 有两个女儿, 向来与我们有些不同, 咱们农家女, 为了劳作方便, 从不用秘离之类, 但是我家姑父却不同, 她认为, 女孩子出门, 不管做什么, 就必不能让人看去了容貌。 某次, 我表姐出去才买些针头线脑, 路上不小心被人碰落了秘离, 回家被我姑父知道了此事, 她狠狠地责罚了我表姐, 不仅打了她, 还规定她出嫁之前, 再不能出门。 您说, 这是我表姐的错吗? 显然不是, 她已经遵守了我姑父的规定, 出门带了秘离, 被人不小心碰落, 并不是她的问题。 但是我姑父却认为, 被人看去了容貌, 就是我表姐的错。 我表姐为了这个莫须有的错, 从此不能踏出家门半步。 但这事儿要说是我姑父不对, 那我姑父也绝不会这么认为, 她觉得她信的是圣人圣言, 何错之有。 我的故事, 讲完了, 我要讲的就只是这些。 于夫人觉得有意思, 全当是听个故事, 觉得没意思, 就忘了吧。 司徒夫人站在昏暗的, 充满着油腻味道的厨房中央, 神色漠然, 一言不发。 过了很久, 春鸭把大白菜洗净切好了, 她才回过神来, 跟春鸭说了一句, 多谢, 我知道了。 春鸭笑说, 一会儿我煮我娘特色的一锅炖给大家吃啊, 夫人可不要嫌弃啊。 哈哈, 怎么会, 我来帮你吧。 司徒夫人虽然从没下过厨, 但是此时, 她的确很想帮忙。 不用不用, 您还是去陪若梅姐姐吧。 那就麻烦你了。 对了, 我还想问一句。 您问, 你到底几岁? 司徒夫人目测, 这孩子不过七八岁, 说出来的话, 却怎滴这般不似她的年岁。 哈哈, 我也不瞒您了, 我今年十岁了。 虚岁。 不过春鸭心想着, 知道几岁又有啥要紧。 不过都是骗你们的而已。 司徒夫人微笑了点点头, 这孩子, 虽说太过早会, 心思却是纯良, 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哎, 自家的事还没了呢, 人家的事情她更没什么精力去想了。 她道了声, 那就辛苦你了, 便走出了厨房。 回去不过几十步路, 司徒夫人却想了很多。 她家老爷, 算不上是什么青天在世, 却也能算是个耿直的政态官员。 但也因为耿直, 也非常的讲究礼数体统。 家中妻妾, 嫡妾, 男女, 都是按照礼教严格执行该有的礼法的。 所以, 虽说老爷有两个小妾, 但是她的主母地位, 是绝对无可撼动的。 因为在他们家, 妻就是妻, 妾就是妾。 如今女儿虽说没有受辱, 可被匪人劫持了, 这会引来多少口舌。 对外, 她定是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可对内, 到底要不要跟老爷说, 她一直在犹豫。 刚才听了春鸭的那个亲戚家的故事, 不知为何, 她居然惊出了一身汗。 春鸭的姑父, 只是个酸秀才, 尚且如此, 要是自家老爷知道了真相, 女儿这该如何在父亲面前为自己辩驳。 若没到十月才刚到吉吉之时, 连人家都还没相看, 如果老爷以此为由, 再不准女儿踏出家门半步, 亦会有更偏激的惩罚, 那若没又该向谁去讨个公道。 那春鸭姑娘说的没错, 这世上女子本就活得艰难, 自己的女儿, 也只有她能帮了。 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她一心想着, 老爷是若没的亲爹, 若没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一家人都对她疼爱有加, 她却没曾跳出去想过, 老爷不仅仅是一个爹, 还是深受成珠礼学影响的一个所谓的民事。 她不能冒这个险, 为了女儿, 这事儿只能当没发生过。 这么想着, 司徒夫人直接去了中庭找到了鱼捕头, 两人又说了好一番话, 这才匆匆回到若没房中, 对若没又是好一番叮嘱, 这事儿, 不管是面上, 还是心里, 若没必须当时没发生过一般。 徐打几人赶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日中午, 被扔在中庭一边的几人中间, 被喂了两次盐糖水, 免得他们真的拉死。 而昏睡了一天一夜的老五也已经醒来, 唾骂声不绝于耳, 被鱼捕头直接挑了蛇巾, 扔在了那堆人一起。 学青山依旧昏迷不醒, 鱼捕头准备了这事儿, 还得带他去看看大夫, 这人好歹也要抢救一下。 鱼捕头, 我们回来了。 徐打的喊声, 你的春鸭和鱼捕头都跑了出去, 妈呀, 到底是回来了, 再不回来, 他们就快被那些恶心玩意儿给熏死了。 徐打进到前院, 看到闺女没事, 心中高喊一声, 万事大吉。 走的时候急, 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到了昨日夜里, 他才想起媳妇的叮嘱, 这才忐忑起来, 要是春鸭有个三长两短, 他肯定完完了。 跟着徐打一起进院子的, 还另有两匹马车, 两辆球车, 另有官差数二十名, 丫鬟婆子七八人。 徐打牵线, 给于捕头介绍了带队的 府衙行房京城, 裴京城。 裴京城, 可是苏州裴家? 春鸭惊讶地问道, 正是, 我和贵县的县令夫人是本家, 那裴京城抱权势力。 徐打也笑说, 你说这巧不巧, 我们进了府衙说明来意, 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位裴京城, 一说咱们是配封县的, 居然还真是卢夫人家的远房堂兄, 真是巧啊。 杰仁说着话进了中庭, 于捕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么一说, 裴京城皱眉问道, 您是说, 知府夫人和小姐, 是你们之前就遇到了, 然后跟你们一起来这投诉, 才遇到了这群匪徒的。 于捕头斩钉截铁地点头道, 是, 没错, 咱们在那边小路上遇到的知府夫人和小姐, 当时他们的马车陷入了路边的深坑里, 咱们见他们求助, 便大了把手。 之后, 咱们便结伴出了树林, 来得此地投诉, 这才掀了这帮歹人的老巢。 可知府夫人, 不是从娘家往咱们这来吗? 你们这个方向, 裴京城觉察出了一丝不对劲, 可不是说巧吗? 咱们出林子, 知府夫人进林子, 咱们就在这林子口遇上的, 然后就说天黑路难走, 要不就一起借宿一晚, 有咱那么多差人站岗放哨的, 不是更安全吗? 于捕头的反应, 还算是有些快的。 道也有些道理, 裴京城见知府夫人端坐在搬出来的椅子上, 周围站了四个面色凝重的仆妇, 没有说话, 她只能硬着头皮认了这个漏洞百出的说法。 但是有些事, 她却不得不问那家丁和仆妇, 死了, 跟他们泄斗的时候, 一心护主都死了, 尸体在后山埋着呢。 回去后, 这些家丁和仆妇的家人都有赏。 司徒夫人淡淡地开口道, 那边一堆人, 之前就被威胁过, 反正总归是要死的, 要是敢乱说话, 就挑了手筋脚筋, 临池上一个月再让他们死。 要是把司徒夫人和小姐两人从记忆里抹去, 那就死前请他们吃顿好酒, 找个手最准的柜子手, 一刀毙命, 保证没有一丁点痛苦。 反正总归是死, 谁会选择被临池上一个月? 猜胎还是英雄好汉, 那几人也只能这么认了。 他们可是见识过这帮差人叫人要死死不了, 要活活不好的本事的。 裴京城眼前承受着与捕头惩治的目光, 后背哪怕没长眼睛, 也能感受到司徒夫人的眼神, 真是如盲在背。 他艰难地点了点头, 行,这事儿,我知道了。 民兽类, 这是他们的口供, 已经签字画压, 那边是搜出来的赃款赃物, 他们也皆以供认不讳, 册子在这里, 另外还有后头野山上搜出36具尸体, 其中8具尸体夫人已经认为是司徒家家仆, 另外一些就由裴京城来处理了, 咱们这儿还有公务没办完, 也不宜久留了。 鱼捕头说完, 把自己整理好的口供账册都递给了裴京城。 裴京城略略翻看了一下, 除了司徒夫人的设上有些奇怪, 别的地方倒也没什么瑕疵, 且人赃俱获, 而且是如此大案, 自己这会儿还有些头晕目眩, 原来这两三个月来, 接连接到的走失案, 都是被这一伙人给杀了, 这就破案了, 管他娘的, 知府夫人都点头了, 那他还怕个屁呀, 来人, 把这些人统统给我压到囚车上去。 裴京城横下了心, 这案子唯一的一点就是知府夫人他们这事, 但是这苦主都认了鱼捕头的说法了, 那他还在意个什么劲儿啊? 再说, 这裴丰献出来的牙翼, 听徐达说, 跟他族妹关系还颇好, 那他就更不用追究这些不重要的细节了, 只是这什么味儿啊, 裴京城不禁嘟囔道, 别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 你们要不然就此杀了我吧, 我不怕死, 我就不想跟他们关一起。 鬼剑仇被从缸上给拔了起来, 胡乱地自己扒拉着裤子, 挣扎着死也不跟那几个祸关在一起, 这是他死前最后的尊严。 可谁管他说什么呢, 直接一块破抹布往嘴里一塞, 他就只剩下了呜呜呜呜呜呜只剩。 头戴秘离的司徒若梅被两个大丫头两个仆腹簇拥拥着出了房门, 春鸭没有上前, 也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清他的脸, 只远远站着朝他挥手。 被搀扶着的司徒若梅停下了脚步, 伸手, 向春鸭挥了挥, 说道, 佩丰县文苑街徐家, 我记下了, 一路保重, 再见, 春鸭更卖力地摇起了手。 知府夫人路过春鸭身边, 对他微笑道, 你是个好孩子, 你爹娘也教得好, 佩丰县, 徐达, 我记下了, 后会有期。 春鸭如今是个孝子, 望您万事顺义, 徐达也在一边抱拳行礼, 借你吉言。 知府夫人越过春鸭的头顶, 看向余捕头, 说道, 余捕头, 今日之事, 全亏您的照应, 回去后, 我定会向我家老爷好好说说此事, 你且去跑完这趟差事, 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说完, 便由仆妇搀扶着, 坐进了马车里。 徐达他们已经单个两日, 此时也不再多停留, 这龙门客栈留了四个府衙的差役看守, 裴京城要先带着犯人, 护送司徒家母女回去。 余捕头跟裴京城作别, 带着众人也离开了。 行了不到一刻, 第二才说了一句, 卧槽, 薛青山。 沉浸在知府夫人美好祝福中的余捕头, 这才回转过神, 打了第二一记后脑勺, 怒道, MD, 押送犯人押送了个屁呀, 回去回去。 伴随着一叠声的卧槽, 三辆马车重又回到了客栈, 找到了被他们扔在屋子里, 还昏迷着的薛青山, 唯东一把扛着他重回了马车上, 徐达跟春鸭嘀咕道, 你说这些人, 到底在饭菜里下了多少药啊? 这人还醒不醒啊? 看他造化呗, 也算他做件好事, 为人民服务了呗。 而留守在客栈的几个官差, 也摇头说着, 就这几个货色。 恨不得到了广州才想起来 把要押送的犯人给丢了, 还都能破了这大案。 真是, 老天是个斗鸡眼吧。 且不说徐达几人如何, 里里外外, 轴里长辈们的询问。 司徒夫人只说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与捕头只叫女儿和自己待在房中不要出去, 女儿连歹人什么样都没见到过, 自己也只是外头泄斗结束了, 才命佩丰县的那几个差异, 把死了的家仆给安葬了。 阿弥陀佛, 还好你妹没事, 听到这消息, 可把我吓坏了。 说话的是司徒家的老太太。 司徒太太捏了捏女儿冰冷的手, 司徒若梅这才走到了奶奶身边, 道, 祖母放心, 我们信得佩丰县衙衣的庇护, 毫发无伤, 您放心吧。 可这终究是遇到了劫匪, 这说出去, 娘, 您说什么呢? 咱们可都有佩丰县衙护着呢, 他们都知道的, 咱们家若梅别说劫匪了, 血都没见一滴, 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有谁敢说什么? 司徒太太冷声道, 行了行了, 也就我这老婆子多嘴, 你们多少也受了惊吓, 赶紧回房休息去, 以后啊, 还是少外出, 呆在家里不是挺好, 是, 祖母, 一切都听祖母的。 若梅微笑应答, 司徒夫人送女儿回了她的小院, 自己回到主院, 就见司徒大人已经在主院的小课堂间等她, 她深吸一口气, 跨不进了课堂间, 说道, 老爷今日怎地这般早就下牙了, 我就是回来看看你们怎么样, 听说那些匪徒很是毒辣, 你们没事吧? 司徒大人询问道, 能有什么事啊? 老爷也应该听说了, 他们配封县的鱼捕头, 带着人犯刚巧路过, 咱们马车县泥地里出不来, 他们就来帮忙了, 这一帮忙, 他们就说前头路不好走, 还说时间不早了, 咱们这也没带会功夫的护卫, 还不如由他们护着在那客栈住上一晚, 没曾想, 那客栈会是如此不堪, 咱们倒是一点没看见, 进客栈就进房休息了, 后来鱼捕头突然派人来说让我们母女俩待一块, 别出去, 就听他们外面一通打打杀杀, 之后鱼捕头就来人说外头都解决了, 到底是官差都有些功夫, 倒也没出什么人命, 这事结束了, 他们就继续上路押借犯人交差去了, 老爷要是不信, 大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叫过来问问, 你这人我也没说不信, 就回来看看, 你们没事就好, 若没, 没事吧, 吓坏了吧, 嗨, 这孩子睡得沉, 外头都打打杀杀了, 他居然什么都没听到, 第二日跟他说起, 他才知道此事, 为这一直用的丫头死了, 还哭了一场, 人是没事, 就是得用的丫头没了, 有些伤心罢了, 司徒夫人说完, 喝了口茶, 等着司徒大人开口, 司徒大人这才松了口气, 缓缓开口道, 没事就好, 昨日来的内心徐得不快, 也说得不清不楚, 只说他们抓到了贼人, 又说恰巧小姐夫人也在客栈中, 再问就说不清了, 只让我们带着人跟他走, 我还以为, 还以为你们被他们劫持了, 一夜忐忑, 你们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若没马上就要急急了, 今后, 还是在家多修身养性, 少往外走吧, 是, 老爷, 我知道了, 司徒夫人点头答道, 司徒大人又说了两句, 便说府衙还有公务要办, 这帮胆大包天的匪徒, 他要亲自查办, 送走了司徒大人, 司徒夫人看着自家相公远去的背影, 心中想着春鸦之前给他讲的那个故事, 不知为何, 心中突然感念无比, 嘴里喊道, 来人, 叫便妈妈去取我库房的钥匙, 我要去小库房看看, 两日之后, 位于佩丰县文院街的徐家, 迎来的知府夫人特地派来的四名仆妇, 并四名护卫, 您是徐达之妻张氏, 徐春晓是您的女儿没错吧, 带队的便妈妈如此问着被匆匆喊回来的张氏, 神情是说不出的奇怪, 她是知府夫人陪嫁带来的大丫头, 是在知府后宅地位最高的妈妈, 管着知府夫人的小金库, 和主院里上上下下一杆丫头仆妇, 平日里除了主子们, 见谁几乎都板着一张大方脸, 非常的严肃谨慎, 而前日他们出发之前, 司徒夫人和小姐特地关照她, 要对人家客气些, 徐家虽说只是普通农户出身, 家教却是上乘, 小姐还说, 十月的吉吉礼, 还要请这家的小姐来参加, 无法, 严肃的便妈妈, 今日只能端着一张想笑, 却笑不出的便秘脸上门, 别说张氏看着奇怪, 连跟便妈妈一起来的几人都觉得, 平日只当便妈妈不苟言笑, 有些吓人, 没想到, 这笑起来更吓人, 还不如板着脸呢, 可刚才张家旺突然来喊她, 说是来了很多人, 要找徐达, 吓得她心扑扑跳, 且进门就听神情怪异, 打扮富贵的便妈妈这么问, 自然更是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 颤声回道, 是, 徐达是我家当家的, 春鸭是我女儿, 这位妈妈, 您这么问, 是他们俩出什么事了吗? 夫人不用担心, 并不是出什么事了, 咱们只是确认下, 有没有走错人家, 咱家夫人和小姐, 与徐班头和春鸭小姐, 在机缘巧合之下, 有过一面之缘, 我家小姐和春鸭小姐相谈甚欢, 此次派咱们前来, 特为补上女儿节节礼, 并还有我家夫人感念徐班头和徐夫人, 叫女友方, 送上一些咱们扬州的特产, 还望夫人笑纳, 便妈妈说完, 便对一边的护卫点了点头, 护卫打开带过来的两个香笼, 里头满满灯灯, 装满了东西, 张氏性眼微瞪, 心想, 我去, 真是睁眼说瞎话的功力, 一点不比他们差, 这女儿节是三月三的, 这会儿都过了一个多月了, 也真能编啊, 便妈妈才不管张氏做何想法, 只一边命人一件件往外拿东西, 一边罩着册子核对, 第一个香笼里装的是首饰和补品, 有点脆的珠钗, 玛瑙的头面, 珍珠的手串, 翡翠的镯子, 香了大颗祖母绿的抹鹅, 和一匹匹的织紧段子, 补品里头, 除了阿娇人参燕窝雪阁, 甚至还有泡了二十年的火谷酒, 第二个箱子里, 满满一箱子, 装的都是各种皮毛, 便妈妈说是夫人特地让带了, 给春鸭小姐过冬用的, 张氏看着把他们家八仙桌给铺的满满灯灯的里, 都没办法说惊讶, 而是惊吓了, 他条件反射地拒绝道, 这里也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收啊, 这, 这春鸭到底干了什么? 夫人莫惊慌, 之前就说了, 只是因为咱家小姐和春鸭小姐觉得头缘, 并无半分别的企图, 夫人大可放心, 另外, 这张帖子您收好, 十月我家小姐的集集礼, 万万夫人带着春鸭小姐一起来参加, 便妈妈说完, 拿出了司徒若梅亲手写的帖子, 递给了张氏, 张氏硬的头皮收了下来, 这才想起, 问问来者是谁, 请问贵府, 姓什么呀? 我家当家的回来了要问起, 我也好答话呀, 我家老爷姓司徒, 家住扬州城, 徐班头听了就知道是谁, 这礼品的单子您收好, 我们也不耽误徐夫人您了, 这就告辞了, 便妈妈说完, 行了一礼, 还没等张氏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便带着众人走了, 娘, 他们是谁呀? 此时家里除了张氏, 就只有铁头和张家旺, 这俩娃早就在外头探头探脑多时了, 见人都走了, 两人便都窜了进来, 张氏摇摇头, 问铁头, 司徒, 咱家认识姓司徒的吗? 铁头看了看这一桌的东西, 虽然琳琅满目, 但是却没有吃得完的, 反正他也捞不到啥, 便没了兴趣, 摇头说着不认识, 便拉着张家旺走了, 张家旺反正也看了个够, 知道这些东西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便和铁头一起玩去了。 待十四的几人回来, 张氏已经靠一己之力把该收的都收好了, 他见康平之来跟他打招呼, 突然想到, 好歹他也算是考过学的人, 这士族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 便问他道, 平之啊, 你知道扬州城有家姓司徒的人家吗? 康平之一愣, 随即回道, 回大舅母, 扬州城就一家姓司徒的, 您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张氏真是觉得奇了怪了, 他难道应该知道吗? 咱们扬州府的知府, 姓司徒啊, 康平之看着张氏精彩分成的表情, 忍不住又问, 大舅母, 您问这个事, 难道是我大舅出什么事了? 道也不是, 没事没事, 那个, 你忙去吧, 我, 我, 我有点头晕, 去歇会儿, 张氏说完, 轻易搅中一搅地走向自己的房间, 原来如此, 原来是知府家里来送礼, 怪不得送的礼那么重, 可是为什么呀? 此时, 他心中坚定地认为, 家里那俩宝货丁又干了什么好事了, 真是失算, 要有下次, 他再放他们俩独自出去, 他不姓张, 看着张氏远去的背影, 康平之再一次疑惑了, 怎么问起司徒家呢? 这种人家, 他们这辈子都是攀不上的, 难道大舅他连司徒家都认识? 不可能不可能, 怎么可能? 康平之甩了两下头, 劝自己不要听风就事语, 默默地回了房间, 再不去想这些无稽之谈。 与此同时, 徐达春鸭一行人, 因为之前剿匪耽误了两日, 春鸭怕误了他的事, 便要求车夫加速赶路, 于不头也想早些办完了差事, 早些回去等他的大好前程, 就也点头默认了。 单程行程已经过半, 春鸭他们于昨日正式进入了福建境内, 此时昏迷了整整五日的薛青山, 终于醒了。 嗯嗯, 似肿了? 薛青山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吓着了自己, 嗯嗯的舌头肿了。 嗨嗨嗨, 可能是你刚醒, 舌头还没利索, 你先歇歇, 要不喝口水? 回答他的是鱼捕头, 其实在经过苏州的时候, 他们还找了路过的灵医给薛青山看了看,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但是那灵医却说, 这人反正死是一是半会死不了, 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 要是一直不醒, 所以这几日里, 他们就每天给他灌些盐糖水, 免得他真死路上了, 好歹他也算是卫工, 也不是说殉职吧, 就卫工昏迷, 要死也得把人带回去再说吧。 薛青山的记忆还停留在吃饭吃到自己感觉自己都快炸了的那一刻, 虽然此时已经全消化完了, 可他依旧条件反射的摇了摇头, 不用惹, 嗯, 没事。 鱼捕头拍摆他肩膀, 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那个, 丁儿, 你让车夫看到饭馆就停一停, 咱们先吃饭再赶路吧。 如今, 他们赶路赶得急, 吃饭休息都是看哪有合适的, 沿路停了吃上几口, 便又继续上路了, 既然这薛青山醒了, 那这消息, 还是得告诉下后头那几人, 顺便把午饭给解决了, 再继续上路。 赶车的标识硬了声号, 车行不过一里路, 途径的脚垫, 旁边空旷得很, 停车方便, 标识便停了下来。 后头两辆车照着之前的规矩, 也跟着停了下来, 众人纷纷下车, 薛青山昏迷了五日, 这乍一站起来, 便觉头晕目眩, 下车就摔了个狗吃屎。 哎, 大兄弟, 你醒了? 徐达赶忙奔过去扶薛青山, 薛青山被丁二和徐达一人一边给掺了起来。 哎, 四啊, 子个腿突然就木有意气了, 薛青山点头说道, 春鸭眨巴着眼问道, 你这是, 人醒了, 舌头没醒? 醒过来就似这样了。 薛青山哭丧了一张脸, 不知道这舌头还能不能好, 要是不能好了, 以后可叫他怎么好好说话啊。 没事没事, 说不定过两天就好了, 咱们赶紧吃饭去吧, 一会儿吃完了还得赶路。 鱼捕头说完, 往脚垫走去。 薛青山疯狂摇头, 不不不, 不用了惹, 嗯, 等在外头就行惹, 嗯, 只要办个馒头就行惹。 哈哈, 那你等着吧, 一会儿我给你拿。 春鸭说完, 也跟了进去。 进到店里, 鱼捕头简单要了几碗面, 加了三斤羊肉。 可小二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 说道, 人民币仅号百分号人民币, 仅号人民币, 百分号, 好了, 这回换春鸭他们一脸茫然地看着小二了。 我说, 我们要十碗面, 十碗, 听得懂吗? 十碗, 鱼捕头暴躁地用手指头比了个十, 仅号百分号仅号人民币, 百分号人民币, 人民币仅号百分号小二的嗓门也不小。 PMD, 这货说的是什么? 你们谁听得懂? 鱼捕头只想掏刀子。 他们之前一直在五语地区赶路, 哪怕街边小店, 基本也能听懂个七七八八。 昨日进入福建境内, 他们住的是驿站, 里头掌柜会讲官话, 所以也没多考虑这个问题。 他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靠近福州, 讲的多是福州土话, 跟五语完全不同, 任凭春鸭听的董敏南话, 广东话, 那也是没有任何卵用的。 别的几个更是摇头如菩萨, 这谁听得懂啊? 别说福州话了, 说点官话都够呛, 还福州话呢? 完了, 春鸭想, 说是要来福建找番薯, 可种地的都是老农, 他们却连句福州土话都听不懂, 这还怎么找啊? 警号, 哎, 人民币百分号, 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人民币警号百分号, 小二又说了一句什么, 惹得鱼捕头直说, 不吃了不吃了, 到了下个驿站再说, 站起身就要走。 那人, 四问你们, 伸来的脑袋进来, 如此说道, 你会说福州土话? 春鸭惊奇地问道, 紫肺缩一点点, 但似可以听得懂, 薛青山说完, 下意识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你跟他说, 说, 说, 你跟他说, 就要十碗面, 三斤羊肉, 鱼捕头听薛青山说话, 听得舌头也直打架, 哦, 薛青山伸出半个身子, 跟那小二机里挖拉好一阵讲, 小二眉头皱了又松, 松了又皱, 好容易做成了这笔买卖, 点完餐, 累得他直擦脑门上的汗, 点餐半小时, 吃饭三分钟, 几人风卷残云地吃完饭, 买单侠徐打买了单, 各自去放了个水, 又准备继续赶路, 春鸭让薛青山自己问店小二, 要了个白面馒头, 见薛青山细嚼慢咽地吃着, 他眼珠子一转, 大话道, 薛大哥, 你是广州人, 怎能会说福州土话呀? 嗯, 娘子四福州闽县人, 他在家就说土话, 嗯, 听久了就废了, 薛青山说完, 又低头撕了一小块馒头皮, 塞进自己嘴里, 细嚼慢咽起来, 妈哎妈哎妈哎, 这甘薯之父陈镇龙, 当年没出海之前, 就是在那福州闽县做官的, 真是, 你说巧不巧, 女主光环不是盖的, 没错没错了, 春鸭想, 大哥我就是拿的女主剧本没跑了, 这薛青山到时候会不会被收监, 他倒是吃不准, 不过他这事犯得轻, 估计要关的话也关不了多久, 虽说卢县令这人又抠搜, 人品又差, 又是个老白脸, 可把薛青山给押送回广州这事办的, 春鸭不得不给他竖个大拇指, 等他们到了广州, 只要问清了薛青山家的住址, 到时候去, 再去找他老婆给带路就行了, 这事板上钉钉, 妥了, 春鸭一时心情大好, 忙问薛青山, 薛大哥, 你肉包子要不要, 要的话你自己喊, 一会我来结账, 不用惹不用惹, 够惹够惹, 薛青山疯狂地摇起了头, 等到众人方便回来, 鱼捕头也不多耽搁, 带着众人又赶起了路, 虽说春鸭急着要往家送番薯, 本来他的计划是, 路过福建先把东西给找到, 先让两个标师把东西给带回去, 可如今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福州土话不会说, 要找任何东西也定是难办, 还是得先把薛青山的事聊聊, 找了他老婆, 再见机行事了, 这会儿, 春鸭一心想着他的番薯, 连跟徐达抽乌龟都觉得没了兴致, 哎, 闺女, 你说, 董夫人家的荔枝园, 如今会有荔枝吗? 徐达为了转移一下女儿的注意力, 也是绞尽脑汁, 对哦, 荔枝园把这事给忘了, 春鸭一拍脑门, 赚钱项目太多, 脑子转不过来了, 不过可惜, 荔枝不都得到夏天才吃得到吗? 这会儿去, 恐怕还不能吃吧? 可惜, 如果能吃, 你准备干嘛? 徐达旁敲侧击地问道, 春鸭歪着脖子, 想了想才说道, 其实我也没想好, 又想酿荔枝酒, 又想做荔枝罐头, 爹, 您说咱做啥好? 酒不是不能随便酿的吗? 再说, 酿了你怎么卖? 这也不能私酿私卖呀, 徐达觉得荔枝酒这事不行, 还不如想想荔枝罐头的事呢, 咱又不卖, 送啊, 您四八四啥? 再说, 酿也不是咱们自己酿,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好好说话, 别学薛青山, 徐达忍不住拍了春鸭一下, 哎爹, 您说这薛青山这舌头, 还能回去吗? 他这是麻药吃多了, 有后遗症了吧? 我看是回不去了, 你前你娘做护士的时候, 有个事儿, 父女俩说着张氏说过的医院八卦, 时间倒是过得挺快, 一个下午, 父女俩说说吵吵, 带到马车停缓缓停住, 两人只觉得聊得口干舌燥, 为了行车方便, 春鸭和徐达在车厢里一般是不喝水的, 所以等到了驿站, 两人先给自己猛灌了两壶茶水, 这才觉得不可了, 今日要不给薛青山也洗个澡, 我看他这头发上的跳蚤, 都快窜出来了, 丁二如此说道, 他倒也不是乱好心, 这货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 这味可大了,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洁癖, 只觉得自己比别的牙医要干净些, 要是这薛青山再不小心把跳蚤传染了给他, 想想就头皮发麻, 于补头刚想说, MD神经病吧, 有见过又给囚犯坐马车, 又给吃白面馒头, 又给洗澡的吗? 这TM是押送犯人, 这是押送了个祖宗吧? 丁叔说的对呀, 这跳蚤就是一个传染俩, 两个传染十个, 十个传染一牙嘛, 今日我爹请客, 请大家都好好洗洗, 小二, 烧食桶水送去咱们的房间, 于补头, 这样可好, 说完这话, 春鸭笑得一脸灿烂地看着于补头, 骂人的话差点没忍住喷出来, 于补头猛地杀了个车, 呛咳了几声, 这对妇女很有点意思, 他知道这娃和县令夫人要好, 他娘又是县令夫人的女医, 且那日他看得真真的, 这娃肯定连知府夫人和小姐都搭上了, 那既然他都开口了, 得, 买单的都无所谓, 那于补头想自己还有所谓个屁, 反正马车也坐了, 馒头也吃了, 债多不愁, 师多不养, 随便吧, 洗吧洗吧, 洗了好歹也不会臭着了自己, 这人恶心的确是挺恶心的, 行了, 赶紧吃饭, 吃完了早点洗了休息, 还没几天就到广州了, 咱们再赶一赶, 鱼补头大手一挥, 全当是硬了, 然而当薛青山被喊到房里洗澡的时候, 他却本扒拉着门框, 不愿意进门, 不用惹不用惹, 嗯, 要四勋着您惹, 您就给我绑侧顶也行, 不用洗惹, 上次叫他吃饭, 差点就吃死了, 这次突然还让他洗澡, 还能好了, 薛青山的求生欲劝他不要洗, 你说的啥玩意儿, 几个捕块也不管他愿不愿意洗, 反正扒光了, 给他往浴盆里一扔, 丁二拿起丝瓜巾, 给他一顿猛搓, 头发上倒满灶脚, 薛青山被呛得直求饶, 嗯洗, 嗯洗, 嗯唧唧洗, 丁二站起身, 把丝瓜巾往薛青山身上一扔, 嗯弟, 老子都没给我爹洗过, 要不是怕被你传染到跳蚤, 我管你洗不洗, 你还鸡歪个屁, 说完, 带着其他的两个捕块, 出了房门, 找于补头和徐达继续喝酒去了, 又紧赶慢赶了四日, 这伙人终于在各自吃胖了四五斤之后, 踏上了广州的土地, 爹, 你说咱们是先去找薛青山的媳妇呢, 还是跟于补头他们掀上县衙, 春鸭不知道为什么, 进了城, 却愈发的不踏实起来, 要不, 咱们去找薛青山的媳妇, 让于补头他们去交差, 你那荔枝园还去吗? 我看董夫人帖子上写的地方, 离这府城倒是不远, 徐达也觉得春鸭脑子里的事太多, 这千头万绪的, 都不知道先干啥好了, 可以, 我粤语虽然说得不好, 但是听还是能听得懂的, 荔枝园等办完了这事再说, 春鸭也觉得要先把薛青山的媳妇找到, 她心里才能踏实, 既然这事父女俩都商议好了, 到了县衙门口, 徐达便跟于补头说了这事, 于补头知道这对父女俩来这一趟, 也不是为了这薛青山的事, 话里话外, 是说要去福建找什么东西, 而且是县令夫人要找的, 再说, 这一路上, 徐达掏钱爽快, 徐家那娃又动乐得很, 那日狡匪也出了力, 他便也不再为难他们, 点头说道, 你们要去便去吧, 这广州城大, 不比咱们配封县, 你们自己小心, 好, 于补头, 一会儿办完了事, 我再请你们好好喝一顿, 徐达说完, 便带着四个飙尸, 两辆马车, 一阵风搬跑了, 吃了一鼻子灰的于补头, 看着远去的马车, 心中怒骂, MD, 飙尸全带走了, 也不知道留两个给他们撑撑门面, 他还担心, 再有人给这父女俩给拐咯, 担心个屁, 他该担心的是这马车, 别再把路人给踩了, 劝自己莫生气的于补头, 深吸了一口气, 从又把镣铐和枷锁, 给薛青山铐上, 带着人, 便进了南海县衙, 这薛青山户籍在广州城, 所住的地方, 正是这副郭县南海县所辖, 跟守门的衙役说明来意, 衙役把他们带到了造访, 让他们先等等, 又去喊了补头来, 那补头听了于补头讲了半日, 就没问道, 你是说, 这人是咱们南海县的, 在你们那偷了, 他翻看了一眼文书, 偷了两只烧鸡, 五个馒头和五十六文铜钱, 于补头硬着头皮答道, 是的, 然后你们从扬州府, 就是那个三千里外的扬州府, 给人押送了回来, 那补头姓冯, 他此时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姓冯, 而是姓风, 冯补头看着角落里那个干干净净, 雪白粉嫩的所谓人犯, 想着, 要么是他疯了, 要么是坐在他对面的这几个人疯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个造访里肯定有人是疯了, 无奈的于补头只能继续点头道, 是, 没错, 是咱们县令卢远正, 卢大人让押送回来的, 想着这一路经历的这些事, 于补头更是觉得心中惆怅百转, 他都不知道跟谁去说这些莫名其妙, 却又各自有着合理解释的事, 冯补头除了呵呵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这事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按照律例来说, 卢县令的确也没什么错, 可这种千里迢迢押押送一个小偷, 我这个也是第一次遇到, 文书, 您几位要不先拿着, 人我先收押了, 他都不好意思说出县令两字, 这要是让县令知道, 这几个人, 千里迢迢就为押送这么个犯人回来, 会不会骂人啊, 嗨嗨, 先令大人, 今日也不在, 明日吧, 明日有了决断, 再跟你们讲, 几位一路风尘仆仆也辛苦了, 还是先去城里的驿站休息一晚, 明日再来找我, 于补头如今只求赶紧把人交接了, 他一刻都不想再在这儿待着了, 交接完薛青山, 丁二拍了拍薛青山的肩膀, 说道, 保重, 后会有期这种话也不用说了,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了, 薛青山带了枷锁也不方便, 只跟几位捕快说了句, 多谢馆长, 便被押送走了, 硬着头皮完事了的几人, 只觉得一身轻松, 虽说明日还要再来交接下文书, 但是好歹把这无数幺蛾子的源头给送了出去, 于补头站在县衙门口说道, 中午我做冬, 咱们随便吃点, 留着肚子, 晚上等徐达的好酒好菜, 这么一说, 还有谁不愿意, 刚想要走, 却见远处伴随着滚滚尘土, 买了两辆极其眼熟的马车, 马车行驶到近处, 又吃了一鼻子灰的于补头, 认出就是徐达他们那些人, 大声怒吃道, 干嘛呀你们, 赶得投胎呀, 于补头, 人呐, 只见徐达从车厢里连滚带爬地滚了下来, 后头滚落下来一个小娃, 正是春呀, 什么人, 于补头皱眉道, 薛青山啊, 徐达回得更大声, 自然是押送去大牢了呀, 哎呦我去, 春天已经过去了, 徐达想喊春鸭, 喊到一半一响不对, 来了个3650度大转弯, 啥玩意儿, 于补头要不是看在这些天的交情上, 按照以前的脾气, 这会儿可能已经动手打人了, 于大伯, 那薛青山的媳妇, 听说薛青山死了, 便带着孩子回福州老家去了, 这薛青山如今被鸭送进了大牢, 可还有什么办法弄出来吗, 春鸭这才上前解释道, 于补头劝自己冷静, 他咽了几口口水, 才道, 你们当这大牢是你家自留地, 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这地儿咱们人生地不熟, 没法搞, 春鸭皱眉不已, 这可怎么办, 虽说他们可以进牢房去问了薛青山他老婆娘家的地址, 可问题他们对那里人生地不熟, 连话都听不懂, 这找起来也不是一般的麻烦, 要不然到时候再请客会观化的福州向导, 要不然去沿路驿站问问, 一时间春鸭脑力激荡, 却只听丁二说了句, 可能, 还有救, 这文书不是还没交接呢吗, 哦, 怎么说, 春鸭瞬间来了兴致, 于补头看了眼丁二, 丁二往后缩了缩, 于补头叹了口气, 这才无奈说道, 犯人交接, 得盖章换文, 这文书上得写明, 犯人得了什么惩戒, 或打几十大板, 或关押几日, 这换得的文书, 咱们得回去交给卢县令, 南海县令今日不在, 他们还未给薛青山定罪, 那太好了, 咱们把薛青山捞出来吧, 春鸭想着, 这听着就好操作, 关三个月, 还是打五十大板, 这不都是县衙里说算的吗, 既然如此, 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千里迢迢把他押送回广州, 就是为了把他捞出来, 是吗, 于补头劝自己千万别气, 你又话道, 也不是这么说徐达接口道, 你说怎么说, 啊, 你说, 于补头大喝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于补头你听我说, 你别走啊, 等等我, 听我说, 一行人, 带着三辆马车, 呼吱呵斥地离开了南海县衙, 于补头带着一肚子的气, 到了城中驿站, 暂时落脚, 他心中确确实实无法接受, 拔山涉水三千里地送来的人, 却还要捞出来这件事, 可无奈徐达犹如个女人一般, 在他耳边叨叨叨个不停, 他想假装听不见都不行, 于补头, 您且帮咱们这一回, 这样, 回去之后, 我给您弄张咱们春兰小时的贵宾卡, 您想什么时候来吃酒都行, 那什么, 铁呀, 你姐那里, 能不能给于补头夫人搞个摘星格的那什么会员, 徐达见于补头好话说进也没用, 决定还是以利又制, 行啊, 我娘和我姐跟卢夫人好着呢, 这事肯定没问题, 春鸭硬道, 好好好, 好一对没皮没脸的妇女, 于补头当然知道春鸭是冒充的他弟, 此时说摘星格的那事, 他倒也是有所耳闻, 他家和崔都头家就住对门, 自从他家婆娘知道, 崔都头家婆娘去过卢夫人, 开了摘星格之后, 日日夜夜地跟他念叨个没完没了, 说那里头好得不得了, 还能相看读书人, 说崔都头家那毛脚女婿, 就是从摘星格里头看来的, 这要说于补头家什么多, 那就是孩子多呀, 三子无女, 还不算那两个未长到三岁就没了的, 没出嫁的女儿, 娶了媳妇的儿子, 外加他们生的小宅子, 家中小院里满满当当都是孩子, 他老婆跟个兔子似的, 一碰就生, 一碰就生, 好在如今岁数大了, 总算是生不出了, 其实他也不是个嗜酒之人, 可想要清静清静, 下了牙只能往酒馆跑, 自己点上一壶酒, 一碟花生一碟豆干, 捏上半个时辰, 便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于补头觉得这妇女俩定是有备而来, 知道他如今最想要的便是多点钱换的大院子, 把女儿童童给嫁出去, 然后有个地方可以让他每日喝上一壶酒, 他们开出的条件, 他根本无法拒绝呀, 再加上这事, 还是卢夫人想要办的, 那既然如此, 管他娘的面子不面子, 得了实惠才是真, 于是他松口道, 贵宾卡, 道也不必, 要不就每月你给我在你们十四寸上两坛大区吧, 徐达一听, 嘿, 有戏呀, 赶忙点头硬了, 春鸭加码道, 于补头放心, 那摘星格一百两的入会费, 我娘定能帮您夫人免了, 您家可是有适龄的姑娘要看亲, 我姐说, 摘星格里头能相看三山书院的学子呢, 可爱, 这个, 我知道了, 你姐不要往外说, 我家姑娘不似你, 姐那般活泼, 于补头说完, 瞄了两眼春鸭, 就见春鸭毫无意思, 只笑着点头说行行行, 我知道了, 这事一定给您办妥, 他心中暗叹, 不愧是徐达的种, 说起鬼话来, 鬼都能被骗光酷叉, 既然于补头都点头了, 其余三个补块, 那就更没啥话说了, 因为要直面缝补头灵魂拷问的, 又不是他们, 他们顶多缩着脖子当安蠢, 只管蹭吃蹭喝就行了, 要说这趟差事, 进行到这会儿, 除了要把薛青山给重新弄出来, 显得有些荒谬, 别的地方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划算的, 好吃好喝不说, 还给弄了马车, 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 每日不是吃就是睡, 单烫都胖四五斤, 虽说遇到了开黑店的劫匪, 可以没啥伤亡便解决了, 也不知道回到县衙, 会不会有点啥奖励, 想想真是有点小期待呢, 于是众人合计一番, 按照他们配风县的操办标准, 这么一个小偷小摸之人, 只要给个十几二十两打点一下, 都不需要惊动县令, 就能捞出来了, 但是, 这儿是广州城, 虽说这南海县跟配风县都是县, 但是好歹人家是复郭县, 那地位妥妥不一样的, 南海县要比他们中等县高上半级, 这广州城也是经济发达, 贸易繁荣之地, 再加上他们也算是第一次来, 于补头便说这钱也不能给的太口嗖, 预计要五十两左右, 才能打点好, 哦,那行, 那什么, 我看这条路路口, 有家大酒家, 看似挺上档次的, 要不咱们就约了冯补头, 在那里碰面说上, 徐打想反正多的都花了, 破罐破摔得了, 反正到时候问女儿报销, 他也不心疼, 行啊, 我看那地儿是不错, 这事儿也早不宜迟, 咱们要不现在就去订个包间, 定二很是积极, 那酒楼看着就贵得很, 不吃徐打一顿, 对不起他们几人身上背负的荒谬之名, 徐打赶忙点头, 摸出二十两银子, 让定桌好席面, 定二带着尹三桂兴冲冲地就走了, 明了, 于补头又道, 你们去县衙一趟, 请了冯补头, 就说咱们在那酒楼里订了席面, 算是同人一起聚个餐, 喝个酒, 这事儿既然都准备要办了, 那今日就跟他商定妥当, 明日这县令回来了, 冯补头那里也好能有个章程, 定二达声势, 便出了门, 此时离晚饭还有些时间, 徐打便说要带春鸭出去一趟, 于补头皱眉问道, 你们还有啥幺蛾子, 董夫人, 让我给他往他们家立志园捎个信, 春鸭这般达道, 董夫人, 董员外家那个董, 于补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春鸭, 春鸭点头道, 是呢, 董夫人跟我娘熟识, 那日听闻咱们要来广州, 便说要给这里带个信, 这什么魔鬼人家呀, 合着配风线, 有权的有钱的, 他们都能勾搭上, 行吧, 快去快回, 一会儿别忘了, 直接去街口那家酒楼啊, 徐打, 钱带好, 钱, 关键的事情, 于补头还是要提醒下徐打, 这货看着就不怎么值得信任, 从衣裳里抠搜半天, 抠出个荷包, 翻了张五十两的银票给于补头, 说道, 您拿着, 万一我晚到, 您也好见机行事, 晚到, 你看你晚到, 我还得不给你办这事, 于补头想着, 刚才缝补头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无论如何都要让徐打尝尝味道, 行, 我一定早点到, 唯东, 叫上弟兄们, 走了, 徐打大手一挥, 带走了四个标诗, 惹得于补头在后头咬牙不已, MD, 不知道的, 还以为知府老爷出巡了呢, 因为知道春鸭没去过广州, 所以董夫人给春鸭的帖子上, 把励志园的地址写得非常清楚, 虽然春鸭的广州话, 都是从粤语歌和TVB学来的, 简直可以说是四不像, 但是问个路, 勉强还是可以的, 更何况, 这董家的励志园, 在那一片还是非常出名的, 很快, 春鸭他们便打听到了董家的这个励志园的方向, 很好找, 出了北城门, 车行不到一刻便到了, 围东停车, 春鸭下车抬头一看, 那庄子外头造了高墙, 门口挂了个新龙庄的匾额, 徐达跟着春鸭跳下车, 问道, 是这儿吧? 嗯, 帖子上写的是新龙庄, 春鸭点头回答, 说完, 便上前拎起这庄子大门上的门环, 敲了起来, 敲了半想, 也没什么人来应门, 春鸭刚想插腰发挥施吼功当, 却见边上的小脚门开了, 里头探出人头, 问道, 你们找谁? 我们找你们饭桩头, 这是董夫人写的帖子, 咱们是听说董夫人家在这儿有个荔枝园, 恰巧办事路过此地, 便来瞧瞧, 春鸭如此解释, 那人这才走了出来, 结果春鸭递上来的帖子, 看了两眼, 才道, 跟我来, 春鸭让镖师们把赶来的两架马车, 就拴在门口的拴马上石上, 一行六人, 便跟着那开门的门房往里头走, 这庄子可比裴婷的大眼妆要大多了, 其实这会儿里头也不仅仅是种植了荔枝了, 山头上大多种的是荔枝, 但是山脚下的平地上, 却种了各色瓜果, 春鸭一边跟着人往前走, 一边疯狂地打量, 我的妈呀, 我刚刚看到了什么? 春鸭揪着自己的衣领, 激动不已, 这尼玛是看到西瓜了吗? 冷静, 一定要冷静, 千万要冷静, 一会儿见了庄头, 再跟她好好打听打听, 反正这西瓜, 她今日是要订了, 走了快要一刻, 他们才走到了这庄子的主要建筑物前, 是一排时间的大开间, 也没个院子, 就屋子前头有一大块的平地, 堆着些箩筐竹梯, 带路的门房让春鸭他们在空地上等着, 她进去通报, 没一会儿, 饭庄头就跟着门房出来了, 她看了两眼徐达他们, 这都是什么人啊, 后头四个掌的孔武有力, 感觉就不是什么善差, 前头这个还穿了官差的衣裳, 可这制式也不是他们这儿的呀, 怎么这牙柴出门, 居然还带了个小丝, 饭庄头疑惑良久, 才抱拳问徐达这位是, 徐达, 咱们是配风线来的, 这董夫人让咱们来这儿看看, 徐达说完, 把帖子递给了饭庄头, 接过帖子的饭庄头, 细细地看了起来, 这笔记, 帖子, 印记, 都是董夫人的, 这点肯定没有错, 帖子上写的是, 因恰巧路过, 徐达与棋子特来参观, 游览一二, 饭庄头在这庄子里头拾好几年, 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董夫人写了帖子来, 也不为查账, 也不为嘱托什么事情, 只是为了让人来玩的, 要说他们这个庄子, 的的确却没有任何美感, 不似人家有的, 庄子里头, 山山水水, 云雾缭绕的, 他们这庄子, 要么就是栗枝树, 要么就是一排排的瓜果, 真没什么好看的, 但是, 既然夫人都写了帖子, 要让人来游览了, 且如今夫人就住在沛丰县, 他想着, 万一他们遇到夫人说点什么, 他这没招待好也不合适, 于是喊了两个农夫, 让前头带路, 自己陪着徐达春鸭他们, 在落日余晖中, 介绍起了他们这个庄子, 咱们这庄子, 从咱们董家老太爷开始, 已经传了三代了, 占地千余亩, 本来种的都是荔枝, 后来邵东家喜欢搜罗了一些 翻地得来的瓜果种子, 说咱们这气候最是事宜, 便在那边几座山的山脚下, 开了片瓜果地, 也不为别的, 就为了种个有吧, 那咱们去看看吧, 春鸭心中趣悦不已, 行,跟我来, 饭庄头带头, 春鸭徐达紧随其后, 到了那瓜果园, 春鸭便假意问道, 庄头, 那边那些, 是什么呀? 寒瓜呀, 你们那边没有吗? 也是, 这东西种的人家本也不多, 饭庄头自问自答, 为什么呀? 是因为不好吃吗? 春鸭问道, 饭庄头摇头, 也不是说不好吃, 汁多味甜, 味道还不错的, 就是子儿多, 里头秘密麻麻都是子儿, 很多人嫌土起来麻烦, 庄户人家, 有这种寒瓜的地儿, 种些粮食不好吗? 再不计种些菜书也好啊, 这东西, 虽然味道不错, 但吃起来麻烦, 又不顶饿, 种的人自然少了, 春鸭点头, 觉得非常有道理, 这会儿的农民, 连吃饱饭都不一定能行, 别说种水果吃了, 这不浪费吗? 也就像董家这种大户人家, 种着碗而已, 那这会儿这寒瓜能吃了吗? 我想吃吃看, 我还从未吃过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西瓜, 它今天无论如何, 要带走两个, 饭庄头听春鸭如此说, 觉得这小孩倒是皮挺厚, 又见徐达仿若没听见一般, 算了算了, 这些人又不会时常来, 饭庄头便答, 应是五月中下旬才数, 不过咱们这今年热得早, 所以也种得早, 这会儿估计能有一只两只熟了的吧, 我给你找找, 说完便踩进了瓜田, 一个个看了起来, 看了半天, 好容易找到两个可能熟了的, 踩了下来, 递给徐达, 徐达笑说, 辛苦了辛苦了, 一会儿一起去喝杯博酒吧, 饭庄头自然是婉拒一番, 却又听春鸭指着远处问道, 庄头庄头, 那又是什么? 哦, 那是咱们前年才得的, 叫翻菠萝, 你可能没见过, 这东西只能在咱们这种, 再往北边温度太低种不了, 饭庄头继续解释道, 春鸭点点头, 问道, 我能尝尝吗? 这玩意儿酸得很, 又有些色嘴, 亦爱吃, 饭庄头皱眉说道, 本来今年她都不打算让人肿了, 又不能卖, 重了干嘛? 没吃过呀, 就想吃吃看到底啥味儿, 春鸭笑得一脸灿烂, 行, 吃吧吃吧, 吃哭了可别怪她, 饭庄头也不再多阻止, 让人去砍了两颗菠萝来, 咱们这, 又是瓜, 又是翻菠萝的, 也不好拿, 饭庄头能不能让人给咱们拿俩箩啊, 徐达不想接那菠萝, 看着就挺扎手的, 要不是董夫人的帖子, 饭庄头此时就想把那番菠萝扔在那叫徐达的人脸上, 拿了西瓜又要拿翻菠萝, 这还不算, 居然还嫌不好拿让给那个框, 怎么滴, 把这瓜果园给你们全带走可好, 可饭庄头一想着, 这两个来路不明的人, 回到配丰县还不定跟董夫人说什么呢, 便只能压制住了火气, 喊人去拿箩筐来, 他也不带着春鸭徐达在瓜果田里转了, 说是既然到了荔枝园, 要不然就去看她荔枝树吧, 父女俩自然应允, 春鸭边走边问, 庄头, 这会儿咱这荔枝园可有成熟的荔枝, 谁跟你咱, 但是表面的客气还是要保持住的, 走在前头的饭庄头指着前头的荔枝树达到, 三月红, 今年熟得早, 有一些已经能吃了, 不过荔枝这东西也不好带, 今天采摘了, 明天就变味儿了, 也不好多吃, 吃多了容易流鼻血, 这位小友你要是想吃, 尝上一两个倒是可以, 看你还怎么带, 饭庄头说完, 朝春鸭笑笑, 没事, 您给我采点, 我带回去给董夫人尝上去, 春鸭笑得一脸灿烂, 饭庄头不可置信地说道, 不是我不给你带啊, 我刚说的你没听到吗, 这东西, 采下来放到第二天, 味道就不一样了, 你们这一走十几天, 到了配风县, 这荔枝早坏了, 没事, 您采吧, 我自有办法带回去, 带董夫人吃到这三月红, 定会觉得饭庄头办事妥贴, 装子管得也是极好的, 春鸭说完, 徐达在一旁点头称事, 她反正什么都不知道, 春鸭说行, 那就行, 别折腾她就成, 这能行吧, 还能说不行咋的, 春鸭都把董夫人搬出来了, 饭庄头只能屈服, 喊人给春鸭她们摘了大半筐荔枝, 饭庄头好奇地问道, 徐家小兄弟, 你说的自有办法, 是啥办法呀, 也跟我说说呗, 春鸭一脚踩在一块大石头上, 从筐里随手扯下个荔枝, 包了皮, 扔进嘴里, 这才达到, 其实我也还没想好, 不过你放心, 等我想好了, 我定会托董夫人告诉你的, 说完吐出蝌子, 嘀咕道, 也不是很甜吗, 怎么不甜, 咱们家的三月红便是这广州城最甜的, 这品种熟得早, 自然没有碗熟品种那么甜啊, 说别的饭庄头还能忍, 可说她种的荔枝不甜, 她是绝对忍不了的, 春鸭盲道歉道, 对不住对不住, 我不是说您种的不好, 这微酸也是好的, 我很喜欢, 真心的, 您放心, 等我想出办法来了,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您, 今日多谢款待, 待日咱们再相见, 爹, 时间不早了, 咱们要不就此告辞, 对对对, 咱们还有事呢, 饭庄头您真的不跟咱们去喝一杯吗, 徐达再次邀请饭庄头, 不必客气, 饭庄头跟徐达略寒暄了几句, 便命人把徐达妇女两人送出了庄子, 四个标师拎了两个大箩筐, 跟在徐达他们后头一起走了, 等到标师把箩筐装上马车, 新龙庄的脚门啪的一声便关上了, 春鸭朝徐达耸了耸肩, 做了个怪脸, 这饭庄头脾气可不太好, 徐达一边爬上车, 一边跟春鸭如此说道, 那是啊, 装头嘛, 主子嘉天高皇帝远的, 做惯了老大, 今日被咱们俩刘姥姥一通扫货, 她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 春鸭反正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根本无所谓人家态度咋样, 徐达这才点头道, 也是, 定是以为我们是来打秋风的, 闺女, 赶紧的, 想想这荔枝咋弄, 酿酒也好, 做罐头也罢, 赶紧闪下他们的钛合金狗眼, 嘿嘿, 您出息了哈, 咱如今也是年轻人, 妇女俩一路说说笑笑, 往驿站赶去, 到了驿站, 春鸭说她不去吃饭了, 让徐达一会儿给她带点回来就行, 您重新给我点啊, 别给我带剩菜, 好嘞, 徐达应了一声, 把四个标诗全留在了驿站, 自己晃晃悠悠往酒楼而去, 春鸭让人把两筐水果给抬进了房间, 写了个单子, 递给维东, 东哥, 我这儿你们只要留一人就行, 你带另两人去给我采买这些东西, 一会儿我要用的, 维东接过单子, 挠了挠脑袋, 那个我不识字啊, 妹的, 春鸭想, 等她要是哪天发财了, 她就开个学校, 给这些人全部扫个忙, 东哥, 你得给我去买三斤冰糖, 二十个根蜡烛, 十个小坛子要广口带软木塞的, 三张油纸, 一把粗棉线, 最好再买一桶冰上来, 暂时先这些, 一会儿要有别的再说, 对了, 你听得懂广州话吗, 维东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我可以拿单子给人家看, 学校里再选是十个推浦员, 也只能这样了, 春鸭点头, 让维东带了人快去快回, 自己把房间里的桌椅板凳, 也都重新布置了一番, 让留下的那人问小二借了两个陶炉, 两个最大的砂锅上来, 另外还要了一小碟盐, 几个大海碗和几个空桶, 还要了两桶井水, 之后又让小二送了两桶掉的熟水上来, 春鸭这里刚七七八八地准备好, 维东便带着东西回来了, 春鸭也不需要他们帮忙, 就让他们在外头待着, 一会儿需要帮忙他会喊的, 要用的小坛子, 抹布, 全部事先全部用废水煮了, 消毒好, 待一切准备就绪, 春鸭便开始做他的荔枝罐头了, 这荔枝处理起来, 要尽量少地跟空气接触, 春鸭先包了一部分荔枝, 果肉用晾凉的熟水洗干净, 然后去盒, 放入盐水里泡十分钟, 然后再把处理好的荔枝, 放进烧开的冰糖水里, 等荔枝浮起来, 马上把荔枝糖水, 灌装进消毒好的小坛子, 筒供灌了四坛子, 灌好之后, 立马把四个小坛子, 放入另一个烧着开水的砂锅里, 隔水煮上两炷香的时间, 塞上软木塞, 用融化好的辣油封口, 做好这些, 坛子要马上投入冰桶降温, 温度降得太慢, 荔枝容易出铁锈红, 到时候就没卖相了, 被扔进冰桶的小坛子, 蜜蜂很成功, 没有冒泡, 妥了, 菠萝罐头也是差不多的做法, 不过盐水里浸泡的时间更久一些, 为了去掉色味, 他以前没事做, 就爱在家倒通这些玩意儿, 什么荔枝罐头, 黄桃罐头, 草莓酱, 蓝莓酱, 边听技工传, 边在厨房里忙活, 是他最爱的解压方式之一, 西式餐点, 他没啥天赋, 但是折腾这些水果, 他还是可以的, 六坛水果罐头, 忙了春鸭整整一个晚上, 当他终于做完, 伸着腰开门, 想要喊小二来帮忙收拾一下的时候, 就看见门口琪琪做了一排标诗, 外加他爹, 爹, 你回来了, 怎么睡在外头了呀, 春鸭推醒了已经睡得流口水的徐达, 徐达醒来撸了把脸, 才答道, 哎, 早回来了, 这不看你在里头捣咕, 怕影响你吗, 怎么样啊, 捣咕好了没啊, 春鸭挠头道, 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觉得没啥问题了, 但是至于能不能成, 还得回去再看, 这糖水罐头只有做到彻底的杀菌蜜蜂, 才能放得久, 不腐败, 到底有没有做到彻底杀菌, 那还得用时间来检验, 一天两天是看不出来的, 行吧, 徐达往房间里头走, 我去, 这还能睡吗, 不过香倒是挺香的, 那什么, 还有这么些荔枝, 要不给大家分分, 好啊, 给我留几颗, 春鸭也是懒得包, 就包了不到三分之一, 另外剩下的, 明日也不好吃了, 给大家分了算了, 等分好荔枝, 徐达喊了小二来整理房间, 春鸭给那小二塞了一把铜钱, 小二笑眯眯地走了, 春鸭这才有空问徐达, 薛青山那事妥了吗, 妥了, 你没看到冯普头那眼神, 看我们就像看二傻子似的, 他还问了, 你们这千里迢迢的, 图啥呀, 你们怎么回答的, 唉, 全荡出来玩一圈呗, 旅游不是挺好吗, 哪公费, 我今天还费了八十两银子呢, 报销啊, 不然你妈那里我过不去呀, 徐达想想就蛋疼, 要不是这闺女, 自己能在这出现吗, 春鸭只当没听到, 又问, 那冯普头没问干嘛, 把薛青山弄出去, 问了呀, 怎么没问, 徐达想想那冯普头调戏 他和鱼普头的眼神, 他就觉得还得再来两杯, 好让自己赶紧遗忘这一幕, 自己讲, 别老让我问, 春鸭包了个荔枝, 往他爹嘴里一塞, 徐达口齿不清地说道, 唉, 别提了, 我就说, 这不看他老婆也跑了, 老娘也死了, 那个, 剿匪, 他不也有功吗, 就全当帮他一把, 日行一扇呗, 这他都能信, 春鸭睁大眼睛问道, 吐出一颗荔枝盒, 徐达坐着牙花子道, 傻子才信, 可他信钱呢, 五十两雪花银一出, 你说薛青山是鱼捕头他爹, 他都信, 也是, 春鸭点点头, 这县令一年不过五十两银子, 他一个捕头一月才多少钱, 金钱的诱惑, 还是无人能够抗拒的, 而收了钱的逢捕头, 动作也相当迅速, 当晚就花了二十两银子, 直接买通了主布, 这么小的案子, 主布这边待审也没什么问题, 趁着县令不在, 他们俩就把这事给偷偷平了, 到时候哪怕县令知道了, 也不会过问这么小的事情, 文书一换, 大家各取所需, 第二日一早, 当除了镣铐的薛青山站在县衙门口, 看到鱼捕头一伙人, 他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嘖,嘖, 嘖怎么惹, 薛青山内心非常的惶恐, 就怕这群神经病又要把他送回佩丰县, 徐达上前, 说了一句, 大兄弟, 你老婆带着孩子跑了, 这话成了压倒薛青山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终于被这些日子以来的刺激给打到了, 熬唠一嗓子, 晕了过去, 爹, 你有什么毛病, 这人要是隔了, 那我不是白折腾了吗, 说话怎么能只说半喇呢, 春鸭怒道, 我还半喇没来得及说, 他自己昏过去了呀, 这也能怪我吗, 徐达觉得自己无比冤枉, 于捕头忍不住说道, 醒了行了, 他就是急的, 我看也没啥事, 给人带一站去吧, 咱们也回去整理整理, 一会儿等他醒了就走, 他是一刻都不想在广州都呆了, 看谁对他笑, 他都觉得是在嘲笑他们, 冯捕头昨日的笑容, 让鱼捕头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于是, 一行人回到驿站, 留了围东在马车上看好薛青山, 等他们整理好东西出来, 薛青山已经醒了, 薛大哥, 你不要急, 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媳妇是以为你死了, 才带着孩子回的娘家, 你别听我爹下说, 春鸭见人醒了, 赶忙上去解释, 生怕他又急出个好歹, 薛青山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嗯,知道惹, 围兄弟跟我说过惹, 那, 你看你还要回去拿什么吗, 不回去的话, 咱们这就找你媳妇去, 春鸭如此提议, 不, 不用惹, 走吧, 莫名得了自由身的薛青山, 此时也急着去找自己的媳妇儿子, 既然都达成共识了, 那春鸭也就不再跟薛青山客气, 不过, 她还是在路过布店的时候, 出钱给薛青山买了两身换洗的粗布衣衫, 当时给她的一点点心理补偿, 不知如何形容的这对人马重新出发, 赶往福州闽县, 这次她们赶得急, 不消三日, 马车便到了福州城, 找了驿站稍事休息, 春鸭想着, 关于去找番薯这事, 本来也不在于补头她们的职责范围, 而且目前她还没把这东西弄到手, 虽说于补头她们这一路相处下来, 也算是很熟悉了, 但是在熟悉, 这于补头也是卢县令手下干了那么多年的补头, 虽说不能妄加猜测这于补头和卢县令之间的关系, 但是留一手总归不会错的, 于是春鸭便让徐达提议, 让于补头她们在福州城休息两日, 她们自己去闽县找人, 这会儿才中午, 她们准备现在就走, 快的话也许明天就能回来, 慢的话后天也肯定能回来了, 如果后天晚上还不回来, 那肯定是出了神妖事了, 徐达请于补头到时候带人去找她们, 于补头也根本不想掺和这妇女俩的事, 这荒唐的行程, 早已让这位干了二十多年补快的人身心俱疲了, 她现在只想找个小酒馆, 独自喝上两杯, 于是于补头挥挥手, 道,去吧,早去早回, 这是薛青山的录影, 你们带好, 到时候你们得了药的东西, 就让她自己回去吧, 她再也不想看到这倒霉蛋了, 哎,行, 那于补头, 咱们走了, 说完这话, 徐达一行, 就往敏县赶去, 敏县离福州城不远, 但是路却不怎么好走, 等几人到达敏县的县城, 这天都要黑了, 薛青山急着去找老婆孩子, 而春鸭和徐达则觉得这会儿赶路太过危险, 因为薛青山说, 他老婆娘家离这县城非常远, 还有三路, 没办法, 再怎么着急, 薛青山倒是想自己腿着先去, 可以想自己腿上一夜, 说不定还没人家马车赶上两三个时辰走得远, 没办法, 只能作罢, 徐达找了家这县城最大的客栈入住, 这出门在外啊, 钱就不是钱了, 反正怎么能造怎么造, 闺女连昨日的八十两银子都没给她报, 反正到时候也免不了张氏的一顿胖揍, 还不如用光拉倒, 神清气爽, 店家小二见徐达几人赶了三辆马车, 虽然这个车夫比马壮, 官差带小丝的组合, 他也不是很看得懂, 但是这不重要, 有钱才重要, 喊人帮徐达他们安顿好了马车, 引着徐达他们进店, 小二问道, 人民币, 警号百分号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徐达, 一旁的薛青山说道, 次问嗯门, 次换还次租店, 次换也租店, 开一间上房, 一间通铺, 我要自炒面, 春鸭故意使坏, 学着薛青山说话, 徐达拍了一下春鸭, 好好说话, 别逗薛兄弟, 他也是, 为咱们才落下的这残疾, 残疾人薛青山本来只觉得小娃调皮, 可一听残疾二字, 险些都要哭了, 那个薛大兄弟, 你别难过哈, 你老婆孩子定不会嫌弃你的, 看, 咱们都没嫌弃你, 是不是, 徐达安慰人起来, 简直不给留活路, 最后在薛青山哭出来之前, 徐达和春鸭总算想起来还得靠他点菜, 便言归正传, 点了满满一桌, 招呼薛青山来吃, 薛青山摇头不说话, 从桌子上拿个肉包子, 坐在门槛上揪着吃, 吃饱喝足, 天色也黑了, 春鸭让薛青山告诉小二给他们送点洗澡水上楼, 自己则鼓足勇气, 去客栈后头的茅厕解决下生理问题, 一鼓作气, 再而臭, 三而晕, 春鸭不消一分钟, 就能完成在家十分钟才能完成的任务, 等他终于神清气爽地冲了出来, 打量了下四周, 看到有个小菊猫在围墙上翘着尾巴, 熊啾啾气昂昂地往前走, 他其实还没穿来之前, 就比较喜欢猫, 可是来了之后, 由于金哥出色的表现, 让他对狗子也非常的喜欢, 吃完饭, 拉完屎, 慢慢长夜, 无心睡眠, 春鸭便起了逗猫丸的心思, 他见菊猫正居高临下地看着它, 便啄啄啄啄地唬他, 没想到那小菊猫非但没下来, 春鸭敢肯定这猫还白了他一眼, 继续熊啾啾气昂昂地往前走去, 这还了得, 这猫居然敢白自己, 二话不说, 其实也没人说, 春鸭三步两步窜上了墙, 追猫而去, 小菊猫被春鸭在后头一追, 毛都竖起来了, 往前跑了没两步, 便跳下了围墙, 春鸭咒骂一声, MD,无法, 值得退回了客栈的围墙上, 慢慢蠕动了下去, 下墙的时候, 屋起码黑的也看不清, 春鸭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什么东西, 脚感像踩了狗屎一样, 他这才后悔莫及, 蛮好不要去追那破猫, 也不知道踩了啥, 恶心死了, 赶紧回去换鞋子, 万一真的踩了狗屎猫屎, 这鞋也不能要了, 他一只脚跳着回到了前厅, 还好前厅这会儿点了大大小小的油灯, 还算明亮, 徐达正在跟围东低头说着什么, 见春鸭翘着一只脚进来了, 忙上去掺他一把, 问道, 怎么了, 上个茅厕还能扭了脚, 不是, 刚好像踩到狗屎了, 春鸭拉个板凳坐下, 翻转了脚背, 徐达移了一声, 道, 这是狗屎, 这狗怕是得了痔疮了, 什么呀这是, 这是啥呀, 春鸭确定脚底踩到的肯定不是得了痔疮的狗屎, 番茄, 徐达总算是看出来了, 啥呀, 这不就是番茄的姜吗, 对哦, 太久, 想说太久没看到了的春鸭顺时闭了嘴, 哪儿找着的呀, 徐达赶忙问, 他想番茄炒蛋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都发现了, 肯定得带一些回去呀, 春鸭也正有此意, 妇女俩一拍即合, 问小二要了个油灯, 往后院去了, 这有了光, 才看清了, 后院靠墙都给种上了番茄, 春鸭让薛青山去找小二问问, 能不能卖他们点, 小二回说, 这东西是狼桃, 可不能吃, 他们是种来防止猫进来后院的, 猫还怕这个, 春鸭非常的惊奇, at人民币紧号紧号, at人民币紧号人民币, at百分号, 他说, 他也不知道, 掌柜缩房, 那就房, 残疾人薛青山如此翻译, 最后在薛青山吃力的沟通之下, 春鸭从这客栈里, 以一百文的价格买了五株狼桃, 弄了几个拨头当花盆, 给种在了里头, 第二日, 当他们出发要走的时候, 小二还特地跑出来, 再三叮嘱, 这东西不能吃, 一吃一个死, 春鸭和徐达频频点头, 正当马车缓缓动起来的时候, 春鸭又看到了那只橘猫, 那猫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春鸭, 春鸭指向那猫, 大喊一声, 抓住它, 唯咚一秒都不带耽误的, 登登登跑上房顶, 淋在了橘猫的后裹井上, 那小橘猫喵喵叫个不停, 小二赶出来看热闹, 一看原来是抓了这只猫, 立刻跟薛青山说道, 就是这流浪猫, 老来捣乱, 你们要是想要, 就带走吧, 最好带得远远的, 让它永远不要回来了, 薛青山如此跟春鸭一说, 春鸭从围东手里, 接过那小橘猫, 还是拎在后脖井上, 小橘猫扭个不停, 春鸭让徐达翻出个袜子, 把猫往里头一塞, 猫头给它露在外面, 袜子抽绳一抽, 妥了, 变成个猫痣了, 你抓它干嘛, 徐达只觉得麻烦, 这家里已经有大金不就行了, 还要个猫, 一会儿再打起来, 它摆我一眼, 你看你看, 它又摆我, 春鸭纯粹是一路上 待在车厢里久了, 无聊出屁来了, 抓个猫来撸一撸也是好的, 是我, 我还得咬你呢, 行了行了, 走了走了, 办正事要紧, 徐达催促春鸭赶紧上车走人, 这孩子真是, 一点不让人省心, 春鸭左右一看, 街对面正好有个干货铺子, 福州靠海, 有的是海鲜干货, 他把猫痣往徐达手里一塞, 扯了薛青山的袖子, 说声等会儿, 就跑去对面干货店买起了鱼干, 这不买不要紧, 一买真要命, 什么满鱼响, 黄鱼响, 虾肝, 金钩, 海带紫菜的一买, 又买了一箩筐, 那菊猫看到一大筐的鱼干, 眼睛都绿了, 春鸭笑嘻嘻地拿出一包让店家给捡好的小鱼干, 在小菊猫面前逗弄个不停, 徐达催他赶紧上车, 心中却是窃喜, 也好也好, 闺女逗猫, 总比逗自己好, 薛青山的丈人家, 据说在一个叫千沟村的地方, 听着好像就随便取的一个乡村名, 平平无奇, 却没想到, 真是村如其名, 那叫一个千山万鹤呀, 马车行进困难一场, 说是七八十里路, 马车却整整走了大半日, 春鸭问薛青山, 他来过几次这地儿, 薛青山说这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娶媳妇的时候, 真难为你这么难走的路都还记得, 那你是怎么找着你媳妇的呀, 这千山万水的隔着, 你们倒也是能碰得上头, 春鸭一边撸着猫头, 一边跟听着八卦, 原来, 这薛青山的丈人家穷得很, 便把他媳妇卖了, 他媳妇跟着人牙子去了广州, 被城里的人家买了当丫鬟, 这薛青山以前在广州城, 是专门给人家收叶箱的, 买他媳妇的那家人家, 也不过是做点小买卖的, 家中杂事就他媳妇和一个老妈子操持, 所以这林公筒啊什么的, 也都是要薛青山媳妇干的, 于是两人一来一去, 阴桶结缘, 两人为了给薛青山他媳妇熟身, 存了整整八九年才存够熟身钱, 所以如今, 别看薛青山年纪比徐大小没几岁, 两年前从家里走的时候, 孩子才刚满月, 说话间, 几人跟着薛青山的指引, 到了他老丈人家, 这地方要说穷, 是真的穷, 满眼望去, 全是土房子, 要么就是木头随便搭的窝棚, 歪歪扭扭, 感觉碰一下就要倒, 所以说, 要致富, 先修路, 他们这儿的路难走, 也难怪穷了, 薛青山他丈人家, 也算是这村里穷的别墅一致的了, 笼共三间土房子, 前头也没个围栏围墙的, 直勾勾的就这么挺在那里, 一目了然, 很有辨识度, 所以当春鸭他们的三架马车, 停在薛青山丈人家门口的时候, 引来了周围一群人的围观, at美元紧号百分号, at紧号美元百分号, at紧号美元春鸭就见一个三寸钉, 跑到薛青山脚边, 不用说, 肯定是那薛青山的儿子, 为啥呢? 因为这娃额头发际线处有颗超级大的屋子, 跟个小龙人似的, 跟薛青山额头上的屋子地方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薛青山头大, 头发多, 就显得不那么明显, 只见薛青山慢慢蹲下身, 抱着那三寸钉, 呜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的确哈, 薛青山这两年也不容易, 这会儿峰回路转, 看到自己亲儿子, 那肯定激动啊, 但是没激动多久, 屋里头就走出两个老人, 一个女的, 那女的看到薛青山, 喊一句, 紧号人民币百分号紧号, 爱着人民币, 便晕了过去, 不愧是夫妻, 众人手忙脚乱地安顿好了那女的, 薛青山这才有空跟春鸭她们介绍道, 这就是我媳妇, 云娘, 这名是当初她做丫头的时候起的, 后来叫得顺口了, 便一直这么叫着, 这两位, 是我丈人和丈母娘, 我媳妇家姓林, 家里还有个大哥, 我丈人说大哥一家, 都去地里干活去了, 徐打点点头, 跟那林老伯做了一一, 让薛青山说明来意, 问问此地有没有姓陈的人家, 有没有种番薯这种东西的, 林老伯听着翻译, 明显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两人鸡里咕噜一阵说, 薛青山才说, 他们这几年前的确有官差来让种过番薯, 那官差姓什么就不知道了, 说是不止他们这儿, 这十里八乡都让种了, 不过他们也怕种多了占土地, 也没多种, 每家人家种个一起两起就是了, 春鸭忍不住惊喜出声, 有就行了, 咱们, 稍等, 徐打转头对春鸭说, 你怎么那么扎呼呢, 他拉了薛青山和春鸭到房间外头, 说道, 薛大兄弟, 你说咱这一路照顾你照顾的怎么样, 薛青山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略意思虑还是达到, 徐大哥对人四级好的, 虽然他在剿匪的时候吃了些苦头, 可这一路上也的确比别的犯人过的要好多了, 徐打他们还花了那么多银子, 免了自己的牢狱之灾, 此刻与妻子团聚, 虽然他有点怕徐打他们, 但是内心还是很感激徐打他们的, 那你就得帮帮咱们, 虽然我不了解你丈人家这民风如何, 但是出门在外, 咱们也不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万一咱们一会儿喊了说来收藩薯, 人家要是坐地起架, 怎么办, 这儿离县里那么远, 要是万一不小心漏财了那什么, 对不对, 虽然徐打这么说, 有点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但是这事儿还是得谨慎这些, 以防万一, 虽说他平日不怎么靠谱, 在家靠媳妇, 出门靠闺女, 但是好歹以前没穿来之前, 他也做过采购, 什么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都去过, 深知人性这事儿, 考验不得, 爹, 还是你有见识, 春鸭不得不为徐达的社会经验竖起大拇指, 那, 那要怎么帮你们, 薛青山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这儿的民风如何, 但是徐达说的,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徐达自己去薛青山老丈人旁边搬了把椅子往外走, 跟后头的薛青山说, 你让你老丈人去把这儿的画室人找来, 我来跟他说, 你只要不拆穿, 咱们就行了, 这一家一户的上门收, 收到后天都收不完, 这事儿还是得找个统筹领导的人来, 统一说才成, 这事儿, 薛青山觉得倒是简单, 便应了一声好, 找人去了, 等到林老伯把村里的组长给找来之后, 徐达和春鸭才知道, 他们整个村全部是姓林的, 也没有村长, 只有个里长, 还在隔了两座山的隔壁村, 所以这里, 组长就是画室人, 还好, 那组长考过功名, 会说一些官话, 徐达跟他的交流还算顺畅, 那个, 林组长, 之前让你们种的番薯, 如果有多余的, 都可以拿来, 咱们以五文钱一斤的价格收走, 他们南方目前还没受到汉勤影响, 粮价比较稳定, 春鸭先前去买干货的时候问了, 在售的大米差不多是13文一升, 跟他们配风线每涨价钱的粮价差不多, 按照这个价格, 那大米收购价差不多在10文钱左右一升, 以大米价格的一半来收购番薯, 徐达和春鸭都觉得这肯定是有一定诱惑力的, 关键也不算坑人家老农吧, 可有文书,那林组长倒也挺保险的, 徐达拿出他们配风线的录影, 上面写了他的官职相貌, 所谓何事, 所谓何事, 那肯定不能给那林组长看啊, 徐达把录影折着给林组长看了看, 林组长看了看又问, 为何配风线的差人来咱们这闽县收番薯啊, 这事儿您有所不知, 北边如今旱灾, 咱们县令就派了咱们一组人马出来收粮做些储备, 咱们也不是为了单收番薯来的, 只是机缘巧合认识了这薛青山, 他说这有番薯这东西, 能吃还便宜, 咱们就来了, 徐达一番话, 听得薛青山眼角直抽抽, 是这样吗? 是吗? 这事儿我知道了, 那差也想收多少啊? 林组长看着徐达带来的三匹马车, 这匹马车能驮四五百斤, 一辆还得做人, 差不多能收个一千来劲, 春鸭扯了扯徐达的袖子, 徐达跟林组长说了句稍等, 跟春鸭走到一边, 这才问道, 怎么了? 爹,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 咱们来收番薯, 是为了带回配风线给婷姐姐做生事的, 我的计划是, 这万一要是旱灾, 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 咱们得拿着番薯煮了去成能口舍番薯汤, 您看这儿没有里长, 说明百户人家都没有, 全收能收多少? 咱们这番薯拿回去主要还是得种, 您说, 咱们这番薯如今带回去, 还来得及重吗? 徐达砸扒了下嘴, 说道, 估计来不及, 这要是过了盲种再种, 收不上来啊, 更何况, 现在连苗都还没发, 这茶肯定是来不及的, 以前徐达也算是插过队, 农业的基本常识还是有的, 这番薯最好是三月种, 过了盲种再种, 那大概率只能收上苗来了, 苗, 要不咱们直接收苗? 连土带苗一起起, 运回去再移植, 这样行不行? 春鸭也是突发奇想, 这我不知道啊, 徐达本来对这活也不是特别熟, 何况又过了那么多年, 实在是不确定, 跟他挥了挥手, 薛青山走过去问什么事, 春鸭便问, 薛大哥, 你问问你老丈人, 他会不会种番薯? 哎, 行, 薛青山点了点头, 转头就问他老丈人去了, 得到的答案是, 他不是很擅长, 但是薛青山媳妇种番薯种得好, 家里头番薯都是他种的, 好多妇人见他种得好, 都来问他讨教, 徐达和春鸭便又是一阵嘀嘀咕咕, 最终, 徐达跟林组长说好, 番薯他们收, 番薯苗也收, 也是五文钱一珠, 还得请个会木匠活的, 帮他们把马车车厢给改一改, 林组长虽然觉得这人做事有点没头没脑, 但是既然是为村里的人谋福利的, 何况村里人赚点钱也不容易, 家里但凡要卖点什么, 都得走上大半天的山路才能到, 这送上门来的买卖, 不做他也怕村里人对他有意见, 更何况, 这人说他没铜板, 到时候收了多少, 折了银子给他, 他再给农户发铜板, 这里头的油水, 令林组长非常的怦然心动, 于是, 在林老伯家门口的空地上, 徐达他们临时搭了个收购点, 林组长几里哇拉对底下村民一通说明, 就见人四散着跑了, 没一会儿又陆陆续续手拿肩扛着回来了, 四个标诗分两组, 两人负责称重, 两人负责维护秩序和搬运, 这村统共三四十户人家, 一共收上来四百多斤番薯, 和五百株左右的红薯苗, 徐达又说出五十文工钱一个人, 得把他们家的一匹马车车厢给改了, 里头得定上五层架子, 每层种上一百多株红薯苗, 一说五十文, 徐达瞬间被村里的那人们给围住了, 最后还是林组长选出了四人, 帮徐达改马车, 当然其中三人都是他的儿子, 徐达无所谓这些, 反正事干完了就成, 组长忙尽忙出那么久, 拿点好处也是应该的, 外头正在热火朝天之时, 屋里头薛青山的媳妇云娘也总算醒了, 当家的, 他们说你, 说你云娘未雨泪先流, 薛青山也非常激动, 你别哭, 没事, 就四让你和孩子嗖哭惹, 当家的你, 怎么? 云娘话没说完, 就见春鸭探头探脑地往屋里看, 薛青山站起身, 问道, 徐公子, 有四吗? 薛大哥, 你家媳妇很会种番薯哈, 春鸭抱着个猫痣, 边撸边问, 小橘猫非常生气, 但他抵抗不了春鸭手里的小鱼竿啊, 薛青山觉察出了一丝不对劲, 但还是嫩嫩地点头道, 嗣, 嗣的, 大哥, 你说巧不巧, 咱们那正好缺一个会种番薯的技术工, 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配风线啊? 春鸭话音刚落, 就见薛青山一屁股坐在了云娘旁边, 那用门板架起来的破床就轰然倒塌了下来, 惹得云娘惊声尖叫不已, 那个, 薛大哥, 你们夫妻俩好好商量, 跟咱们回去, 你也知道咱们的, 绝不会亏待你们, 一会儿我再来找你们哈, 春鸭缩回了脑袋就跑了, 夫妻俩在屋子里商量了好一会儿, 林家人也从那屋子里头进进出出, 薛青山好一会儿才从屋子里出来, 找了徐达和春鸭, 说是愿意跟他们走, 徐达这才说道, 你们要跟咱们走, 我得跟你先说清楚哈, 这录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因为咱在你们这儿也不认识什么人,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你们可以自卖自身卖给我们, 然后就可以跟咱们一起回去, 到时候到了配风县, 再给你们放了气, 再落户到咱们配风县那就方便了, 好处就是, 我可以给你们五两银子的卖身钱, 这钱放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要你们的, 权当是给你们的补偿, 坏处是, 你一旦为奴, 你儿子哪怕没为奴过, 也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你要不再回去商量商量, 薛青山已经麻木了, 一听到要回配风县的时候, 他都觉得自己活出了轮回的感觉, 如今听到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 不过这次薛青山没有让徐达父女俩久等, 进屋不到两分钟, 便走了出来, 朝徐达点了点头, 要说这薛青山的老丈人家, 穷是真的穷, 生了五个孩子, 养到能结婚生子的, 就两个, 之前薛青山的丈人还觉得, 女儿女婿跟这几个人去扬州府太远了, 可以听薛青山说能给银子, 薛青山他大舅子就立刻同意了, 也不是他想把妹子再卖一次, 这家里头三间, 茅草无眼看着就要他了, 这妹子卖身的钱, 正好借上二三两给她们, 好把屋子修一修, 云娘虽觉得此去山高水长,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爹娘凶嫂, 可想着自此之后能跟相公长久在一起, 不用再为生技所烦恼, 何况还能帮上爹娘凶嫂一把, 反正卖一次也是卖, 卖两次也是卖, 便也点头硬了, 她牵着孩子跟在薛青山身后, 不知跟薛青山说了什么, 薛青山带着她和孩子走到了春鸭和徐达面前, 徐头好, 徐少爷好, 云娘之前做过人家丫头, 那家人家是前店后院的商贩, 有时候忙不过来, 云娘便也要上前头去帮忙看店, 广州城里头, 南来北往的客人多, 东家本也不是广州本地人, 便教了她几句官话, 时间长了, 她倒也能说上不少, 春鸭笑着回了声你好, 随手摸了把芝麻糖给孩子, 但手伸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转头问云娘, 你家娃娃吃过芝麻糖吗? 那孩子都快哭了, 云娘脸一红, 摇头说没有, 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还吃啥芝麻糖啊? 徐达更是瞪大了眼睛看着春鸭, 什么毛病, 这么逗孩子玩?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要逗她哭, 就是怕她过敏, 这娃岁数小, 一会儿不舒服了, 都说不清话呀, 春鸭突然觉得自己没事, 就爱给人塞芝麻糖的习惯是得好好改改, 万一吃个啥过敏出来, 她可就醉过大了, 可孩子都看到糖在半路上了, 还给她收回去, 怎么可能不闹, 无法, 春鸭只能掰了小小小小一块给她, 让她慢慢含在嘴里吃, 娃娃才点点头, 挂着泪珠子, 郑重其事地把糖塞进了嘴里, 云娘此时看着一脸无欲无求的薛青山, 她很想问问, 这家人到底是怎么个品性, 可她男人却望着远山, 明显是走神了, 此时也不好多问, 如果她此时问了薛青山, 那薛青山也只会回答四个字, 习惯就好, 徐达只交代了几句明日天一亮就要走, 让薛青山他们打包好要带的东西, 便让他们夫妻俩早些去歇息, 虽说云娘对春鸭有点疑虑, 但是见他们买来的那些番薯苗还摆在地上, 便主动说先把番薯苗处理好了, 再去理东西, 这一干就干到了后半夜, 产土, 掺肥, 肿苗, 浇水, 再把种好的四板肿苗都给固定在车厢里, 一米多高的车厢分四层摆放, 倒也差不多, 这苗能不能活到配风县, 就全靠云娘的运气了, 忙完这些, 说到要休息了, 众人才犯了难, 薛青山丈人家统共就三间屋子, 这么多人, 哪怕叠起来住也不够住, 虽说林组长客气地邀请徐达几人上, 他们家睡去, 可徐达却婉拒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了春鸭被领进了云娘他们暂住的屋子里, 徐达睡在了马车里, 四个标识轮流守夜, 于是, 第二日早起的村民便看到了三间土坯房, 一车翻鼠一车苗, 居然还派了四个标识职守的奇景, 成会完成会完, 乡下人是真的看不懂, 带到天色微亮, 一行人也没早食吃, 主要还是薛青山丈人家, 供不起那么多人吃早食, 薛青山的丈母娘说要不吃点番薯汤再走吧, 但是春鸭婉拒了, 他包袱里还有些干粮, 就别浪费人家的粮食了, 一行人乘着晨光微露, 匆匆离开了, 这一走又是千山万鹤的走了大半日才到了闽县的县城, 匆匆吃了点东西, 去县衙办妥了卖身器和出行需要的文书, 他们也不敢多耽误时间, 就怕晚上赶不到福州城, 误了跟鱼不头说好的时间, 因为另两辆马车都载了东西, 所以春鸭之前买的一箩筐的鱼竿, 几盆榔桃, 还有薛青山一家三口, 全跟春鸭他们挤在一辆马车上, 薛青山一路上已经适应了颠簸, 可他媳妇却是吐了个昏天黑地, 而春鸭也被那一箩筐的鱼竿熏得没了脾气, 小菊猫却暴躁到不行, 明明唾手可得的小鱼竿, 此时却吃不上一口, 喵喵喵个不停, 车厢里充斥着猫叫, 小娃烦躁的吵闹声, 呕吐声, 还有咸鱼味, 春鸭只觉得自己快疯了, 恨自己为什么非要去抓猫买咸鱼, 他想走出车厢座前头去, 一开门, 却被路上的滚滚尘土又给赶了回来, 转头看到藏在车座底下的几盆小番茄, 也不管是不是要拿回家重了, 随手掐了两个, 往身上蹭了蹭, 就要往嘴里塞, 此时他就想吃点清清爽爽酸酸甜甜的, 来一节胸口闷的一口玉器, 说时迟那时快, 这小番茄还没塞进嘴里, 就被薛青山眼疾手快地给拍在了地上, 那小番茄正巧滚在他躺在车厢地上的儿子手边, 那孩子想也不想, 捡起来就往嘴里一塞, 嚼巴嚼巴咽了下去, 肯定得快点吃啊, 不然一会儿那小哥哥又该给他收回去了, 薛青山震惊了, 呆滞了两秒, 大喊一声, 我的娃啊, 抱起孩子就痛哭起来, 正把脑袋伸在外头吐个不停的云娘, 赶紧把头缩了回来, 急问怎么了, 薛青山机里哗啦一顿说, 云娘也大哭出声, 两人抱着猛圈了娃, 哭个不停, 怎么办啊, 徐大哥, 我儿这是怎么了, 这狼头有毒, 你看他都无法呼吸了, 薛青山向徐达求救, 薛大哥, 你儿, 快被你勒死了, 你松手, 春鸭掰开了薛青山的手臂, 云娘也是泪流满面, 求春鸭他们赶紧帮忙去找个医馆, 救救孩子, 这狼头, 没有毒的, 不信我吃一个给你们看看, 春鸭又想伸手去掐番茄, 却被云娘拉住了, 徐公子, 这可不能开玩笑, 还请你赶紧找个医馆, 救救我儿吧, 云娘说完, 便趴在地上磕起了头, 春鸭很无奈呀, 他们这儿的人, 就是根深蒂固地相信狼头有剧毒, 再怎么说也是白费口舌, 这古人相信, 越是鲜艳的东西, 越是不能吃, 但其实都只是物解而已, 这狼头真的没有徐大还想继续解释, 春鸭打断了他, 说道, 这样, 我娘给我带了他们药房配的解毒丸, 说是能解百毒的, 卖得可贵了, 十两银子一丸呢, 我娘怕我到了新的地方乱吃东西, 特地给我带了两丸, 要不让我来试试, 说完, 她便掏出个小木盒, 从里头拿出一个大药丸, 递给云娘, 云娘这会儿早慌了神, 一说有解毒丸, 立刻伸手接了过来, 到生蟹便往娃娃嘴里塞, 那娃本不要吃, 抗拒得很, 可嚼巴了两下, 觉得味道还不错, 吃了一丸, 伸手还想要, 春鸭笑说这就行了, 定不会有事了, 云娘这才放下心来, 薛青山也才有空, 把鼻涕眼泪给抹在了衣袖上, 这药丸是个啥呢, 其实就是山楂陈皮鸡内筋, 加了蜂蜜搓成的丸子, 张是怕春鸭吃多了不消化, 就特地给她带上, 让她吃成了泡水盒的, 酸酸甜甜, 还挺好吃, 那娃自然吃得下去, 嘿, 薛大哥, 你舌头是不是好了, 春鸭这才想起, 薛青山刚刚大喊的时候, 舌头都捋直了, 嘿, 真的, 我好了, 云娘, 我是不是好了, 嗯, 当家的, 好了, 云娘激动得猛点头, 妇女俩觉得这车厢, 还是留给他们一家三口得了, 两人便翻出两条布金子, 往脸上胡乱一裹, 说要坐外头透透气, 便出了车厢, 坐在前头看看风景, 吹吹风, 吃吃土, 两人头挨头凑在一起, 闲着也是闲着, 便轻声嘀咕起这狼桃的事, 没想到, 这些人对这狼桃竟然这么害怕, 徐达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番茄多好吃啊, 没想到, 居然这儿的人都当它是个毒物, 春鸭点头道, 可以理解, 你想啊, 蘑菇是不是越鲜艳的越毒, 这狼桃长得那么鲜艳, 人家肯定觉得这玩意儿不是反品, 那你拿回去种, 种了就光自己吃, 我觉得你这玩意儿一拿出来, 你可能就给你一壶开水浇死了, 徐达如是说, 先种吧, 到时候再说, 再说咱们给它改个名不就行了, 就说这虽然长得像狼桃, 可它却不是狼桃, 就叫剩余果呗, 咱们那会儿不都是这么叫的吗, 春鸭这么说, 是因为这会儿的番茄都是小小个的, 以前有人说小个的番茄是转基因的, 其实不是, 原始的番茄本来就是小小的, 后世大的那种, 反而是培育改良过的品种, 也行, 还有啊, 这番薯你打算怎么办啊, 父女俩这一嘀咕, 便一路嘀咕到了福州城, 太阳刚落山, 城中却是灯火璀璨, 很是热闹, 马车终于在驿站门口停了下来, 这一路上, 他们几乎都没敢停, 就怕赶不及回来, 车一停, 春鸭第一个冲下了马车, 一路喊着让让让让, 冲向了茅厕, 正在一站前听吃着酒的鱼捕头几人, 见春鸭回来, 喊了一声, 春鸭回一句我爹他们在后头, 头也不回地冲向后院, 行行行,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鱼捕头正在纠结, 吃好这顿酒, 到底要不要去釜牙给徐大班救兵, 还好回来了, 省了他不少事, 他看着春鸭着急忙慌的样子, 端起酒杯, 微笑着抿了一口酒, 可当他放下酒杯, 转头看向门外跨进来的几人时, 笑容僵在了他的脸上, 他缓缓地放下酒杯, 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可发现什么都没改变, 他定定地看着徐达, 问道, 怎么滴, 这人没给送回去, 还买一送二了, 鱼捕头, 你听我给你解释, 徐达赶忙上前, 挤开了坐在鱼捕头旁边的丁二, 真挚地看着鱼捕头, 鱼捕头拍而起, 怒喝道, 我不要听你的解释, 我就问你, 你带这个男人回来干什么, 一战前听里的群众听到这话, 都停下了忙乱的脚步, 静静地看着徐达和鱼捕头, 脑补着一段不可描述的关系, 正在这几人之间展开, 不, 鱼捕头, 您听我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原本已经送他回去了, 可送回去了, 发现他媳妇得跟咱们走, 众人, 哦, 你继续说, 故事仿佛很精彩, 为什么呀, 啊, 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吧, 于捕头压低声音, 在徐达耳边说道, 你知不知道这是卢县令亲自过问的, 你这会儿再带他回去, 卢县令知道了咱们怎么办, 徐达也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 我实话跟您说吧, 这女的, 就是薛青山他老婆, 是卢夫人要的, 不带回去根本不行, 你是说, 卢县令, 让咱们把薛青山给押借回广州, 而卢夫人, 要把薛青山的婆娘, 带回佩丰县, 于捕头说完这话, 觉得自己都恍惚了, 这卢县令和县令夫人, 是吃错了哪门子药, 夫妻俩这么不对付, 早点合理呀, 折腾他们算怎么回事, 虽然于捕头说的这话,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前因后果却不是这样的, 但是徐达这一事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便只能点头说, 是说呢, 这对夫妻折腾着呢, 那你把薛青山留这儿, 但把他婆娘带走个就是了, 于捕头还在苦苦挣扎, 他不想一辈子的英明, 折损在这福州等地, 徐达看了两眼门口站着的薛青山一家, 他们因为于捕头的怒斥而惊意不定, 特别是薛青山, 一手拉着儿子, 一手拉着媳妇, 腿在门内, 屁股撅在门外, 他叹了一口气, 说道, 那薛青山不肯啊, 反正这女的咱们肯定得带回去, 不带回去, 卢夫人那里肯定不答应,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卢夫人非要这女的, 可于捕头已经累了, 心累了, 再怎么挣扎, 难道还能跟县令夫人对着干嘛, 随便吧, 他只求徐达他们千万把这薛青山给藏藏好, 卢县令那里别发现就行, 真的, 吃多少百年老餐都搞不过这对妇女, 于是他问徐达, 那你们准备把她们安置在哪, 春鸭的脑袋突然冒了出来, 说了一句卢夫人的庄子里,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照你这么说, 怎么不把薛青山安排在卢县令书房里, 鱼不投心很累, 但是嘴却还是不想认输, 嘴, 这不是怕文竹不答应吗, 春鸭打嘴炮, 也根本没再怕的, 于捕头怒说一句, 滚, 你们俩都给我滚, 别跟着我, 我要一个人静静, 甩了袖子便走, 哎, 于捕头等等我, 等等我, 你消消气, 徐达狗腿地跟了上去, 边上一众人等只听到了前音, 却不知道具体内容, 见两人走了, 便在后头指指点点, 这两人, 多少有点不对劲, 右看薛青山, 有妻友, 感觉好像跟这两人, 也多少有点牵扯, 嘖嘖嘖嘖嘖, 是风日下, 是风日下, 虽说丁二他们也不太明白, 薛青山被带回来的缘由, 可他们的确也不是很想知道, 在衙门里头干活, 知道的越多, 干的越多, 干的越多, 死的越快, 不是自己能知道的, 就千万别问是他们的办事准则, 反正他们只是小罗罗, 什么事都是听于捕头安排的, 相信于捕头马上就能跟花钱不眨眼的徐达搭成共识的, 所以, 见于捕头和徐达走了, 他们便自发地轰赶人群, 又问春鸭, 徐家小兄弟呀, 这一家三口, 怎么安排呀? 哦, 小二, 咱再要一间地字号, 一间人字号, 一间通铺, 再给我烧一桶洗澡水到地字号, 再要七碗羊肉面, 两碗炒面, 炒面送到地字号, 春鸭如今住店经验丰富, 小嘴巴巴一说, 就把一切都安排妥了, 说完这些, 又转头跟丁二他们寒暄了几句, 让薛青山他们自便, 便回了房间, 他现在就只想好好洗个澡, 吃碗面, 这一天赶露下来, 都快给他累散架了, 带春鸭洗好澡, 换好衣服, 面都开始吃上了, 徐达这才挠着头进了房间, 怎么样, 鱼捕头气消了吗? 春鸭细血着, 看着挠头不已的徐达问道, 徐达撇撇嘴道, 爱马, 老男人可真不好哄, 比你娘都难哄, 最后舍出去两壶秋叶白, 这才哄好了, 这男人爱酒, 就跟女人爱包一样, 这会儿我是看出来了, 没有哪个男人是一壶酒哄不好的, 要是哄不好, 那就两壶, 那您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一壶十两呢? 傻不傻, 到时候叫万人义给咱们接风, 他家, 你知道吧, 跟在董家后头做生意, 有钱得很, 徐达说完, 撩了一筷子炒面, 好家伙, 都驼了, 一筷子就是一整碗, 然后开始抱怨, 春鸭也不知道给他面都抖开, 春鸭也插起一筷子, 很好, 也是一整碗, 那徐达就安心了, 两人吃罢炒面, 又让小二送桶热水上来, 刚刚徐达无意间提到了董夫人, 春鸭突然很想知道那荔枝罐头到底有没有成功, 虽然才没几天, 但是这儿温度高, 应该能判断到底有没有变质了, 徐达从丁二那儿, 把剂放在他们房间里的, 放水果, 罐头的小被窝给拿了回来, 但是拎起来的时候, 发现地上居然有一滩水, 心想坏了, 拿回房间一看, 果然, 有两个陶瓷坛子上有引裂, 这坛子不行, 一冷一热裂了, 虽然没当场裂, 但是也有引裂, 你看, 这儿呢, 春鸭指着坛子底下并不明显的一条裂痕, 遗憾地跟徐达说道, 看来这要做罐头, 首先还得去找些能耐大温差的坛子, 没事, 这坛子到时候再让人去多打听就是了, 这裂都裂了, 要不咱吃了吧, 徐达倒也挺好奇, 春鸭做的这水果罐头味道如何, 说吃, 那就吃呗, 春鸭拿出小匕首, 刮掉了坛口的蜂蜡, 打开软木塞一吻, 不错, 果味浓郁, 虽然糖水漏掉了一半多, 但是里面的果肉并没有坏, 也没有铁锈红, 看着晶莹剔透的, 很是诱人, 妇女俩也不是啥很讲究的人, 春鸭直接用匕首插了个荔枝, 刀口添荔枝吃了一个, 又给徐达插了一个, 两人对味道都很是满意, 很好, 酸酸甜甜, 风味基本都保持住了, 春鸭让徐达拿着这个, 赶紧去给鱼捕头送点, 徐达厌倦了, 本能地拒绝, 而春鸭却说, 之后回配封县, 还得鱼捕头给他们打掩护, 这人不红好, 恐怕他们都逃不开卢县令的追责, 无法, 徐达只能拍了拍老脸, 端起笑容, 再端起一碗荔枝, 出了房门, 春鸭则翘起了二郎腿, 老神在在地, 把荔枝一个个地往嘴里送, 心中不禁感慨, 嘖嘖嘖, 好吃好吃, 到底要怎么卖, 才能有又省心, 又赚个盆满钵满呢, 这一晚, 每个人都过得非常的心潮澎湃, 包括那只因为睡着了, 没发出声响, 而被滞留在了马车里的猫痣, 第二日, 当春鸭再次登上马车的时候, 听到了猫叫, 才想起猫的事, 爱马, 对不住啊对不住, 赶紧来来来, 给你松松, 小鱼干吃不吃啊, 春鸭赶忙把猫 给从袜子里放了出来, 小橘猫想马上走, 可眼看着春鸭手里的小鱼竿, 却迈不动爪子, 最后还是接了鱼竿, 它在春鸭脚边, 嚼巴了起来, 徐达几人, 今日一早, 便让驿站小二和薛青山带着, 去当地牙行买了一架马车, 要不然都没法走, 因为要得急, 又人生地不熟的, 一架马车, 花了徐达整整五十两银子, 肉痛的它, 简直要晕厥了, 天啊, 为什么呀, 出趟公差前前后后, 居然填进去了两百多两银子, 天理何在呀, 看着徐达如此痛苦的表情, 于捕头心中, 居然生出了一丝快感, 他打了个冷战,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阴暗, 配封献与捕头, 行走江湖这些年, 靠的不就是光明磊落, 杀伐果断吗, 为什么如今自己却这样了呢, 他摇摇头, 让自己别再去想, 这些颠覆他三观的事情, 四个捕快一辆马车, 徐达春鸭和薛青山加一辆马车, 四个标诗做车夫, 这帮人也顾不上尝尝福州城里的海味, 便又匆匆上了路, 云娘说, 他们得赶在盲种之前, 把这些番薯苗全部牵插完, 要不然种了也是白种的, 为了以防万一, 春鸭想着那一车番薯得留着, 万一这一批番薯苗不行, 那到了秋天, 云娘说可以再御秧, 到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 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想要再出来一趟, 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生活在这个时代, 一切最好都留个后手, 一行人日夜兼程, 云娘虽说每日也是吐到眼泪离涕一大把, 但是从未叫一声苦, 照看番薯苗也是尽心尽力, 虽说平日坐在车上也不太说话, 可春鸭对她的印象却很是不错, 能看眼色, 话又不多, 这样的人推荐给亭姐姐, 她也放心, 小橘猫一路上逃跑了三次, 可每次逃了不到一晚, 便又乖乖回来啃鱼竿, 最后, 她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一只福中猫不远千里, 朝沛峰县而去, 终于, 在赶了九天路之后, 他们看到了沛峰县的城门, 我回来来来, 在进入城门的那一刹那, 春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伸出头去, 喊了一嗓子, 正在送外卖的小四, 听到声音瞪大了眼睛, 喊了一声, 春鸭姐, 春鸭连忙把脑袋缩进了车厢, 被徐达拍了一巴掌, 叫你别嘚瑟, 叫你别嘚瑟, 这是怕人卢县令, 不知道薛青山又回来了是不是, 坐在一边的薛青山, 偷偷地撩起了车窗帘子, 叹了口气, 才跟云娘说道, 媳妇, 佩峰县又到了, 进城之前的最后一站, 徐达他们就说好了, 一会儿到了城里, 徐达上于补头他们的马车, 标识们把另三架马车, 直接拉到文苑街就行, 四架马车进了城门便停了, 三架直奔文苑街, 而佩峰头则赶着最后买的那架马车, 带着差人们回了县衙, 时隔一月, 当佩峰头再次站在佩峰县县衙大门口时, 只觉得恍如隔世, 这一个月来, 真是鬼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此刻, 他只想回到自己熟悉的造访, 文文的熟悉的汗骚味, 再次感受一下, 什么叫人间真实, 门口牙翼见佩峰头站在门口, 神色又是惊奇, 又是尴尬, 也不知道怎么上前招呼, 见佩峰头眼神扫到了他们身上, 才急忙开口道, 那个, 呵呵呵, 佩峰头回来了呀, 后头的徐达丁二他们互看了一眼, 这牙翼说话的神色, 很是奇怪, 他们不在的这段时间, 是出了什么事了, 难道县令换人了, 正当几人要迈不进衙门之时, 就见崔都头从里头出来了, 见到几人明显一愣, 徐达快步上前跟崔都头打了个招呼, 崔都头把徐达拉到一边, 问道,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买了个马车, 徐达如实回答, 崔都头点点头, 这形式风格, 他颇为熟悉, 的确是徐达的平日做派没错了, 他看看不远处的余补头, 这两人平日里有些交情, 但有时候又喜欢明显按着较劲, 可这事儿他朝余补头招了招手, 余补头抬步便过来了, 什么事儿, 衙门里这几日可是出了什么事, 余补头问道, 崔都头往衙门里头看了两眼, 才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余补头你可做好心理准备, 你走了不到三日, 这卢先令便说有妖案要去查, 没有补头不行, 便让人顶了你的位置, 谁, 余补头冷声问道, 敏剑, 敏荣华儿子, 嗯啊,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这城里的水库已经开始建了, 就在三山书院那边, 徐达, 你休息三日再来吧, 崔都头拍了拍余补头的肩膀, 咱们也一起共事那么多年了, 你对卢先令向来还算不错, 难听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反正你是时候 也该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说完, 崔都头便走了, 徐达几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余补头, 余补头在衙门口站了片刻, 抬不走了进去, 丁二他们也跟了进去, 好一出调虎离山啊, 徐达这才想明白, 堂堂一个县令, 为何要跟个小毛贼过不去, 原来是想把余补头支出去个半年十个月的, 等他押送人饭回来, 什么都凉了, 还能翻得出什么水花, 好好好, 这卢县令原来他们都小看他了, 余补头几人回到衙门口之时, 就已经有人去中堂议事厅回报给了卢县令, 这会儿, 余都头跨着大步往中堂去, 卢县令和新上任的补头敏健, 已经严阵以待地等在议事厅了, 所以当余补头跨进议事厅大门的时候, 就见卢县令身边站着敏健和彭师爷, 后头站了卢县令的一干幕僚, 卢大人, 小人已将人犯薛青山压介回了广州, 这是南海县衙的文书, 您请过目, 余补头不愧是混了这些年, 这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恼怒之色, 只是很机械地交代着自己的任务已完成, 卢县令接过余补头递上来的文书, 看了一眼, 清了清喉咙问道, 嗨嗨, 你们怎得来回如此之快, 这薛青山真的压介到了吗? 跟在余补头后头的徐达听闻这话, 跟卢县令做了一一, 达道, 回禀大人, 这事全赖我, 才走了几日, 我这就崴了脚, 又不能耽误差事, 便找了匹马车, 不过这薛青山, 咱们可一直把他绑车顶的, 您放心, 这疯啊, 吐啊的, 他一路可吃得够够的, 请您看南海线的文书, 他们也嫌关押他麻烦, 直接打了五十大板, 才给人扔了出去, 咱们看得真真的, 那家伙, 打得都没人样了, 您要不信, 大可再去信查问, 这薛青山能不能活, 可真不好说了, 卢县令再次看了眼文书, 说道, 问你了吗? 你就插嘴,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哎哎哎, 是我多嘴了, 大人默脑, 徐达边说边退到了议事厅门口, 假意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于补头瞥了眼徐达, 又对卢县令抱拳说道, 卢大人, 我从您到这配风献起, 就在您底下听令, 还请大人放心, 人肯定是送到了广州了, 就是又带回来了, 岂不是你个两面三刀的扣币玩意儿? 于补头看着坐在手座的卢远正, 和旁边严阵以待的敏剑, 心中虽然郁节难消, 但是想着那客栈的事, 便不想多跟他们多废话, 到时候到底谁打谁脸, 咱们就走着瞧, 可爱这事我知道了, 你不在配风献期间, 咱们这儿也有些要紧的案子, 这个敏剑立了不少功劳, 就暂待了你补头的位置, 卢县令说完这话, 顿了顿, 看于补头没接茬, 便继续说道, 敏剑如今政治轻壮, 办案办事也很是得力, 我看, 就让敏剑在这补头的位置上多学学, 你的年缝肯定也不会少你的, 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卢县令说完, 敏剑抱拳对于补头行了义礼, 于补头也不生气, 说道, 不敢不敢, 明小兄弟青年有为, 且有卢县令亲自教导, 我也实在不敢搬门弄斧, 卢大人, 咱们赶了这一路, 身心俱疲, 还请大人能放我们两天假, 也好让我们几个休整一番, 再为大人笑礼, 虽说于补头说的话不怎么好听, 但是终究是没闹起来, 对于卢县令来说, 这就最好的结果了, 本来他一听于补头那么早就回来了, 敏剑还没拉拢来这捕快队伍的人心, 他就怕到时候那些人跟着于补头闹, 虽说他一个县令一声令下, 想让水滚蛋就让水滚蛋, 但是这会儿, 县衙不是又缺人手又缺钱吗? 那些捕快要真闹起来, 这接谁去管, 刘明谁去疏导, 难不成只望他亲自去办吗? 于补头没吵没闹, 只要了几天假期, 那真是最好不过了, 于是他大手一挥, 准了押送犯人的几人三天假, 几人出了县衙大门, 面面相去, 还是徐达说了句, 要不晚上咱们约个贺仙居, 叫上崔都头万人义他们, 咱自己给自己接风洗尘, 好啊, 那咱先回家一趟, 一会儿就在贺仙居见, 丁二回应最积极, 他这会儿急着回家换衣服, 这出去一趟也不知道怎么就肿了, 衣服都快崩开了, 得赶紧回家换套宽松的, 一会儿才能放开肚子吃喝, 于补头点头说好, 要是说他这会儿心里没点失落感,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恼怒也好, 失落也罢, 对于心中存了很大的希望的他来说, 这些目前都可以忍, 只希望司徒夫人说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 现在他的确需要一壶酒, 来浇灭这焦虑和不安, 于是几人便说好, 晚时的时候再碰头, 徐达签了个马车, 先溜溜达达地去找了金牙人, 徐头, 您这马车, 是我这儿买的吗? 金牙人虽说没啥很大的才能, 但是只要是经过他手的东西, 不管是人是畜是屋子, 他都几乎过目不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天生就是个做牙人的料, 徐达摇头, 不是啊, 是我福州买的, 可贵呢, 花了我整整六十两银子, 哟, 那您可买贵了, 怎么样, 还是我比较实乘吧, 金牙人如是说, 实乘你就给我卖个实乘价, 多少钱能卖了, 就看你的本事了, 明天我还得把另外买的三匹马车给拉回来卖了呢, 你看你这一进一出, 定能赚不少佣金吧, 不是, 徐达, 我受累问您一句呀, 您这是, 图啥呀, 这别说别的, 就这一买一卖, 您一匹马车也得折损上好几辆啊, 嗨, 就当图个热闹吧, 这马车先寄放你这卖吧, 要是六十两卖出去了, 我给你反用一程, 徐达说完, 挥挥手走了, 他可没空跟金牙人耍贫嘴, 这会儿他得赶紧去人际堂找媳妇去, 可他一到人际堂, 金大夫却说张大夫被人叫走了, 他只能迈开小短腿, 匆匆往家跑去, 不过当徐达走到自家门口之时, 却发现家里大门紧闭, 他把耳朵挨在门上听了会儿, 里头除了猫叫就没别的声, 他才春鸭应该是带着人去大眼妆了, 他家大门钥匙他早给春鸭了, 好嘛, 这会儿算是进不去了, 他只能溜溜达达地跑去了春兰十四, 结果到了十四里头, 众人正在备菜准备晚食, 这几日不知为什么, 码头异常地繁忙, 所以弄得他们十四也忙得不行, 康平之见大舅回来了, 只打个招呼, 说石头被大舅母喊走了, 大舅就赶紧来帮忙吧, 无法, 到底还是自家的生意, 徐达除了顶上还能怎么办, 闻师见女婿回来了, 笑着说了句, 回来了呀, 怎么那么快呀, 一路上, 外婆, 这菜要洗一洗, 厨房里头探出个盖头的脑袋, 他如今随着石头, 他们叫外婆叫得可顺流了, 他一看徐达回来了, 赶忙喊, 大伯呀, 回来了呀, 有空没, 赶紧来帮忙, 把那五花肉过个油, 不然晚上来不及蒸了, 好嘛, 家里人热情倒是很热情, 不过就是热情的让他做帮工, 今天依旧是个工具人, 可他还能怎么办, 只能回了一声, 来了, 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帮忙了, 不过他有一点倒是猜得没错, 张氏他们的确去了大眼妆, 话说春鸭一回家, 就给几个标师结了账, 因为这次救下司徒夫人和小姐, 维东他们也帮了很多忙, 除了杰青说好的三十两, 春鸭另外还每人多给了二两银子, 只一个要求, 就是要他们把客栈的事全部给忘了, 谁都不要再提, 这都收了春鸭的二两银子了, 几人都表示, 这什么客栈不客栈的, 啥玩意儿, 听都没听说过, 春鸭满意得很, 说以后有事儿再找他们, 几人拿了银子, 跟春鸭说定, 以后再找标师, 一定要找他们, 然后千万谢地回了标局, 顺便把张氏给春鸭喊了回来, 张氏一进家门, 就看见扎这个小发迹, 旁边碎发如金毛狮王一般榨开的, 雌雄莫变的女儿, 和旁边的一家三口, 他以为春鸭路上又起了善心, 买了什么人呢, 便把他拉到一边询问, 当得知这一家三口, 就是人犯薛青山一家之时, 他恨不能喷出一口老血来, 你跟你爹是不是有毛病, 你们姓徐的脑子多少都有点问题吧, 张氏觉得徐家这遗传基因真的不咋的, 娘, 您听我说, I am D, 迎来张氏一记铁沙掌, 你再说一句脏话试试, 我错了, 我错了, 说脏话是我不对, 但是您要理解我, 我完全是被我爹他们带坏了, 这事儿吧, 真是孩子, 没娘说来话长, 我该怎么跟您说起呢, 这三句两句也难说清, 春鸭想着这事儿得先捋一捋, 你就先跟我说, 这几个人回来干嘛, 你要怎么安置他们, 张氏也觉得这一个月的事儿让春鸭三句两句说完也不现实, 更何况, 他还有别的事儿也要问他呢, 当着外人的面, 不合适说那么多, 春鸭觉得还是娘聪明, 一下子就能抓着重点, 不像跟他爹说话, 来来回回, 一句话得问上八百遍才能解释清楚, 于是他回答道, 咱们找到番薯了, 这薛青山的老婆很会种, 咱们买来的五百根苗, 一根都没死, 而且还爬疼了呢, 我想把他们安置道庭姐姐庄子里去, 让这两人帮他种番薯, 张氏转头看了看那家三口, 又问, 这对夫妻可靠吗? 你庭姐姐那儿可折腾不起, 你知道吗? 你庭姐姐, 怀的可是双胞胎? 什么? 那太好了, 春鸭惊喜不已, 您确定吗? 我这水平不行, 只能摸得出是喜脉, 但是金大夫说他有九成把握是双胜,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好, 双胞胎的危险性可比单胎大多了, 小孩也容易早产, 我真是替他丑死, 张氏觉得前世生双胞胎都比单胎要危险吃力很多, 更别说这会儿了, 怎么能让裴婷安全地把孩子生下来, 他这些天头都要想吐了, 春鸭看了眼站在院子里无所侍从的一家三口, 跟张氏说, 娘, 您放心, 一路相处下来, 这一家我看着还行, 咱们要不先把他们带去大眼妆吧, 后头院子里还有三匹马车, 里头是番薯苗和番薯, 也得送去大眼妆, 而且我也想去看看婷姐姐, 咱要不现在就走, 这马车谁敢, 薛青山会, 咱们赶路的时候都是他和维东, 还有我爹他们轮流, 再叫上郑大叔和我哥就行了, 行, 我去喊人, 张氏说走就走, 春鸭知道家里厨房常备着饼拉糕啊, 便去翻了出来, 分给了薛家三口人, 跟他们解释了下, 一会儿就直接去庄子里安顿了, 让他们放心, 虽然卢县令不是啥好人, 但是卢夫人却人品出众, 薛青山这才知道, 自己被一路带回来, 是要被安置去县令夫人的庄子, 他惊恐地看着春鸭, 问道, 为啥呀, 这卢夫人知道我被带回来了, 卢县令不就知道了吗, 那我还活不活得了啊, 放心, 卢夫人不会告诉卢县令的, 这世界上的夫妻千千万, 又不是个个都像你跟你媳妇那么恩爱的, 再说, 这要弄死你, 咱们还千辛万苦把你带来干嘛, 让你在广州自生自灭不就好了, 听了春鸭的解释, 薛青山丝毫没觉得轻松, 反而更加忐忑了, 这一路上, 妖怪神他见的难道还不够多吗, 等张氏带着郑山妇和石头回来, 春鸭匆匆和他们打个招呼, 让他们各自选了马车, 这会儿得赶紧走了, 石头见着妹妹很是高兴, 说是要赶载人的马车, 好跟妹妹说说话, 别, 不用大哥, 这车让薛青山赶吧, 他不认识路, 咱们也好给他指路, 你赶那个翻鼠的车, 慢慢来, 不用急, 说完, 便把马车的鞭子硬塞给了一脸震惊的薛青山, 当然一脸震惊的不仅仅只有薛青山, 还有云娘, 因为刚刚石头喊了几声妹妹, 他们才知道, 这位小兄弟居然是个女娃, 谁家女娃这样婶儿啊, 吃饭翘脚, 睡觉磨牙, 挖鼻屎, 抠屁眼, 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跟他爹更是摸头摸脸摸耳朵, 一点都没有忌讳的, 谁家你啊这样啊, 疯了, 薛青山疯了, 他哈哈哈哈的笑声, 迎着风飘散在了南城门外的官道上, 等到了大眼庄门口, 薛青山终于因为吃了太多饭而打起了阁, 癫狂的笑声也戛然而止, 春鸭, 这人真的没问题吗, 张氏低声问了句春鸭, 春鸭点点头, 说道娘, 放心, 没问题, 主要您不知道他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 可能情绪需要释放, 释放完了就好了, 您看, 他不是不笑了吗, 张氏狐疑地看了两眼薛青山, 总归觉得这个人, 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一会儿还是得跟胡庄头说一声, 得多关注关注这个人, 石头的马车还没到, 春鸭让郑山副在门房处等等石头, 一会儿让他们一起回去, 另两辆马车则交给了赶来千马的下人, 众人随着春鸭走进了大眼庄, 郑山副这一等, 就等了小半个时辰, 大眼庄里头种的辣椒, 只成熟了一部分, 原本想着这些辣椒到时候都得拔了, 可如今带回来的的秧苗, 哪怕千叉了, 大概也只够一亩用的, 当初想得太简单, 真正做起来才发现, 这种番薯的确也不是想怎么种, 就能怎么种的, 春鸭几人还未到裴婷的院子门口, 就见陈妈妈已经迎了出来, 春鸭小姐, 你可回来了, 咱们夫人天天念叨你呢, 哈哈, 我也想着姐姐呢, 姐姐这几日可好, 春鸭边问边往里头走, 这头春鸭话音刚落, 裴婷就一手拖着腰, 一手摸着才两多月的肚子, 迎了出来, 春鸭, 你可算回来了, 两人见面, 自是一番嘘寒问暖, 春鸭把薛青山的事跟裴婷一说, 裴婷憫不住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你是说, 我家老爷千里迢迢给打回原籍的人, 你这千里迢迢又给我弄回来了, 哈哈哈哈, 陈妈妈, 快快, 给我倒杯水, 我笑得上不来气了, 哈哈哈哈哈哈, 陈妈妈赶紧让冠衣奴到杯温水来, 张氏给裴婷拍着后背顺气, 裴婷喝了两口水, 终于停住了笑, 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道, 这也太荒唐了, 这要是老爷知道了, 可不得气出个好歹来, 哈哈哈哈, 好, 办得好, 裴婷说完, 看向一脸莫名的薛青山夫妇, 和明显被今日这些精神不正常的大人, 给吓着薛家小子, 他朝薛家小子招了招手, 随手拿块桌上摆放的蝴蝶酥递给他, 那小孩想拿又不敢拿, 春鸭接过蝴蝶酥, 蹲下来塞给了他, 这位是卢夫人, 人好着呢, 你不用害怕, 爹娘有事要跟卢夫人说, 你自己在这院子里玩一会儿, 不可出这院门, 知道吗? 薛家小子压根没听懂春鸭说啥, 只是咬了一口春鸭塞给他的蝴蝶酥, 眼睛一亮, 找了个台阶坐下, 认认真真啃了起来, 陪廷见那孩子直接坐在了石阶上, 让观音奴去给他拿了个垫子, 这才转头跟薛金山夫妇说起话来, 你们别怕, 既然你们是我春鸭妹妹找回来的人, 我想定也是得用之人, 我跟我家老爷呢, 关系比较微妙, 我日常是住在庄子里的, 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是不回衙门的, 所以你们放心, 你们回到佩丰县的事, 我家老爷是不会知道的, 既然我春鸭妹妹说, 云娘, 你是叫云娘对吧? 是, 夫人, 云娘汉首回答, 既然云娘种番薯是专长, 那咱们这大眼妆的番薯, 今后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要多少人, 干点什么, 怎么干, 都有你来做主, 需要什么都可以跟胡妆头说, 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头, 要是这番薯最后种的不好, 你们俩也是要担责的, 咱们大眼妆后头有专门给农夫住的屋子, 一会儿我让胡妆头给你们安排, 另外, 你俩每月每人给五百文的月钱, 如果番薯种的好, 并给奖币, 怎么样, 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 薛青山夫妻俩对视一眼, 云娘微微点了点头, 薛青山便道, 谢夫人, 咱们一定给您把番薯伺候好了, 行, 陈妈妈, 你带他们去见见胡妆头, 这时间也挺紧张的, 今日你们把要种的地儿给选好, 明日便开工吧, 云娘和薛青山行礼谢了裴婷, 见了小仔仔, 跟着陈妈妈走了, 带三人走后, 春鸭才连连恭喜, 裴婷怀了双胞胎, 裴婷脸上的笑, 怎么都藏不住, 只有张氏在一旁不停 叮嘱着这个那个的注意事项, 婷姐姐, 你这怀孕的事儿, 卢县令知道了吗? 春鸭突然问道, 裴婷一愣, 拿了帕子擦了下鼻尖, 才道, 我家老爷最近不是忙吗? 我也不太好去打扰他, 还没说呢, 那姐姐这是准备肚子大了, 让卢县令自己发现, 春鸭觉得裴婷这点上挺拧巴的, 孩子要生, 相公却不想搭理, 但是也算可以理解, 毕竟一直接触的大环境不同, 想法肯定也不会一样的, 过了三个月吧, 稳到了再说也行, 也不差这十天半个月的, 一旁的张氏如氏说, 他是在婚姻里摸爬滚打过几十年的人, 看过太多的夫妻, 每家人家, 都有每家人家的相处之道, 总之裴婷觉得这样能过, 那就这样吧, 作为外人, 他们只有善意的建议, 不能强行让他怎样, 嗯, 我听兰姐的, 裴婷低下头, 摸了下肚子, 突然想起什么, 说道, 春鸭, 这次跟你去的雨补头, 被那曹邦姓敏的儿子, 给顶掉了位置, 你知道吗? 啊, 为什么呀? 春鸭惊讶地问道, 你们走之前, 不是下了一场雨吗? 那会儿别的镇子纷纷都说不修水库了, 但是据说上头派下来的任务是, 每个县, 必须修建满足四分之一人口用水的水库, 本来我家老爷那头算下来, 四个镇加县城, 五个库加起来, 差不多能满足四分之一人口的用水, 但是其余三的镇一下子都说不修了, 人家乡绅都不愿意掏钱了, 那咱们县城这头的水库就必须修大一些, 但是他又不愿意把朝廷的拨款都拿出来, 实话实说, 本来拨款也没多少, 他又想这里扣一点那里坑一把, 这笔拨款早就被他弄完了, 没办法, 他只能重新筹款, 反正最后姓敏的出了一千两, 但是前提是敏剑的去县衙里头做上一冠半纸, 这事其实早就有了, 只是等敏剑突然被提拔了补头, 那里头的曹运码头的驳位, 不管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 可都是他们曹帮说了算了, 其余不够的钱, 陈家出了一千两, 我这里又拿了五百两, 还有董家本来就出了一千两, 后来被他三番五次的找上门, 又多拿了八百两出来, 别的富户乡生这里要点那里要点, 最后多筹了大概近四千两, 这才开始动工修起了大水库, 不过我出那五百两的时候就跟他说好的, 选址就选靠近城南, 不然我也不出这个钱, 陈家那头估计也是这么说的, 不然我看他们一向来不太操心这些事, 这次居然也拿出了一千两, 后来水部的人来看了看, 说三山园那边正好有配合的直流流过, 修建水库倒是也行, 所以你们上摘星阁去看看, 那水库正好修在咱们庄子和三山书院之间, 要是真汗了, 咱们庄子取水也挺方便, 听裴婷这么一说完, 春鸭突然就笑了起来, 张氏和裴婷被春鸭笑得莫名其妙, 张氏问他, 你磨正了呀, 笑个什么劲儿啊, 今天这一个个的怎么都跟吃错了药一样, 一会儿一个哈哈哈哈, 一会儿一个哈哈哈哈, 这空气是有什么问题吗? 婷姐姐, 天助你也, 春鸭激动地摸着裴婷的手, 虽没有司徒若眉的那么仿若无骨, 但却胜在肉嘟嘟, 粉嫩嫩, 也好摸, 多摸两下, 怎么说, 裴婷不自觉地把身子探向春鸭, 因为雨捕头要高升了, 你们等着, 不出一个月, 她去府衙的调令定会下来, 如线零如今得罪了雨捕头, 婷姐姐, 你正好可以把她拉到你这边来, 春鸭抹扎着裴婷的手, 这般说道, 张氏皱眉道, 你把话说说完整,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雨捕头要高升了, 于是春鸭便这般那般的, 把在那龙门客栈的事情, 跟张氏和裴婷说了大概, 这两人听完, 皆是一脸错愕地看着春鸭, 怎么还会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我说呢, 怎么会有司徒家的人送什么小姐的帖子过来, 让你去什么鸡鸡宴, 原来是这么回事, 张氏这才恍然大悟, 我这会儿脑子有些乱, 你们让我捋一捋, 这司徒夫人, 暗示要提拔雨捕头, 这事儿听得跟我关系, 好像也不是很大呀, 更何况, 我如今还是名义上的卢夫人, 这, 裴婷其实心里也是一团乱麻, 一时里不清这里头的关系, 春鸭笑道, 姐姐, 你不用想这些, 这些你就交给我爹, 到时候余捕头要调任府衙, 您送上一城就行了, 余捕头去了府衙, 那上面的消息, 咱们比卢县令可要知道的早不少, 现在虽说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但是多层关系多条路, 这个关系维系着, 以后说定就用上了, 对了, 您再去打听打听, 你们家有位族亲, 在府衙坐行房京城, 这次咱们也遇上了, 他说明这次也能生一生, 您可以跟他家逢年过节的走动一下, 问个好, 送个礼什么的, 陪婷这才仿佛松了口气般说道, 出钱就行是吧, 那就好, 我除了出钱, 别的事, 可真不是很在访, 说完, 自己便又笑了起来, 多好啊, 出钱就能办妥各种事, 比以前在府里跟老太太和小妾斗天斗地, 可简单多了, 陪婷表示很满意, 安排好了薛青山的事, 又说了会儿话, 天色也不早了, 春鸭说三辆马车, 就拜托陪婷帮找衙人来卖了, 自己便和张氏坐着大眼妆的马车走了, 母女俩坐在马车里, 张氏这才有空问问春鸭这一路的经历, 春鸭挑不讳被骂地说了, 顺便还告诉了张氏他爹出了差, 花了二百多两呢, 你跟你爹两个, 就少在我这里互相接短了, 张氏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一脸了然地看着春鸭, 继续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番薯也弄回来了, 府鸭的关系也攀上了, 我总觉得你好像有一种, 想要征服这个朝代的感觉, 我就想问问, 你到底打了什么算盘, 你先告诉我, 到时候改朝换代了, 我心里也好, 有个准备, 娘你也太会开玩笑了, 我哪有那本事啊, 这不是正好是赶事的赶上了吗, 改朝换代那是不能够的, 但是娘我跟您说, 我又想出来个赚钱的法子, 闭嘴, 我不要听, 不是, 这事很简单, 您听我说,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我不要听, 你不要跟我说, 你去找你爷爷说, 娘, 您听我一句, 就一句,